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44章 大果果 你是疯儿我是沙 蝉蝉绵绵绕天涯 米谷来到了屋外 金晴地扇着翅膀 一会儿往上飞 一会儿往下飞 一会儿往前飞 一会儿往后飞 好不快活 这时候啊 环珠格格中的那首你是疯儿我是沙 就是他此刻心情的第一写照 虽然那是一首男女间的情歌 但是那个意思一到这边倒也一样 米谷在屋前飞了一会儿 看了看后边 发现把拔还没起来 就往西边飞去 一边飞 还一边呜呼呜呼地叫着 好不开心 哎 你看你看 那边有个小东西 一到西边 他就被一名瓢洗青纱的少女发现 哎呀 长着翅膀的小孩 还真没见过 这是哪儿来的呀 都没在我们部落见过啊 好像是昨天那个从祖地宴部来的客人家里的小孩 嗯 昨天科研的时候我也见过 没想到这小东西这么可爱 不要过去 小心掉进水里啊 调洗青纱的少女一边看着 一边叽叽喳喳地说着 忽然看到米谷飞到了他们身边 连忙提醒道 米谷可不管他们 一边扇着翅膀 呜呼呜呼地叫着 一边看着从西中 扑到青纱上的小龙里 这时 又有一条小龙里扑到青纱上玩 米谷看到 立刻飞了过去 一把将快要扑到青纱上的小龙里抱住了 小龙里不安地挣扎 米谷乐得直笑 他就这样抱着小龙里在天上飞来飞去 小龙里都快要被吓死了 不停地摇头摆尾 使劲地挣扎 无奈被米谷紧紧抱住 怎么也无法下去 旁边那些瓢洗青纱的少女看到这个情形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 玩了一会儿 米谷才把小龙里放回了西里 小龙里一入水 瞬间游得不见踪影 米谷看到游走 自己也往木屋里边飞去 在门口看了看 爸爸还没起来 就又飞到外面去玩 忽然他看到远处那三颗高大挺拔的青丧 不觉好奇 想去瞧瞧 回头看了看屋里 公粮还没起来 就迅速地飞了过去 他睁开双手 享受着风扑面吹来的感觉 好舒服 一会儿来到树下 看到树那么高 就好奇地顺着树干往上飞 一边飞 小家伙一边发出声音 也不知道把自己当成了什么 飞了一阵 竟然还没飞到尽头 小家伙有点累了 往下看去 不由得吓了一跳 连忙抱住一根从旁边伸出来的树枝 感觉还是不大安全 又赶紧用双脚紧紧地缠住树枝 该怎么下去呢 看了看下边 小家伙有点慌了 都忘记自己会飞 急忙大叫道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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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东西 太可爱了 忽然 弥谷听到耳边传来一个老者的声音 好奇地左右上下看了看 却没看到人 感觉好奇怪 就是 这血脉脖杂了点 这时旁边又有一个老妇人声音传来 弥谷将眼睛睁得大大的四处看 可惜还没有看到人 像他这样要想成长 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 还不一定有用 再一个苍老的富人声音传来 弥谷眼睛像小雷达一样四处搜寻 却怎么也看不到 感觉真奇怪 为什么有声音却没人呢 小东西啊 回去吧 最初那个老者的声音又传入了耳中 弥谷感觉周围的景物一变 自己就回到了爸爸的身边 手里还抱着一个比自己个子还高的大果果 闻一闻 香香的 甜一甜是甜甜的 于是他也不管这东西是不是来历不明 是不是有毒没毒他就埋头吃了起来 大果果好大 吃去上边的一圈 他就感觉小肚皮很饱 还有很多大果果 小家伙为难了 怎么办呢 看了看还在睡觉的爸爸 滚滚和小金 小家伙好聪明 走到爸爸的身边 推着他的脸叫道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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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粮被他推醒睁开眼睛 昨天承蒙青丧部组长盛情的招待 感觉他们部落酿制的青丧果酒味道不错 就多喝了一点 谁知道后劲也忒大了 最后自己连怎么过来睡觉的都不知道了 坐起来 他就看到米谷身边 放着一个巨大的桑膳 准确的来说应该是青丧果才对 起码有半米多高 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爸爸 爸爸 小家伙抱着大果果过来 推给公粮 不用说也知道 是要给他吃的 真懂事 公粮摸了摸小家伙的头 摘了一点来吃 味道十分的清甜 吃了之后 感觉脑袋一下清醒了不少 小家伙看到公粮吃大果果 可高兴了 不停地扑上在翅膀摇着尾巴 又发现旁边圆滚滚和小金还在睡觉 他就爬过去 抓住圆滚滚的耳朵使劲拉 要把他拉过去吃东西 圆滚滚还在睡梦中 漠然感觉耳朵好疼 不由得嗷嗷大叫起来 睁眼睛一看 又是米谷这小屁孩在做怪 顿时嗷嗷叫着 向公粮控诉道 嗯嗯 米谷又抓我耳朵了 米谷听到他的叫声 吉里呱啦的匕首画脚的说了起来 可惜公粮还是没有听懂 圆滚滚好像能听懂他的话 看着巨大的清桑果 屁颠屁颠地走过去 一口咬下 顿时咬下了好大一块 感觉好吃 他就呼伦吞下 又咬了起来 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好朋友小鸡 转头去叫他过来吃 米谷看到他们吃的是津津有味 感觉又饿了 也围过来吃 公粮见他们一个个吃得凶猛 估计自己没吃多少 就得被他们吃光了 干脆拿刀把清桑果给切了 一人分一块 省得像猪一样乱哄哄地抢东西 过了一会儿 公粮才想起来问米谷 东西是哪来的 米谷听了 抬头瞪大眼睛 吉里呱啦地匕首画脚地诉说自己刚才神奇的遭遇 可惜公粮根本就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感觉自己说了半天都白说了 米谷有点生气 忽然眼睛滴溜溜地乱转 一把抓起公粮的手咬了起来 猝不及防 公粮手上顿时被他两颗尖尖的小虎牙咬出了两个小洞 等他反应过来 小家伙却已经在给他舔伤口了 公粮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立刻抓住米谷的屁股 啪啪地打了起来 米谷被打得好伤心 不过他不哭 而是把公粮还没吃完的那块清桑果收缴过去 不给他吃了 自己化悲伤为动力地在一边埋头地啃着 公粮看得十分无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不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45章 蚕虫 阿良 您醒了 忽然 外面有人在叫 好像是毛人部的组长的声音 公粮来不及处理米谷和他怄气的事情 连忙走了出去 毛人部组长带着族人站在外边 那些毛人部的毛人身上还背着大包小包 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阿大组长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公粮奇怪地说道 出来这么久也该回去了 毛人部组长向他招了招手说道 哎 陪我一起走走 公粮自无不愿 走出了木屋 问道 组长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不留下来多住几日吗 不了 部落里还有一大帮人 我不在不放心呢 二人一边走 一边说着 等走到了木桥 回头看没人时 毛人部组长才小声地说道 你可要在青桑不多待几日 不要急着离去 那青桑祖神可是太古一种 寿命之长 世间无人能及 他身上所结的青桑果 每颗都有大量的生命精元 若能得一颗 就能为你以后 住下无险根基打下基础 虽比不得那上等部落精英 每日吃各种灵物养身 日夜用饱要煎汤洗碎法骨 但也差不了多少 你可不要平白浪费这个机会 公粮听到毛人部的话 是一点的怪异 莫非他说的 是弥谷早上拿来的那个桑膳 可是自己也没感觉 吃下去有什么不同啊 毛人部的组长说完 又抢起一事 赶紧说道 平日里 你可以在西边多观察一下 那些青桑部的女郎 若有合你心意的 不妨去向残娘子讨要 要知道 青桑部的女娘 不仅会养残织布 还会重桑酿酒 娶了她们 可是一生无忧 除了这儿 大荒之中可再找不到 这般温柔可人的女娘了 你可要考虑清楚 不要向你们大雁部那些人 娶了女雀部的小娘回去 个个被训得像头温柔的小兽 叫她往东就不敢往西 平排被人笑话 公粮都不知道怎么说 这毛人部组长了 自己这么年轻 至于这么着急吗 到底是老人家 说话博场 毛人部组长又唠唠叨叨了一会儿 叮嘱他去神庙时 路上一定要小心注意 这才带着族人离去了 公粮也没感觉到不耐烦 他能听懂老人家话里话外 对小辈的爱护 对于自己这么一个过客 还能这么关心 他在心里只有感激 公粮目送着毛人部组长等人 没入林中 耳边忽然听到有人在叫 转过头 就见一脸娇俏的残服 站在了桥上 残服姑娘 公粮问候了一声 我娘亲叫你去吃饭了 残服说道 吃饭 公粮诧异道 来到大荒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叫他去吃早饭 嗯 走了 残服就蹦蹦跳跳地往前走去 公粮先回屋带上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 米谷还在生他的气 嘟着小嘴不想理他 但小孩子嘛 气来得快 去得也快 他抱着他左右摇了摇 陪他玩了一会儿 小家伙就又笑开了 残服带着公粮进屋 却不是会客的大堂 而是旧时的偏厅 清桑部的组长 残娘子已经等在了那里 见他抱着米谷过来 就从旁边拿出了一身衣服 说道 昨晚我抽空做了一套衣物 来 让他试试 看看合不合身 公粮直接把米谷 宽大的衣服脱下 小家伙抱着光溜溜的身子 在那边嘻嘻哈哈地笑 圆滚滚和小金 也是满脸好奇地看着 残娘子先他粗手粗脚 把他赶到一边 亲自上前给米谷穿上衣服 残服也在旁边帮忙 公粮倒是闲了下来 衣服是丝质的轻衣 穿起来柔软舒适 而且还很好看 米谷穿上衣看 感觉比爸爸做的衣服 好看多了 顿时屁颠屁颠地 飞到残娘子的旁边 抱着他的脖子 亲密地将自己的脸 贴在他的脸上拍马屁 尾巴还不停地摇着 就像一只哈巴狗 逗得残娘子和残服之笑 小金看到米谷会飞 眼中掠过了一丝锋芒 小家伙拍完残娘子的马屁之后 又飞回到公粮的身边 唧哩呱啦地说着 哎 莫然公粮惊奇地发现 自己竟然能知道 他在说什么了 怎么回事 早上还听不懂 怎么现在一下就能听懂了 他回想了一下 想起了早上被他咬的事情 难道 他是通过咬 让他和他结成了某种关系 就比如像自己 鸣刻在圆滚滚身上的艳文一样 形成一个通灵的印器 灵器或者是血器 小东西怎么会这么多 不是傻傻的什么都不懂吗 米谷能说其实他也不知道吗 他那时心急 公粮听不懂他的话 心里就出现了一个声音 或者说血脉中传来一种本能的反应 觉得咬一下 就能让爸爸听到自己在说什么了 而且能听懂 所以当时他就咬了 也没想那么多 谁知道还被公粮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 残娘子安排的早饭是肉粥 配着心嫩的清桑叶 虽然清淡却十分美味 公粮没想到还能在大荒芒野的原始部落之中 吃到米饭 心中感慨不已 残福见他看着米饭 以为他是奇怪这是什么东西 就解释道 这可是我娘亲从东土带回来的灵谷 种成的灵米 一共只有几亩 平时都难得吃一顿 你可算是有福气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不多重一点啊 公粮奇怪地问道 那可是灵谷非灵土不生 非灵犬滋养不长 很难种的 这么麻烦 公粮想起自己种的三色稻 就对残娘子说道 组长 我这里倒是有种从部落带过来的三色稻 种起来没有灵谷那么麻烦 只需要用荒兽作为肥料 以兽血浇灌就成 组长不妨拿去试试 公粮就假装从纳乌宝袋中拿东西 其实是从果子空间中 取出了一大桶三色稻 又拿了一些充好的米 送给残娘子 让她尝尝味道 种三色稻其实有点麻烦 尤其是成熟的时候 必然会受到各种动物的攻击 所以公粮特地把注意事项说了一下 免得到时候出了事情 吃完饭 残娘子把米谷留下来 说要给她再做件衣服 公粮看米谷同意 就把她留下 圆滚滚也要留下来凑热闹 小金跟着公粮一起离开残娘子的家 到外面 却自己玩去了 公粮新来清桑部 感觉这边的风景习俗都很有特色 就想四处走走 却被追出来的残服叫了过去 残服带她来到后边的一间小木屋 屋中简约十分干净 有股少女的青春气息 显然是女孩子住的地方 一见门就有一大坨白白的东西 叽叽叫着向残服扑来 公粮一看 原来是一条肥大的虫子 她发誓 她从来没见过这么一条 大的像狗一样的虫子 残服一把将它抱起来说道 这是无恙的残虫 等它再大一点就可以吐司了 我们清桑部以养残织部为生 我娘亲说 我们织成的青纱和彩段 是整个大荒最好的 很多东土那边的人 都喜欢我们部落的东西 我娘亲说 要是我能用残虫的丝 做成一件无彩锦衣 明年就带我去神庙参加祭典 您也是要去神庙吗 嗯 少女的眼神充满了灵动和热情 让公粮都有点不敢与之对视 残虫头大大的 眼睛又黑又大 趁残服说话的时候 转过头来偷偷地看着公粮 好像知道她在说什么 看完残虫 残服就又带着公粮往外走 残虫也要跟着 你出去做什么 残虫叽叽地叫着 残服好像能听懂她的话 就回屋里拿出一个空框 把她装在里边 背着一起走 公粮很绅士地要帮忙 却被她拒绝了 小木屋再过去不远 就是一大片青桑林 林中有人在厨地 有人在采摘青桑叶和青桑果 残服经过时和他们打着招呼 来到一棵又高又壮 树冠棚大 绿叶繁多的大树时 她将残虫从筐里取了出来 残虫便飞快地爬到上面 大口大口地吃着青桑叶 树上有一些黑的发紫的 大个青桑果 残服上去 摘了几个下来 公粮吃了一下 感觉味道虽然也甜 却没有早上的那个好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十二 第146章 想要飞的小鸡 放下残虫 残服带着公粮继续往前走 青桑脸很大 一眼望去广袤无边 林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杂树和青草 全部都是青桑 木屋附近的青桑还小 但越往里边走 青桑树就越大 一人核爆还小 都是几人核爆左右 树上也有青桑布人 说的青桑果只是很小 但个头却很大 我娘亲说 这边的青桑都是神祖的子孙 越靠近神祖的血脉越近 越远血脉就越稀薄 里面那些都是灵种 后面就是一些繁株了 残服小女儿家的心情欢快无比 一边走 一边跟公粮说道 公粮有一种感觉 好像越往里边走 灵气越浓 深吸一口 都能感觉到每个细胞 吸收灵气的喜悦 青桑林中有一条笔直的道路 残服就带着公粮 从路上往里边走去 走了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三棵巨树的底下 也就是公粮刚进青桑部看到的 那三棵高大无比的青桑树 远远地看 只是觉得很大 这时候来到底下一瞧 公粮顿时被震撼住了 这就是我们青桑部的祖神 祖神庇佑着我们部落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不过我知道 祖神一直在我们身边 小时候有一次 我跑到树林里玩蜜鹿了 我就哭呀哭呀 忽然就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 孩子回去吧 然后我就回家了 好神奇啊 残服坐在青桑祖神的树下 对公粮说着他小时候的糗事 末了还好奇地问道 你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事吗 呃 没有 公粮好像从来没担心过自己迷路 有时候即使是失去方向 也能凭着感觉走回家 残服抱着膝盖 羞怯地说道 我好笨的 我娘亲老说我是个笨丫头 公粮安慰道 怎么会 我感觉你很聪明 真的啊 残服忽疑地说道 嗯 公粮重重地点点头 这时候 哪能瞎说什么大实话呀 残服乐得眼睛 都弯成了一枚月儿 雀跃地站起来说道 哼 走吧 我们回去 要不然 娘亲该叫人来找我们吃饭了 公粮就和她一起走了回去 她都不知道残服没头没脑地 带她来这做什么 说是看风景 却全在听她说亲事 真是让人不解 弥谷在残娘子身边坐了一会儿 看她在做衣服 没有耐心继续待下去 就偷偷地溜出去找公粮了 等她走后 圆滚滚才上前 没皮没脸地 对残娘子嗷嗷地叫着 让她也给自己做一件衣服 估计是看弥谷有衣服穿眼红了 也想要 残娘子是聪慧人 倒也能从她的叫声动作里领会意思 只是一头有毛的小兽 要衣服干什么呀 看着憨头憨脑卖萌的圆滚滚 不由得迟迟地笑了起来 不过最终她还是给圆滚滚做了一件 弥谷飞出门 凭着对爸爸的一丝感应 飞了过去 飞着飞着 她忽然看到地上爬着一条 飞大的白白的傻虫子 就好奇地飞过去 在她头上飞的一阵 发现这傻虫子 傻头傻脑的挺好玩的 一把飞过去把它抱起来 在空中飞着 那傻虫子顿时吓得拉屎了 但飞着飞着 却又喜欢上了这种飞翔的感觉 不由得兴奋地摇起了屁股 残服回到放着残虫的树下 将残虫收集了背框 背着回家 当他们走到木屋的时候 却看到一名少女急匆匆地四处找东西 小柔 你在找什么 残服对着那个少女说道 我家宝宝跑出来了 我在找她 小柔焦急地说道 你应该把你家宝宝用绳子绑起来 要不然就做个笼子关着 这样她就不会天天跑了 宝宝不喜欢被关着 我可不想这么做 公粮在旁边听得一头雾水 你们在说什么宝宝 残服解释道 那是小柔家的残虫 小柔家的宝宝 平日里进宠着她 都把她关坏了 就喜欢偷偷爬出来玩 有一次还差点爬到西边去 就好被人看到抱回去 要不然 估计早就掉进水里去了 弥谷抱着傻虫子 在天上飞来飞去 忽然看到公粮 就飞快地飞了回来 公粮看了 不觉怪异地问道 你们说的那宝宝 身上是黄色的吗 嗯 对 小柔使劲地点着头 是不是天上的那一条啊 公粮指了指天上 残服和小柔抬眼看去 就见弥谷抱着傻虫子 往这边飞来 那傻虫子还兴奋地摇头晃脑的 宝宝 小柔看得着急地叫道 弥谷飞到近前 就把傻虫子放下 飞到公粮的身边 抱着她的脖子 亲密地蹭着 公粮摸了摸她的脑袋 把她抱在怀里 小家伙就找一个 舒服的姿势躺着 傻虫子一到地上 还有点不适应 等看到了小柔 就飞速地爬了过去 小柔一把将她抱在了怀里 好生的怜爱 这画面让公粮想起了前世那些喜欢养宠物的人 眼前的少女俨然就是那一类 估计还是一个心甘情愿的蝉食女郎 小柔找到宝宝 就向残服告辞离去 残服将残虫放回小木屋之后 就带着公粮回家吃饭了 午饭有花牛肉 味道不错 不过从早上到中午 公粮都没有见过湿辣 不觉奇怪地问残服 残服说她父亲打猎去了 清桑部的人一般都是女的 养残织布 难得打猎 耕地 松土 做的全都是体力活 吃饭的时候 公粮发现小柔不在 感应以下就在附近 也就没去管她 等吃完饭出来 想去寻找 就看到她被清桑部人送了回来 小柔其实对自己没什么要求 只求吃好睡好 至于能不能飞 她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这个环境 若她出生在一个鸟窝 自然有那么多的飞鸟 激励她去飞翔 可惜她是长在公粮 这群用脚行走的动物里 直到她看到了米谷在飞 忽然被刺激到了 没理由啊 她一对小翅膀都能飞 自己有一双大翅膀 反而不能飞 所以当她离开公粮之后 就悄悄来到了西边一处平坦的地面上 拍打着翅膀 想要飞起来 只是不尽人意 飞了几下 也不过是和以前一样 滑翔而已 远远谈不上翱翔 试了几次都是不行 于是她就想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自己跑到附近的一座小山上 猛然的往下跳去 借着跳下的锋利 她使劲的扇着翅膀 漂浮在空中 她终于能飞了 她开心地扇着翅膀在天上翱翔 飞舞旋转 可是乐极生悲 没过多久 翅膀上还不是很坚硬的稚嫩骨架 就因为承受不住身体和下坠的重力 变得酸软 小鸡连忙往地面飞去 但还是来不及 就听到左边响起了崩裂声 左翅断射 一股巨大的痛楚随之传来 整个身子顿时从天上掉了下来 砰的一声 晕了过去 刚好有个青丧步的人路过 知道他是跟在部落客人身边的鸟儿 就把他捡了回来 也是他运气好 要不然 若是遇到不知情的 估计 早就被人拔毛给吃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47章 兔斯大会 人生有很多无奈 同样 鸡生也有很多无奈 鸟生也有很多无奈 小鸡见米谷能够飞 也想和他一样 翱翔云天 搏击于长空的愿望 就这么被现实无情地粉碎 以至于他看到公粮 是满肚子的委屈 轻声的秋秋地叫着 其中有不甘 有无奈 有哀怨 有委屈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 他怎么了 公粮从青丧部族人怀中 抱过小鸡问道 青丧部族人摇摇头 表示不清楚 我过去就发现 他断了翅膀倒在地上 听布勒里的人说 他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公粮一听 连忙坐在母屋前 给小鸡检查声势 身上倒是看不出有什么情况 就是翅膀断了 公粮谢过帮忙把小鸡送过来的清丧部人 随即抱着小鸡 转身走进母屋 向残娘子借了一块地方 给小鸡包扎伤口 残娘子和残服也过来关心地看着 弥谷一脸好奇地看着 躺在公粮怀里 神色萎靡的小鸡 圆滚滚也探头过来 关怀地舔着好朋友的头 却被公粮一巴掌拍开 这时候怎么还来这爱手爱脚的呀 公粮没有包扎骨折方面的经验 只能凭借着前世 电视上学来的三瓜两枣的本事来做 先摸了摸骨头 感觉这一下断舌的地方 觉得应该给他敷上药 然后用木板夹住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男人嘛 做事难免粗手粗脚 不小心太用力 捏到了小鸡的伤口 疼得他是啾啾啾的直叫 残娘子看他笨手笨脚的样子 一把将他赶走 自己上前给小鸡敷药 公粮善善地退到一旁 把污给他的活血散余药粉递了上去 残娘子闻了闻 说道 你这药粉虽好 但见效却慢 还是用我的吧 公粮之后把东西收回来 静静地待在一边看 残娘子轻柔地拨开小尖翅膀上的羽毛 看了一下伤口 外面欲青一片 并没有骨头暴露出来 显然是断在了里面 他轻轻地摸着断骨的位置 将它们接在一起 再敷上一种雪白的药膏 然后用手轻轻地 附在淤青的位置 只见一团银白光亮气体 从他的手心 透入断骨的位置 上面淤青就慢慢地化了开来 肉眼看不见的骨头里 随着药力的渗入 和残娘子手心气体的涌入 竟然慢慢地生长起来 只是一会儿 那断骨就接在了一起 小鸡感觉伤口清凉清凉的 不再像刚才一样疼得要命 轻轻地动一下 断舌的翅膀都有感觉了 好像是好了一样 残娘子收回手说道 我已经帮他把断骨接上 但还很脆弱 最近就不要动翅膀 免得又断了 公粮赶紧谢道 辛苦组长了 举手之劳而已 记得明日再带他过来疗伤 差不多三天就能痊愈了 公粮连忙应试 上前抱起小筋 看他满是委屈的小眼神 不由地殉道 没事你飞什么呀 还没长大 吃得这么肥 你这小翅膀怎么瘦得了 肯定要断的 这几天记住不要飞了 知不知道 啾啾啾 小筋委屈地叫道 米谷能飞 为什么我不能飞呀 公粮感应到他的想法 很实无语 米谷这小东西 根本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你见过几天就长牙的小孩吗 你见过从小就喜欢吃肉的小孩吗 你见过几天就乱跑乱爬乱飞的小孩吗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他是怪胎 你怎么能跟他比啊 米谷在一旁傻傻地看着 他和小筋说话 幸好他听不懂什么叫怪胎 要不然肯定要上前 跟公粮好好地理论一下了 残服却不愿意了 在旁不满地说道 哪有你这么说话的 公粮瞄了他一眼 心说我在教训这小家伙 你出来凑热闹了啊 残娘子却是笑道 他确实是不能和米谷比 他虽也是出身不凡 但米谷这小家伙 却是上古大凶之后 身上更有一种通天血脉 天生神力 所以根本不用比 也比不了 说完 他又对公粮说道 你以后可以多煮点三色稻米给他吃 昨日我试过 发现他能长筋骨 撞体魄 是难得的好东西 对他的生长有很大帮助 没想到 祖地那种毫无灵气的地方 竟然还能长出这种东西 真是物尽天泽 事实难料 以后你切记 不可随意将道种示人 在我大欢还好 若是将来你去了东土 那里人性狡诈奸华 不像我大欢淳朴 未灵物 杀人满门 灭人全足者 比比皆是 何况你这无需灵气 即可生长的道种啊 所谓匹夫无罪 怀诸其罪 这个道理 公粮还是懂的 看来呀 在大欢待久了 他也被这种淳朴的原始部落感化 把所有人都想象得 如同心生婴儿一般天真 忘了人心脖子 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幸好三色道 只送给了操舌部 和青桑部两个部落 要不然被人知道 传言出去 也是祸事 公粮谢过残娘子提醒 不敢在这里太过打扰 就带着治好的小金 米谷和圆滚滚 往自己住的母屋走去 谁知圆滚滚出来的时候 还咬着一件衣服 嗷嗷叫着让它收起来 这个是哪来的 公粮问道 嗯嗯嗯 她娘子给我做的衣服 圆滚滚得意地晃着脑袋 你只有毛的小屁熊猫 你穿什么衣服 是不是想让人笑死啊 嗯嗯 你管我 我就是要穿 哼 圆滚滚嗷嗷叫着 也不管它 昂首挺胸 扭着屁股拽拽地走了 公粮还得帮他把衣服收起来 要不然 这家伙以后要是看不着这衣服 都不知道要变出什么妖怪出来呢 一连三天 公粮都带着小金 去残娘子那边治疗 不愧是青丧部的屋 三天之后 小金翅膀的伤就已经痊愈了 开始能煽动 在青丧部待的几天里 他也被残服拉着四处玩 感觉着青丧部 就像是世外桃源一般 南耕女之 别有一番田园的风味 将来若是老了 能够住在这种地方 也是不错的 小金的翅膀已经全好了 再待下去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公粮就想离去 没想到 天上又飘起了绵绵的细雨 只好等雨停了再说了 下雨天实在是无聊 没事可做 他就坐在门口 看着天上 飘飘而下的雨丝 迷古舒服的躺在他的怀里 闭着眼睛 又不时睁眼看他一下 傻乎乎的 却分外的可爱 圆滚滚蜷缩在他的身边睡着 小金傻傻的站在木板上 看着外面 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残服抱着他的小残虫 举着一柄丝质的画伞 踩着一双高底木鞋 从旁边 鸟鸟停停而来 公粮看得一亮 他自己虽然也有几把雨伞 但都是用瘦皮 蒙面钉在木头架上的东西 用起来十分不方便 看来得问残服一下 这伞是谁做的 好去请人家帮忙做几张 还有帐篷 现在天气热 可以换成用青纱做的比较凉爽 残服走到前面 看他在傻傻的想事情 就轻声的叫道 啊 公粮这才从思绪中清醒过来 下雨天你怎么过来了 我们要举行吐司大会 你要不要去看 吐司大会 好怪异的名字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公粮就想跟着一起去凑凑热闹 圆滚滚和小金本来也想跟着 但公粮却让他们待在家里 下雨天来来去去 毛脏了还要他洗 这种蠢事他可不干 圆滚滚其实也不是很想出去 就和小金回屋睡了 倒是弥谷死活要跟着去一起玩 他有翅膀 自己能飞 公粮也挡不住 没奈何只好带上他 天上下着雨 公粮也没有残服那样的私质雨伞 只好从空间里 拿出了自己做的瘦皮蒙面木架的草包雨伞 只是一拿出来 残服看到就笑得直不起腰来 公粮都被笑得有点脸红了 这拿一把伞有这么好笑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最终公粮还是没能带自己做的 那么有个性的瘦皮蒙面木架伞 去参加吐司大会 残服回家给他拿了一把 顺便将他那个个性的瘦皮伞带回去 给残娘子看 娘俩在家里看着这个瘦皮伞 笑了好一阵 米谷看着公粮手里拿着的雨伞 叽叽呱啦的匕首画脚的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说这个雨伞要比刚才那个好看多了 虽然知道自己做的瘦皮蒙面木架伞很丑 但自己怎么也不能嫌弃自己的东西是不是 所以公粮狠狠的瞪了他一眼说道 哼 你小屁孩懂什么 爸爸那个雨伞比较实用 这个雨伞就是好看 风一大就吹跑了 米谷嘟囔了几声 不理他 反正就是不好看 残伏在旁边听了直笑 朦朦细雨 滴在雨伞上 如同猪脸一般 从伞边上滑落下去 在地上挑起一些水珠 旁边的青桑树林笼罩在烟雨中 仿佛披着一层薄薄的白沙 清新的空气随着雨雾扑壁而来 夹杂着泥土和树木散发的香味 使人心旷神怡宛如童话仙境一般 下着下着雨就要停了 可是仍然可以听到水珠在青桑夜上跳舞的声音 残茧行木屋下 滴水形成的小水窟 不时飞溅起几朵美妙的水花 清零 清零 而又不是快乐 西面上的雾气慢慢褪去 山色空蒙 雨一齐的美景 呈现在公粮的眼前 视线中的一切好像被重新清洗了一遍 显得格外清凉 格外的神奇 格外的妩媚多焦 走了一会儿 他们来到一栋看起来比较老旧 却十分大的残茧型的木屋面前 木屋前的走廊已经放了一排的雨伞 残服和公粮把雨伞放下走了进去 一进门公粮就知道自己不该来 屋里一堆盈盈盈盈 都抱着一条肥大的残虫在说话 猛然间闯进一支令来 让他们的眼光都投了过来 公粮莫名的有一种心虚的感觉 她连忙抱着弥谷寻求安慰 怎么说自己也抱了一点东西 算是和他们拉近了一点距离 上次公粮见过的小柔 看到残服进门 上前抱怨道 你怎么才来啊 大家都在等你呢 不好意思啊 我去找她了 她刚刚来咱们清丧部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我特地带她来看个稀奇 行了行了 不用解释 快去吧 小柔就把她拉了过去 只留下一脸茫然的公粮四处看着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她一个大男子 总不好挤到女人中间去 只好站在最后边 伸着脖子往前看 大堂的正中坐着一名苍老的妇人 一群少女众星捧月般地把她围在中间 叽叽喳喳地说着话 残婆婆 人都到齐了 比赛是不是该开始了 一个少女说道 每年啊 就数你们这些人最闹腾 怪不得现在啊 组长都不喜欢来了 残婆婆没好气地对少女说道 婆婆 我娘亲是有事不能来 不过她说了 谁要是得了第一 就给她做一身彩衣 残服在旁边说道 屋内少女听到她的话 立时欢呼雀跃起来 残婆婆看了说道 看你们一个个高兴的 估计也等不及了 那就开始吧 和以往一样 都是谁家残虫处得丝最多最好 谁得第一 一声令下 那些带着残虫的少女 就在大堂中整齐地站成两排 把自家的残虫放在地上 那些白嫩肥大的残虫 就开始对着地面吐起丝来 这些丝有红 有绿 有白有紫 各种各样 完全颠覆了公粮对残 以往的印象 不过说来也是啊 这些都不是她见过的残 怎么能奢求一样呢 宝宝 你怎么只吐了这么一点啊 平时吃的杏桑叶都跑哪去了 忽然 那个叫做小柔的少女 惊呼起来 公粮仔细看去 只见她前面的那条黄色蝉虫 已经吐完丝趴在那 不是很多 只有一小捆 旁边哪只蝉虫都吐得比她多 这让少女很不满 感觉很没面子 不由得用手指恼怒地戳着她的肚皮 那个叫宝宝的蝉虫呢 却不理她 看到边角上的公粮 准确地说是看到被公粮抱在怀里的米骨 顿时眼睛一亮 飞速地爬了过来 来到公粮的脚下 开始对米骨 吼唧吼唧地叫着 也不知道在叫什么 可惜米骨正在看那些蝉虫吐司 没理她 小东西又叫了两声 见米骨不理她 也不怕声 竟然顺着公粮的腿往上爬去 公粮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小东西了 说真的呀 被这么一条大虫子 顺着腿慢慢地往上爬 感觉还真是恐怖 连忙把她抱了起来 看到米骨 蝉虫兴奋地叫了起来 米骨看了她一眼 鸡里咕噜地说了一声 蝉虫就静下来 安分地待在公粮的怀里 那个叫小柔的少女 也不知道是不是在生自家蝉虫的气 看到她被公粮抱在怀里 也不过来看 不一会儿蝉虫也摆下阵来 你怎么没得第一啊 公粮问道 蝉虫皱着眉头说道 得第一好难的 我这蝉虫才是第一次吐司 根本不可能 你看那边的那头 脑袋又大又肥的蝉虫 倒是有可能是第一 谁说的 我觉得 青姐姐的蝉虫才可能是第一 小柔不知从哪冒出来说道 青姐姐的蝉虫比较小好不好 财符争辩道 又不是比较大 才能得第一 也是 小柔见残符赞同自己的话 顿时得意地挑着眉头 转头看到安安分分趴在公粮怀里的蝉虫 不由气恼地把她抱了过去 摇着她的身子说道 你看看你 整天不是玩就是吃 到最后 却只捅那么一点点似 明天都不知道要被多少人笑死 鸡鸡 蝉虫不理她 转头对着迷骨叫着 就像一只哈巴狗一样 摇着屁股 小柔生气地拧了她一下 却又不敢太用力 怕弄疼了她 回一会儿 小柔说的青姐姐果然得了第一名 少女们纷纷上前祝贺 并向她请教养蝉虫的方法 说起来呀 这个吐司大会 倒不像个比赛 更像是一个社交的活动 交流经验的平台 一堆女孩聚在一起说话 公粮只能在旁边待着 等她们说完话之后 才跟蝉虫和小柔一起离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49章 画蝶 小柔和蝉虫并肩走在一起 讨论着吐司大会的事情 想起自家蝉虫的不争气 不由又是恼怒地摇了几下 也难怪她这么生气呢 要知道啊 吐司大会明面上是比赛 暗地里却是考验 个人养残的手段 这可是关系到 女孩家的生育 若是将来婆家在意 自己养残织布方面的手段 而是家养出的蝉虫 却不会吐司 这让人家怎么看得上你呢 所以小柔想着 回去一定要好好地 教训这家伙 凭日老是出去玩什么 还好说 竟然不吐司 那她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 那叫宝宝的蝉虫 浑然不知自己 接下来的黑暗生活 还不停地看着米谷 摇着屁股讨好她 可惜的是 米谷根本就不鸟她 我早就跟你说过 不要太纵容她 你看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我干 蝉虫在旁边 不客气地说道 算了 不说她了 我听说 青姐姐要让她的蝉虫化蝶 是不是真的 嗯 青姐姐确实曾到娘亲那里 请教过化蝶的方法 为什么要化蝶啊 好难哦 听说有的蝉虫会死啊 青姐姐养的 本来就是要化蝶的灵蚕 不像你 养的是吐丝蝉虫 却不会吐丝 蝉虫又在蝉虫身上插了一刀 在青丧布少女眼里 她吐出的那点丝和没吐 根本就没什么区别 小柔对自家蝉虫更加不满起来 估计回去之后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在青丧布这么多天 公良也了解了一些事情 青丧布的蝉虫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专门养来吐丝的蝉虫 一种是可以化蝶的灵蚕 只是这种化蝶的灵蚕 要求非常苛刻 要求灵蚕与主人 必须达到心意相通 人蚕合一的境界 要不然 当灵蚕节俭 进入化蝶成蝶的时候 有的灵蚕就会因为精力耗尽 而陷入永久的沉眠 也就是死亡 这时就要主人 通过彼此心灵间的感应 唤醒他 要不然 若是死亡 主人的心境就会破损 虽然这点损伤 会在以后岁月中 被慢慢地抚平 但终究是落下了痕迹 以后这点痕迹 说不定会被唤醒 若是在对敌的时刻 无疑是件非常要命的事情 据说灵蚕化蝶的时候 还需要沉入到一种 无我无物的全境境界 不能受到一丝一毫的打扰 所以青丧部人化蝶的时候 都会选一个秘密的地方 以至于公粮来到青丧部这么久 都没有见过有人化蝶 不用说化蝶 连点蝶的影子都没见过 今天下雨 石辣没有出去打猎 他就和他们在一起吃午饭 残娘子家吃饭 一向都是全家人围在一起 很是热闹 只是公粮到青丧部这么久 也没有见过他们的长辈 估计是已经不在了 残娘子不愧是曾经去过东土的人 做的菜不是大荒部落中 最常见的炙烤和煮 而是煎炒炸等等方法 做出的各色菜药 公粮吃得胃口大开 弥谷坐在他的旁边 拿着勺子 一点点的咬着饭吃 想吃什么菜 就用勺子执执 公粮自然会给他加过去 不得不说呀 这小东西确实是个怪态 前不久还处在 懵懵懂懂到处爬的婴儿时代 这才没多久 智力已经到了寻常小孩 三四岁的程度了 小家伙吃饭十分可爱 就像松鼠一样 满嘴的饭 鼓鼓囊囊的嚼着 偏偏眼睛还四处看 怎么看怎么搞笑 吃了几口饭 他又从旁边一个 装汤的小碗中 要汤喝 也不知想起什么 忽然对着嘴里的汤吞吐起来 公粮用筷子敲了一下 他的额头说道 不好熬喝汤 做什么怪 米谷理直气壮的 鸡里呱啦的叫道 我再学大胖虫吐司呢 公粮感觉到 他的话是乱马气糟啊 顿时没好气的说道 人家是残虫 你是人 吐什么嘶啊 快点吃饭吧 米谷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感觉也是 不过旋即又骄傲的 鸡里呱啦的说道 爸爸 我不会吐湿 但我会吐口水 快吃饭 公粮懒得理这小屁孩 吐口水有什么好炫耀的 残娘子一家看到他们的互动 在旁边微微笑着 米谷有上席吃饭的身份 圆滚滚和小鸡显然没有 只能在一旁的钢盆里边 吃着公粮盛给他们的食物 吃完饭 公粮就让残服带他去坐雨伞人的家里 请人家帮忙做几把雨伞 他要求做的雨伞有大有小 大的有两米长 可以盖住全身 小的有五十粒米长 是米谷要的 圆滚滚在旁边看了 也说要 公粮鸡摸住 他一直叫 也给他做了一把 小鸡明显就不用 他又没手 怎么拿呀 除了雨伞 还请人家帮忙做了几顶 轻柔的沙帐 现在天气变热了 用沙帐 无一要比兽皮帐篷 要来得清凉 做好了雨伞 公粮送了人家一袋 充好的三色稻米 那户人家非常喜欢 这东西在大荒 那可是稀罕物 他们只见过 没吃过 过了两天 雨就停了 等天晴两日 公粮就去向残娘子 告辞 这几日 承蒙组长照顾 不慎感激 这是小子的一点心意 还请收下 公粮恭敬地捧着一个 装了三色稻种 和三色稻米的 纳物宝袋送过去 残娘子也不客气 直接打开 看后点点头说道 既然是稻种 那我就收下了 然后 他也从怀中 取出了一个袋子 说道 这是我从东土宗门带 回来的储物袋 里面和纳物宝袋一样 有些空间 却能免去里面东西的重量 不像纳物宝袋 只能减轻一些而已 你在外行走 用这个刚好合适 这里面还装了一些 我清桑部出产的清桑酒和清桑果 另外 还有我给米谷这小家伙 做的几件衣服 平时你给他勤换一点 公粮连忙谢过 想了想又说道 组长能不能送我一些清桑树种 我想自己种些清桑果来吃 当然可以 这也不是什么难得之物 残娘子转身回屋 拿出一个浴匣 里边装着一枚半米左右的清桑果 这里装的是从清桑祖神身上掉落的清桑果 只要直接种下就行 但你要记住 若非灵气充沛之地 种久了清桑树 就会退为繁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残娘子和公粮正说着话 屋中忽然出现了一节清桑枝 上面枝叶清脆 看得残娘子一脸诧异 接着她好像听到什么 一边听还一边点头 过了一会儿 她才说道 这是清桑祖神送你的礼物 收下吧 这节清桑枝 是祖神从身上结下 上面生机磅礴 可保长久不散 以后只要找到合适地方种下即可 哦 另外 我再送你两对灵残种 放在青山冷狱里面冻着 将来若是清桑树长成 你可将它们从里面取出来 到时候 自会孵化 以后说不定 你还能靠着残虫吐出的丝 挣一点钱才来用呢 残娘子说完 还调笑了公粮一句 公粮听到是清桑祖神身上 取下的清桑枝 没有拒绝 直接收下 这是残服听到她要走的消息 从外面急匆匆地跑来 气味喘云 便问道 哎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 我们部落还有很多好儿的地方 你没去过呢 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公粮笑了笑 说道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很久 是到该走的时候了 再继续住下去 若是下雨 那便走不成了 那就别走 等明年 和我娘亲他们一起去 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要不然路上有很多荒兽 还有一些野蛮的部落 会吃人的 公粮摸了摸鼻子 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 残服还要再说 却被她娘给拉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 就又捧着一件衣服走出来 觉得小嘴有点不高兴地递给公粮说道 那 这是我最近 按照东土人衣服样式 给你做的长袍 本来想让你试试 没想到就要走了 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合身 肯定合身 公粮双手捧过衣服 但感觉平白拿人家的东西 好像不好 就从果子空间里 拿出一个手串送了过去 这是用天香木心做成的手串 戴在手上 可以辟邪除惠 残服戴在手上 闻起来果然是香香的 就喜滋滋地举着手腕 在她娘亲的面前显摆 却被她没好气地拍了一下 事情一了 公粮向残娘子告辞之后 就抱着米谷 带着圆滚滚小筋离去了 残娘子和残服将她送出屋 这时候旁边忽然传来一阵唧唧的叫声 然后就见小柔那条叫宝宝的残虫 飞速从后边爬来 等爬到公粮身边时 她一点也不客气 抓着她的裤腿往上边爬 公粮赶忙把她抱起来 没想到这小家伙竟然得寸进尺 想爬到她的脖子上 她连忙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宝宝 宝宝 你跑哪里去了 小柔焦急地叫声从后边传来 残虫听到声音 慌忙往公粮的衣服里边钻 米谷看得不高兴了 睁开公粮的怀抱 将残虫抱起来放到地上 然后又飞回到公粮的怀里去 残虫连忙又往公粮这边爬去 小柔的身影从后边露出来 当看到残虫之后 顿时飞快地跑过来 把她抱住 残虫挣扎得想一下来 可小柔哪会放开她 只是紧紧地抱着 残虫走下木屋问道 小柔 你这残虫怎么了 谁知道啊 上次吐司大会回去 为了让她多吐司 我就让她多吃点青桑叶 谁知道她就爬出来了 小柔无辜地说道 叽叽叽 残虫听到她的说话 激动地叽叽地叫了起来 公粮是有听没有懂 弥谷给她解释了一下 说小柔天天让她吃青桑叶 吃了她都想吐了 所以才找机会跑出来 听到弥谷翻译的话 公粮很是无语 能吃就是福 这家伙还挺挑剔的 残福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公粮看不关他事 就像木屋中的残娘子 和走下木屋的残伏小柔点了点头 告辞离去 残伏在后边默默地跟随相送 直到木桥边上才停下来 看着他没入林中的身影 不知怎的 一种从未有过的愁绪 涌上心头 让他想哭 转过头就看到娘亲站在后边 娘亲 残伏扑了过去 心中积蓄的情 再难以自意 痛哭起来 有些感情啊 总是来得那么莫名其妙 或许在一见面时 一切都已经注定 小柔和怀中的宝宝对视一眼 都不知道她在哭什么 唉 残娘子是过来人 知道这种感觉 当年她也是一片柔情深重 可惜人家嫌她是大慌的蛮子 幸好当时娘亲身体不适 让她回来 接掌清丧步 也正是如此 才让她在十年一次的大典上 遇到了石辣 说起来还要感谢那个人 要不然 要不然还真的没法遇到她 有时候 一个女人 未必需要她的男人 有多少的钱财 有多少的才华 有多少的权利 只希望她能时时刻刻 陪伴在她的身边 知道她所知道的 感受她所感受的 能爱她 护她 吸她 如此而已 休息了几天 又进入山林之中 让公粮有种 鱿鱼入水的亲切感 蟒荒丛林的景致都差不多 到处都是高大粗野的树木 因为带着米骨 圆滚滚和小筋 公粮特别地 拿出了巨骨 扛在肩上 免得有不开眼的 荒兽过来 这个巨骨也不知 是何种猛兽的骨头 竟然对荒兽也有威压 很是奇怪 到了中午 公粮就找了一处 干净的地方 搭起帐篷 开始煮东西吃 圆滚滚和小筋 一个趴一个站 在她炒菜的炉边 专心地看着 恨不得将自己 埋在锅里吃食当中 米骨却一刻也不安分 这边看看 那边看看 偶尔飞起来 在他们头顶 没头没脑地飞着 突然她好像看到 远处草丛 好像闪过了什么东西 就快速飞了过去 米骨飞到那边 发现草丛里边 趴着一条长虫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就上前一把抓住 吃了起来 甜甜的 脆脆的 很好吃 那长虫野怪 一遇到它 仿佛遇到了克星 软蔫蔫的 不敢动它 任它折腾 小东西吃得高兴地 眯起了眼睛 吃完一条之后 感觉这东西好吃 就想带回去 给它爸爸 于是眼睛就四处 游走起来 不一会儿 就让它找到了一条 两条 看着两手 抓得满满的 它就兴奋地 抓着长虫子 扇着小翅膀 飞了回去 它不知道 当它吃了那条 长虫之后 背后洁白的羽毛 已经有一枚 微微带上绿色 眉心间 一道悬傲的印记 渐渐浮起 公粮炒完菜 左右看了看 发现米骨不见了 转头看了一下 就见小家伙手里 抓着两三条 三脚脑袋 颜色诡异的毒蛇 兴奋地从林中 飞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丰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1章 守阳明 拔拔拔拔拔 吃 吃 米骨飞到了近前 高兴地扇着翅膀 摇着尾巴 对公粮叫道 还没等公粮有所动作 一直缠在他手腕上的 双头龙葵 竖起头来 呱地叫了一声 米骨抓在手中的 两条毒蛇 吓得扎立起来 但米骨看到 双头龙葵 却是眼睛一亮 看了看手中的毒蛇 想扔 又感觉可惜 就抓起一条 往嘴里塞去 三两口吃完 就迅速地 往双头龙葵飞去 一把将他的头 抓在了手里 双头龙葵 吓得紧紧 缠住公粮的手腕 呱呱直叫 公粮手 都被他给勒疼了 没想到这小东西 力气还挺大的 看到米骨还抓着 双头龙葵 不由得无奈地问道 米骨 你抓他干什么 米骨唧里呱啦地说道 爸爸 这肠虫很好吃 这时 公粮才记起 天真步人 喜欢吃蛇的习惯 他都忘了 一直将他当成了 普通的孩子 记得在操蛇步的时候 他曾听操蛇步的人讲过 天真步的人 之所以和他们操蛇步敌对 一部分固然是他们血脉中 有一部分是 食蛇阵的缘故 一部分 却是他们不得不吃蛇 尤其是灵蛇 因为吃了毒蛇之后 那些蛇毒就会聚集在 天真步人的体内 双语之中 化成他们的对敌手段 据说普通的天真步人 体内积累到足够的毒 就能喷出毒液攻击 厉害的 甚至能喷出漫天的毒雨 所经之处 寸草不生 剧毒无比 好在操蛇步以蛇为伍 天生不怕毒 要不然 早就被天真步给灭了 呱呱呱 双头龙葵的叫声 一声一声比一声凄凉 弥谷这小家伙也是天生怪胎 力气大的要命 一手抓着长虫 一手抓着双头龙葵 扇着翅膀往后退 竟然绰绰有余 眼看着双头龙葵 就要被弥谷拉走 公粮连忙让他住手 弥谷 它是爸爸养的灵蛇 不能抓 可是它看起来很好吃 弥谷激励呱啦地说道 好吃你也不能吃 要不然我打你小屁屁 公粮恶狠狠地威胁的 想到自己被爸爸打屁屁的事情 弥谷就有点害怕 连忙松开了双头龙葵 好好地把手里的长虫 送了上去 用它会得不多的 荒人语言说道 爸爸 吃 吃 公粮见他不停地将毒蛇 往自己的嘴里送 连忙抓住毒蛇的头 接了过去 那蛇到了他手里 就不一样了 开始用力地挣扎 公粮抓着蛇尾抖了一下 那毒蛇便如霉骨头一样 软黏黏地安分下来 公粮看着弥谷 想着他们天真不忍吃毒蛇 应该是想从他们体中吸收蛇毒为己用 那是不是说 只要吃蛇毒就好 而不用吃毒蛇了 毕竟毒蛇身上有很多的寄生虫 有很多的害处 虽然以大荒人强悍的体质 不一定有事 但能不吃还是不吃的好 想着他就从果子空间里 拿出一个光滑的小钢碗 然后抓着毒蛇的嘴咬在碗边 一股毒液 顺时就从毒蛇的毒芽中喷射出来 毒蛇不是很大 所以毒液有限 取完毒液之后 他就把毒蛇捏死给扔了 弥谷看了一眼也没管 只是盯着钢碗 也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 公粮拿着钢碗 从三角钢炉中 熬煮的瘦肉浓汤当中 咬了一点吹凉 倒进小钢碗里头和毒液搅匀 递给米谷喝 米谷这小东西啊 也不怕被毒死 捧着小钢碗就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呢 感觉好好 还想要 是这个汤好喝 还是毒蛇好吃啊 公粮问道 米谷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感觉还是汤好喝 不过要有长虫口水才好喝 那你以后就不要再吃长虫了 想吃长虫的时候 就去抓长虫回来 爸爸给你做成好喝的汤 以后有果果 爸爸还有给你做好喝的果汁 米谷开心地只点头 爸爸最好了 走 我们吃饭吧 公粮抱着小家伙 亲了一口 一起去吃饭 小家伙高兴得尾巴都快摇断了 吃完东西 他们继续赶路 到了差不多晚上的时候 公粮找了一棵巨树 在上边随意地盖了一间木屋 把帐篷搭在里边 即使它也可以住在果子空间里 只是在里边无法吸收到月华和灵气 所以就只能住在外面了 夜里 公粮坐在木屋外 五心向天 卧固私存 巨膝望月图悄悄地在脑中浮现 一股浩大光明的月华 照落在眉心 进入到眉心的深处 眉心深处的空间 冰晶玉露展慢慢变大 上面的焰火火焰 被冰晶玉露中的气体涌入 显得越加优深起来 身体的丹田之中 星辰古树越发的苍老 而树叶下的果子却又大了一些 自从上次冲击经脉之后 丹田中的真气 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 已经恢复如常 甚至还有所增长 守阳明大长经 起于商阳 止于营香 临商阳 二间 三间 河谷 阳西 天立 温六 下连 上连 守三里 等等 共二十学 将守阳明大长经 朱学在心中过了一遍 他就取出了两块灵石 卧在守心 闭目明心 宁神 冲击经脉 丹田之中 真气随心而动 寻任督二脉 而入守太阴肺经 再从其经末端出 接守阳明大长经 由十指末端 商阳学起 沿十指饶策 元二间学 三间学 出第一 二掌骨间的 河骨学 进入两斤之间的 阳西学 真气一路过关斩将 竟是顺畅无比 有了上次的经验 他也不忙着继续冲学 就在阳西学停下 等候后面涌来的真气 等真气充足 他就继续预示真气 从阳西学 沿前臂 饶策的偏力 温六 进入夏连上连首三里 朱学 真气到了这里 开始厚力不济 公粮连忙勾动灵石 手心的两块灵石 顿时化成了磅礴灵气 涌入手中 被果子空间里的灵气吸走 化去其中 搏杂的部分 化入丹田 干涂的丹田 有了这股灵气的涌入 有一种 九旱风干露般的感觉 公粮急忙 御使这股灵气 从丹田中 循着经脉而上 进入肘外侧的驱驰 肘疗而学 再经上臂外侧 前边的守无礼学 和臂闹学上尖 出尖峰部 前边的尖鱼学 聚雇学 到了这里 真气竟然又出状况 公粮不由大惊 心倒是怎么回事 上次充卖 只用了两块灵石 这次怎么不够了 但现在显然不是计较 这些的时候 他连忙继续取出灵石吸收 冲击经脉 有了后续灵气的涌入 真气再次壮大起来 往前冲 再无所阻碍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2章 消阳步 公粮睁开眼来 天色已然大亮 太阳透过重重的云层 射来一缕金光 落在他脸上 音韵出了一层 迎鸣宝像 抓了抓手 感觉右手力气又增长了 他喜欢这种感觉 只是力气增长之后 却有一种浮躁 一种弓弦绷紧的感觉 让人很不舒服 以前还有用万段钢筋 做成的铠甲 负重来减轻这股躁动 但如今铠甲没了 他只能靠自己 慢慢地适应 用力打了一拳 空气中传来一记音爆 接着直拳 摆拳勾拳 弹拳边拳 一拳拳地打出 一记记音爆 回响在林中 惊久不散 弥谷早就醒了 起来看到爸爸 傻傻地坐在屋前 就爬过去 好奇地看着 有时还会飞到他面前看看 却不敢打扰 他怕爸爸打他的小屁屁 好疼好疼的 这时 他看到爸爸打拳 先是好奇地看着 后来也学着模样 一拳一拳地打了起来 看起来绵软无力 但却颇有架势 打了几遍拳之后 公粮就停了下来 打拳是为了让身体 尽量熟悉暴涨的力量 只是一两次 并没有什么效果 得练一阵才行 看时间已经不早 他就去做饭 顺便把还在睡懒觉的 圆滚滚给提醒 这家伙越来越肥 偏偏还好吃懒惰 以后早上得让他锻炼一下 才行了 吃完东西 爬下巨树 他就听到旁边树上 出来叫声 阿良 公粮抬头一看 只见石辣 站在一根粗大的树丫 上边跳下来 砰的一声 落在地上 发出了震天的鼓响 石辣叔 你怎么在这儿 公粮好奇地说道 昨天打脸回去 残娘叫我送你一程 我就连夜赶过来 到的时候 看你睡着就没叫醒你 在旁边树上睡了 公粮没想到 自己警觉性这么差 竟然有人来了都不知道 不过 估计也是因为 昨天冲卖的原因 看来以后 得好好注意一下 免得被荒兽 走到跟前都不知道 但对于石辣能特地赶过来 公粮还是很感激的 只是感觉有点不必要 就说道 不用麻烦石辣叔了 我自己走就行 石辣说道 你不是附近的人不知道 再往前 就是消养部 消养部的人 不是我荒人纯种血脉 而是我等荒人 与荒银乱交和产生的杂碎 其灵智蒙昧 蠢不可言 形同野人一般 但却身体高壮 力大无穷 这消养部的人 还喜欢吃人 没看到人时 就会开心咧嘴大笑 残娘怕你被他们迷惑 所以 才特地让我过来 没想到是这个原因 公粮连忙 谢谢石辣 特地过来一趟 说完话 两人就往前走去 一路小行夜宿 过了两日 便到了消养部的地盘 石辣劈开一棵挡路的树木 转头对公粮说道 前面就是消养部了 从现在开始 记得不要大声说话 遇到荒兽 不得请不得已 也不要出手打伤 免得引来消养部人 这族人完全不可理喻 一看到人 就一窝风尚 如同疯子一般 杀得你手软都停不下来 所以 最好能避则避啊 对于能省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公粮来说 这个建议不错 事宜 他们走路的时候 小些了许多 不敢大声地喧哗 看到他们这么小心 弥谷也变得小心翼翼 鬼鬼咎咎地 坐在公粮的背框里边 不时探头 鬼鬼碎碎 偷偷摸摸地往前看 忽然弥谷闻到了一股臭味 连忙捂住鼻子叫道 爸爸 好臭 什么好臭 公粮诧异道 紧接着 他就闻到了一股 奇大的臭味 从远处传来 他连忙也捂住鼻子 圆滚滚表示 已经快被臭晕了 小筋也是 实辣倒是没多大感觉 实在是太臭了 臭得都快让人无法呼吸 公粮不由地在心里咒骂道 你妈妈的 也不知道是谁拉的 都不知道是谁 是不是吃了大便 竟然这么臭 只是闻着闻着 公粮竟然感觉到 这股臭味中 还带着一丝鲜热 轰俗一点就是 像新拉的一坨把 公粮连忙和石拉 飞速离开这片充满臭味的地方 等再往前走一点 他们忽然发现 一棵大树下 蹲着一个玩意儿 那臭味显然就是从这玩意儿身上传来的 仔细看 公粮才勉强分辨出 眼前这玩意儿是个人 但样子奇丑 只见他长着一嘴长唇 皮肤漆黑 身上有毛 就像一只人形的非洲大猩猩 蹲在那儿 手里还抓着一根粗大的木棒 看到两人走过来 这玩意儿就咧嘴黑黑直笑 笑起来更是奇丑无比 嘴唇都翻到额头了 把眼睛和鼻子都给盖住了 小心 这就是萧扬不仁 石拉在旁边提醒道 萧扬不仁笑完 立刻起身 挥着木棒向两人砸来 石拉手中的巨斧默然一提 往上一劈 一缕暗芒从府面闪过 速度如电飞速 只是瞬间 那木棒和人就被一起批为两半 快走 萧扬不仁肯定就在附近 不要被他们追上了 石拉说完 就带头往前跑去 公粮连忙抱起 蠢笨的圆滚滚和小精 跟在石拉的后边往前跑 跑出一段距离 就听到后边传来一枕如大猩猩般的 噜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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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愤怒的叫声 然后竟听到他们追赶过来的声音 这些东西在林中跑起来速度飞快 不一会儿就追到了公粮他们的后面 远远的就投来石头和木棍等东西 公粮一不小心差点被砸中 眼见着萧阳部的人越追越近 石拉停了下来 不能再跑了 再跑我们就会被追上 不如在这里杀杀他们的蠢气 让他们害怕不敢追来 要不然都不知道要追赶到什么时候 公粮自然没有意见 就把圆滚滚放在旁边一棵巨树上 让他爬上去躲避 本来他可以直接将它收进果子空间 但空间不能轻易试人 只好让他爬树了 圆滚滚很聪明 一歪一歪地扭着屁股往树上爬去 到了上面就紧紧地抱住树枝 隐藏在茂密的树叶之中 然后公粮又让米谷抱着小茎儿飞上树 就把竹筐收了起来 举着锯骨 准备迎击身后追来的萧阳部人 没过多久 一群人形大猩猩般的萧阳部人 追了过来 石拉不由分说 提府迎上 公粮紧随其后 阳光透过重重的树叶 洒在地面 印上斑斑点点的影迹 一道光影照在府面 映出了一缕 气冷暗芒 此时石拉巨斧急速批出 如暴雨狂风 如净水清流 如飘云无踪 转瞬间 一名追来的萧阳部人 就被拦腰劈为两半 长穿肚破 鲜血淋漓 刹那间 林中充满了刺鼻的血腥味 一股肃杀之气 弥漫在树林之中 公粮持骨而上 用尽八分力 对追来的萧阳部人 或砸或撞或劈 每一个被巨骨砸倒的萧阳部人 无不是鲜血狂喷 砸中头的 直接是脑花喷溅 怎一个惨子了得 石拉百忙中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皮肤继续往前劈去 追来的萧阳部人 在两人通力合作之下 一个个倒在了树林之中 血水将地面 浇灌出了一片血色 但这些人好像真的不怕死 死了一批又来一批 有若潮水般 连绵不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3章 被口水吐死的萧阳部人 米谷十分隐秘地藏在树上 重重树叶之间 透过树叶的缝隙 看着下面 越看越是好奇 忍不住探出小脑袋来 一名萧阳部人刚好抬头 看到从树上探出小脑袋的 米谷就是一笑 那笑是沉于落雁 碧月羞花 惊天动地 惨不忍睹是惨绝人寰呢 丑得米谷都皱起了小脸 揪着眉头 憋了嘴巴 终于忍不住 一口口水吐了下去 那个萧阳部人笑完了 本想拿粗大的木棒 往米谷置去 却被他的口水吐在了身上 那口水剧毒 落在身上 随着毛孔渗入身体 循环在血液当中 只是瞬间 萧阳部人就倒在了地上 吐着白沫 最痛苦的是 还没完全死去 赖在地面 不停地抽搐着 哼 愁死了 还敢笑 米谷哼了一声 继续往下边看 喝 公粮巨骨 重重垂下 气吞红泥 势不可挡 对面一名 萧阳部人手中的木棒 立刻被垂成了两半 身子也被垂飞了出去 重重地撞在 后面的树上 眼看着人形 大猩猩般的萧阳部人 越聚越多 公粮大喝一声 旋风吹 手中巨骨 顿时如旋风一般 旋转起来 往旁边 萧阳部人砸去 被砸中的萧阳部人 纷纷飞离出去 只是片刻 他身边就出现了一片 真空的地带 小心 这时 他耳边忽然传来一阵 人形大猩猩般的 萧阳部人愤怒的狂吼 和实辣的提醒 几乎是在瞬间 前面出现了一名 穿着皮甲的高大 萧阳部人的身影 只见他刺着一嘴的獠牙 胸利地举着一根 绑着石头的骨棒 向着他砸了过来 公粮连忙 举着巨骨迎上 两棒撞在一起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一股巨力 随着巨骨传入手中 震得他手臂发麻 对面那高大的萧阳部人 估计也不好受 但停了一下 就又狂吼着举棒砸来 一次 两次 三次 公粮一边接着 高大萧阳部人 砸来的骨棒重击 一边往后退 手臂已经被骨棒与骨棒 两相叠加的重力 震得毫无知觉 后面就是巨树 已经是退无可退了 公粮一看 瞅准高大萧阳部人 举起骨棒 胸前空门大漏的时候 身子猛切一扑 从他的胯下钻过 又迅速地从地上跃起 当身在半空的时候 猛然转身 从腰间抽出 随身携带的大狗腿 反身劈去 哭的一声 入肉的声音响起 那人形大猩猩般的 高大萧阳部人 就被他用大狗腿 劈得人手分离 一股热血 随着头颅冲天而起 过了片刻 骨头尸体 才重重地砸在地面 公粮落在地上 抓着巨骨单膝跪地 不停地喘息 刚才不停地 接着高大萧阳部人的 狂野重击 再加上一连串的动作 实在是累死他了 但临终却不是平安地 旁边不远的 一名削阳部人 看到他跪在地上 飞身举棒砸来 一直缠在公粮手腕 如同隐身一般的 双头龙魁露出头来 猛地往前一窜 就见一条黑影 在空中掠过 咬在了削阳部人的身上 那削阳部人 还未来得及 走到公粮的身边 就已经身中蛇毒 倒在地上 死了 双头龙魁咬死 肖阳部人之后 就又爬回到公粮手腕 缠着 仿佛从未出现一般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肖阳部人 突然如潮水般地退去 这一会儿 就不见了踪影 石辣终于有了空档 走过来对公粮问道 你没事吧 没事 休息了一会儿 公粮已经恢复正常 站了起来 看看左右 发现削阳部的人都不见了 不由奇怪地说道 那些人呢 跑了 石辣提翻高大的肖阳部人 看了看 说道 这人是肖阳部的首领 或者他头目 那些东西看到头领都被杀了 不跑还留着干嘛呀 圆滚滚看到下边没事了 就从树上爬了下来 看到死在地上的高大肖阳部人 顿时上前假模假样 故作凶猛地对高大的肖阳部人 吼叫起来 可惜他那蠢萌的模样 只能让人发笑 公粮踢了他屁股一脚 让他不要在这儿搞笑了 圆滚滚被他踢得很不高兴 猛地上前抱住他的大腿 嗷嗷直叫 嗯嗯 公粮你要是再敢踢我屁股 信不信我咬死你 公粮懒得理这家伙 迷玉谷和小金 也从树上飞了下来 小金在地上探头探脑地走着 一边走 还一边习惯性地找东西吃 而迷骨则是飞到了爸爸的身上 抱着他的脖子 好奇地看着鲜血染红的树林 我们走吧 死了一个头领 他们应该不会再追来了 石辣就带着公粮等人 继续往前走去 为了防止消阳部人继续追来 他们特地多走了一段时间 直到夕阳沉入山巅 丛林陷入一片黑暗 才停下来休息 黑夜之中 一团篝火熊熊燃起 一股股浓香 不停地从三角缸炉中飘散出来 旁边还有公粮在锅里炒着热菜 煮着香喷喷的三色稻米 边上米谷抓来一堆五颜六色 形体古怪的蛇虫在等他收取毒液 公粮炒好东西 就放在一旁 开始拿小钢碗 收取米谷抓来的毒蛇毒液 米谷比较小 抓的毒蛇也不是很大 最粗的也不过是手臂大小而已 这点肉都不够公粮塞牙缝的 处理起来也麻烦 所以收了毒液之后 他就直接把毒蛇给捏死扔了 收完毒液 差不多半碗多一点 感觉有点多 公粮就又取了一个碗分出一半 留着下次给米谷喝 没想到事情还没完 米谷这小家伙 又从屁股后边 抓出了一条手臂粗 有着微微细毛 颜色诡异的虫子 唧里呱啦的说道 爸爸 还有这只虫子 这东西能吃吗 公粮皱眉看着他手里抓的虫子 有点头皮发麻 其实他也不怕虫子 但他手里抓的这个绝对是个意外 米谷连忙唧里呱啦的甩着手里的虫子说道 爸爸 这虫子好好吃的 看到米谷喜欢 公粮也没办法 只好依他 但不敢自己动手 让他先拿东西把虫子给整死 谁知道这诡异的东西有什么毒招啊 他还是小心一点微妙 等毒虫死透之后 公粮用水清洗一下 再用开水烫一遍 放在油里炸熟 然后才放在和毒液一起混合的肉汤里边 给米谷吃 那炸过的虫子的油倒在地上 旁边的草木就全部枯死了 可见刚才那长毛的虫子得有多毒啊 但米谷貌似吃的是 喷香喷香的 他一边吃还一边想着 以后一定要多抓些美美的虫子 真好吃 石辣在公粮煮东西的时候 去周围巡视了一下 发现没有大型的荒兽 就转回来 正好赶上吃饭 吃完饭 他又在营地周围撒了一些强大荒兽的粪便 这样 即使有荒兽过来 闻到强大荒兽的气息也不敢靠近 这些啊 都是在丛林生活的宝贵经验 公粮今天算是学习了一把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不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4章 泉中小虾 山中毒舍 有了石辣香水 公粮再没碰到什么危险 路上即使遇到荒兽 也是被他一服给劈了了事 而消养部的人 也似乎被杀怕了 再没有出现过 再走几日 就出了消养部的地劲 石辣在这里停住 指着前面说道 多谢石辣叔一路相送 公粮恭敬地谢道 拜别石辣 公粮继续赶路 一路都是茂密的丛林 含有意外的风景 这一天 他们来到了一座高山脚下 这高山伟岸无比 俊俏非凡 山上怪事临巡 峭壁连绵 山下有一堆从山上 冲刷下来的透明石头 似云母 似水晶 似美玉 公粮捡了一些看了看 感觉什么都想 就收了一些 放在空间里边玩 高山下 有一片山红冲刷行程的小平原 那有泉水绵绵 泉中有些全身透明 节亮的小虾游来游去 好不快哉 自从进了丛林 公粮已经不知道 有多久没有吃过虾了 当下她就决定 留在这边过夜 虽然这时才是中午 但是不管了 天大地大 吃饭皇帝最大呀 于是她就在山脚下 清出了一块干净的地面 搭起帐篷 然后捡柴准备生火 凑巧的是 她在不远处的山脚下 发现了一个石洞 就准备去里边收拾一下 顺便点了一堆火 在里边烧着 去除洞内的味道和阴森气 等晚上再住进去 捡完了柴火 她就去旁边林中 砍了一些坚韧的细小山藤 绑在一根直长的树枝上 做成一个会漏水的 咬水大长勺 打算去泉水那边捞虾 米谷和圆滚滚 看得很好奇呀 就跟了过去 一行浩浩荡荡 好像一群寻山的土匪 西边磨去棱角的 粗大鹅卵石 遍布泉流两边 公粮就踩着鹅卵石 慢慢走到泉边 圆滚滚和小鸡 紧随其后 米谷直接飞了过去 似乎在荒芒丛林当中 没有天敌 泉水中的小虾 全然不怕人 即使公粮在旁边 踩出了动静 它们依然在水中 快活地游来游去 找了一处 水比较深的地方 公粮就拿着漏水 大长勺 往泉水里边 虾群比较集中的地方咬去 提起来 等漏水大长勺里边的水漏尽 就见一些小虾 在里边扑腾地跳着 公粮抓了一条长了长 清凉中带着细嫩的清甜 比以前老家山西中的小虾 味道更胜一筹 圆滚滚看到它抓小虾吃 自己也抓了一把 扔进嘴里嚼了嚼 感觉味道不错 就又伸出爪子去抓 却被公粮拍了回去 要吃自己抓去啊 圆滚滚不满地嗷嗷叫道 小青鬼喝凉水 公粮不理他 从空间中拿出一个水桶 出来装虾 怕他们死了 等会煮起来不新鲜 还特地放了一点水进去养 小金也从旁边走了过来 探头探脑地往桶里边看了一眼 飞快地啄了一条痴了 眼睛顿时一亮就扑上着翅膀 跑到泉水边找小虾吃了 弥鼓飞到桶边往里边看去 只见一条条小虾 在水里傻傻地游来游去 他也抓了一条放进嘴里吃 甜甜的 嫩嫩的脆脆的 真是好吃 忽然 他看到远处草丛 有东西爬过 立马快速地飞过去 圆滚滚见公粮正仔细 盯着泉水捞虾 就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悄悄地靠近水桶 到了桶边 他先装成一副 观赏小虾的样子 往里边看 眼角却瞄着公粮 等发现他没注意之后 迅速从桶里边 抓了一把小虾 扔进嘴里 也没嚼 就屁颠屁颠地往旁边跑去 免得被公粮给发现了 哼 你以为跑就没事了 没用的 你是那样拉风的熊猫 不管在什么地方 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 那样的鲜明 那样的出众 公粮见他偷下 直接扔了一块石头过去 圆滚滚现在有的吃 就不跟他计较扔石头的事了 不一会儿 米谷飞了回来 手上还抓着两条毒蛇 巴巴巴巴 你看 我又抓到 好好吃的长虫了 米谷一飞到公粮的身边 就高兴地抓着长虫 晃来晃去 唧里呱啦地说道 公粮一看到他手里 抓的蛇就知道 不是什么好东西 看看那三角形的头 更诡异的是 这三角形的头的骨头 后边竟然微微地翘起 脑袋中间还长着一根肉脚 但脖子细小 身子也不是很大 身上灰白鱼草绿杂绒 一看就是剧毒的毒蛇 另外一条也是这种模样 巴巴巴巴 里面还有好多好吃的长虫 我要去抓 这两条先放在这里 米谷说完 就要将毒蛇往地上放 公粮连忙制止 这些玩意怕他 怕双头龙葵 可不代表就怕他 虽然有双头龙葵在 这些东西不敢伤害他 但放在身边 总是让人感觉诡异 而且小家伙 飞来飞去找东西也麻烦 干脆 公粮就收拾了一个 纳物宝袋给他 纳物宝袋虽然不能免去 里边物品的所有重量 但有一个好处 就是什么人都能用 没有限制 米谷接过纳物宝袋 好奇地看来看去 都快把头装进去了 公粮教了他怎么用 小家伙很聪明 立刻就会了 他学着把东西拿进 拿出一会儿 就高兴地拿着袋子飞走了 不要跑远了 公粮在后边叮嘱道 有双头龙葵在 蛇虫不敢靠得太近 米谷想要找点好吃的 也就只能飞远一点了 公粮继续一勺一勺地 从泉水里捞着小虾 过了一会儿 就捞了半桶 泉水里的小虾剩下不多 他就不捞了 让他们继续在这里 繁衍生息 圆滚滚偷吃小虾之后 就钻进树林 没多久 又咬着一头黑桀子 跑了出来 这家伙虽然无法 面对强大对手 但欺负欺负这些小东西 倒是臭臭有余 圆滚滚咬着黑脊子 在公粮面前炫耀显拍 公粮不好太打击 他的积极性 摸了摸他的头 鼓励一下 并赏了他一把小虾 圆滚滚高兴地 在旁边嗷嗷地唱着歌 然后就走过去 和好朋友小金 分享自己的快乐了 过了一会儿 米谷飞了回来 将手中拿着的纳物宝袋 给公粮 兴奋地扇着翅膀 摇着韭菜尾巴 公粮打开一看 里边满满的都是一些毒蛇 毒虫 条条颜色诡异 个头更是怎么怪怎么长 也不知道他们爹妈 是长什么样子的 竟然拉出一坨 这样的怪物出来 看着他直吸冷气呀 连忙把口袋收紧 不敢再看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5章 开心的米谷 公粮提着装满毒蛇 毒虫的纳物宝袋 想了想 感觉不能再这样 继续下去 要是以后小家伙胃口变大 那自己岂不是 要淹没在一堆 诡异的蛇虫之中 想想都让人恶寒呢 于是他就对米谷说道 走 爸爸教你做一件事情 嗯 米谷点着头 他最喜欢帮爸爸做事了 提着装下的水桶 回到营地 公粮把三角缸炉拿了出来 点燃柴火 倒了一炉水 放了一些腌制的 荒烧肉下去煮 然后就开始处理这黑脊子 他本来想把黑脊子 枕头放进三角缸炉里边煮 想了想 又留了一些肉下来 做好这些 他就拿出了 专门用来收取毒液的小钢碗 让米谷从袋子里 抓一条毒蛇出来 他自己可不敢伸手进去 谁知道里边那些东西 会不会咬他呢 米谷抓了一条 递给了爸爸 似乎因为身上有着 非凡天敌血脉的缘故 这些毒蛇在他的面前 都软蔫蔫的 一副欲取欲求的模样 公粮接过毒蛇 这东西在他手上就不一样了 开始缠着他的手腕 用力地挣扎 公粮紧紧地捏着舌头 咬在钢碗的边上 一股毒液随之喷出 收了几条毒蛇的毒液之后 公粮又对米谷说道 你要仔细看 爸爸是怎么收取毒液的 等会儿你自己来收 好不好 米谷连忙点头 对好玩的东西 他从来不会错过 公粮又示范地 收了几条毒蛇的毒液 就让米谷自己动手 米谷兴奋地从纳乌宝袋里 抓了一条颜色粉红中 带着暗黑斑点的毒蛇出来 让他咬在碗边 可惜这家伙咬是咬在碗边 却不喷毒液 米谷感到很没面子 一拳打过去 然后用力地将他的毒牙 按在碗边 使劲地往下拉扯 这下毒蛇终于喷出毒液了 虽然毒蛇喷了毒液 但米谷却还是很不开心 抓着毒蛇的头看着自己 指着他的脑袋 生气地唧里呱啦地说道 你这长虫不是好长虫 一点都不乖 你收人家的毒液 还要人家乖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呀 公粮在旁边咋了咋嘴巴 往天上看去 但米谷显然不管这些 一把抓起毒蛇咬了起来 那画面太美了 公粮都不敢看 他收取毒液的初心 是让米谷不要吃毒蛇 毕竟在他的前世 蛇类身上有很多寄生虫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在大荒 是不是也这样 但不吃的话 还是比较让人安心的 只是有时候 终究敌不过他本能天性 总会吃一点 但是相对于以前来说 显然要好很多了 接下来那些毒蛇 似乎被米谷的凶残震慑到 变乖了许多 每条都老老实实地 喷出毒液 说完毒液 公粮也没有捏死毒蛇 因为太多了 他懒得费那个力气 就让米谷远远地扔了 爸爸 爸爸 收完毒液 米谷高兴地扇着翅膀 摇着尾巴向公粮 摇公道 公粮摸摸他的头 夸奖道 我们家米谷真棒 米谷开心的眼睛 都眯成了一轮弯月 尾巴摇得更厉害了 这次收取的毒液有点多 公粮收了一些起来 只留下半碗 又去出了一碗 装了一点 打算给米谷 做点新鲜的东西 免得天天喝肉汤 对了毒液 感到乏味 爸爸 爸爸 米谷又拿着 纳物宝袋叫道 公粮打开一看 里边还有一些毒虫 就从空间里 拿出了一把短毛给他 米谷 你把那些毒虫刺死 等会儿爸爸 给你做好吃的 嗯嗯 米谷连连点头 他最喜欢爸爸做的 又香又脆 又好吃的东西了 咬一口 里边还有甜甜的东西流出来 好好吃的 米谷听话地将 纳物宝袋中 剩下的那些毒虫 一一拿出来刺死 讲真的 若是心脏不好的人 看到那些虫子的样子和颜色 估计得马上去地府报到了 等米谷将所有的毒虫刺死 公粮又拿出了几个钢碗 给他说道 米谷 这些碗你收起来 以后抓到长虫 就用碗将毒液收起来 毒虫呢 直接用长毛刺死 不用再抓活的 到我的面前了 好吗 他将钢碗和长毛 装进了纳物宝袋中 取了一条受金绑上 挂在米谷的腰间 米谷看着挂在腰上的纳物宝袋 怎么瞧怎么好看 他又装东西的袋子了 爸爸真好 米谷开心地飞到了爸爸的面前 在他的额头切了一口 然后抱着他的脖子 轻腻地蹭着 不这样 似乎不足以表达 他对爸爸的爱 一线阳光洒在两人的身上 是那么的温馨 那么的甜蜜 公粮很享受米谷的亲热表现 小家伙粉嘟嘟可爱得要命 抱在手里的时候 就让人忍不住想亲个够 不过中午了得吃饭 腻歪了一会儿 他就让米谷自己到旁边去玩 自己开始从空间 取出炒菜的锅灶 给米谷处理那些毒虫 现在他处理米谷的东西 都有另外的锅 要不然他怕中毒啊 他先把那些毒虫洗干净 用水烫过 就放进油里炸 有的还裹了一层筛书粉 炸起来味道香脆 炸好之后 他又撒了一点水晶盐盐上去 有的还撒了一点野山椒粉 做成不同口味的 用天香木盒装起来 放进米谷的纳乌宝袋里 让它当零食吃 看着装了好几个木盒的 好吃虫子 小家伙开心的手务足蹈起来 嘴里还啦啦啦的 唱着不知名的歌呀 他好高兴 爸爸对他最好了 他好喜欢好喜欢爸爸 圆滚滚却在一旁不满地轻哼着 但那些毒虫毒蛇 他看了就感觉身体发毛 更不用说吃了 连闻都不想去闻 所以他只能在那边 哼哼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时候 小金跟他是同一个战线的 他也感觉 爸爸有一点偏心 还好公粮没有忘记他们 煮好小虾之后 他特地将小虾 多分给了他们一点 两个家伙顿时将 全部的布满抛去 化为食欲 猛吃起来 像这种山间泉水里 长大的小虾 其实无需什么配料 生吃是最原味的享受 其次是用酒灌成醉下 再次就是用鲜美的酱油 青醋 姜 辣椒 一起放进去腌制一下 无需煮 直接食用 味道异常的鲜美 绝对是顶尖的美食诱惑 再接下来 就是蒸煮 最次是油炸 不过这次公粮没有生吃 也没有做成醉下 因为没有鲜美的酱油 没法腌制 也就只能用煮的 之所以用煮 是因为这道菜 是他前世家乡的家常菜 有着家的味道 首先 他把山姜 山蒜拍碎 一起放进油锅里边炸香 然后将虾倒进去炒 再用盐 小细鱼粉调味 又放了一点 纯净的山熟酒进去 最后将水葱 和一点野山椒放下去 加水 盖锅 焖煮 入味 只一会儿 那焦杂着鲜虾 和姜蒜的香味 就飘了出来 闻一闻 让人迷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甜甜 甜蜢糟糟的小石二 第156章 黑挤子肉丸 圆滚滚吃着碗里的 焕香小虾 吃完之后 又将整个钢碗 舔得干干净净 直到能反射太阳光线 这才罢休 然后他埋头在另外一个装满 宁浓瘦肉汤的碗里吃了起来 小金也在旁边猛烈地捉着小虾吃 别看他的个头比圆滚滚小 食量却是差不多少 咪咕美美地吃完了爸爸用长虫毒液 调制的瘦肉汤 就从纳乌宝袋中取出了一个天香木盒 抓起一条炸得美味喷香的虫子嚼了起来 咔咔真是嘎嘣脆呀 这虫子是又香又脆真好吃 米谷开心地眯起了眼睛 圆滚滚和小金在一边看了 默契地往旁边挪了挪屁股 离米谷远一点 他们见过袋子里那些花花绿绿 毛毛茸茸的渴布虫子 他们可不想自己吃的东西里边 粘上那种东西 公粮吃饱饭 就开始张罗着给米谷做点新鲜的东西 让他不至于一直单调地喝用毒液调制的瘦肉汤 他将刚才留在碗里的一点毒液拿过来 放了一点山薯粉下去搅拌 等毒液全部被山薯粉吸收 成为面团之后就放在火上烤干 再用小石就锤成了粉末带用 接着他又拿出了刚才留下的黑挤子肉 用锯骨锤成了一堆烂的不能再烂的肉泥 放在了大缸盆里边 加入水晶盐盐 小细雨搅匀 然后又把刚才掺了毒液的山薯粉 堆水倒了一点在肉泥上 开始混合搅拌均匀 然后用力地摔它起来 这是做肉丸子的必然节奏 要不然呢 肉丸子做起来就不仅是没有弹性 忽然公粮想起好像忘了放点蛋清下去 可这时候哪去找蛋呢 再说他也没空 米股圆滚滚 小鲜吃完东西就趴在一边 好奇地看公粮做东西 都不知道他摔摔打打地做什么 公粮想了想对米股说道 米股你去旁边树上找找 看看有没有鸟蛋 爸爸什么是鸟蛋呀 米股歪着小脑袋好奇地问道 他还没见过鸟蛋是什么样子 嗯鸟蛋就是圆圆的长长的 有的小小的有的大大的 在树上用树枝或者干草搭的鸟巢里面 你飞上去一看就知道了 米股一听 立马扇着翅膀飞来出去 他最喜欢帮爸爸做事了 不要飞太远呢 公粮在后边叫道 但米股已经飞得不见踪影 做丸子加山属粉 也就是山属淀粉 主要是起到了粘稠的作用 让肉泥更加的紧实 但这样做成的丸子 吃起来还是有点生硬 若是加了蛋清 做出来的丸子 味道就比较嫩滑 脆软 筋道 味道也鲜为许多 公粮一边摔得黑几次肉泥 一边等米股的鸟蛋 过了一会儿 小家伙才从远处飞回来 一回来 他就兴奋地抓着纳乌宝袋 对公粮显摆 好像找到什么 不得了的东西了一样 公粮拿过来一看 指尖里边躺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整整七颗 三个巴掌的 两个巴掌长的鸟蛋 不由好奇地 就对米股问道 这蛋是哪来的 米股兴奋的是 鸡里呱啦 匕首画脚的说道 是从那边山上找到的 有没有大鸟在 哦呀 哦呀 米股摇头说道 那就好 公粮又将自己 前世掏鸟蛋的心得 跟米股共享了一下 以后你去找鸟蛋的时候 记得一定要找 没有大鸟在窝里的 要不然 窝里的大鸟会咬你 当你看到鸟巢的时候 记得要悄悄地藏在旁边 等看到鸟巢里面 确实没有大鸟 再飞过去拿鸟蛋 拿的时候 还要注意看一下周围 有没有大鸟 有大鸟就赶紧跑 千万不要被大鸟给追上 要不然被大鸟叼走 爸爸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米股重重地点着头 全盘地接收了 爸爸偷鸟蛋的经验 紧紧地记下了 公粮见他明白 就拿出了一个鸟蛋 出来打破 取了一点蛋清 放在肉泥里 蛋清不能全部放下去 要分三次 山书坟也一样 每次都要充分地搅匀 摔的 这样做出来的丸子 不仅味道好 弹性也足 加了蛋清的肉泥 味道就是不一样 飘出一股淡淡的蛋液清香 最后 肉泥在公粮不懈地努力下 终于变成了一团 弹性十足的肉团 接着他就拿出了一个铁锅烧水 准备煮肉味 边上米股看着碗里剩下的蛋液 馋得直吞口水 旁边的圆滚滚和小筋也是 公粮看得好笑 就对米股说道 剩下的不要了 你拿去吃吧 米股一听 顿时抱起放着蛋液的钢碗喝了起来 喝完之后 擦了擦嘴巴 感觉甜甜的 美美的 真好喝 还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 圆滚滚和小筋顿时不满地叫起来 公粮瞪了他们一眼 没好气地说道 那是米股自己找回来的鸟蛋 当然要给他吃了 圆滚滚叫道 那黑鸡子还是我抓的呢 等会丸子做好之后 给你多吃点 我才不要呢 他刚才可看到公粮往里边添了 掺着毒液的山��粉 吃了不是要成死熊猫吗 他可不傻 他圆滚滚可聪明着呢 远处山崖 一头形体如霄 却有着诡异人面的 一族驼肥 抓着一头荒兽从远处飞来 落在崖间一个用枯枝杂草 搭成的鸟巢当中 虽是单足 但站在巢中 驼肥眼神一扫 却有皮泥四方知识 尾巴轻动 随意地摇出了几道残影 漠然 驼肥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 原本平和的眼神 瞬间变得凶利 他巢里的几颗宝贝蛋不见了 若是让他发现 是谁偷走了他的蛋 他发誓 一定要将它碎尸万段 此时他愤怒的眼中 只欲喷出火来 驼肥又是一声利叫 猛然展翅飞起 在空中盘旋寻找偷蛋贼 灶上火望 锅中水滚 公粮飞快地从肉团中捏起一个个 拇指粗细的小肉团扔了进去 片刻之后 黑几字肉丸就浮了起来 一股肉味的清香随时扑鼻而来 多少有些诱人 但公粮坚定不动 不想不吃 因为他知道 吃了这毒丸子会死人的 再煮一下 他就将肉丸捞起 待冷却之后 拿了一颗往钢盆里边 用力地扔去 咚 黑几字肉丸撞在盆里边 发出一声清脆的金属声音 来回弹挑起来 最高的起码有两米 真是劲度十足啊 公粮估计 要是在前世 单单靠卖这丸子 自己就能挣个盆满钵满 可惜这里是大荒 一切都是了然 米谷 圆滚滚 小金坐在一边 睁大了眼睛 傻傻地看着盆里的肉丸 上上下下跳来跳去 看得眼睛都有点花了 公粮上前将肉丸收起 对时遭到他们三个的不满抗议 爸爸 我还要看肉丸子 公粮快把肉丸子放下 要不然我咬死你 啾啾啾 啾啾啾 公粮直翻白眼啊 这碗有什么好看的 不过为了共建和谐家园 他还是听从民主的呼声 把肉丸给扔了下去 让他继续在钢盆里边跳着 不过 他又从旁边盆里 拿出一颗煮好的丸子 对着米谷说道 米谷来试试看 这肉丸的味道怎么样 听到有吃的 米谷立马放弃了看肉丸子弹跳 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高兴了直腰尾巴 他从公粮手里拿起肉丸 轻轻地咬了一口 感觉QQ的 好有筋道 味道美美 好吃极了 味道怎么样啊 公粮问道 好吃 米谷狂点头道 爸爸做的东西就是好吃 公粮见他喜欢 估计味道也可以 就继续捏着肉团 往锅里扔去 圆滚滚闻着 喷香的味道 其实也很想吃 但里边有毒液 吃了会死熊猫的呀 所以他只能努力地 将所有的注意力 放在了弹跳的肉丸上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7章 驼肥 煮熟肉丸的香味 不停地从钢锅中飘过来 让喜欢吃肉的圆滚滚 心里难受无比 他的目光不时在公粮身边 一堆煮熟的肉丸 和钢盆里弹跳的丸子上徘徊 过了一会儿 他纠结着眉头深思的 只吃一点肉丸 不会成死熊猫吧 但是心里又犹豫着 要是成死熊猫怎么办 这么复杂的问题 真是太考验他了 忽然脑子里 想起米谷抓来的 那些颜色诡异的毒蛇 圆滚滚感觉还是不能吃 就趴在地上 继续和好朋友小金 一起研究 弹跳的小肉丸子 米谷站在锅边 拿着公粮捞起来放凉的肉丸 一个吃过一个 终于吃得饱饱了 小肚子都鼓了起来 他才依依不舍地 将手中拿着的黑几次肉丸放下 有时候好吃的东西太多 也是一件烦心事 活肥不停地绕着高山盘旋 眼睛时时刻刻盯着下面的丛林 仿佛红外线般 扫过每一寸土地 可是都没有找到半点 偷蛋贼的踪影 于是他就往远处飞去 将搜索的范围扩大 莫然 一股肉香从下面飘来 他不由地循着香味飞了过去 往下望 有人在林中煮东西 豁然他发现 那人旁边一个长着翅膀的怪人 嘴角有一些东西 那是蛋液 他从里边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是这些人偷走了他的蛋 托肥一声力一叫 扇着翅膀往下冲去 他发誓要将这些偷蛋贼吃进肚子 拉成一抛屎 埋在地里 任野草生长 公粮听到叫声 抬起头来 就见一头猛禽飞扑下来 连忙取出短毛 飞着过去 托肥双翅微动 轻轻躲过致来的短毛 身形速度不变 继续往下冲来 看着一根短毛无效 公粮就拿出了两根短毛 奋力地智取 毛速如电 只见一道光影闪过 就到了托肥眼前 但托肥眼中却流露出了一丝 轻蔑的眼神 双翅一扇 轻松地躲过了一根短毛 单足利爪再一动 就抓住另外一根飞来的短毛 往旁边扔去 公粮没想到 驼肥速度竟然这么快 连忙从空间中拿出了长毛和巨骨 准备迎敌 圆滚滚早就已经吓尿了 和小金跑到树林里边躲了起来 米谷却不怕 怒气冲冲地瞪着飞来的驼肥 爸爸给我做好吃的 你还跑来捣乱 真不乖 米谷 躲到树林里面去 公粮转身对米谷说了一声 就抓紧了万段钢筋打质的长毛 准备迎击脱肥 嗯嗯 米谷点头硬着 眼睛却贼溜溜地转了一下 飞到旁边的一棵树上去了 驼肥立叫着从空中扑下来 宽大翅膀 煽动的狂风吹得林中落叶纷飞 树枝杂草折断 锅灶翻覆 柴火纷飞 林中枯草顿时被点燃 烧了起来 边上做好的黑脊子肉丸 也被狂风扇得散落一地 到处都是 公粮却顾不得这些 挺毛指此扑来的驼肥 驼肥扇动翅膀 带起了旋风 让长毛往边上滑去 单足利爪随之抓向了公粮 公粮左手连忙抽出了大狗腿 往驼肥抓来的利爪砍去 呛的一声 大狗腿竟然在单足利爪上 砍出了一粒火花 公粮一时错愕呀 但随即收回大狗腿 挺着长毛 用力地往驼肥胸前刺去 驼肥一看 锐利的奸会 连忙往长毛拙去 但已经来不及了 胸前顿时被刺了个窟窿 血瞬间喷了出来 受伤的驼肥变得狂暴起来 使劲扇着翅膀 林中风速更急 一些比较脆弱的树枝纷纷断去 借着锋利 驼肥的单足利爪 从地面跳起往公粮抓去 公粮连忙挺毛营上 急速的狂风 让公粮长毛再无法向驼肥刺入分好 只看看挡住不停抓来的驼肥利爪 这样下去不行啊 公粮想着 就将长毛收起 拿起放在一边的巨股 朝驼肥再次抓来的利爪挥了过去 砰 巨股与驼肥利爪撞击在一起 发出巨大的声响 公粮的手臂都被震得微微发麻 没想到驼肥利气竟然这么大 继续下去 自己绝对逃不了好 当下心有所觉 公粮不敢再有任何的保留 连忙使出了心近领悟的龙卷风 只见 他双手抓着巨股 开始往左360度的旋转起来 越转越快 极具旋转的身形 带起一阵阵小而强烈的窝旋状的风 把周围的树叶枯枝都给卷了起来 旁边树上的米谷 看得眼睛都冒起了小星星 爸爸好厉害哦 驼肥见他抓着巨股转来转去 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 就扇着翅膀伸出单足利爪抓了过去 但此时 公粮的身子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一样 哪里能抓得到啊 单足利爪顿时被旋转的力量卸在一边 随之而来的 却是一连串巨股的重击 旋转的力量 巨股的力量和公粮本身的力量 三者叠加在一起 即使是坚硬铁石的单足利爪 也被打得疼痛不已 驼肥连忙扇着翅膀往上飞去 打算离开这团见鬼的漩涡 公粮却不想这么轻易地放过他 瞬间燃烧牙渍的燕文 一股充沛的瘦血精华瞬间涌入身体 使力量暴增 借着这股力量和旋转的距离 他抓着巨股 重重地往驼肥的幼翅砸去 一声骨头断裂的声响 一记宛如歌星刮骨的痛楚 从幼翅传来 驼肥没有想到 眼前这个人竟然能够伤到他 吓得他连忙扇着翅膀往空中飞去 聪明的小迷骨早早就等在一边 当驼肥要飞走的时候 就扇着小翅膀飞到他的身边 快速地吐了几口口水 就飞入身后茂密树林中躲了起来 驼肥哪受过这样的侮辱啊 当下也不管下边的公粮 展开双翅 就要往弥谷追去 忽然只觉得头晕目眩 再而眼前一黑 身子顿时往地面掉去 这驼肥也是运气不好 原本是天空的王者 没想到落到这丛林里来 遇到弥谷这小怪物 公粮看着自己打生打死 才打断一尖翅膀 却被弥谷用口水喷死了驼肥 心中是五味杂陈呢 都无法说清 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砰的一声 驼肥身体重重地砸在地上 把柔弱的地面都砸凹下去 公粮上去看了看 一身乌黑 显然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记得上次弥谷用口水 吐削阳不仁的时候 那削阳不仁还会超出几下 现在却是直接死翘翘了 连动也没法动 看来这小东西的口水 是更毒了 弥谷看到驼肥死了 这才从林中飞出来 来到公粮的面前 不停地扇着小翅膀 摇着尾巴腰弓 爸爸 我厉害吧 嗯 我们家弥谷最厉害了 公粮摸着小家伙的头夸奖道 说他不厉害 那就有点亏心了 圆滚滚和小金 也纷纷从林子里跑出来 看到躺在地上的驼肥尸体 纷纷跑过去踩踏 发泄心中的不满 刚刚驼肥翅膀煽动的狂风 让锅灶翻覆 柴火纷飞 把林中枯干的树叶 剁汁 枯草 都给点燃了 现在有越烧越猛的趋势 公粮怕引起林火 连忙上去扑面 然后就把倒下的钢灶 重新摆好 拿锅去洗了一下 再撞了一锅水 重新烧了起来 那些散落一地 已经煮熟的肉丸 就捡起来洗了一下 重新放在了翻滚的水里烫过 还没煮的肉丸 就继续捏成小肉丸 放到锅里边煮着 一切如故 只有前面躺着的驼肥尸体 在向天诉说着心中的不平 煮好肉丸 待凉了之后 公粮就用天香木盒收起来 放在米谷的纳乌宝袋里 让他肚子饿的时候拿出来吃 这时他才感觉有点失策 自己应该弄点 没有餐毒液的肉丸来吃才是 也免得 现在看着弹性十足的肉丸 闻着喷香的味道 就忍不住地想吃上一口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小米谷扇着小翅膀 在空中旋转飞舞 欢呼着 雀跃着 兴奋的胖嘟嘟 粉嫩嫩的小脸上 都染上了一层红月 爸爸对他最好了 爸爸给他好多好多的 好吃的东西 小米谷飞着跳着 还高兴地唱着 莫知名的歌曲 还不时飞到公粮的身边 将粉嫩可人的小脸蛋 往他脸上蹭 一副 小女儿家天真烂漫 纯洁无瑕的模样 无良的公粮 趁此机会抱着他 在他额头 脸蛋 下巴 切了几下 小米谷躺在爸爸的怀抱里 眨巴着眼睛 胖嘟嘟的脸上粉扑扑的 他喜欢爸爸这样亲他 公粮看着手中的小家伙 一双精亮的毛子 明镜清澈 灿若繁星 一股灵韵 仿佛都要一满出来 那一贫一笑之间 清雅灵秀的光芒 自然流露 让人忍不住想亲一口 越看越是喜欢 公粮还是忍不住又亲了一下 才放开了小家伙 若是以前他还有把米谷 交给别人养的心思 现在绝然没有了 这么可爱的孩子 交给别人养 他怎么能放心呢 小家伙开心地 往爸爸的身边飞来飞去 还臭屁地拿出了黑几子肉丸 在圆滚滚和小金面前显摆 让他们非常不满地 对公粮叫了起来 公粮只能安慰他们 承诺下一次 一定做好吃的给他们吃 圆滚滚和小金这才放过他 不过看到在旁边 显摆的米谷 还是很恼心 要不是不敢吃啊 圆滚滚一口都能把那些小肉丸 全部吞进肚子里边 哪会留一颗两颗的肉丸 给这小屁孩啊 眼不见为净 圆滚滚就叫着好朋友小金 到一边去玩耍了 米谷还要飞过去炫耀 却被公粮叫住 这小东西都不知道收敛 难道就不怕引起人民公愤吗 为了避免小家伙 再去刺激圆滚滚和小金 公粮就说道 米谷 来 爸爸教你唱歌 嗯 他最喜欢爸爸了 这小家伙完全被公粮洗脑 反正他说什么 都是正确的 不要飞在上面 要下来 公粮把米谷抱到一处 比较高的地方 站在他的身边说道 现在爸爸开始教你唱歌和跳舞 你要仔细地听好 仔细看 知道吗 嗯 米谷狂点着头 眼睛睁得大大的 里面全是兴奋 喜悦的表情 那我们就开始吧 公粮提醒了米谷一下 就唱了起来 公粮一边唱着前世莫愁的 无底线 一边无耻地学着棒子国的舞蹈 两只手往左边戳戳 身子扭扭 两只手往右边戳戳 身子扭扭 然后又扭着屁股 歪着身子 偶尔还做一个可爱的扮相 若在他的前世 这模样肯定要被打上 猥琐大叔的印记 可惜在这儿没人知道 米谷非常努力地跟着爸爸 学唱歌跳舞 他好崇拜爸爸 爸爸唱的歌好好听哦 他的眼睛看得都发光发亮起来 可惜他听不懂爸爸在唱什么 也不懂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有自己的理解 公粮跳了两三遍之后 米谷就已经学得七七八八 原本在一旁玩耍的圆滚滚和小金 也被唱歌跳舞吸引过来 趴在一边看 米谷 你自己跳一下 公粮停下来对米谷说道 嗯嗯 米谷连连点头 小脸兴奋得红彤彤 翅膀不停地扇着 尾巴摇得十分厉害 开始 在公粮的一声令下 米谷唱了起来 虽然他没法唱出公粮的语言 但音调却差不多都一样 做着那些动作更加可爱 让人都快迷失在他那一片 天真无邪的表情当中 圆滚滚和小金看得都呆了 一曲唱吧 米谷就飞到爸爸的面前 不停地扇着翅膀摇着尾巴 神色中尽是 快来夸我爸爸的话语 不得不说呀 小家伙唱得确实不错 不仅唱出了小孩的调皮 还唱出了小孩的天真 小孩的皎洁 公粮毫不吝惜地夸奖道 米谷唱得真棒 爸爸给你鼓掌 看到爸爸给自己鼓掌 米谷高兴极了 公粮看圆滚滚 那憨糊和小金 一点也没有眼色地趴在旁边 就过去踢了一下说道 快鼓掌 呃呃呃 圆滚滚不高兴地叫道 呃呃 鼓什么掌 扭屁股我也会 于是他就站了起来 举着双掌 使劲地摇着屁股 呆萌的头还跟着左右摇摆起来 那画面简直是太美了 不忍直视 公粮从来没有看过 如此魔性的熊毛小垫臀呢 顿时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完全停不住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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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粮笑得都站不住了 跪在地上 不停地捶打着地面 这是他来到大荒之后 看过的最好笑的笑话 圆滚滚见他竟然敢笑话他 顿时生气地嗷嗷叫着扑了过来 你敢笑我 可我不咬死你 公粮连忙抱住他扑来的身子 却不小心被他扑倒在地 两个顿时滚成了一团 好不容易才捆住圆滚滚的手脚 让他安静一下 可当看到他那两个黑眼圈 又想起他刚才的魔性小垫臀 公粮就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下圆滚滚真的生气了 将公粮压在身下 不停地撕咬着他的衣服 用尖锐的牙齿 咬成一条条之后 才慢慢解气 不过他眼睛还是紧紧地盯着公粮 要是他敢再笑 就对他不客气 公粮只好在他面前强忍笑意 但转过身 还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谁见过熊猫 扭过这么魔性的小垫臀的呀 弥谷在旁边看圆滚滚 不仅不给他鼓掌 还欺负爸爸 心里给他做了个记号 玩闹了一阵 公粮就开始收拾锅灶 帐篷等东西 然后处理那头巨大的驼肥 驼肥中毒死去 肉肯定是不能吃了 不过他那个单租利爪坚硬无比 倒是可以留下来用 还有那个监惠 其他的公粮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干脆就全部放到了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他又想起鸟骨好像可以做笛子 就留了两根翅骨下来 打算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小笛子 给米骨玩 他也没想到 当驼肥的尸体 放进小黑水池分解之后 空间竟然扩大了一亩 以此可见 驼肥有多么的强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59章 剪头发 初夏的午后 暖和的阳光带着温柔的清风 吹动青绿树枝 沙沙沙 沙沙沙 偶尔有飞鸟划破长空 留下阵阵的鸣叫 公粮伸了个懒腰 醒了过来 即使是在赶路 中午吃完饭的时候 他还是会抽点时间来睡午觉的 一来是恢复经历 二来是享受一下 这下午难得的静谧时光 人生已经如此的无奈 为什么不好好的享受 每一天的生活呢 前世即使在赶稿的匆忙时间 每到中午 他都会泡上一壶茶 放一首曲子 慢慢的吻着 品着听着 在照进房间的暖暖阳光里 伴随着曲子那淡淡忧伤 而又撩人心弦的旋律 静静的回味 享受那一刻的舒适和惬意 米谷还趴在圆滚滚身上 呼呼大睡 他最喜欢睡在圆滚滚柔软的毛发上 其次是公粮的肚皮 躺在上面 随着肚皮波澜起伏 感觉非常好玩 圆滚滚虽然和米谷有点不对付 但似乎并不抗拒 米谷在他的身上睡觉 或许也有抗拒也没用的缘故 公粮看着小家伙 眼中暗意弥漫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感觉小家伙的头发有点长 是该剪剪了 这小东西的头发和别人不同 人家是往下垂 而他却是逆天地往上涨 前一段时间他就想给他剪头发 后来给忘了 反正下午也没事 公粮就把米谷叫醒给他剪发 米谷揉了揉眼睛醒来 听爸爸的话 坐在了一张椅子上 公粮在他的胸前围了一张兽皮 就拿出剪刀来剪 米谷看到他爸爸手里 拿着的那把大剪刀 眼睛顿时瞪得滚圆 有点怕怕地说道 爸爸 你要小心一点 我要剪刀 放心吧 爸爸手艺很好的 等会儿爸爸给你剪个漂亮的包子头 公粮信心满满地说道 米谷高兴极了 又好奇地说道 爸爸 什么是包子头啊 包子头啊 就是像包子一样的头 公粮很没营养地说道 那是什么包子啊 米谷摇着尾巴问道 包子啊 包子就是一种里面有馅儿 外面包着面皮的小吃 有很多种 有大猪包 肉包 叉烧包 灌汤包 小龙包 韭菜包 豆沙包 莲蓉包 嗯 公粮忽然感觉不对 自己是给他剪头发的 怎么却普及起包子的知识来了 米谷听了爸爸的介绍 很不争气地咽了咽口水 问道 爸爸 那包子好吃吗 好吃 我们要开始剪头发了 不要再说话 要不然头发会掉进你的嘴里边的 公粮现在不想回答有关包子的任何问题 为了避免小屁孩再问 连忙拿起剪刀剪了起来 米谷只好闭嘴不问 但小嘴却扁了起来 依照公粮的想法 是想给小家伙 剪一个两边圆球形 中间微微尖起的尖头包子发型 可惜想法和现实往往存在差距 而且他也太高看自己的理发水平了 结果剪到最后 看着米谷那乱得像鸡窝的头发 他自己都有点尴尬的挠了挠脖子 怎么会这样呢 醒来就趴在一旁 看公粮给米谷剪头发的圆滚滚和小筋 此时看到他给米谷剪的头发 互相看了一下 那小眼神十分的微妙 公粮挠了挠眉毛 郁闷的想了一下 就没再秀自己超级强悍的理发水平 直接将米谷的头发推平 剪成了平头 最后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 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是很难看 但凭良心讲 也不是很好看 剪完之后 公粮带着米谷到全边洗头 小家伙在水里边照了照 照了又照 对公粮剪的头发非常满意 飞到他的身边 心腻地蹭着他的脸 末了还臭屁地飞到圆滚滚 和小筋的面前炫耀显摆起来 不过呀 他这次的显摆没用 因为圆滚滚和小筋 都不喜欢他的发型 晚上公粮就住在早上 发现的山洞里 白天的篝火把洞中的味道 清除得一干二净 只是还有点阴冷 公粮就把兽皮帐篷拿出来 搭在里边睡觉 一夜无话 清晨 微白的天空下 大荒群山苍黑似铁 庄严 肃木 红日出生 一座座连绵的山峰 被光线反射成 墨蓝的色泽 紧接着雾矮泛起 乳白的沙 把重山间隔起来 只剩下青色的风尖 就像一幅笔墨清淡 疏密有致的山水画 过了一阵 雾矮散去 裸露的岩壁和翘石 被霞光染得赤红 渐渐又变成了古铜色 与绿树青草互相的硬衬 显得格外秀丽 公粮早早起来 走出洞 来到山前空地 练三打拳法 米谷和圆滚滚小金 也被他叫了起来 米谷有模有样地 学着爸爸打拳 圆滚滚被公粮 勒令减肥 不仅要打拳还要跑步 小金则在一旁 不停地铺扇着翅膀锻炼 希望能早日像米谷一样 自由自在地 翱翔在云空之中 一阵微风 将山间的清新气息吹来 嗯嗯嗯嗯 圆滚滚好像闻到了什么 立马往长满绿树的高山跑去 米谷时时刻刻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看到圆滚滚离开 立马飞去向公粮报告 爸爸 滚滚跑了 公粮最喜欢听他叫圆滚滚的名字 以前他叫圆滚滚名字滚滚的时候 有的时候用第四声 去声重音 有的时候是用滚的正音和第二声 阳声 还牵着尾音 现在是直接叫第二种 听他奶声奶气的叫滚滚 特别好玩 爸爸 公公跑了 见爸爸不说话 米谷再次叫道 公粮就说道 那你跟过去看看 他在干什么 嗯 米谷欢喜地接过这个任务 跟在圆滚滚后边飞了过去 圆滚滚飞快地在高山边的山坡 从林中奔跑 浑然不知道 米谷在上边紧紧地跟着 跑了一会儿 圆滚滚来到了山间一处小山谷 谷中杂草不生 杂木不长 只有一层青青绿竹 山谷的山壁间 有一眼泉水 泉下有一个小水潭 一丘泉水从满溢的潭水中 缓缓地往外流去 圆滚滚一进谷 就直奔那层绿竹闻了闻 看了一下 就从绿竹中折了一根心嫩的竹笋 坐在地上 准备大块朵翼 肃然 米谷飞速地从空中下来 对他吐了一口口水 圆滚滚顿时倒在地上 动弹不得 米谷上前将竹笋拿过来 闻了闻 自己咬了一口 甜甜的 凉凉的 好吃极了 要带回去给爸爸吃 他就往来时的地方飞去 至于圆滚滚怎么办 他暂时地没有想过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0章 灵竹 米谷飞回打拳的地方 高兴地举着手中的竹笋 对公粮说道 爸爸 爸爸 你看 好好吃的竹笋啊 公粮接过他手里的竹笋细看 只见竹笋的笋壳 几致透明 都能看到里面 凝脂白鱼般的笋肉 一股淡淡的青龄笋香 从上面散逸出来 笋的断口处 一滴凝浓的 一滴凝浓的心嫩如玉的笋汁慢慢凝聚就要滴下 这笋你是从哪儿来的 公粮好奇的 米谷匕首画脚 几里呱啦地说道 在那边 刚才滚滚跑去偷吃 是有吐口水拿下来的 吐口水 擦 他不会把圆滚滚给堵死了吧 公粮连忙让他在前面带路 往圆滚滚所在的地方跑去 到了山谷 他就看到圆滚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难道真的死了 这可是国宝啊 在前世要是毒死熊猫 可是要判刑的 而且绝对是把牢底坐穿 或者是枪毙那一种 走过去一看 圆滚滚脸上没黑 眼睛还在滴溜溜的动 他用手指在他的肉上戳了戳 软软的 看来应该是没死 你怎么把圆滚滚给弄成这样了 公粮诧异地问道 一吐口水它就这样了 米谷兴奋地摇着尾巴说道 你还能吐这种口水 公粮惊诧道 嗯 能吐好多好多口水 爸爸 好厉害的 米谷眨巴着眼睛看着公粮 那神情中全部都写着 快来夸我吧 快来夸我吧 公粮却十分无奈 你能让他起来吗 嗯嗯 米谷连连点头 那就让他起来吧 公粮看圆滚滚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但眼珠子四处乱转的样子就替他感到难受 米谷听爸爸的话就吐了圆滚滚一口口水 片刻圆滚滚就能动了 迅速地爬起来 脑怒地对米谷嗷嗷地叫道 嗯 米谷我要咬死你 说完他就张牙舞爪地朝米谷扑了过去 不幸的是 他遇到的是米谷 米谷看到他这么嚣张 一口口水吐过去 圆滚滚又悲哀地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了 他的好朋友小金 跑到他的旁边 啾啾啾地叫着 估计是奇怪他怎么又不动了 公粮看着又躺在地上的圆滚滚 拍了一下额头说道 米谷 你不能老是吐圆滚滚口水 可是他要咬我 米谷很有理由 他是和你闹着玩呢 以后不能再吐他口水了 知不知道 米谷只好点头硬着 至于效果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公粮怕他再吐圆滚滚口水 就威胁道 你要是再敢吐口水 小心我打你屁屁 还有小金你也不能吐 知道吗 为了自己的小屁屁着想 米谷只好答应了 公粮这才让米谷 把圆滚滚给救醒 圆滚滚起来之后 再也没敢叫嚣着 咬死米谷的话 而是跑到小金的旁边 和他鸡里咕噜的 说着悄悄话 也不知道是说了些什么 两个就跑到了一边 离米谷远远的 看来是想把米谷 给孤立下来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这时 公粮才有心情 观察起谷中的那层 青青绿竹来 青青绿竹 每一株都如玻璃中 帝王绿翡翠般 晶莹剔透 细腻而纯净 明亮中带着微微的荧光 公粮摸了摸 竹身光滑中带着水润 阴韵着一股充沛的天地灵气 这应该是一丛一种灵珠 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竟然能在这山谷中 遇见一丛 这其中最大的功劳 应该是圆滚滚 所以 他就把竹笋赏给了他 圆滚滚拿了竹笋 就坐在一边 哼哧哼哧的吃起来 还不忘拿出一点 分享给好朋友小金 至于米谷 那是想也别想 看着吃着竹笋的圆滚滚 公粮点了点头 这才对吗 熊猫就应该吃竹子 你天天吃肉算什么熊猫啊 看来以后还要多培养他一下 让他吃竹子才是正确的 圆滚滚见他老是盯着自己 生怕竹笋被他抢了 就转过身 背对着他 公粮看得直摇头啊 这憨糊 谁稀罕吃你的竹笋了 米谷看爸爸将竹笋给了圆滚滚 不高兴地抗议道 爸爸 那竹笋是好的 公粮连忙低声说道 那根不好吃 我们先给圆滚滚 你看 里面还有好多的竹笋 爸爸给你挖一颗最好的 嗯 爸爸对我最好了 米谷这小家伙非常容易满足 公粮就从空间中拿出铁锹 从地里挖了一根 还未冒出头来的鲜嫩竹笋给他吃 小家伙美得眼睛都弯了 公粮也自己挖了一根来吃 竹笋的味道不错 脆爽中带着清甜 非常鲜嫩 最主要的是 竹笋中还有一股充沛的灵气存在 这股灵气竟然比他吸收的灵食还要来得纯净 真是难得 吃完竹笋 他就将灵竹和附近的土壤都移植到了空间里面 挖完之后 他还在附近找了找 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宝贝 这就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最后自然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回到洞里又煮一点东西吃 公粮就收拾东西继续上路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犬戎部的境内 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一路上都是谨慎行事 倒不是说公粮怕了犬戎部的人 着实是原始部落的人太粗野 一看到你在他们地盘 话也不说 直接上前干账 这种没意义的事 除了浪费时间和体力之外 没有任何的收获 所以经过犬戎部的时候 公粮一直都是扛着聚骨前行 免得碰到不开眼的荒兽开打 引来了犬戎部人的注意 穿过山林 探过小溪 翻过山坡 这日一早 他们来到了一片树林 林中有一片空地 上面青草翠绿 一群如同公粮前世见过的马 但却是白色的身子 黑色的蹄子 红色的棕毛 眼睛像黄金一般闪闪发光的纹马 在上面低头悠闲地啃食着青草 这马太美了 公粮就想抓鸡匹来养 于是他就让米谷悄悄地飞过去 像那些纹马 吐那种让人无法动弹的口水 米谷很高兴地飞过去 吐出一连串的口水 一共有八匹马 被他吐倒在地 公粮飞速地跑过去收起来 林中的纹马一点也不怕他们 仍然低头吃着青草 看这些东西这么乖巧 公粮摸着下巴想着 是不是要多抓鸡匹 就在这时 一群相貌如犬 四肢着地的人 猛然从远处林中窜出 不断吼叫着冲他跑来 天上还有一只双头鸟 叽叽喳喳地叫着急速地飞来 好像是犬绒布的人 难道这些马是他们养的 一时公粮有点心虚 但他也不可能傻傻地站在这里 能犬绒布的人来打 连忙收起圆滚滚和小金 抱着弥鼓往前狂奔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1章 犬绒布 两头鸟 犬绒布人身材瘦小 四肢着地 以只字形在林中狂奔 欲树过树 欲食过食 公粮终究只有两条腿 人高大体重 在林中奔跑很不方便 只不过一会儿 就被犬绒布人给追上了 迷鼓趴在爸爸的肩膀上 看到后面快速追来的犬绒布人 感觉好讨厌 嘴一张 一口口的口水吐出 瞬间如箭般 急速往犬绒布人射去 犬绒布人哪知道他有这招啊 前面飞奔的犬绒布人 都被他的口水喷中 倒在地上 死了 所谓横的怕愣的 愣的怕不要命的 原始部落的人虽然粗眼 犬绒布人虽然性烈蛮横 但心中终究还是知道害怕 看到族人一个个地死去 连忙停了下来 不敢再追 只有天上那只两头鸟 继续叽叽喳喳地往前飞去 公粮听到后边没有动静 转头看 就见犬绒布人停在林间 瞪眼看着他 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看到地上躺着的几具尸体 不用猜也知道 是被米骨口水毒死的 这小东西真是太可爱了 公粮狠狠狠狠在小家伙脸上亲了一口 继续往前跑去 又跑过了一片丛林 翻过一座山岭 看到犬绒布人没有追来 公粮才停下来休息 他发现自己到了大荒之后 一直很倒霉 在天阵部被追 在硝阳部被追到了犬绒部 还是被追 都没有不被追的时候 若是继续再这么发展下去 估计以后他得有个外号 叫落跑天王了 感觉还是在祖地好啊 一根大骨棒 欲神杀神 欲鬼杀鬼 多惬意逍遥啊 只是片刻 两头鸟就追了过来 在他的头上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地叫 叫起来还一扬顿挫 有一定的声调 公粮听得好奇 就对米骨问道 米骨 你听懂他在叫什么了吗 嗯嗯 哦知道哦知道 哦全都知道 米骨使劲地点头硬着 他在叫什么呀 他说爸爸是个 臭不要脸的偷马贼 不仅偷了马 还堵死了他们部落的人 是个臭不要脸 死不要脸的东西 他还说 米骨匕首画脚 兴高采烈地给公粮翻译着 他最喜欢帮爸爸做事了 公粮听到米骨的及时翻译 越听得脸越黑 连忙让他打住 这小东西也是实诚 知道不是好话就别翻译了 怎么反而翻译得那么高兴呢 他都不知道说他什么好了 米骨 吐他 公粮指着还在头上叽叽喳喳 叫着的两头鸟说道 两头鸟看过米骨吐口水的手段 见他抬头 立马往上飞去 爸爸 他飞太高了 吐不到 米骨委屈地说道 上去抓他 听了公粮的话 米骨立马飞起来 那两头鸟见他飞上天 连忙扇着翅膀往远处飞去 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算你运气好 再来就抓你炖汤 公粮看着两头鸟消失的身影 在心里恶狠狠地说道 休息了一会儿 公粮继续往前走去 但那只两头鸟好像和他对上了 很快就又飞了回来 在他头上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地叫着 还是和先前一样 一扬顿挫 有着高低起伏的声调 最重要的是 他有两个脑袋 叫起来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 可没完没了 吵得人头都快要裂开了 米骨吐他的时候 他又飞得高高的 米骨要去抓他 他就瞬间飞跑 公粮不能飞 石头又砸不到 当下他竟然没什么好的办法 来对付这小东西 干脆就不管他 继续往前走 不过 被两头鸟叽叽喳喳 吵了一路之后 公粮终于忍不住了 等再次把两头鸟赶走 他迅速往前跑了一阵 就停下来对米骨吩咐着 让他藏在旁边树上的 浓密树叶中 准备偷袭两头鸟 自己则砍了一些树叶 盖在身上 到一棵大树的后面躲起来 免得被两头鸟发现了 不一会儿 两头鸟又飞回来了 这家伙也不知道是傻还是愣 或者说根本就不怕死 没看到公粮和米骨 竟然就在林中搜寻起来 米骨紧紧地躲在 树上浓密的树叶之中 透过一丝缝隙 兴奋地看着外面 他最喜欢做这种鬼鬼祟祟 偷偷摸摸的事情了 当两头鸟飞过他藏身大树的时候 他猛地吐出一口口水 口水如同利剑一般急速 瞬间落在了两头鸟的身上 渗入到他的身体里边 两头鸟连叫都来不及叫一声 就往地上掉去 米骨立刻飞过去捡起来 高兴地抓着他的头 飞到公粮的面前邀功 公粮一看两头鸟 眼睛还在滴溜溜地转 就知道没死 不由狠狠地拍着他的两个脑袋 啊 就你还刮躁 就你还刮躁 我都差点被你吵死了 爸爸 我要他 米骨抓着两头鸟的脖子 摇着说道 嗯 公粮应了一声 从空间取出了一根瘦巾 绑在了两头鸟的爪子上 另一头则绑在米骨的手腕上 免得让他飞走了 米骨喜欢地看着手上的瘦巾 好高兴好高兴 爸爸对他最好了 他又吐了几口口水 在两头鸟的身上 两头鸟就能动了 又开始叽叽喳喳起来 米骨可没跟他客气 一拳打过去 两头鸟其中一个脑袋 顿时是被打得晕头转向 不叫了 但另外一个脑袋 却还在继续叫着 米骨又是一拳打过去 两头鸟是立马没了声音了 公粮看着被他抓住脖子 又狠狠打了两拳的双头鸟 心里在替他默哀呀 估计这东西在米骨手里 活不过两天呢 谁知道 事情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 两头鸟竟然在米骨的拳头虐待下 撑过了三天 而且还是威武不屈那种 一醒来就鸡鸡喳喳地叫 但转瞬又被米骨给打晕了 米骨看两头鸟还是不听话的 叽叽喳喳地叫 眼睛滴溜溜地一转 就从自己的口袋里 拿出了两颗黑几子肉丸塞进他的嘴里 两头鸟这两天被米骨虐待的都快饿死了 看到有食物立刻就吞了下去 这肉丸里边还有毒蛇的毒液 两头鸟吃下去哪能会好啊 但这东西竟然没有中毒 只是一连拉了三天的鸟屎 神情萎靡了一些 经此一折腾啊 两头鸟顿时是乖了下来 不敢再跟米骨顶嘴叽叽喳喳地叫了 不过这起初还是很不听话 但在米骨拳打脚踢 和肉丸逼供的情况下 小东西才算老实了一点 开始懂得听米骨的话 若是配合得好 米骨还会给它公粮做的美美的食物吃 最后两头鸟在米骨的威逼利诱之下 终于彻底的老实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2章 鱼波未了 重物遮林 五十米内难见踪影 见此浓雾 距于大荒边际 高山扬面坡地的八步人不敢出门 全都待在部落之中 远处两道绿光穿透重重的迷雾 盯着八步 过了一会儿 就听到了一声音笠 一声呼喊 一阵残叫 等到浓雾散去 八步中的八步人 已经不见了踪迹 只余下断裂的窄墙 残破的木屋 在昭示着 这里曾经有人存在过 八步位于大荒的边缘 人际罕至 即使是出了事 也难有人知道 直到巡月之后 有罗布人从此经过 看到八步人消失不见 才慌忙地回转部落告知 这时 外面又传来几个部落 全族人消失不见的消息 罗布 以及附近的部落才慌乱起来 纷纷联合 互为计较 以防不测之事的发生 苍莽大荒 浩瀚绵延千万里 山势磅礴 唯一连绵 其间丛山峻岭无数 河沟峡谷纵横交错 潜藏着数不尽的强大荒兽 偶尔有一些攻击部落 也是常有的事 但从来没有哪个这么凶残 竟然直接移平一个部落 最主要的是 这头荒兽 竟然让这些部落的屋和祖神 连传出消息的时间都没有 这才是最恐怖的 因为有了前几个部落的前车之间 罗布人不敢马虎 在门上日夜有人寻守 却不知 在远处的丛林中 早有一双凶宁的血眼 盯上了他们 如夜 罗布依然一片通明 四周篝火熊熊 不是有人往上添加着柴火 罗布后山之中 一头如小山巨大 牛耳抱身的独木猪剑 闭眼趴在那里 大荒部落的祖神 大部分是猪部 从小养大 传承了无数年的存在 对部落有着极深的感情 有的则是暴力驯服 用来守护部落的守护兽 但一代一代传承下来 这些守护神 也渐渐变成了部落的祖神 接受部落的供养 算是互惠互利 也有的是大荒的生灵 比较亲善那种 主动接纳弱小的部落 守护他们 而那些部落 也会自动供养回报 还有一种 就是部落的屋 通过和产生灵质的生物沟通 让他们帮忙保护部落 而部落则负责供养他们 属于互相依靠的存在 独木猪剑是罗布先祖养大 是活了许久的存在 漠然独木猪剑睁开眼 站了起来 凝视着眼前漆黑的夜空 脚下却是微动 轻轻采烈藏在脚心的一段欲骨 出来 我看到你了 独木猪剑忽然口吐人言 原本漆黑一片 空无一物的夜空 肃然飞掠出了一刀绿影 六痴毒阵 你这么做 就不怕被神妙诛杀 将灵魂缠入冥冤之中 永生永世 受那地火焚烧之苦吗 见六痴毒阵没有回应 独木猪剑再次开口吼道 六痴毒阵依然没有回应 只是晦嘴一张 喷出了一股毒液 独木猪剑飞速闪开 毒液落在地面 冒出一股白烟 他毫不示弱 独木一闪 一道炙热白光 顿时从毒炎 往六痴毒阵射去 六痴毒阵 六痴微动 轻轻闪过 顺势往前飞掠 速度之快 宛若惊雷一阵 肉眼都来不及看清 就见他扇着翅膀 从独木猪剑覆边飞过 在他的身上 划出了三道 深浅不一的伤口 瞬间是血如泉涌 毒雨上的毒素 随着雨意侵入体内 那独木猪剑的身体 竟然开始慢慢地融化 最后变成了一滩黄水 侵入地面 消失不见 杀死独木猪剑 六痴毒阵 就往罗布飞去 一时间 惊叫声 惨叫声 哀号声 连成一片 又慢慢消失 寂灭无音 等附近 猪布的祖神 得到独木猪剑的消息赶来 罗布人 已经消失不见 只于熊熊的篝火 和断了一角的墙寨 倒塌的房屋 在那儿无声地叹息 没想到六痴毒阵 竟然如此凶残 朱布祖神何意 决定埋伏于断壁 红霞之中 和朱布之力 击杀六痴毒阵 一番大战 山崩地裂 日月无光 六痴毒阵 原本快要愈合的伤口 不堪众布祖神的联合攻击 再次崩裂开来 六痴断了三尺 身上更是创伤无数 眼看就要死在断壁 红霞之中 却被他找了个空当 狼狈地逃去 朱布祖神没有想到 六痴毒阵实力这么强 在朱布联手之下 竟然还能离去 未免六痴毒阵以后报复 朱布联合尚书神庙 请神庙派人 诸此凶孽 神庙之中 一团焰火不息 旁边一群大巫 围着焰火四面而坐 班上 一名身体健硕的 苍求老者 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记得当年我还见过 那只镇儿 没想到就成了这样 哼哼哼哼 终究是吃了人 一旦吃了人就绝不能饶 要不然置我神庙 危言于河地 一名黄眉红脸老者 铿枪有力地说道 那这次谁出去啊 苍求老者问道 我和当猛去吧 早日解决那孽畜 也免得再有部落受害 一名看起来年岁颇涨 却依然带有一丝 曼妙风韵的妇人说道 黄眉红脸老人一听 顿时嚷道 我可不跟你去 你爱喝谁去 喝谁去 不要找我 嗯 那妇人一眼瞪过去 黄眉红脸的老人 仿佛又杀气临身 不由地把身子缩了一缩 旁边人看得都笑了起来 两痴毒阵 一堆玉毒 一堆行风 一堆使雷 速度极快 若是有心躲避 他们两个恐怕还不够 一个看起来颇为文雅的老者说道 那就行书诸步 让我白步精英儿郎出来活动活动 全当是大典前的试炼 旁边一名老者说道 那就这样决定了吧 仓求老者左右看了看 一群人均点头答应 只有黄眉红脸的老人 貌似不服 张嘴欲言 却被那风云妇人给瞪了回去 大雁部 刀酣得到神庙传书 立马骑着自己的坐骑 独角膝跑出了部落 没想到跑了没多远 就听到后面传来一阵轰隆巨响 转头 就见部落那惹不起的两位 骑着鹰嘴吸追了出来 不由在心里暗暗叫苦 瞬间念头飞转 绝不能让两人柴上 要不然他可没好日子过 小子 你怎么自己偷偷跑了 他没叫我们一声 大龙叔 我是收到神庙行书 去帮忙搜索六次独阵 你们过来干什么 你是精英我们就不是精英了 小子不要忘记 你小时候跟我们比撒尿 可从来没赢过 刀酣听到他的话 差点没钻到土里去 这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怎么还老实说出来听呢 当下心中决定 一定不能让他们两个跟去 要不然他的脸肯定要被两人丢光的 想了想刀汗说道 大龙叔 二龙叔 我听说青丧部女娘 已经从他们部落出来 很快就到神庙 你们看那大黄猪部 哪个不是虎视眈眈 盯着青丧女娘啊 你们要是跟我一起去 错过了青丧女娘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大龙二龙两人听得眼睛一亮 却又狐疑地说道 真的 青丧女娘真的要来神庙了 大龙叔 二龙叔 咱们这么好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呢 刀汗一脸正色地说道 你小子骗我们的事可多了 大龙鄙夷地说道 就是啊 二龙更加鄙视道 刀汗挠了挠挠门 说道 大龙叔 二龙叔 那都是以前的事 现在这种事情 我怎么可能骗你们 我保证青丧女娘一定会去神庙 要是没去 回了部落 我任凭你们处置 大龙和二龙对视一眼说道 看来这小子说的是真的 二龙道 那咱们不能和这小子去找那毒鸟了 要去神庙才行啊 哎 刀汗一看两人中计 连忙向他们告辞道 大龙叔 二龙叔 那我先走了 大龙和二龙理也没理他 现在有了青丧女娘 谁管她的死活呀 刀汗连忙骑着独角西 飞速地离去 独角西好似也知道 不能待在这两个祸害的身边 瞬间加速 不一会儿就没了踪影 这些家伙跑这么快干嘛呀 二龙看着远处 微微扬起了尘埃 喃喃地说道 你别管她快不快我跟你说 等会儿要是见了青丧女娘 一定要我先上 你站在我背后等着 大龙对二龙嘱咐道 二龙听得直瞪眼 凭什么你先上啊 我在后边等 我要先上 因为我是老大 你是老二 大龙也瞪眼大声地说道 二龙竖着脖子 更加大声地说道 阿母说了 我们是一起出来 不分先后 要不然你想咋样啊 想打一架吗 大龙干脆大吼道 打就打谁怕谁 二龙抓着拳头 一点也不示弱地吼道 于是两人就地打了起来 两头鹰嘴吸 自个儿在路边慢悠悠地啃着青草 好像对这种事情已经细以为常了一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不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3章 鬼方国 从林中草地上 公粮米谷圆滚滚小金四个 围着桌子吃饭 这几天公粮看圆滚滚和米谷有点不对付 威勉两个家伙闹矛盾 也是为了构建团结友爱和谐的大家庭 所以每到吃饭的时候 他就从空间搬出桌椅 让大家围在一起吃饭 交流 沟通 免得像以前那样 趴在地上 你吃你的 我吃我的 谁也不鸟谁 搞得都陌生起来了 为此 他还给米谷专门做了一张 桌子高的儿童座椅 只是现在看来 他的一片苦心好像没什么鸟用 砰 米谷一拳往前过来 像吃掉他桌上饭粒的两头鸟打去 两头鸟被打得晕头转向 但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又死皮赖点 点头哈腰 谄媚的过来轻声的叫着 向米谷讨东西吃 公粮第一次感觉呀 鸟生是如此多尖呢 不过这两头鸟倒也是受虐体质 不管米谷怎么打他 没一会儿就屁颠屁颠的又跑过去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公粮也管不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发现两头鸟被米谷打着打着 竟然变肥了许多 看来这被打还有增肥的作用 他完全忽视了米谷为他吃东西的事实 因为听到残娘子说 三色道能长筋骨 装体魄 所以现在公粮将他们吃的主食 全部换为了三色道米饭 富食配菜才是瘦肉 这让圆滚滚非常不满 他就喜欢吃肉 但公粮没理他 你一个破大熊猫 你天天吃肉算怎么回事啊 若不是空间里竹子不多 他都想天天给它竹子吃 给饭吃的是老大 圆滚滚没办法 也只能将就将就 但事实是他根本不挑食 什么都吃 非常好养活 吃了一阵三色道 公粮确实感觉身体健壮了不少 小筋的骨骼也坚硬了许多 即使是圆滚滚 那身肥肉也少了一些 长出了不少的肌肉 变化最大的要属米骨 他那小屁股现在特别硬实 用力掐都有点掐不起来 吃完东西休息一阵 他们就继续上路了 两头鸟被收服之后 就开始在前边带路 一看到前边有荒兽 立马飞回来报告 这让公粮觉得 养这家伙其实也不错 虽然他从来没有养过 都是米骨在管 即使如此 米骨看他不爽 还是会一拳打过去 两头鸟似乎被打惯了 一副 我认你虐千百遍 我仍带你如初恋的模样 让人看得都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也是第一次 公粮发现米骨 这小家伙的身上 竟然有这么严重的 暴力因子存在 又走了几天 爬上一道山岭 往前看 公粮忽然发现 前面有一条宽广的大路 而在远处 竟然出现了一座 石器的巨城 他不由地揉了揉眼睛 想着是不是眼花了 又或者是太阳反光 产生了海市渗楼般的错觉 不由搭了个手棚 往远处看去 米骨看到爸爸把手掌放在额头 也有模有样地学着 观察一旨 发现远处似乎是真的有那么一座巨城 若不是还身在门荒之中 他都以为自己回到了前世的中国古代了 还是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他就拿出了操舍部首领瑞 送他的地图仔细看了看 犬戎部后面 就是鬼方部 没错 但怎么出现一座城了 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算了 反正也想不明白 不如过去看看 于是他就抱着米骨 带着圆滚滚小筋 走下山岭 往大路走去 到了路上 他把米骨放开 这里了然开阔 应该没有荒兽才对 小家伙高兴地四处飞着 两头鸟不停地在他旁边飞着叫着 却不时被米骨不客气地抱一拳头 也不知道米骨为什么老是打他 又或者是单纯地想打他 大路十分地平坦 虽然只是土路 但显然被夯食过 十分地坚硬 往前走去 周围逐渐开朗起来 路边出现了一片片的稻田 远处似乎还有乌雨的痕迹 但都被一颗颗高大的树叶茂密的巨树 遮盖住 看不分明 走了一会儿 他们一行人来到了巨城底下 巨城高大 城墙至少有几十米高 砌城的巨石每一块 都是一人多高 两人多长 也不知道是从哪儿运来的 豁然 公粮看到城上竟然写了几个荒字 鬼方国 啊 不是鬼方部吗 怎么称鬼方国了 公粮都有点摸不着头脑 左右看了看 发现边上不远有个老人 坐在石头上晒太阳 就走过去问道 老人家 这里是鬼方部吗 不是鬼方部 那是哪儿啊 老人一点也不客气地说道 或许是感觉老人语气不好 两头鸟立马飞过去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地叫着 俨人狗腿子一般 老人却不以为意 看着两头鸟说道 哼 这不是全容部的木马鸟吗 怎么跑这来了 老人家 什么是木马鸟啊 公粮好奇道 老人也扫了公粮一眼说道 你连马鸟都不知道 怎么把它拐来了 老人家 不是我们拐蛋 是它自愿跟着我们的 两头鸟听到公粮的话 猛然回头看了它一眼 弥谷瞄了它一眼 小东西一下就老实了 连连点头 还叽叽喳喳地叫着 好像在说 它确实是自愿 跟着公粮等人呢 可惜老人根本不懂鸟语 它算是表错情了 老人家也不管 它是不是拐蛋 解释道 这两头鸟啊 就长在全容部落边的 一座山上 这鸟懒得要命 又没本事 只好去给全容部看马 那全容部人 见它看马能报信 就养着它 这小东西 别看它小 却能自己养三四十匹马 还能来回送信 非常好用 但这东西 一向只对全容部的人好 对外人根本不理 即使有人买回去养也没用 没两天就自己飞回去了 也不知道这破鸟 怎么会跟着你们呢 看老人也没什么恶意 还很健谈 公粮就想探听一下 鬼方部的情况 于是他就从空间 摘了几个天香果出来 送了过去 老人家 来 尝尝这个果子 这天香果味道好 不仅味道好 吃了之后 还口齿流香呢 老人家倒也没客气 直接拿起一个天香果 吃了起来 一边吃还一边点头 说道 味道不错 很久没吃到这东西了 老人家也吃过天香果 吃过 那操舍部的人有时 也会从我们部落经过 以前曾经有人送过几个 老人问道 小家伙 你是操舍部的人吗 不是老人家 我是燕部的人 燕部 老人家搜索了一下 自己脑海中的记忆 摇头说道 没听过呀 小部落吧 公粮咋了咋嘴巴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若是公粮在燕部前 加上祖地两个字的话 说不定 人家还会为之动容 有的可能还会热情地 邀请他回家做客 还会因为他是 从祖地出来的人 送上一些东西 作为路上行走的物资 但他没说 老人又不是部落的屋 或者首领 知道一些比较久远的事 毕竟从祖地出来的 燕部人到了大荒之后 不久就将部落 以名为大燕 一些往事 也就随风埋葬在固执堆中了 或许 偶尔会有人在 讲古论金时 为了显示自己的阅历 会拿出来晒一晒 但没事的时候 更多的是 不会被人提起 那么老人 当然也就无从得知了 公粮对老人的话 也没说什么 只是笑笑 又送上了一颗天香果 说道 老人家 你们这里不是鬼方部吗 怎么变成鬼方国了 小家伙 你应该是偏僻不乐 出来的吧 竟然连这事都不知道 老人家一边 咬着天香果 一边说道 我们鬼方国主 可是天资卓越之辈 以前曾经去过 东土人族读过书 还娶了那边 大鱼国的一个小娘回来 说到这 老人低声说道 你不知道啊 那大鱼国的小娘 竟然细皮嫩肉 比只青丧部的女娘 也是补差分毫啊 老人说完 似乎感觉和公粮 这小家伙说这种话 有点为老不尊 连忙转移话题道 我们国主 可不只是娶了那 东土小娘 还从东土 带回了很多东西 看看前面那田 里边种的 全都是国主 从东土带回来的稻种 那稻谷成熟之后 去皮 里边的东西叫米 吃起来味道清甜可口 比瘦肉 不知好吃多少 就是没什么用 另外 还有一种小麦 磨成粉之后 做成面条 味道爽滑可口 好吃得不得了啊 可惜就是有点不定饿 小家伙 进城之后 你可以去左边客栈 尝尝面条的味道 保证 是你们那些偏僻的小部落 没有尝过的美味 若是喜欢 还可以买一点 回去自己煮 晚上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住在那客栈 里边 就说是我介绍过去的 那客栈老板会给我面子 让你免费吃住一天 但隔天就要付钱了 不管是你们 那部落的特产还是什么 客栈都收 来到大荒这么久 漠然听到面条 小麦 稻子 客栈 这些前世熟悉的名词 公粮恨不得 立刻就去看一下 那城里 到底是什么模样 他连忙向老人告辞 又礼貌地问道 不知您老人家 怎么称呼 这老人不是说 客栈会给他面子 吃住一天吗 没名字 人家怎么知道呢 怀仁似乎清楚他的心思 也没戳破说道 我们国主说了 我鬼方国以神怀为祖神 自然以怀为姓 老朽就叫怀仁 去客栈实际地 报上我的名字 看看天色 已然不早 公粮就向老人拜别 见怀仁待在这边 依然没有走的意思 不要好奇地说道 老人家 您还不回去吗 等会再回 有一阵没晒太阳 身上堆了一堆的瘦虫 得把这些家伙 晒出来才行 要不然整天在身上跳来跳去 老了 有点受不了了 公粮听到老人说的话 神色大恐 这时候 他才看到老人坐在石头上 竟然跳着一些细小的跳搜 连忙带着圆滚滚和小金 往后退了几步 免得被跳搜 跳到身上去 怀仁看到他的作态 不觉怒喝道 有什么好怕的 不管是一些虫子而已 谁身上没几个虫子 谁身上没几个虫子 这句话 让公粮感觉全身都不好了 也不敢分辨 连忙告辞 转身拔腿就跑 就怕那些跳搜 跳到他们的身上 怀仁看着他飞速离去的背影 气得笑骂道 这小兔崽子 公粮跑出一阵之后 才停下来 这老头真是太恐怖了 竟然一身跳搜 其实他自己倒是不是很怕 最怕那些跳搜 跳到圆滚滚的身上去 他全身是毛 跳搜最喜欢 在他这种多毛的动物身上打握 到那时 若是让跳搜发展起来 那可就成大麻烦了 爸爸 那个人身上好多虫虫哦 米谷扑上这翅膀 在公粮身边说道 你要记住 以后看到这种身上 有很多虫子的人 记得跑开知道吗 公粮说道 嗯嗯 米谷听话地点着头 可是他才不怕那些虫子呢 走进城门 为了避免米谷乱飞 公粮就让他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小家伙是第一次骑在上面 兴奋地扭着屁股 尾巴更是不停地摆来摆去 公粮感觉不时地有风 被他那九彩的尾巴 扇进耳朵 连忙说道 米谷 不要让你的尾巴动来动去的 米谷看看自己的尾巴 小脸很无奈地说道 嗯嗯 公粮恶狠狠地说道 既然不听话 那就只能把尾巴给割掉了 米谷一听 连忙将尾巴收起来 不敢再摇了 只剩一会儿 他又固态赴盟啊 这次没有往他耳朵里扇风 而是在背上摇来摇去 一阵阵凉风在背部扫来扫去 一时没什么 久了就让人感觉冷嗖嗖的 公粮瞄了米谷一眼 只见小家伙正高兴地四处看着 也不好去破坏他的性质 只得作罢 很无奈 有时候 他对这小家伙完全没有办法 走过城门 眼前出现了一条巨石铺旧的大道 道路两旁 石头搭旧的房屋 整整齐齐地 住立在那里 每一间屋子面前 都种着一颗 鬼方不仁所说的神怀 神怀树身高大 树叶浓密 将道路上空 遮得严严实实 都不见半点阳光 走过去 一股凉气扑面而来 让人感觉阴气森森 不过 城中最大的神怀 还要数远处的那一株 那株神怀滑盖重重 树高无算 树身巨大不可以计 也不知生长了多久 竟然能长成这个样子 城门左边 有一家写着客栈两字的高大房子 应该就是怀人所说的客栈 公粮带着迷骨 圆滚滚 小金走了过去 客栈里面空间宽广 几个人坐在桌椅上吃东西 真是服务很差 进门竟然没人上前招呼 公粮找了一张桌子坐下 才有一名大汉 慢慢地走过来问道 小家伙 想吃什么东西啊 公粮也不知道怀人说的话是真是假 就试着对大汉说道 你好 我是怀人老人家介绍来的 大汉一听 也没再问 就说道 那我去给你先碗面条吧 不好意思啊 要四碗 公粮比了比四个手指 这时候 店里一个吃完东西的人起身 也没说话 直接扔了几粒东西在柜台上 公粮眼睛顿时睁大起来 那分明是几块拇指粗细的金子 大汉看到他的表情 哈哈一笑 走过去拿起金子 扔一块给他 送你一个 公粮仔细看了看 又咬了咬 有点软 感觉是金子 但又不大确定 就问道 这是金子 当然是金子 那他怎么用金子负账啊 公粮不解道 这金子有什么用 我们鬼方国旁边就是金山 随便挖就有 要不是国主吩咐 本国人买卖必须用金子 我都不想要 还不如来几斤 手肉和酸的 大汉不满地说道 公粮想了想 确实也是这种情况 大荒百步之间 还处在很原始的社会状态 主要是以物易物为主 金子在以前臂为主的地方或许有用 但在大荒这种莽荒的地方 还真的不如荒售肉来的石子 公粮摸着下巴 感觉这其中似乎有些文章可做 想起大汉说的 他们部落旁边就是金山 顿时有点心动地问道 那我可以去挖金子吗 大汉摇里摇头 不想 挖主说过 除了我们鬼方国人 外面的部落人 不能去挖金子 说完 他又悄悄地低声说道 不管你要是去挖的话 也不是没有办法 公粮看着他的表情心道 这家伙不会是刚才那老头的儿子吧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5章 挖金矿 什么办法 公粮挑了挑没问道 每天早上你就知道了 大汉神神秘秘 什么也没说 就去下面条了 哎 这金子 公粮拿着手中的金子叫道 送你了 大汉摆摆手 一点也不介意 这一点金子 或许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这东西还不如几斤瘦肉有用 公粮看着手中拇指粗细的金子捏了捏 顿时在上面捏出了几道纸印 他就放在手心 如同揉汤圆一样 用力地揉了一下 不一会儿 一块棱角分明的金子 就被他揉成了一团小金球 他也没什么用 就扔给米谷玩了 米谷拿在手里 瞪着眼睛 好奇地仔细看了看 感觉没什么好玩就收了起来 不管有没有用 爸爸给的都是好东西 客栈中的椅子是长条板凳 米谷太小 够不到桌子 公粮就将儿童椅拿出来 而圆滚滚则坐在凳子上 小金现在长大了 站在椅子上 刚好够到做面 至于那两只鸟 似乎没人关心他们 回一会儿 面条上来 一看到那面条 没吃呢 公粮就嫌弃起来了 人家面条那是细细的 这里的鬼面条 一根根的比尸指还粗 这玩能叫面条吗 干脆叫面棍好了 大汉端面上来 看到坐在椅子上的圆滚滚 不由得对公粮说道 你这小兽倒也骨快 竟然能自己做 不过这面条 就要用东土人的筷子夹 还能行吗 圆滚滚可不会这么麻烦 直接捧碗 将面条往自己嘴里倒 大汉直接当自己没说 转头往米谷看去 米谷早用过筷子 不过面条有点粗 但他还是拿筷子夹面条 吃了起来 公粮更是没得说 而旁边小筋 直接把头埋在了碗里 飞速地咬着面条 吸了起来 根本不用吃 大汉感觉自己话都白说了 直接转身离去 公粮尝了一下面条 味道不是很好 也就吃个新奇 一点营养也没有 不像三色道 吃了可以长筋骨 撞体魄 不像瘦肉 吃了还能补充气血精华 即使如此 公粮还是寻思着 找那大汉买点面粉 还有卖种 到时候拿来种在 果子空间里 不是涂这东西 有没有营养 主要是换换胃口 天天吃瘦肉 米饭 有时候 也会吃腻味的不是 吃完了东西 大汉就带公粮去休息 客栈的后边 有一个幽静的小院 大汉将他们带到 一间屋子 就什么也不管 转身走人了 走的时候 还不忘对公粮叮嘱道 明点记得早起啊 我带你去挖金子 多谢 公粮也不知道 素不相识 为什么这大汉 会带他去挖金子 就是大荒人淳朴 也不可能淳朴成这样 但不管怎么说 他还是要谢谢 大汉的招待 或许这一切 都是看在 怀人老人的份上 或许 这一切一问 到了明天 就都有了答案 第二天 天还上早 大汉就来瞧公粮的房门 公粮只好起来收拾一下 带着米谷 圆滚滚 小金 跟大汉一起走 来到客栈的外面 他就看到门前空地 站着一头巨大的荒兽 身上背着几个筐子 和两把挖矿的长稿 大汉也没说什么 只是带着公粮他们 往城外走去 而那只荒兽 则自动跟了上来 这让米谷感觉很好奇 一路回头看个不停 大汉口中的金山 真的离鬼方国很近 出了城门 翻过两座山就到了 一路还都是平整的地面 金山真的是金山 整座山都是露天的金矿 山上草木泥土 早已被移去 只剩下一座光秃秃的矿山 现在太阳升起 照在上面 放射出无数的金光 此时山上并没有人挖矿 但矿山边上随意的搭着一个木屋 两个鬼方国人坐在木屋前边守着矿山 一个鬼方国人看到大汉过来就问道 怀疑你不在家好好开店 跑到这来干什么 怀疑回道 我把有点矿石炼金子 我就带人过来帮忙挖一些回去 那快去吧 还是你在客栈后 不用像我们一样 天天守在这 几天都不见个人影 现在咱们部落的人是越来越不喜欢用金子了 最喜欢用金子啊 带着雷嘴不说 给其他部落的人又不要 最后只能在咱们部落用 有时候人家还不说 这样谁还愿意跑来挖矿炼金子 有这功夫 还不如去打头荒兽回来吃呢 另外一个鬼方国人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起码东土人就喜欢用金子 若能把金子带到东土去 那就能买很多东西了 那是东土 咱们这是大荒 有那功夫带金子 还不如带一点咱们大荒部落的东西过去 听说东土人特别傻 一颗草就能卖很多零食 和很多东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也听说过这事 据说是真的 怀疑也不管他们了 就带着公粮往矿山上面走去 公粮一边走一边看 发现这座金山的矿石纯度非常高 不时可以看到矿石上的自然金 到了最上面 怀疑指着四周说道 你看哪 不止我们脚下是金子 连旁边几座山也都是金子 你想挖多少就挖多少 没人管你的 怀疑给了公粮一把长稿 一个大筐让他随便挖 而他自己也拿着一根长稿 在一边挖了起来 既然可以随便挖 公粮自然不会客气 他就让米谷 袁滚滚和小金 在附近自由活动 自己则拿着长稿挖了起来 他力气大 很快就挖了一筐 直接倒进了纳务宝袋里 这是操舍部的首领瑞送的纳务宝袋 里边空间大 昨天他特意收拾出来准备装金矿了 怀疑看到纳务宝袋 顿时放下手中挖矿的长稿跑过来 纳务宝袋 你见过 公粮瞄了他一眼 继续捣着金矿 当然见过 他在城里开客栈 时常有人到他那边住宿 若是连这个都没见过 那岂不是太没见识了 等公粮把金矿倒下去 怀疑忽然问道 你这些金矿 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公粮奇怪地说道 这金矿要变成金子 还需要经过精神烈化 你不会以为这样就可以直接拿来用吧 公粮拍了一下脑袋 一高兴忘了这事 连忙问道 那该怎么办 怀疑嘿嘿笑道 我阿爸就是专门给人练金子的 你可以让他跟你练 不过要收点东西 你阿爸不会就是昨天 我在城门口遇到的怀人吧 他要不是我阿爸 我怎么可能让你白白在店里又吃又睡的 我又不是嫂子 他昨天招待公粮 主要是因为他阿爸的原因 至于挖矿 那是因为他阿爸 要矿石炼金子 见他想挖矿 就顺便拉他过来帮忙挖 这时看到公粮手里有纳物宝带 顿时改变了主意 打算跟他换点东西 听我阿爸说 你手上有天香果 不过天香果那东西 女娘才喜欢吃 我可不要 但你可以去打些荒牛来换 一袋金矿 练成金子 换一头大荒牛怎么样 荒牛这东西在大荒丛林有很多 因为味道好 在大荒很受欢迎 不过荒牛力气大 又是群举 一般很难杀死 若是一头大荒牛换一袋金子的话 依照东土的算法 公粮肯定是正了 但在大荒很难说 不过就怀疑而言呢 肯定是大转特转了 因为这些金子 在他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用 现在已经到了人人嫌弃的地步 而炼金子 不过是耗费一点时间和柴火而已 能换一头大荒牛非常划算 公粮想了想 就同意了怀疑的交换 怀疑一听大喜 也不自己挖矿了 反而过来帮公粮挖 公粮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不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十二 第166章 自然金 猎杀荒牛 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很勤快 看到公粮挖矿 自己也在旁边挖 米谷拿着公粮给他的短毛 一下一下认真地刺着 等矿石被刺开之后 他就拿起来放到矿里去 圆滚滚则凭着力气大 用爪子掰开矿石 然后抱起来 扭着屁股往竹筐走去 小金很厉害 嘴会爪抓 他的嘴爪锋利 每一下就会挖出一块矿石 然后用爪子抓起来 扇着翅膀飞向竹筐 他现在虽然还无法飞到高空 但短距离低空飞行却没问题 圆滚滚挖了一会儿 感觉累了 坐下来喘气休息 然后左右瞄了瞄 见公粮在挖矿石 没注意到这边 就悄悄地往下边走去 米谷虽然在挖矿 却时时刻刻注意着矿山上的人 看到圆滚滚跑了 自己也扇着翅膀跟了上去 下面山坡散落着很多破碎的金矿石 圆滚滚上来时候就看到了 别看他平时笨笨的 他只是懒得动脑筋而已 其实他聪明地吓人 圆滚滚到了山坡 就抱起了一块矿石往上面走 这样就不用挖矿 省时省力 不得不说圆滚滚确实很聪明 米谷飞在上面看了 歪着头想了想 也跟着去抱矿石 因为用长矛刺矿石真的好累 突然 旁边有金光闪过 小家伙好奇地飞了关系 只见一块矿石全身都是金色 在阳光的照射下 闪闪发光 和爸爸给他的金子 完全是一个颜色 他拿出公粮给他的小金球 对比了一下 确实一样 就高兴地抱起来 往公粮身边飞去 矿石有点大 飞起来很吃力 小家伙飞得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好像随时要掉下去似的 爸爸爸爸 你看我找到什么了 来到公粮的身边 米谷兴奋地摇着尾巴 扇着翅膀 在他身边绕着说道 公粮被他绕得有点晕 把他抱下来亲了一口 夸奖道 米谷真棒 嗯嗯 我是最棒的 小家伙开心的眼睛 都笑成了月牙 米谷带回来的是一块自然金 也就是所谓的狗头金 整颗矿石都是 这在公粮前世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哪有这么大块的狗头金呢 但在这边 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 都可能发生 公粮已经免疫了 夸奖了一下 公粮让米谷 只找矿石上的自然金就行 不要去挖矿石 挖完之后 就放在自己的纳物宝袋里 免得飞来飞去 小家伙小胳膊小腿的 挖矿多累啊 米谷很愉快地 接受了这个建议 高兴地飞了出去 拿着一根短毛 这儿戳戳 那儿戳戳 矿山上的自然金很多 小家伙收获倒也颇疯 挖了一整天 公粮终于将纳物宝袋装满 这些金矿石的含金量非常高 应该能炼出一些金子 为了避免下面这两个 鬼方国人发现猫腻 公粮和怀翼又挖了一些矿石 放在竹筐里 这才走了回去 值得一提的是 怀翼的那头荒兽 力气不错 竟然能负担得起 几大筐矿石的重量 那屋宝袋并不能完全地 免去里面东西的重量 所以公粮把一整袋的矿石 带回去 也是累得够强 回到屋里 躺在床上 他不由轻轻地垂着手臂 连续挖了一天的矿 胳膊酸得要命 米谷看他垂打胳膊 也假模假样地 在旁边拿小手 垂着自己的小胳膊小腿 看得公粮直翻白眼 小屁孩有什么胳膊腿啊 再说他又没挖矿 有多累 哼 不由好笑地摸着小家伙的头 这个小家伙真是太可爱了 第二天一早 公粮没有去挖矿 而是向怀翼问了一下 附近荒牛出没的地方 打算去狩猎 毕竟他和怀翼有约定 练一袋金币 换一大头的荒牛 到时候 若是没有荒牛 那可不大好办了 距离鬼方国 大约十公里外的地方 有一处凹陷的山中平原 上面有一块 沉静的湖泊 边上绿草青青 还生长着 无数的小野花 此时正逢野花开放的时候 一朵朵红的 绿的 紫的 黄的 白的 各式各样 各色小野花 静香绽放 五颜六色 五彩 缤纷 仿佛一条天然色彩的地毯 只是到了湖边 不远的一处山坡 公粮却没有这个心情 去欣赏美景 湖边 不止有野花 有绿草 还有一群荒牛 这些荒牛 圆角黑毛 体型庞大 健壮有力 若是面对面的话 公粮有信心 面对一头两头 但若是一群涌上 估计它也只有 被塌成肉饼的份 前世 它曾经见过动物世界 那些野牛疯起来 就是一群而上 荒牛也差不多 所以要猎杀 还得讲究手段技巧 绝不能傻傻地冲上去 仔细地查看一下地形 它发现荒牛群后面 不远处的两座小山峰 相间的缝隙处 有座小山谷 若能将那些大荒牛 一头头地引游到那里边 那就好办多了 可是那怎么引过来呢 公粮苦恼地想着 自己肯定不能亲自过去 要不然 这和冲上去猎杀 有什么区别 若是用山藤绑着青草 引诱荒牛的话 不说距离有点远 只说这遍地青草 那些牛会上当吗 冥思苦想 忽然它看到 在米谷旁边 飞着的两头鸟 眼睛不由一亮 有了主意 然后就见两头鸟 在米谷的指挥下 飞了出去 两头鸟飞到 荒牛群的边上 看了一下 就像一头脾气看起来 不是很好的荒牛 飞过去 落在它的尖角上 梳理着羽毛 而这头荒牛的脾气呢 也确实不好 当它落在脚上的时候 就叫了一声 甩起头来 不让它站在那 两头鸟猛然飞起 狠狠地在它鼻子上 啄了一下 飞了出去 但飞得不是很快 只是慢悠悠地 在它面前晃着 这荒牛顿时就怒了 门儿叫着狂奔过去 是要将这东西 撕成粉碎 两头鸟故意逗它 不急不徐地飞在它的面前 徐徐地引它跑向山谷 荒牛不知事迹 埋头直追 冲入山谷 米谷埋伏在山谷旁的大树上 看到荒牛过来 立马吐出了一口口水 中了米谷的毒口水 荒牛进入山谷之后 没多久 就倒在了底上 公粮这才慢悠悠地 从埋伏处走了出来 它没想到 事情进展得这么顺利 尤其是两头鸟 竟然将诱敌 做得是淋漓尽致 真是小看它们了 看来 这家伙值得大力培养啊 分别表扬了一下 米谷和两头鸟 休息一下 公粮就让两头鸟 继续去引诱荒牛 既然这么顺利 那就要多猎杀一点 省得来回跑了 而它则将荒牛收起来 继续回到山坡 埋伏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7章 白狮 一连引诱又杀了很多头的荒兽 大概有十几只 见事情如此顺利 公粮就想继续下去 顺便为自己存点肉食 可惜荒牛群中的首领 看到群中小弟跑进山谷 一直没回 开始警觉起来 并带着荒牛群 向山谷走过来 公粮一看情形不妙 见好就收 带着米谷他们离开了 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公粮才开始 以正常的速度走路 一边走 一边对米谷说道 米谷 你这口水 能让妞妞不动多久啊 嗯 米谷歪着小脑袋 想了想说道 好久好久 好久是多久啊 好久就是好久 米谷眨巴着可爱的眼睛 看着公粮 都不知道爸爸为什么这么问了 好奇怪 看来小家伙也不知道 自己的口水 能让荒牛不动多久 为了避免中毒的荒牛醒来 公粮就将它们杀了 用血浇灌空间中的三色道 三色道得到这么多荒牛血的浇灌 道碎上 原本干瘪的道粒 渐渐变得丰满硬实起来 鬼方国城内客栈 后面一间小院中 热气冲天 一个大火炉边上 怀人和几个 同他差不多年纪的老者 忙碌地搬运金矿 筛选 融化 炼金 很快 筛选过后的金矿 就被扔进了火炉中融化 不一会儿 一股金水就从火炉中流出来 落在旁边大小一样的模具里 冷却之后 一块块金钻 凝结而成 在火光下闪着璀璨的金光 怀一来到小院 看着忙碌的老者 和一块块成型的金砖 担忧地对怀人问道 宝宝 你说那小子 能不能猎杀荒牛 该不会出事吧 怀人暂停下来 瞄了他一眼 不屑地说道 就算你出事 他也不会出任何问题 不说其他 单单他能一个人 从操舌部 经过猪部 来到咱们鬼方国 你觉得他 对付不了几头荒牛吗 更不用说 那会飞的小家伙 那可是天真部的人 一口口水 就能堵死你 你以为他 对付不了荒牛吗 怀一晒晒地说道 我 我不就是担心吗 毕竟荒牛那么大 那么壮 那么厉害 他一个人 未必对付得了 不要用看自己的眼光 来看待别人 你还是 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没事就出去 不要在这碍言呢 怀人似乎对自己 这个儿子不大满意 说话句句带刺 就差骂出口了 怀一知道自家阿爸的德行 不敢再待下去 离开了炼金的地方 猎杀到足够的荒牛之后 公粮也没什么事 就慢慢地在林中走着 看到鲜美的野果 就顺便摘一些回去 确实好吃的 就挖下来 种在空间里 弥谷也顺便 抓了一些美味的长虫 收取毒液 打算回去让爸爸 做成美美的果汁喝 爸爸爸爸 你看你看 那里趴着一只东西 忽然 眼间的米谷 指着一棵巨树说道 公粮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巨树的上面 趴着一只白白的东西 仔细一看 那哪是什么东西啊 分明是一棵香蜘 在燕部 香蜘的种类 被分为三重 七禽十一兽 三重就是大虫 中虫 小虫 大虫是一种 两个巴掌大 直径约四十厘米的香蜘 整体白色 孤饼短 孤盖星星点点 长在草丛中 就好像一只瓢虫 中虫是一种 很古怪的香蜘 鸡无菌盖 就如同一条 肥大的青虫 挺立在青草丛 或者是朽木 枯叶之间 小虫是一种 孤盖 如卷曲山蟑螂的香蜘 属于比较小的孤类 其实香蜘 就是蘑菇 七禽指的是 孤盖纹路 像胸琴的香蜘 有胸箫 白质等等 十一兽 指的是 形象凶兽的香蜘 有白狮 文力 等等等等 合计十一种 而眼前的香蜘 则是十一兽中的白狮 形如其名 整颗香蜘 就像一只白狮头一样 腹趴在巨树之上 这种香蜘 性情高雅 只生长在一种 名叫青刚白丽的树上 这种树有坚果 味道清甜 连树参也有这种味道 白狮香蜘 腹趴在上面 就是为了吸取这种甜味 所以这种香蜘 吃起来非常美味 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君故 现在青刚白丽 还在开花 没有坚果 但白狮香蜘 却可以采摘 公粮连忙让米谷 飞上去 把香蜘 摘下来 米谷最喜欢 帮爸爸做事的 快速地飞过去 把白狮香蜘 摘下来 飞回来的时候 他还看到 另一棵树上 有香蜘 就又飞去摘了 最后一共摘了 一百多颗 每颗都有一豹大小 公粮也没想到 这里 竟然有这么多白石香蜘 算是今天的意外收获 米谷真棒 晚上爸爸 给你做好吃的 公粮对小家伙夸奖道 米谷开心地笑了起来 尾巴摇得都快要掉了 开心是需要分享的 他就飞到圆滚滚 小劲儿的面前 显摆 炫耀着 还激励呱啦地说 你们看 爸爸又夸我了 都没夸你们 圆滚滚和小劲儿 看的心情很不好 又对小家伙 无可奈何 只好装作 什么也没看到 继续往前走去 西洋西下 一抹阴红霞光照在西山 湛蓝的天空上 漂浮着几块白云 它们在西洋的灰影下 呈现出如同火焰般的色泽 若是细细去看 就会发现 那飘动的云絮 就像置身于青沙的美梦 让你远离烦恼 忧愁 怀疑却没心情去看这些 眼看太阳就要落下 公粮还没有回来 他的心情 就如同热锅上的 蚂蚁一般煎熬 最后连客栈都待不下去 跑到城门外来等了 等啊等啊 等到太阳快要下山 也不见他回来 心中顿时惊恐起来 这小子 该不会被荒售吃了吧 就在这时 一道身影 踏着最后一抹霞光 从远处 慢慢走来 赫然是公粮 米谷坐在他的脖子上 嘴里鼓鼓囊囊的 吃着新采摘的鲜美甜果 不时地将果子 吐到旁边 圆滚滚和小筋的身上 闹得圆滚滚和小筋 不满地对他叫着 他却乐得直踢腿 摇着尾巴 感觉好开心 好开心 好开心呢 嗯嗯 公粮 米谷老师吐东西 到我们身上 圆滚滚不满地 对公粮嗷嗷叫着 告状道 这都递几回了 公粮无奈地 对米谷说道 米谷 你不要老吐东西 在圆滚滚和小筋的身上 知不知道 嗯嗯 米谷乖巧地硬着 只是转头的功夫 又给忘了 继续吐着果子 戏弄圆滚滚和小筋 公粮看这样下去不行 就威胁道 你要是再敢吐他们 小心我打你屁屁啊 米谷还是很担心 爸爸打他的小屁屁的 就不敢再往 圆滚滚和小筋身上 吐东西了 三个小家伙 这才安静下来 怀疑看到他们回来 大喜过望 联盟赢了上去 你们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公粮诧异地看着怀疑 心到这家伙 是不是吃错药了 这么热情呢 其实这就是怀疑的性格 虽然偶尔会贪点小便宜 但人却很善良 有时候甚至善良的 有些迂腐 所以怀人对这个儿子 很看不过眼 但终究是自己的儿子 他能怎么办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68章 荒牛软骨 闷白石相逊 回到客栈 公粮就从纳乌宝袋中 取出了一头荒牛 怀疑看得目瞪口呆 他没想到 公粮竟然能够猎杀到 这么大一头的荒牛 最主要的是 这头大荒牛身上 还没有一个伤口 公粮也不管他怎么想 将荒牛交给他 就不再去管 跟他借用了一下厨房 就去做晚饭了 客栈中的伙食 除了面条 本身让人感到心气以外 味道简直是差得要命 让他都不想再吃了 说实在话 他是个处男座 处男座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有些癖好 但这世间的东西就是那样 根本无法改变 所以能将就就将就 不能将就 就只能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了 来到厨房 公粮就从空间里边 切了一大块的 荒牛软骨肉 和里脊肉出来 然后又拿出几根荒牛骨 放在灶台上的锅里边熬煮 荒牛软骨肉 他打算用来焖白石香炯 到时候荒牛软骨肉 加上白石香炯 鲜嫩与香醇 昏中带素 一定是相得以张天作之合 不过 荒牛软骨肉和新鲜的白石香炯 做菜之前 还需要处理一下 首先公粮将荒牛软骨肉 用山姜 水葱和酒 水晶盐盐 小淤粉等放在一起 腌制入味 再将白石香炯 过水烫过 放进用荒牛骨熬成的骨头汤中 搁在灶上 味入味 荒牛鲤脊肉 公粮打算用来做牛排 所以也依着荒牛软骨肉的样子腌制 荒牛软骨肉和荒牛鲤脊肉 腌好之后 他就将里边的山姜水葱取出来 加入山鼠湿粉 和驼肥鸟 蛋清搅拌均匀 热油下锅 捞起备用 加入山姜水葱酒等腌制 主要是去除荒牛肉本身的味道 而放入山鼠湿粉和鸟蛋的青叶 则是让牛肉吃起来口感更加爽滑鲜嫩 此时白石香炯已经喂入味了 公粮就取出了白石香炯放在锅里 再把荒牛软骨肉倒进去 然后放入熬的凝浓的骨头汤 用水晶盐盐和小鱼粉调味盖上焖锅 焖住 因为两者已经熟了 所以焖煮的时间不用太长 只要汤汁变得稠浓就可以装起来 最后再放点油 在稠浓的汤汁中搅匀 让汤汁的色泽看起来更加鲜艳 也让它不会再那么快凝结 然后淋在白石香炯和荒牛软骨肉上就行了 做好的荒牛软骨焖白石香炯 色泽金黄 味道喷香 咬一口 昏味的荒牛软骨中带着清素的白石香炯 天然的香甜口感 真是妙不可言的 米谷闻着那喷香美味 在旁边焦急地飞来飞去 圆滚滚口水已经不争气地流成小河 小金儿乖一点 但却使劲地竖着脖子 想看看盆里边的美味 剩下的荒牛鲤脊肉做起来就简单多了 因为已经熟了 所以只要在鳞上汁液就行了 荒牛鲤脊肉做成牛排 最好的方法其实是煎 这样才能保证新鲜荒牛肉的鲜美 只是这样很麻烦 所以公粮直接过油锅拉熟了 他前世喜欢吃黑椒味的牛排 可惜这边没有黑椒 花椒虽然也有麻辣的口感 但做火锅料还可以 做牛排的调味料 吃起来味道却是怪怪的 于是公粮就想了个办法 打算用野山椒 他这个辣来代替黑椒的辣 做成香辣的口味 想做就做 他将山姜和山蒜 以及以前收起来晒干的水 葱头剁碎了 磨成绒 放进油锅里和野山椒粉一起炒香 就放水进去煮 这野山椒不是纯正的野山椒粉 而是对过山鼠粉的次野山椒粉末 要不然呢 纯正的野山椒太辣 它受不了 等水滚之后调味 公粮试了一下 味道不错 既有辣的口感 又有其他调料 融合在一起的鲜美味道 非常不错 然后他就勾芡 将香辣味的芡汁 淋在了荒牛里脊的上边 这样 香辣荒牛里脊肉就做好了 他又摘了一些野菜洗干净 放到熬的凝浓的骨头汤中煮熟 晚饭就算做好了 晚上吃饭 他们是在自己的屋里 公粮特地从空间 将桌椅拿出来 等把做好的东西摆上桌 大家就埋头猛吃起来 别小看米谷它小啊 吃起东西来 却是气势十足 一手拿着叉子 叉着荒牛的软骨肉 一手拿着公粮 给它调的毒液果汁 一边吃一边喝 一点也不浪费时间 圆滚滚坐在椅子上 埋头吃着钢碗里的香辣鲤脊肉 根本没时间抬头 小今儿也是猛吃 别看他没有嘴 吃东西 可一点也不输给别人 只见他用锋利的会 上下将荒牛鲤脊肉 划成一条条的长条 飞快地吞咽起来 也不怕噎着 没一会儿 他碗里的一大块 荒牛排就不见了 两头鸟很可怜 在旁边使劲地向米谷 点头哈腰的 轻声叫着 希望他心情好 赏点东西给他吃 可惜米谷正忙着吃东西呢 没打他就不错了 怎么可能给他东西吃呢 公粮在旁边 看得过意不去 毕竟他今天也是 又牛有功 就拿了一块牛排 切成细碎的粒 给他吃 小东西高兴的是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的欢呼起来 似乎是在说感谢的话 可惜的是 公粮根本就不懂鸟语啊 他算是白说了 公粮也用叉子 叉了一块白石香蜇吃 白石香蜇 味入牛骨汤的味道 素中带荤 吃起来辛云的口感中 带着白石香蜇 姑特有的唇香 特别的鲜美 若是再配上 荒牛软骨肉一起吃 那味道更是绝妙 公粮吃得舌头 都快吞下去了 一餐晚饭 所有做出来的东西 不管是荒牛肉 还是牛骨汤 都被他们一扫而空 最后 一堆人靠在椅子上 不能动了 米谷坐的是儿童椅 扇着翅膀想要飞 却根本飞不动 不由忧愁地 摸着滚圆的小肚子 心里有点怪爸爸 谁让他做那么多 好吃的东西来的 公粮也动不了了 吃得太饱 只能等肠胃消化一点 再收拾东西 一日 他就继续去挖金矿 一连挖了七天 才停下来 因为矿山 经过他和怀义 这几天疯狂地挖掘 被挖去了一角 怀义心虚 怕被人发现 所以不敢再去挖了 空间里已经有一堆 山高的金钻 公粮也就建好就收 但人心总是贪婪的 一想到鬼方国 有那么多金子 躺在他们国人手里 发霉 哀嚎 惨叫 就有一种正义感 驱使着他 去把他们解救出来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好主意 打算在离去之时 从鬼方国人的手中 再捞一点金子 有这些金子在 以后他去东土 就不用再为钱财而发愁了 天还未大亮 一些还在入睡的鬼方国人 就被一声声巨大的 敲打声吵醒 不由纷纷起来 看到底是谁 这么早扰人清梦 循着声音来到城门客栈门口 就见公粮举着一根 粗大的巨骨 用力锤打着一大块 放在三人荷包大树 桩上的荒牛肉 旁边还烧着三口大锅 锅中汤水沸腾 也不知要干什么 过了一会儿 荒牛肉被打成了一团烂肉 公粮飞快地给荒牛肉调味 然后捏成一个个的小丸子 扔进沸腾的汤水里 不过片刻 肉丸子就浮了起来 旁边圆滚滚早就有了准备 拿着一把爪梨 将这些扶起来的小丸子捞出来 放在边上一张木桌上边的钢盆里 一股新鲜出炉的肉香 顿时一散开来 让人闻之胃口大开 灶边小筋不停地咬着木柴天火 只有小米蛊 无所事事地在公粮头上飞来飞去 好奇地左右看着 公粮从那屋宝袋中取出了一大块黄牛肉 吹打起来 不一会儿 黄牛肉就被巨骨打成了一团肉泥 这次他没有像上次一样 随随便便地将肉泥捏成小肉丸 而是加入了湿粉和蛋清液搅匀 摔得至起胶之后 才捏成了比小肉球还大一倍有余的肉丸子 放进沸腾的汤水锅里边 煮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甜诺诺的小时二 第169章 撒尿荒牛肉丸 很快比小肉丸还大一倍有余的第二种肉丸就被煮熟了 飘在沸腾的汤水上面 圆滚滚飞快地上前用爪梨捞起 放在木桌上的第二个钢盆里边 转身的时候 趁公粮不注意 自己偷偷塞了一个肉丸到嘴里吃了起来 他以为自己做的有多隐秘呢 其实这一切都逃不过米谷这小家伙的火眼金睛 一看到他偷吃 米谷就飞去向公粮报告 爸爸爸爸 滚滚偷吃肉丸子 圆滚滚赶紧将肉丸吞进肚子里 张开嘴嗷嗷叫着便捷道 我才没吃呢 不行你看看我的嘴都没有肉丸子 这种把戏怎么能瞒过公粮呢 只是懒得去管 他也被飞来飞去的米谷弄得有点烦 怕他掉到锅里边去 就说道 米谷 你去看这肉丸 只要是敢偷吃 你就吐得口水 嗯嗯 米谷非常愉快地就接受了这个伟大的任务 飞过去 坐在桌上 瞪得乌溜溜的大眼睛 仔细地盯着周围的每一个人 现在若是有谁敢来偷肉玩 估计得马上完蛋 圆滚滚也老实了 有米谷在 他可不敢再偷吃了 那种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感觉 他可不敢再体会第二次了 公良再次从纳乌宝袋中取出一大块荒牛肉 锤打起来 在他前世 福建闽南以及广东潮汕地区 也有一种锤打的牛肉丸 当地叫牛肉供丸 这里的供的意思就是锤打 用力狠狠地锤打 一般这种供丸都是用两根铁棍反复地锤打而成 吃起来筋道十足 比机器矫质的要好很多 荒牛肉在锯骨的重力锤打下 没过多久就变成了一滩肉泥 公良就将这堆肉泥放进盆里 分三次加入山鼠湿粉 驼肥蛋清搅匀 摔的直到起胶 这次他并没有将荒牛肉直接摔成肉丸 而是从纳乌宝袋中取出一团 早已经做好的馅料包起来 做成一团全都大小的大肉丸子 然后才放进沸腾的锅里煮 这种肉丸比较大 最后也不过才做一百多个而已 煮也要费一点时间 煮熟之后 公良亲自上前把大肉丸捞起来 然后又放了一些炒熟的面粉 放进煮肉丸的汤锅里 让里面的汤水变得稠浓 最后用水晶盐盐和小鱼粉调味 再放一点野山椒粉下去 吃起来非常鲜美 又带着微辣的口感 非常好喝 在他捶打肉丸的这段时间里 不断有鬼方国人被捶打 黄牛肉的声音和肉丸的香味吸引过来 等他做好肉丸 周边已经围了黑压压的一群人 正好省得他宣传 公良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只见他看着围观的鬼方国人 微微笑道 诸位 小子公良要去神庙行跪地 听说咱们部落金子便宜 就想跟大家换一些 以后去东土的时候也能用得上 到时咱豪爽一点 来个挥金如土 好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荒人的富豪 让他们知道 我们大荒是最不值钱的 其实就是金子 微观的人听了大笑起来 有人问道 那你的肉丸的怎么卖啊 公良拿了脑袋 一脸纯凉的说道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 我先拿些肉丸给大家尝尝 大家吃过之后 觉得该怎么换就怎么换 当然 也不一定要用金子 只要是大家觉得 能用来换肉丸的东西都可以 不是都说东土人傻吗 说不定 从咱们鬼方国换的东西 去东土 就能卖上大价钱了 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大笑 公良就抓了一把小肉丸 和第二种肉丸分给了围观的鬼方国人 有人吃了之后说道 你要这肉丸味道不错 一个小肉丸至少能换一角金子 一角金子太少了 最少两角 那大一点的肉丸啊 能换一块金子 那最大的肉丸至少要十块 又有人说道 旁边人听的只点头 感觉这提议公运 其实这么好吃的肉丸 用来换金子有点低廉了 要知道 单单这荒牛肉本身就能换不少金子 更不用说做成这么美味的肉丸了 不过这种事谁也没说 都放在心底 要是说出来 这肉丸岂不是涨价了 谁心里都有小心思 即使淳朴的部落人 也没那么傻 公粮厅的心里都乐开了花了 鬼方国的一角金子 相当于一个小金球 至少有几两重 他这是要发大财 大发特发的节奏啊 不过他脸上并没有表露出喜悦的心情 只是说道 既然大家都这么说 那就这样换了 我再说一遍 不只是金子 大家手里只要是有价值 和肉丸相等的东西 也可以拿来换 这时怀仁从客栈里走出来 他在木桌前 看了看三种肉丸说道 小家伙 不错呀 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艺 您老夸奖了 也就是马马虎虎 公粮谦虚地说着 拿起一个小肉丸递了过去 您老人家尝尝 怀仁两眼一瞪 谁耐烦吃这种小东西 他一点也不客气地拿起一颗最大的肉丸 张嘴就咬了下去 老人家 公粮连忙叫道 怀仁一听 停下来 不高兴地说道 怎么小家伙 我帮你裂了那么多金子 难道不值一个肉丸钱吗 不是老人家 公粮急忙解释道 可怀仁不想听 毫不客气地狠狠往大肉丸咬下去 漠然 一股热气腾腾的汤汁 从大肉丸里边喷射出来 怀仁下意识地将头往旁边一闪 汤汁顿时擦着鬓角飞过 化成了漫天的飞语 落在围观众人的脸上头上 汤汁从围观人的脸上流到了嘴角 有人尝了一下 立马被那份鲜美的味道 感动得是无语伦次 这 怀仁也没想到 肉丸会喷出东西 一时傻眼了 公粮无奈地说道 老人家 我本来是想提醒你 没想到你这么着急 这种大肉丸和那些小肉丸不同 里面是包着馅料 有汤汁 得轻轻地咬一口 慢慢地吸去里面的汤汁 才能吃外面的肉的 怀仁回想过来 轻轻地吸了一口汤汁 鲜美的感觉 瞬间溢满了整个口腔 这是他这辈子 从未吃过的味道 不觉地愣了一下 说道 这是什么肉丸啊 因为他会撒尿 所以我称他为 撒尿荒牛肉丸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0章 撒尿荒牛肉丸 撒尿荒牛肉丸的做法 十分讲究 第一 要求锤打成的荒牛肉 必须糜烂 用手指捏揉都没有 粗糙的肉感 第二 肉泥必须摔打至起胶 有弹性 以免包起来汤汁漏掉 而且里面的汤汁 馅料也十分讲究 虽然撒尿荒牛肉丸 是创意来自于 牛肉共玩 但汤汁馅料 却是原子公粮前世 喜欢的江浙汤包 既然原子江浙汤包 那肯定就少不了猪皮冻 可惜这边没有猪皮 虽然果子空间里 养着一些小香豚 但小香豚太小不说 留着繁殖都嫌少 怎么可能拿来做汤包呢 原本公粮打算用 荒牛蹄熬成焦冻来代替 只是荒牛的味道太重 做出来的汤汁味道不好 只好弃之不用 最后他把主意打到了 以前得到的 金翅大棚雕爪子上面 汤包馅料之中 之所以有猪皮冻 是因为猪皮身上 有丰富的胶原蛋白 熬成胶冻之后 能够凝结 预热化脂 金翅大棚雕的爪子 和荒牛蹄一样 也有这东西 但是金翅大棚雕 是鸟类 熬成的焦冻味道 要鲜美一点 金翅大棚雕的爪子 坚硬无比 熬煮起来十分费劲 公粮足足用大火 熬煮了两天两夜 才把里边的 胶原蛋白给煮出来 凝成焦冻 有了焦冻 还有其他的东西 公粮又去抓了几只 炙鸡熬成鲜美的鸡汁 再从空间里 抓出几只鬼蟹取肉 然后将白石香迅剁烂 又取了一些山姜山蒜 剁成绒 最后将这些东西掺在一起 用水晶盐盐和小西鱼粉调味 才包进 打至起椒的荒牛肉泥中煮熟 大肉碗里边的焦冻 预热化成汤汁 这时候只要在上边 咬开一个小口 卷着舌头 凑上去轻轻地隐熄 你就会感觉 一股异常鲜美香甜可口的味道 落入蛇来 让你回味无穷 真是绕梁三日 奇味未熄呀 怀仁吃了一颗大肉丸 感觉不过瘾 又抓了一颗 公粮连忙叫道 老人家 这次不是提醒 是请他把大肉丸放下 拜托了 他这些大肉丸 是要来换金子的 好不好 怀仁瞄了一眼 就知道他的意思 不懈地对站在客栈门口的儿子 叫道 怀仪拿金子来 怀仪顿时飞奔回客栈 拖着一堆金子过来 怀仁再次不懈地 看了公粮一眼 就拿着大肉丸 飘摇而去 怀仪送来金子 顺便也拿了一颗大肉丸走人 公粮拿起他送来的金子 数了数 只有十八块 本来想找他补上 但想想还是算了 毕竟自己第一天来 就受了人家免费的招待 还被带去矿山挖金矿 请客都应该 更不用说区区两块金子了 有了怀仁怀仪 两人带头 后边的人纷纷上前 拿金子换肉丸吃 更多的是跑回家 去拿金子来换 没过多久 肉丸就全部换光了 只剩下一些 煮肉丸的肉汤 这些汤 因为是煮肉丸而成的 里边带着荒牛的肉味 再加上公粮放了炒面 也山椒粉下去 汤水粘稠 味道微辣 非常好喝 这汤公粮没有拿出来卖 而是买一送一 买了肉丸 煎送一碗肉汤 送完为止 买了肉丸的鬼方国人 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 联盟又转回家去 拿东西来装 以至于肉丸都卖光了 还有人在排队 等待装汤 第二天 公粮 顾忌重施 这次鬼方国人在睡梦中 听到蓬蓬的巨响之后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纷纷往客栈这边走来 自然肉丸也和昨天一样 很快就换完 但因为来换大肉丸的人太多 所以公粮这次 限定每人只能换一颗 要不然有的一个人 就换十几颗大肉丸 那都不够分呢 第三天公粮变了个花样 小肉丸和第二种肉丸 还是和前天一样的价钱 但大肉丸不卖了 而是十颗一起拍卖 公粮对围观的众人说道 昨日卖完撒尿荒牛肉丸之后 我听有些人说 只吃一颗大肉丸不过瘾 想多买一些 但人这么多 你买了别人怎么吃 别人吃什么 所以今天我想出一个好办法 就是十颗大肉丸放在一起拍卖 谁出的金子多就归谁 大家可以多人合在一起买 买些之后再自己商量归谁 这样你们每个人 就可以多得几颗大肉丸了 这方法还不是和一人买一颗一样吗 旁边有人质疑的 怎么可能一样呢 人家买了大肉丸之后 你能跟人家商量说情 把大肉丸让给你吗 谁家缺那点金子 但是这大肉丸拍下之后 就是你自己的了 都没人跟你争 这样不止你自己可以多吃一点 还能带回去和家人一起品尝 多好啊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啊 那人挠了挠脑袋 他都被公粮弄得有点糊涂了 远处一名 类似于大荒部落衣着 如生打扮 下巴留着几缕长须的中年男子 和一名妇人站在一起 看着这边的情景 那妇人听到公粮的话 对中年男子说道 轩衣 你看那人 比我们人族还狡猾 都不累你们荒人这般淳朴 那是你没见过 比他更狡猾的荒人多了 中年男子摸着下巴 几缕长须笑道 幸好你不是 要不然人家当年 才不会嫁给你呢 是是是 为父还要多谢夫人的青睐 中年男子摟着美妇的腰肢 在他耳边轻声地说道 那妇人被他弄得脸色羞红 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抬开他作怪的手 一名老者从远处往公粮这边走来 围观的鬼方国人看到他 纷纷让开了一条路 夫子您请 您请 哎呀夫子您也来了 鬼方国人客气地跟老者打着招呼 老者坚持地点头回应着 公粮见他一身长袍 宛如前世古代儒者的打扮 听鬼方国人对他的称呼 想来应该是个教书先生 老者走到木桌的面前 拿起一包金子扔了过去 对公粮说道 给我包一颗撒尿荒牛肉丸 这话听起来豪爽 但不知怎的 老者脸皮却是微微超畜 不知是心疼金子 还是为这个让人蛋疼的肉丸的名字 公粮打开一看 包里有十块金子 刚好是一颗大肉丸的价格 但他今天不领卖 他就把金子推了回去 说道 不好意思 今天是十颗大肉丸一起拍卖 不卖单个的大肉丸 嘿 老者没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 左右看了看 到处都是人 若自己这么空手而回 那在鬼方国的面子岂不是要被扫得一塌糊涂 不由硬气地说道 那就打包十个 这还有拍卖 价高者得知 公粮翻了个白眼 今天他可是要把大肉丸拍出天价 挣个盆满钵满 你这一摘金子就想拿走 那白日做梦吧 老者看着他都快被气糊涂了 一聊一袖 虎顾四方说道 这十颗大肉丸 还有谁出的金子 比我多啊 哦 没有没有没有 父子 你拿回去吧 是啊 亲父子 这十颗大肉丸归您了 没想到老者在鬼方国还有一些威严 这么一说 竟然没人敢出价 没奈何公粮只得拿几片大树叶给他包了起来 一百斤 您给了十块 还有九十块 老者伸手接住大肉丸说道 等会儿到学堂来取 少不了你的 公粮却是一脸狐疑 他又不认识他 要是这家伙拿了大肉丸跑掉 他找谁要金子啊 好似看到他的疑惑 旁边有人说道 小家伙 请父子在鬼方学堂教书 金子多的是 是啊 您放心吧 学堂里的学生 一娘的学费就要十块金子 这区区百块金子 秦夫子还是不放在牙里的 秦夫子脸色微妙 也不知道这鬼方国人是 嫌学费太高 还是在说他的金子多 听到他们的话 公粮才放心的让大肉丸给他拿走 他没想到 这大黄偏僻角落里 竟然还有学堂 真是夺夺怪事 看秦夫子不一样的打扮 与迥异大荒人的言语模式 不用说 也是东土来的人了 一个东土人不远万里来到大荒 要说背后没有一段故事 估计也没人相信 不关这些呢 都不关公粮的事了 只要等会儿能拿到金子就好 等秦夫子离去 鬼方国人纷纷上前换取肉丸 已经换了两天 鬼方国人都知道 他在这里用金子换肉丸的消息 所以一大早听到 他吹打荒牛肉的声音就围了过来 有些鬼方国人手里没有金子 就拿东西来换 鬼方国中也有好东西 一种是神怀木心 这种木心性音 据说可以寄养鬼物 阴魂 在东土之中非常畅销 前天怀疑赶的那头荒牛 其实已经被一头 酝养在神怀木心中 有了少许灵质的阴魂起身 要不然 绝不会如此听话 另一种则是虫网 是神怀树上灵虫所知 若身在网中修行 可事倍功半 还有一种就是寄生在神怀树上的 灵虫耻祸 耻祸能知灵网 自然是好东西 最后一种是神怀树种 有些鬼方国人 一出生就会在地下 埋下一棵神怀树种 以自身鲜血浇灌 以灵魂为也 让神怀树种 生根发芽 长大之后 这神怀树就成了他们的本命树 如此 他们就能凭借神怀 勾动大地 充沛灵气来修行 非常的难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诺的小时二 第一百七十一章 跪撒尿 荒牛肉丸 一个小孩 怯生生地拿着一袋神怀树种 想跟公粮换荒牛肉丸 这东西在鬼方国 根本不值钱 每年都有神怀截子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 公粮看得好无奈 虽说鬼方国人 能借神怀 勾动大地充沛灵气修行 但那是人家鬼方国秘法 外人根本不可能学会 这些种子 他换来之后 也不过是得到一些神怀而已 或许 运气好 有灵种 得到了一种灵珠 但也没什么卵用 但是之前已经说过了 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换 总不好食盐嘛 于是他就拿了一点 小肉丸给小家伙 又咬了一碗肉汤给他 小家伙乐得屁颠屁颠的走了 结果引来一堆没事干的小屁孩 这个拿着树种 那个拿着神怀木心 有的还拿着虫卵 公粮看得差点吐血 他要虫卵干什么呀 给自己空间里边添乱吗 只是小孩子最难应付 没奈何 只得一人给他们几粒小肉丸 又咬了一碗肉汤 应付了事 估计啊 没想到还真的能换到东西 这些小屁孩 高兴的是活蹦烂跳 就差满地打滚了 或许是看到这些小孩 随便拿东西就能换肉丸 红了眼 一个鬼方国妇人 竟然拿了一个黄的有点发黑的虫网过来 想换肉丸 这次公粮是真的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二婶 你这东西在家里放了多久了 不追随你家老祖宗去地下玩 还拿出来干什么 公粮的心里吐槽着 但人家好意思拿东西来换 总不好去杀人家的热情吧 再说 现在小牛肉丸和第二种肉丸 换金子 已经没什么 最后拍的大肉丸才是大头 所以就想给他一点肉丸 全当是做公益了 但旁边有鬼方国人 看了他拿这个虫网 却调侃他说道 和娘啊 你不会是将你家老祖宗 修炼的虫网拿出来了吧 这可是宝贝 得留着传给你儿子才行啊 春娘也是贪小便宜 心想 这东西留在家里也没有用 就拿来换盏肉丸 拿出来的时候呢 他也没多想 这时听到那人调侃 顿时囧得脸红 一把将虫网扔给公粮 都不提换肉丸的事 头也不回的就跑了 围观的人看得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 有一个汉子 拿着一方神怀木心跑过来 抱歉的说道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家那位 急糊涂 拿错东西了 应该是拿这个 怀木心来换肉丸才是啊 怀信 你家的婆娘怎么没来啊 旁边一个人冲她怪叫道 围观的人又是一阵大笑 那汉子却是懦懦 没有硬话 公粮才醒悟 这人原来是那春娘的男人 就说道 没事 刚才我还要换肉丸给她 没想到走了 这次我一并给你 公粮就给她换了一点 第二种肉丸和小肉丸 并装了满满一碗肉汤给她 那人谢过之后 转身离开了 远远看去 只见那春娘 站在人群外等着汉子 一看到汉子回去 就张口问话 等察觉公粮再看她之后 又连忙拉着汉子匆匆离去了 很快的 小肉丸和第二种肉丸就卖光了 只剩下一些大肉丸 好戏 终于要开始了 公粮站在装满大肉丸的缸盆面前说道 诸位 我刚才说了 十颗大肉丸一起拍 谁出的金子多就归谁 现在开始起拍 底价一百块金子 有谁出更高的价格 一百一十块金子 一名老者随即说道 一百二十块 一个汉子随口叫道 一百三十块 我出一百五 两百 拍卖价格节节攀升 最后以两百成交 比丹麦高了一倍 公粮没想到啊 鬼方国人这么快就接受了拍卖这东西 并迅速的熟练起来 最后一百多个大肉丸都被拍走 所换的金子比前两天多了不知多少 果然呐 拍卖才是攒金子的一大利器 钢盆里还剩下几颗大肉丸 公粮也没想再卖 分别给了米谷 圆滚滚 小金他们一个 这几天呢 几个小家伙表现得都不错 尤其是圆滚滚 虽然偶尔会偷吃肉玩 但勤勤恳恳的表现 大家都看在眼里 还有小金 不停地咬着木头 偏着柴火 煽着风 为公粮分担了不少的精力 只有米谷没干什么活 就会在上边飞来飞去 干扰人家做事 不过呢 他还是有出那么一点力的 就是坐在桌子上 紧紧地盯着肉丸 避免被人偷走 钢盆里有两颗大肉丸 公粮抓起一颗 就要咬下去 这是一名中年男子 和一名妇人 从前面慢慢地走来 路过的鬼方国人 看到他们 纷纷地恭敬地叫道 国主 夫人 中年男子和妇人 一一地点头回应 来到公粮面前 中年男子笑着问道 小家伙 你是哪个部落的呀 燕布 公粮回答 没想到 鬼方国主竟然会来到这儿 但公粮也没害怕 说是国主啊 其实和部落首领差不多 只是称呼不一样而已 但毕竟是在人家的地盘 他连忙客气地 将手中的大肉丸递过去 请他品尝 鬼方国主倒也没嫌弃 大肉丸被他爪子拿过 接了过去 要小小咬一口 然后轻轻吸 要不然里面的汤汁会喷出来 公粮好心地提醒道 鬼方国主点了点头 依着他的方法去做 顿时被里面的汤汁美味给惊呆了 连忙将手中的大肉丸递给旁边的妇人 云娘 你也尝尝 味道真的很好 云娘将信将疑地接过了大肉丸 凑在鬼方国主咬出的那小口子上面吸了起来 眼睛不由得一亮 嗯 果然好味道 我还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云娘赞同地点了点头 又对公粮说道 小家伙 你的手艺不错 都不属于我大鱼国的宫廷大厨了 那是自然 公粮得意地说道 不说其他地方 就我走过的部落 没有一个地方的人的手艺高得够我 我看不止这些部落 估计整个大荒都没有人能比得上 看他吹牛完全不打草稿 云娘没好气地说道 哼 你都不像大荒部落的人这般淳朴 而且这肉丸名字也起得粗俗 国主夫人 这样的名字才能体现我大荒人 淳朴豪迈的个性 公粮正色地说道 鬼方国主听到两人的对话 哈哈大笑起来 云娘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也不知道他是站在哪边的 鬼方国主连忙止住笑声 公粮在心里为他默哀呀 这家伙估计也是七管炎的货 回去都不知道是要跪搓衣板 还是蚂蚁 不过他感觉跪这些都体现不出国主的气质 最好是跪这撒尿荒牛肉丸 跪的时候呢 还要在上边刺个小洞 这样他跪下去一用力 那汤汁就会喷出来 只能用不中不清的力量去跪 要只有这样才能考验一个男人的真本事 鬼方国主不知道他心里边的龌龊想法 要是知道 估计早一巴掌把他给拍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2章 鬼方学堂 公粮看鬼方国主夫妇 喜欢吃自己做的撒尿荒牛肉丸 索性将最后一个大肉丸包起来 送给他们 鬼方国主在东土之时 见过很多人送的礼物 但从来没有见过有人送牛肉丸的 不由得大笑起来 旁边的云娘瞄了他一眼 礼貌地向公粮谢了一声 接了过去 笑过之后 鬼方国主问道 你说的燕布 可是大燕布前身的祖地燕布啊 嗯 没想到国主也知道 我们燕布 身为国主 若连这都不知道 那就太孤陋寡闻了 不知 现在祖地情形如何呀 鬼方国主又问道 公粮摇了摇头 叹道 哎 不是很好 那里凶兽遍野 我荒人部落 几乎都在荒手包围之中 成了他们虎视眈眈的口粮 我离开之前 祖山附近的石布 就被凶兽给灭了 我除了之前还经历过一次兽朝 不知杀了多少凶兽 若非寒朝来袭 冰雪封山 让凶兽退去 我们部落 都不知道能不能顶得住 我也是趁着大雪封山的时候出来 若是换另外一个时间 绝不可能这么轻易来到大黄 没想到 祖地生活竟是如此艰难 可惜我们没法过去 要不然 定将里面的族人救出来 鬼方国主神情黯然 但又迅速恢复过来 说道 算了 不说那些 既然你从雁部出来 那应该是要回你们大雁部去吧 乌让我先去神庙看看 也好 神庙之中 里有诸步传承 更有历代大乌的心血结晶所在 你过去 说不定有机会 能得到传承 既然如此 我就送你一点诚意 也免得 你路上为了一点钱财 忙碌奔波 公粮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 连忙谢过 又说了几句 鬼方国主就带着夫人离去 不一会儿 就有人送来一堆东西 有零食 有上品的神怀树心 有阴郁宝光的虫网 更有几颗灵种 两颗肉丸换来这么多东西 让公粮感觉 这应该是今天收获最大的一笔买卖了 等米谷他们吃完东西 他把东西收拾一下 就带着几个小东西 去秦夫子所在的学堂收账了 鬼方学堂在鬼方国的中间 占地广大 前面是一个空旷的广场 后边是一个三进房子 这里也是鬼方国 唯一没中神怀的地方 走进学堂 入门处是一尊高大的儒者星象 公粮也不知道是谁 恭敬地拜了一下 就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个宽广的小院 院子当中 两旁种着高大的树木 一群小孩坐在桌前 拿着书本在树下读书 秦夫子上面看着 朗朗读书声传来 让公粮恍如回到了 孩童时的读书时光 记得那时 她还是那么的天真 那么的无忧无虑 浑然不是长大后 一副烦恼的样子 公粮也没打扰他们 就在一旁站着 弥谷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扇着翅膀就要飞过去 被公粮一把抓住尾巴 给拉了回来 圆滚滚和小金 对这些小家伙在干嘛 全无兴趣 一个趴在地上眯着 一个在整理羽毛 只不过她进来 打乱了孩子们读书的节奏 顿时乱了起来 有些小孩认识她 显然是刚刚去换过 牛肉丸的小家伙 有的小家伙不无担心 她该不会是 不让换肉丸 跑到这边来 找他们算账的吧 不止一个小孩这么担心 于是一群小孩 就在下边悄悄地交流意见 看看该怎么办 看学生被公粮影响的 无心读书的样子 秦夫子恼怒地瞪了他一眼 干脆就让他们停下来自习 自己则示意公粮一下 往后边走去 秦夫子自东土不远万里而来 但我大慌交书与人 真是让人轻配 公粮夸赞了一下秦夫子 没想到人家全部领情 他也懒得用自己的热脸 去贴人家的冷屁股 就一声不吭地 跟着他往前走去 秦夫子快速带他 来到了一间书房 将一堆堆准备好的金子 推给了他 收下金子 公粮就告辞走人 等等 走出几步 秦夫子在后边叫道 夫子受有何事 公粮转头淡淡地说道 秦夫子问道 听说你要去东土游历 不知什么时候过去啊 这个就不清楚了 公粮摇了摇头 他神庙都还没去 就谈到东土的事 未免太远了 秦夫子不由地皱起眉来 他来大荒 其实有不得不来的理由 只不过 他在东土还有妻儿 来到鬼方国之后 他也攒了一些金子 本想等鬼方国主女儿回来后 托他送回去给自己的家人 谁知道 他女儿去宗门修行之后 就很少回来 所以他才叫住公粮 想请他帮忙把金子带回去 这几日见你收那么多的金子 想来应该有个空间大的除袋才是 不知道能不能请你帮个忙 秦夫子开口求道 什么事 公粮问道 跟我来 秦夫子就带着公粮往里边走去 绕了几绕 来到一间小屋 打开一看 里边既是金子 若非这几日挖矿炼金 让公粮有了很多金子 估计一进门 就会被那炫目的金黄色泽 给晃花了眼 这几年在鬼方国 我也攒下了一些东西 原本想请鬼方国主女儿 帮忙带给我的家人 可惜啊 她进入宗门修行之后 就少有回来 现在也只能请你帮忙了 你就不怕这些金子被我给吞了 公粮看着他说的 秦夫子笑了笑 不说你自己有那么多金子 就依你们荒人的性情 也不会吞没我这点东西 放心吧 我也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 只要你能把金子送回去 我愿意拿出其中一半 作为你的酬劳 公粮听得眉头一挑 没想到 没想到 这老头竟然这般豪气 只是也情有可原 这堆东西放在鬼方国 就像狗屎一样不值钱 若是拿到东土那边 就算只有一点 那也是价值不菲 你为什么不攒些其他的东西 比如灵雾 这边神怀树心 虫网就不错 到了东土 不照样能换大批的金子 也省得这么麻烦 公粮不解地问道 秦夫子摇了摇头 没那么简单 灵雾固然也能换金子 但需要时间 而且容易引起他人的窥视 金子相对来说 就简单一点了 公粮感觉 他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 但也不全是 只是人家既然这样做 自然有他的道理 想了想就同意了 他托运金子的要求 反正自己有大把的空间 既然能帮他的忙 还能挣一笔不菲的路费 何乐而不为呢 秦夫子看他答应帮忙 就去写了一封信 上面不只有他写给家人的话 信封的表面 还记着他家的地址 家人的姓名 并跟公粮说了几遍 又仔细地叮嘱了几次 好像怕他忘记似的 公粮听得直翻白眼 这老头以为我是他吗 这么差的记性 从秦夫子那里出来 他在鬼方国里逛了一圈 到处都是石头房子 不过风格和大荒部落的粗犷 芒也不同 有着别样的精致 路面整洁宽广 两排还有绿树 看起来倒是有点 前世别墅小区的味道 只是那些绿树枝叶 太过浓密 遮盖住了大陆的上空 有的都把房子给盖住了 看起来阴森森 十分恐怖 又在鬼方国住了一晚 隔日一早 公粮就向怀仁父子辞行 这几天多成他们照顾 公粮就从纳武宝袋中 取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 一头大荒牛送给他们 把他们感动的都快哭了 怀意高兴地跑去厨房 拿了一些公粮喜欢的面粉 麦种送给他 另外还有一些蔬菜种子 说是国主从东土 带回来的东西 只是他一直没种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见公粮这么喜欢 东土的东西 就干脆全都送给他了 公粮倒是无所谓 他照单全收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3章 爸爸 你的尾巴 怎么这么短 鬼方国的地理位置是 坐北朝南 一山而建 山边上 耸立着一颗高大无比的苍老神怀 那就是鬼方国的祖神 神怀祖神是直接汲取地理生长 无需鬼方国人提供祭品 所以 鬼方国也没盖什么 工人祭拜的祖神殿 只有一片 面向神怀祖地的宽大广场 每年鬼方国人 都会秉着心中的信仰 自发地聚集到神怀面前 虔诚地叩头祭拜 祈求祖神 庇佑部落 平安 康宁 广场的两边 分别是鬼方国主 与屋的诸所 他们分别把守着 前往神怀祖神的通道 若有人对神怀不利 必将受到两人的严厉打击 鬼方国主夫人 云娘是东土人 当年鬼方国主 回到鬼方国之后 未免云娘思念家乡 特意依着东土城池的样式 盖了鬼方国 而家中的房屋 和庭院中的景致 更是建得和东土那边的房屋 一模一样 就连家中下人 也有很多是从东土那边买来的 住得久了 那些东土来的人 倒也不想家 反而喜欢上了这里 喜欢上了大荒人的憨厚 土石和纯粹 屋中云娘靠在鬼方国主身上 问道 玄疑 每年都会有其他部落的人 经过我们鬼方国 为什么你独队那小家伙 青睐有家 不一样 玄疑说道 能从遍布凶手的祖地出来 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几百年前 也有一个从祖地出来的燕布人 那人其实年岁已高 根古早定 但回到大燕之后 经过万寿泄迟的洗礼 竟然一跃冲天 若就无上冬天 可惜终究天资有限 直到了退凡之境 后来 过碧落海去东吐时 被吴燕龙京所害 引得大燕召集大黄百步杀入碧落 将那里的海族杀得干干净净 从此后 碧落海中就再无海族 敢再次驻留了 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 云娘 我鬼方国现在 到了中等部落之上 已经是近无可见了 若想继为上部 就必须要大荒百步中 半数以上的部落同意 到时候 免不了还要拉下一个上部 那岂是容易的事 这小家伙回到大宴 肯定会被大宴部重视 若能在这时留下一点香火情 以后说不定 对我鬼方国进入上部 会有所帮助 只可惜 入了上部 就必须搬到神庙那边去 我们祖神又没法挪动 真是让人头疼啊 入上部有什么用 还不如待在这里好呢 你不知道 不入上部 很多东西就无法参与 我们一辈子 就只能这样了 他们在屋里说话 公粮却已经踏上行程 依照操舍部首领瑞 给他的地图 再往前 应该就是大海 只是身在茫茫丛林之中 也不知道大海在什么方向 公粮特地爬上一棵巨树 看了一下 发现前面不远 有一座大山 地图上有记载 那座山叫悬崖山 公粮就往悬崖山方向走去 想从山上 看看自己离大海 到底还有多远 也好找条直线过去 说来那鬼方国主也是 明明在城外 修了一条宽广的大路 为什么不直接修到海边呢 也省得他这么辛苦 一名身着火红衣裳的女子 踏着一只火鸟 从丛林上空飞过 经过悬崖山时 感觉前面山间灵气逼人 就想过去查看 却见极远处 有的光柱直冲云天 他连忙快速 往那光柱出现的地方飞去 丛林之中 尽是高大的巨树 树藤与杂草 灌木互相缠绕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拉也拉不开 公梁不得不又拿出青龙燕月刀出来 现在 弥谷渐渐长大 已经有了自保手段 他也不再拘着它 只是背着背框 等它飞累了 自己就会下来休息 走了一会儿 公梁忽然感觉有点尿急 就把长刀一插 急匆匆地跑到一棵巨树的后边 拉出小地 尿了起来 尿了片刻 感觉有点不对劲 抬头就见 弥谷 圆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一脸神奇地看着它 吓得它连忙把家伙事收起来 以至于裤子都尿湿了 弥谷 你在这干什么 公梁气急败坏地问道 任谁尿到一半憋回去 都是这般痛苦 爸爸 你的尾巴好短 都没有尾得长 而且还和尾不一样 长在前面 还没有毛 还会喷水水 弥谷一脸天真地说道 这不是尾巴 公梁痛苦地弯起了腰 那是什么呀 爸爸 弥谷眨着眼睛 好奇地问道 公梁感觉现在不是和他讨论 这个尾巴问题的时候 连忙说道 等会儿爸爸再告诉你 你先去那边玩 虽然不解 但弥谷还是听话地 飞到一边去了 公梁这才重振旗鼓 继续尿起来 等舒服地尿完之后 他才发现 人生的美好啊 其实就在于 能不能愉快地 把尿给尿完了 呃 突然 他看到圆滚滚和小金 竟也从旁边伸出头来 往自己下边看去 不由得瞪眼喝道 贼头贼脑的看什么 哼 有什么好看的 尾巴比我还短 圆滚滚嗷嗷叫了几句 傲娇地转身 摇着他那几乎没有的尾巴 一扭一扭地走了 小金还在那探头探脑 被公粮一瞪 连忙缩了回去 公粮是欲哭无泪啊 他保存这么多年的清白之身 竟然就这么落在这些家伙的眼里 真是让人憋屈啊 等走回去 米谷就飞了过来 球之欲满满地看着公粮 等他回答问题 圆滚滚和小金两个也围了过来 公粮找了个地方坐了下来 轻声地说道 米谷 刚才那不是爸爸的尾巴 是尿尿的东西 要记住 以后不能随便让人家看尿尿的地方 知道吗 哦 米谷随口应着 又奇怪地说道 爸爸 为什么偶尿尿的东西和你不一样 因为爸爸是男的 你是女的 怎么能一样呢 记住 以后不能让人家看尿尿 若是有人在你面前 露出尿尿的东西 那就是暴露狂 露鹰屁 是坏人 你要吐口水 毒死他 知道吗 为了以后不让米谷乱来 公粮一而再 再而三苦口婆心地叮嘱道 嗯嗯 米谷连连点头 再问道 爸爸 那什么是男的 什么是女的呀 男的就像爸爸这样 站着尿尿 女的就像你一样 蹲着尿尿 爸爸 偶有的时候也站着尿尿的 米谷一本正经地说道 公粮算是被他的强悍给震惊了 幸好这小家伙没有继续其他的问题 要不然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休息片刻 他们就继续赶路 很快就来到了悬崖山脚下 悬崖山很高 但山坡上却只被稀少 遍地的沙粒 偶尔有些杂草也是枯黄一片 公粮看着地方 好像有些诡异 顿时小心了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两头鸟应该是公粮他们这个队伍中 最被无视的存在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仅米谷不喜欢他 连圆滚滚和小鸡都不待见他 平时他想吃点米谷的剩菜剩饭 还得极尽讨好之意 方才能得到一丢丢 要不然 就要被他那粉嫩的拳头重击 但即使如此啊 两头鸟还是死皮赖脸的 跟在他的身边 有时确实吃不到东西 还会自己到外面觅食 公粮很不懂这鸟的心思 现在他脚上又没绑绳子 要是他被这么虐待 早就飞走了 哪还会待在这 但是现在呢 两头鸟却依旧在前边掩路 不时地飞回来报告前面的情况 高山脚下的山坡 却是杀力 很是难走 公粮有几次差点滑倒 还是圆滚滚和小鸡好 一个四脚走路安稳 一个直爪尖力抓实 想要摔倒都不可能 米谷飞在公粮的头上 不停地四处看着 过了一会儿 他飞到公粮身边 鸡里呱啦地说道 巴巴巴巴 这里有好多好多 好吃的尝尝 在哪里 公粮四处看了看 到处都是 米谷张开手 夸张地比划道 我怎么没看到 公粮质疑道 爸爸手上有两头长虫子 他们不敢过来 米谷解释道 原来是这样 不过来就好 公粮懒得管这边 有多少毒蛇 继续往上爬去 两头鸟在前面飞着 忽然看到 山坡尽头的沿穴下 有个大洞 洞里好像有东西 就飞了过去 洞中有点暗 他就飞进去看 等看到洞里的东西之后 吓得他屁滚尿流的 大叫着飞了出去 却见洞中飞速 窜出了一个 鹰嘴凤冠的 猙獰蛇头 将他吞了下去 这次再次归为了瓶颈 米谷听到 两头鸟 叫救命的声音 扇着翅膀 就要飞去看 却忽然飞不出去了 转头就见爸爸 抓住了他的尾巴 爸爸老是喜欢抓他尾巴 小家伙好无奈地说道 爸爸 你不要老是抓我尾巴 你抓呀抓呀 我尾巴就会被你抓短了 公良就喜欢听他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的样子 他小脑袋里边 总是装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 有时还会跟你一本正经地解释一些 他自认为的事情 让人笑得肚子抽筋 不要乱跑 这边看起来不大对劲 小心有东西出来 把你给吃了 到时候 爸爸可救不了你 公良认真的说道 米谷本来还想去看看两头鸟 听到爸爸这么说 就不去了 越往上走 公良越感觉不对 山坡尽是沙粒不说 竟然连一根青草也没有 往旁边看 不远处 葱绿粗大的树木 和这边枯败的死寂景象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由得越加小心起来 再往前走 不再是沙粒 而是一片干燥硬实的地面 而且还十分的光滑 上面散发出一股浓重的腥臭味 忽然 公良发现地上好像有什么东西 捡起来一看 是一块透明的壳 好像是什么东西的皮 凑到鼻前闻了闻 一股蛇类的腥臭气息传来 难道这里是蛇穴 公良往前看去 再不远就是山坡的尽头 转而是一片临巡怪石 在山坡和怪石之间的岩石下 有一个油黑大洞 洞前地面更加光滑 在光线的照射下 都能透出丝丝的亮光 感觉前边应该是蛇穴 公良就不想再过去 打算换条路走 虽然有双头龙葵和米谷 这两个蛇类天敌存在 但他也不想以身犯险 米谷好像发现了什么 首搭梁棚往前看了一下 说道 爸爸 那边好像有条 好好吃的大长虫 双头龙葵好像也感应到了什么 顿时竖起头来 刮的叫了一声 这时一头鹰嘴凤冠 即被竖起一道短小被骑的油黑大蛇 从洞中慢慢地爬了出来 对公良等人不停地吞吐着信子 谋中一片冰冷 双头龙葵警告他不要过来 他的威胁本来有用 但弥谷的存在 让鹰嘴凤冠蛇感觉到了来自宿命天敌的威胁 一股冲动让他想要消灭它 圆滚滚吓得躲到公良的后边 小金倒是挺勇敢的 啾啾啾地叫着 公良却不敢让他们待在这里 连忙把他们收进空间 叫上米谷 转头就跑 鹰嘴凤冠蛇看他们要跑 张嘴喷出了一片毒 米谷本来想跟着爸爸离开 看到鹰嘴凤冠蛇喷出毒 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有点小兴奋 当下小嘴一张 猛地一吸 那些从鹰嘴凤冠蛇嘴里喷出的毒 竟然全被吸走了 他背上一片淡绿的羽毛 有几片顿时转为了山绿 公良跑开一段距离 见米谷没有跟来 连忙回头 就见他正大胆地飞在大蛇的面前 连忙叫道 米谷快过来 虽然小家伙对蛇类 有种天性的威压 让他们都感到害怕 但是看这鹰嘴凤冠蛇的样子 显然不在此理 米谷一听 扇着小翅膀就要飞过去 鹰嘴凤冠蛇却不让他走 猛然张嘴往他咬去 米谷联盟扇着翅膀躲开 公良手腕上的双头龙魁 见这蛇竟敢咬米谷 立马怒了 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挑衅 身子顿时紧绷 从公良的手腕上飞弹出去 速度之快是有弱离弦之见 极不可追 米谷看鹰嘴凤冠蛇竟然敢咬自己 心里是非常的来气 一旦生气 那后果就很严重 顿时扇着翅膀 飞到鹰嘴凤冠蛇的头上 凶残地对着血红凤冠咬了下去 鹰嘴凤冠蛇疼得大叫起来 舌头剧烈地摇动 想要将头上的米谷甩开 此时飞弹而来的双头龙魁 趁机从他的口中钻入 进入他的身体之中 公良看到米谷趴在鹰嘴凤冠蛇头上 犹如趴在树叶上的虫子 摇摇摆摆 好像随时要掉下来的样子 心里非常的担心 连忙拿起巨骨挺身而上 钻入鹰嘴凤冠蛇体内的双头龙魁 来到腹部 猛然张嘴对着胆囊摇去 一股钻心的疼痛从体内传来 鹰嘴凤冠蛇疼得到处翻滚起来 米谷差点被压到 这下没办法了 只好飞回到公良的身边 只见他臭屁地插腰炫耀道 爸爸你看 我好厉害吧 公良擦去小家伙嘴巴上的血迹 紧紧地抱着他 这小东西真是让他担心死了 弥谷脸蹭着爸爸的脸 抱着爸爸的脖子 十分享受爸爸的怀抱 他最喜欢爸爸了 鹰嘴凤冠蛇不停地在地上翻滚着 挣扎着痛哭着 最后疼得受不了 开始没头没脑地到处乱撞起来 一时间沙土飘扬 碎石纷飞 不一会儿 他身上就被尖锐的石脚搁得到处都是伤口 鲜血不停地从伤口涌出 血肉模糊 看起来好不狼狈 再挣扎了一会儿 鹰嘴凤冠蛇就没了动静 两眼无神地倒在地上 连信子都搭了在外边 看来是死透了 弥谷看到他的样子顿时飞过去 抱着那歪倒在一边的凤冠 继续咬了起来 不一会儿 那硕大的凤冠就被他给吃进了肚子里 转眼间 他背后翅膀上的很多羽毛 就从浅绿转为了深绿 而他眉心间的悬傲印记 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忽然 鹰嘴凤冠蛇头动了一下 双头龙魁慢慢地从他嘴里爬出来 继续回到公粮手腕上缠着 公粮感觉这家伙 从鹰嘴凤冠蛇身体里 得到了不少的好处 小肚子都鼓起来了 鼓起来的还有迷骨 他吃了凤冠之后 还继续趴在上边 喝着鹰嘴凤冠蛇的惊血 最后实在是喝不动了 才飞回到公粮背筐中休息 看已经没有了危险 公粮就把圆滚滚和小筋放出来 并把鹰嘴凤冠蛇 扔进小黑水池里处理 没想到这鹰嘴凤冠蛇倒是提供了不少能量 让空间直接增加到了八十亩 一时让公粮有了一些想法 刚才米谷说山上到处都是蛇 那是不是可以抓一些放进小黑水池里分解 用来增加空间土地 以前不觉得 但随着空间里边种的东西越来越多 他感觉空间里的土地有点不够使用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5章 蛇勇如潮 六翅独阵 收手 想了一下 公粮向米谷问道 米谷 你能不能让那些长虫过来 米谷摇着小脑袋说道 爸爸 我不会 两头长虫可以 双头龙奎听到两人说他 一个脑袋挺了起来 另一个脑袋 却依然咬住尾巴 圈在公粮的手腕上 你能把周围的长虫都叫过来吗 公粮问双头龙奎 双头龙奎点点头 呱呱叫了一声 历时周围毒蛇如泉水一般喷涌而来 公粮才发现 这里真的像米谷说的那样 到处都是毒蛇 山壁上 山岩下 山凤间 还有刚才他们走过的沙利地 也有许多细小的毒蛇钻出来 一群群大大小小 各色各样 各个种类的毒蛇 全部朝他们这个方向爬来 密密麻麻的 除了在燕布采药时见过一次 公粮就再也没见过这么多的毒蛇了 即使是那次 品种和数量也和这次不在一个档次上 公粮看得头皮发麻 倒吸了一口冷气 连忙让双头龙葵把这些毒蛇赶走 你妈妈的 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看了晚上没准要做噩梦的 看来呀 想要增加空间土地的面积 还得另想办法 抓毒蛇放进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这种事显然不怎么靠谱 以后还是不要去想才好 在双头龙葵的驱赶下 那些毒蛇又如潮水般的退去了 米谷也是刚刚吃过东西 要不然 肯定要拿钢碗去取一些 好好喝的毒液 肃然 小家伙好像发现了什么 就扇着翅膀飞了出去 一会儿飞回来 手中已经抓了两条毒蛇 爸爸爸爸你看 我抓到两条好好吃的强虫 米谷兴奋地甩着手中的两条 软黏黏的毒蛇说的 公粮看得是一头黑线地说的 米谷 爸爸不是让你不要吃它们了吗 可是爸爸 它们真的真的真的好好吃 米谷皱着小眉头 好为难地看着手中的两条长虫 那两条毒蛇看起来很是不凡 一条背上长着一对短小的肉翅 一条背生金线 身上泛出一道道暗筋的纹路 头部也和其他的蛇不一样 看起来十分的尖锐 能被米谷看上估计毒性不错 想了想 公粮就让米谷把蛇留了下来 米谷高兴地抱着他的脖子 使劲地蹭着他的脸 爸爸对他最好了 公粮却怕被他手中的毒蛇给咬着 连忙让他收起来 或许是因为山上有蛇群盘踞 悬崖山上并没有其他的手里 所以往上走 除了翻越满山的临寻怪石比较麻烦点 倒也没再遇到什么麻烦 爬上山巅 还眼望去 远处山与山相连的幽深峡谷中 生腾着神鬼莫测的阴韵山气 如一副神奇的青纱围满 精致而婉约地绘成了一幅山水花卷 低头俯瞰 云海波涛翻涌 再跳群山缭绕飘渺 犹如仙境一般 景色虽美 但因为云雾笼罩住了一切 公粮没达到看海的目的 不觉丧气不已 弥谷手搭梁棚 往远处看去 自从公粮做了这个动作之后 就被他学去了 每次看东西的时候 都要做这个模样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眼睛宛如雷达一般 四处扫了一会儿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东西 就扇着翅膀要飞过去 却感觉尾巴被抓住了 不用说 又是爸爸 爸爸 你怎么老是抓我的尾巴呀 弥谷好无奈地说道 不要到处乱飞 小心又跑出一条大长冲来 到时要是把你吃了 你可就再也看不到爸爸了 公粮吓唬 免得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 到处乱飞 弥谷听到爸爸的话后 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 决定还是待在爸爸身边 要是看不到爸爸 那就太可怕了 这时圆滚滚嗷嗷叫道 公粮那边有宝贝 哪边啊 公粮连忙问道 那边 圆滚滚指了指对面的小山 别人的话 公粮或许不以为然 但圆滚滚的话就要听了 这家伙虽然好吃懒做 但对寻找宝贝 这一项却是无人能及 他空间里就收了一些 他找来的宝贝 虽然有些还不知道有什么用 当下 他就让圆滚滚带路去找宝贝 一行人刚刚上来 就又往山下走去 另一边 极远处的一座无名山上 似乎刚刚发生的一场战斗 山石破碎 林木断舍 所有的一切几乎被夷为平地 一片狼藉 大荒神庙被派出来的 杀六阵独阵的刀猛和风云妇人 以及苍求老者和百步精英 站在山顶上 地上躺着一具尸体 显然是天阵部祖神 六尺独阵 刀猛对着苍求老者叫道 司徒 你不好好在神庙待着 跑来这边干什么 司徒摸着下巴血白的胡子说道 不来看一下 我不放心呢 有我在 有什么不放心的 刀猛瞪眼的 就是有你在 我才不放心呢 司徒心里想着 话却是没说 刀猛尚要开口 风云妇人瞪了一眼 她连忙把要说出来的话 拖了回去 转而走到了六尺独阵的身边 拔起翅膀上的淋雨 你要干什么 司徒问道 既然已经杀了破鸟 那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 大家分了东西赶紧走人 我也不多要 就拿几根淋雨回去给孩子们玩 其他的 你们愿意怎么分就怎么分吧 刀猛一边拔着淋雨 一边说道 先等一下 柳翅独阵毕竟是上古一种 天真部祖神 关系这一部传承 最好还是还给他们为好 天真部那群鸟人 早就死绝肿了 有什么好给的 那可未必 司徒从口袋中拿出了一块浮纹真骨 手心微热冒出一团橙红的火焰 炙烧着上面的浮纹真骨 一边烧 他嘴里一边吟唱出一句句悬傲莫名的咒语 一道道波浪 随着他的吟唱咒语出现在了虚空中 不停地抵挡着浮纹真骨 被咒语加持的浮纹真骨上似乎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原本白皙的浮纹真骨 在橙红火焰的燃烧之下 渐渐变成了一片铜红 然后再变黑变白 漠然间一声鼓炼 一道仿佛来自亘古的大道青音 响彻在山上众人的耳中 诸步精英中有的若有所感 顿时盘膝坐下细心地参悟起来 此时空中忽然如波纹般跌宕起来 然后猛地出现了一幅画面 赫然是公粮他们走下山的情形 快速前行的公粮 感觉好像有人在窥视 不由停下来左右看去 弥谷掌握着美丽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虚空某处 好高的灵觉呀 山巅上 司徒摸着胡子说道 画面至此终结 符文真骨完成他的使命 化为灰烬 飘散在风中 那小娃应该是天阵部 唯一活下来的人 不过看他眉心印记 想来是论有传承 这六痴毒阵 倒是不怎么用得着了 风愿妇人说道 司徒摇摇头说道 倒也未必 六痴毒阵 最可贵之处 莫过于他身上的阵毒 说不定 那小家伙以后得到传承 有什么密法 抽取他的阵毒为己用 刀猛叫道 管那么多干什么 要送就送 不送就回去 在这边啰啰嗦嗦 唧哩哐啦的干什么 山顶诸步精英听到他的话 忍不住地暗暗偷笑起来 风愿妇人瞪了他一眼说道 那就麻烦私劳走一趟了 刀猛 我们回去吧 刀猛却不想和他一起走 眼睛一转说道 那小家伙挺可爱的 我就勉为其难地 帮忙走一趟 你爱走不走 风愿妇人也不管他 面动 一头火凤出现在空中 他就坐着火凤 回了神庙 那就麻烦你了 司徒点了点头 手掐玄傲的印诀 嘴里念着莫名的咒语 随着他的声音传出 一阵光照落在了六赤毒阵的身上 六赤毒阵的身子开始变小 最后浓缩成了一颗 盈亮的宝珠 仔细看 就会发现 里边有一头 缩小了无数倍的迷你六赤毒阵 司徒将这宝珠递给刀猛 我已经将六赤毒阵封印 等那小家伙能力够实 封印自会解除 剩下的事 就麻烦你了 果走 刀猛嘟囔一句 拿过宝珠 脚踏虚空而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6章 孪生双枝 巴巴巴巴 两头鸟没回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米谷终于发现 双头鸟不嫁了 你不是不喜欢它吗 公粮都在为这鸟感到悲哀 亏它还对米谷忠心耿耿 谁知道 这小家伙根本没把它放在心里 喜欢呀 米谷眨巴着可爱的大眼睛说道 喜欢你还打它 公粮不信 就是喜欢才打它呀 米谷很是理所当然的说道 公粮这脑子有点绕不过弯了 这都什么古怪逻辑 你以为是野蛮女友啊 幸好这小家伙对她不是这样 要不然那可就惨了 它应该是被刚才那个大蛇给吃了 公粮分析道 哼 就应该把那条坏长虫吃掉 米谷嘟着小脸很生气 想起自己口袋里 还有两条长虫 翻了翻挂在胸前的那物宝袋 抓出来 一嘴咬了下去 没一会儿 两条长虫就被它吃得是一干二净 相对的 它背上双翅的一些羽毛 颜色也变深了 吃完之后 擦了擦嘴巴 它又飞到公粮面前说道 爸爸 两头鸟没了 没人陪我玩 那以后 就叫圆滚滚和小金陪你玩好了 公粮随口说道 旁边圆滚滚一听 不乐意嗷嗷叫了起来 我才不和它玩呢 说完这家伙就傲娇地带着小金往前跑去 米谷撅着小嘴可怜巴巴地望着它 公粮只能安慰到 好了好了 以后爸爸再给你抓这小鸟 嗯嗯 爸爸对我最好了 米谷顿时开心起来 又提条件道 爸爸 我要两个头的小鸟 知道 我给你抓一只三个头 三个身子 三只脚的 公粮敷衍着 至于这世界有没有这种鸟 那重要吗 嗯嗯 最好是好多好多头的 这样我就可以用两个拳头打它了 米谷比着自己的两个拳头说道 公粮听的都不知道该如何说了 他这种喜欢的方式真是让人不敢恭维 他们在悬崖山看到的宝物是在对面山上 说起来很近 其实很远 走下山进入丛林 还需要翻过几道低矮的山岭 这就是所谓的望山刨丝马 这边属于悬崖山的后山 不像前山有蛇群存在 野兽都不敢过去 反而经常有荒兽出没 但不是很强大 一路走来 公粮斩杀了几只 全部化为了果子空间 扩展土地的养料 又再穿过一片丛林 一行人走进一条山洪冲刷而成的宽阔水沟 水沟两臂长满了细小的蕨泪 地面是被洪水冲刷出来的砂石 边上还有水在往外流去 走出水沟是一道斜坡 而下面则是一处开满鲜花的山谷 一阵山风吹过 青草和花香 交融的清香扑鼻而来 让人都忘记 身处于荒芒丛林中 感觉好像到了一处精美的花园 眼见的弥谷好像发现什么 急速飞了过去 这次公粮没有及时抓住 被它跑了 只得追了上去 山谷是一处山间凹陷的地的 在北面靠山的位置 有一处晶莹如玉 不带一点瑕疵的小湖泊 不远的草地上 长着一只高大的孪生双枝 这灵枝很怪 枝柄连在一起 枝盖却是分开 一边盖如云形 色赤如火 盈亮有光泽 风刮在上边 会发出叮叮当当的金石之印 另一边的灵盖如荷叶 色如枝白 晶莹剔透 隐隐透出了一股滑光 弥谷在远处看到这只灵芝 飞过来绕了一圈 就在旁边看着 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奇怪哦 肃然间 孪生双枝中 传出了一阵 银铃般的轻笑 弥谷就见双枝上 放出一道五彩的霞光 瞬间变成了一男一女 两个精雕欲浊的粉嫩小孩 两个小东西抱在一起 发出一阵 同志天真的笑声 他以为是自己眼花了 连忙揉了揉眼睛 但真的没有 孪生双枝 真的变成了两个小孩了 不由的张大了嘴 瞪着眼睛都傻了 两个小孩向他跑了过来 咿呀呀咿呀呀的叫着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弥谷好像听懂了 几里呱啦的 几里呱啦的 匕首画脚 兴奋的跟他们说了起来 也不知道在说些啥 反正是交流得很是开心 最后 弥谷干脆坐在草地上 跟他们继续说话 两个小孩本来是站着的 后边变成坐着 最后趴在了地上 支着下巴好奇地听着 等公粮凭着对弥谷的感应寻来 就看到两个比弥谷小一点的可爱小孩 趴在他的身边 支着小脑袋听他兴高采烈 手舞足蹈的鸡里呱啦 弥谷看爸爸过来 顿时扇着翅膀 高兴地飞过去说道 爸爸爸爸 跟你说两个好朋友 面前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唇红齿白 小脸粉嫩 皮肤白皙 但却光着身子 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难道这里还有人住 公粮是一脸的疑问 不过既然是弥谷的好朋友 公粮还是招呼道 你们好 并拿出两颗天香果给他们 米谷 圆滚滚 小鸡 自然一个也不能落下 要不然他们会有意见 圆滚滚拿果子的时候 悄悄对公粮说道 公粮他们就是宝贝 公粮翻了个白眼 两个小屁孩算什么宝贝啊 两个小孩拿着天香果 却是没吃 只是对着天香果 吸了一口气 瞬间天香果就变得干干巴巴的 仿佛晒干了一般 公粮看得直吸冷气呀 看来这两个小家伙不一般呢 两个小家伙显然对公粮 给他们吃的天香果很是满意 高兴地手拉着手 笑着跳来跳去 跳完之后 就见那小男孩拿出一个 装满水的叶子来 公粮都没看到 那叶子是怎么出现的 咿呀呀 咿呀呀 小男孩对公粮叫着 可惜他根本听不懂 米谷在旁边翻一道 爸爸 他们说给你喝 谢谢 公粮摸了摸两个小家伙的头 接过杯子喝了起来 水入口中 瞬间化作了一股暖流植入腹中 化为澎湃的灵气 缭绕在身体之中 因为太过充沛 连果子空间都来不及吸收 庞博的灵气 顿时充斥在整个身体中 让他感觉仿佛就要爆炸了一般 一看不妙 他连忙预示这股充沛的灵气 往还未冲开的经脉冲去 足阳明 足太阴 守太阴 一连冲破三道经脉 灵气才减弱下来 被果子空间吸收化为了纯净真气 纳入丹田 不过 公粮却被这股充沛的灵气 搞得心力焦脆 晕了过去 再醒来 一时夜晚 天上星辰明亮 一眨一眨 就像米谷的眼睛 小家伙一直盯着公粮 看他醒来 立马扑上去 使劲地蹭着他的脸 圆滚滚和小金也过来 嗷嗷嗷嗷地叫着 公粮没想到 只喝了一杯水就晕过去了 估计啊 那应该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要不然 灵气也不会那么充沛 看来那两个小家伙 真的不是什么普通的东西 转头看了一下 两个小家伙不见了 不由得向米谷问道 你那两个朋友呢 在那里 米谷指着不远处的高大灵芝说的 公粮记得刚才来的时候 没有灵芝啊 怎么现在有了 难道刚才两个小孩 就是灵芝变的 你说灵芝就是他们两个 公粮问道 若真的是那样 两个小孩 不就是成精的灵芝精了 嗯 米谷用力地点了点头 这时 孪生双肢上 忽然放出了漫天七彩的霞光 夜空都被照亮了 原本灵芝的位置 两个精雕欲拙的小孩出现了 咦呀呀 咦呀呀 两个小家伙一出现 就跑过来对公粮叫着 他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只好看向了米谷 让他帮忙翻译一下 爸爸 他们说你好不能睡 比他们还能睡 听到米谷的翻译 公粮只觉得一头黑线直下 这玩意有什么好说的 谁不会睡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7章 老母鸡 公粮见两个小家伙一直光着身子 感觉怪怪的 就拿了两件米谷的衣服给他们 米谷没什么意见 两个小家伙穿上衣服之后 看了一下 高兴的 咿呀呀咿呀呀 蹦蹦跳跳的笑着 叫着 好不欢乐 煮好了饭 公粮就取出了桌椅 把饭菜摆上去 两个小家伙也好奇的凑了过来 桌子有点高 儿童椅又不够 公粮干脆让他们坐在桌上 然后给他们分别盛了一碗饭菜和肉汤 拿了一个勺子给他们 就自个吃了下来 米谷在旁边 唧里呱啦的跟他们说话 公粮听得懂他的话 是在说 爸爸做的东西可真好吃 那小样子 好骄傲 好得意 至于那两个小孩 那咿呀呀咿呀呀的话语 他就完全听不懂了 两个小家伙看他们吃饭 也好奇的拿着勺子 舀饭吃 舀了几口 感觉好麻烦 就把勺子放下 张嘴往饭菜上吸了一口 一缕缕气体 顿时从饭菜上面飘出来 进入到他们的口中 饭菜中的精华好像被一吸而空 变得暗淡枯干 仿佛埋在地下几千年的腐朽之物 现在公粮已经知道 这两个小家伙是灵之辫 自然是与人不同 估计啊 这就是他们吃饭的技巧 一边吃他一边想着 怎么把这两个小家伙给拐带走 这可是灵之精啊 天才地宝 不说吃 闻一闻都能长命百岁 当然了 这些都是他前世书上的记载 至于是不是真的 那就有谓可知了 圆滚滚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这两个小家伙那就是宝贝啊 饭后公粮盘膝坐在帐篷中 闭目明心内察其身 借着充沛的灵气 一举充开了足阳明 足泰阴 守泰阴三条经脉 看起来虽然畅快 但却后患无穷 因为充沛的灵气无所顾忌 横冲直撞 不像自己充学 一点一点斟酌着来 有个轻重缓急 以至于几条经脉 被灵气冲击得 有点裂开的迹象 幸好没真的裂开 要不然呢 他估计又得穿越了 但这样一来 身上的经脉 估计需要酝氧很久 才能恢复过来 一夜无话 一日一早醒来 他发现一直喜欢 睡懒觉的米骨 竟然不见了 只有圆滚滚和小金 在帐篷里 来到外面 就听到米骨和两个小孩 嬉闹的声音 远远望去 米骨这小家伙 也不知道从哪儿 抱了一只小金 在天上高兴的飘来飘去 而被他抱着的那只小金 却吓得啾啾啾啾的狂叫起来 还不时拉一坨鸟屎 来生灵芝变化而成的两个小家伙 也各自抓着一只小金 顶在头上陪他玩上 他飞到哪儿 他们就跑到哪儿 一只音乐灵光 老母鸡模样的鸡 勾勾勾的怒气冲冲的 在他们后边追着 后边还跟着一群小鸡子 公粮看得无语啊 这小家伙 也不知道哪儿来的毛病 竟然这么喜欢抱着东西 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估计是喜欢看人家 惊慌失措的样子 这心态 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米骨看到公粮 就飞过来献宝道 巴巴巴巴 你看我抓到什么了 不就是小金吗 有什么呀 公粮翻了个白眼 言 忽然 他眼前一亮 这些东西可以养在空间里呀 以后鸡生蛋 蛋生鸡繁衍开来 就有大把大把的鸡蛋吃了 不仅有鸡蛋 还有鸡肉 他连忙把米骨抓的小鸡 拿过来说道 米骨 去把那些小鸡都抓过来 等会儿爸爸给你做好吃的 嗯嗯 米骨最喜欢帮爸爸做事了 于是他就咻着一声 急速地飞出去 两个小孩见他把小鸡给公粮 也把小鸡给他了 然后没入地下不见 过了片刻 才见他们从地里钻出来 飞快地往米骨跑去 本来在后边追米骨的老母鸡 见米骨飞来 连忙张开翅膀 把小鸡仔护在了身下 紧张地勾勾勾地叫着 米骨却不管他 一口水吐过血 老母鸡顿时动弹不得 然后他就落在地上 往老母鸡伸下掏小鸡 这小东西掏小鸡好有经验 一掏一个 一掏一个 一下两只手就掏满了 两个小孩跑过来 米骨就将掏出的小鸡仔 给他们 自己继续掏着 公粮在远处看到老母鸡 被米骨堵倒 连忙跑过去 让米骨把老母鸡就醒 连着那些小鸡仔 一起收集了果子空间 看到老母鸡和小鸡仔 消失在公粮的手上 两个小孩 惊奇地围着他 一压压一压压地叫着 旁边米骨听了 一本正经地跟他们 匕首画脚 唧里呱啦地说着 两个小孩听得 好奇的是 一压压一压压地叫了起来 米骨听到他们的话 被公粮说道 爸爸 他们说要到里面去看看 公粮就把他们和米骨 收了进去 自己则去准备早餐了 回到帐篷 圆滚滚和小鸡 两个家伙还在睡懒觉 就把他们叫醒 然后拿出了三角缸炉 熬煮肉粥 很快粥就煮好了 他连忙进空间 把米骨他们带出来 谁知这一进空间 就看到三个小家伙 翘着屁股 趴在小黑水池旁边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米骨 爸爸不是跟你说 不要靠近这里吗 怎么不听话了 爸爸 我很听话的 是他们说水里面有东西 我才看到 米骨连忙说道 他可是个听话的好孩子 一压压 一压压 两个小家伙也在旁边说着 可惜公粮根本就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但听说水里边有东西 也好奇地探了过去 小黑水池的水 犹如墨染一般 出奇的黑 平时公粮看都懒得多看一眼 只是把东西一扔 就转身走人了 这时仔细往水里边看去 油黑浓厚的水色 根本难以看清下面的情况 就拿出一颗夜明珠 往水里照去 透过夜明珠照亮水池的微光 他发现下边真的有东西 一块块的 也不知道是什么 好奇兴起 他就拿来一根长毛 往水里捞去 谁知没一会儿 长毛就被小黑水池 给分解掉了 爸爸 你在干嘛呀 看到公粮拿着一根长毛 在水里边搅来搅去 最后还把长毛给搅没了 米骨好奇地问道 爸爸在想 怎么把下面的东西给捞上来 公粮摸着下巴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8章 小黑水池里的金属块 一压压 一压压 两个小孩听到公粮的话 叫了起来 爸爸 他们说有办法 把下面的东西捞上来 小翻译米骨说道 有什么办法 公粮很是好奇 要清楚 小黑水池可是什么东西都能分解 依目前情况 他根本没有任何把握 将里边的东西取出来 小男孩叫了一声 小手一举 顿时化作了一条粗大的根径 往小黑水池里边钻去 停下 公粮吓得大叫一声 这小东西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小黑水池可是什么都能分解 他那小手臂化成了根径 进入小黑水池 那能有什么好结果啊 到时候要是变成了独臂阿童木 可就惨了 一压压 小男孩停下动作 不解的望着公粮 公粮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就去取来一些东西 一一扔到小黑水池里边去 瞬间全部被小黑水池给分解了 两个小孩和米谷吓得连忙往后退 公粮看他们怕了就说道 以后记得不要再跑到这儿来玩了 要不然你们就会像那些东西一样 被小黑水池给分解掉 知道吗 嗯 米谷连忙点头 这东西好可怕 一压压一压压 两个小孩看到米谷点头 也跟着点头 傻乎乎的 非常可爱 公粮看着水池 心想怎么才能把里边的东西给捞起来 想了一下 感觉以现在自己手里的东西 要把里边的东西捞出来很难 因为小黑水池什么都能分解 不管是动物 植物 矿石 冰雪 水 等等 还是其他什么玩意儿 只要一放进去 就会通通变成空间成长的养料 这是他以前验证过的 既然不能拿东西捞 那凭感觉 也就是精神 意识 念头呢 自己能在外面 凭一缕意识 从里边往外拿东西 那是不是也能把小黑水池里的东西捞起来 感觉可以试试 于是他就闭目清神 然后将一缕意识探入水池 心里想着捞起里边的块状的物品 忽然 一块东西飞出了小黑水池 落在了自己的手上 公粮洗出望外 没想到这招竟然管用 看着手上的东西硬邦邦的 飘着金属的色泽 带着一点黄铜色 但又不是黄铜 拿东西敲一下 呛的一声 发出金属特有的声音 显然就是金属 就是不知道属于哪一种了 这时他忽然想起来 金属块是从小黑水池里出来 上面带着小黑水池里的水 吓得他连忙把金属块扔掉 使劲地用手在地上擦土 以逝去上面的水分 以免小黑水池里的水 把自己的手给分解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 他发现自己的手并没发生什么 还真是奇怪了 难道这小黑水池里的水 对自己没用 果子空间是在星辰果中 而星辰果是在自己的身体里 理论上就是说 果子空间完全是自己孕育的 自己和果子空间连为一体 里边的东西全归自己所有 所以不会伤害自己 当然了 这只是假设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 既然刚才自己没有被分解 那应该没什么事才对 于是他又试着从小黑水池里边 取出一个金属块 结果果然没事 他真的没有被小黑水池里的水 给分解了 公粮喜出望外 以后自己总算不用再怕 小黑水池里的水 喷到自己的身上了 既然没事 他就把小黑水池里的金属块 全部捞出来 结果发现呢 里边的金属块 并不是只有一种 而是有很多种 可惜他都不认识 但这些东西 能不被小黑水池分解 应该都是好东西才对 公粮就将他们堆在 小黑水池的边上 等以后 查清楚这些是什么东西之后 再看怎么用 米谷和两个小孩 一直在水池边看他捞东西 米谷感觉爸爸好厉害 都不怕被那恐怖的小黑水池给分解了 摟完东西 公粮大手一挥说道 走 出去吃饭了 来到外边 他就看到圆滚滚 迫不及待的拿着勺子 往自己的钢碗里边咬东西吃 公粮没好气的拍了他一个巴掌 这家伙什么都不积极 就吃饭最积极 吃饭的时候 圆滚滚一向心宽 不和他计较 要不然肯定又要被咬了 吃完早饭 公粮就带着一干小家伙 在山谷里边逛了起来 清晨的山谷 淡薄雾气还未消去 散落在谷中 有若微风吹着柔软厮沙 看起来似有似无 飘渺无比 从山边升起了朝阳 将柔和的光线 撒在山谷 清嫩的草叶 便有了深深浅浅的绿 鲜美的花 便有了多色的彩艺 谷中没有树木 芳草如荫 到处是不知名的野花 一丛丛一簇簇 一朵朵 争先怒放 只为这最美的世界 米谷和两个小孩 一起在花间嬉戏 玩闹 笑着 跑着 圆滚滚也高兴地 跑到花丛中 踩着草儿 咬着花儿 偶尔还十分不雅地 在上边尿一泡熊猫尿 似乎不如此 不足以证明他来过 不高高 突然 一声鸡叫传来 往前一看 一只五彩大公鸡 站在大石头上 昂首挺凶的 对着朝阳提名 这东西虽然像大公鸡 但鸡尾巴 显然比公良前世 见过的公鸡 要来得长 都拖在地上 而且色彩也要比他见过的公鸡 更加艳丽 嘴巴还是金色 五彩大公鸡叫完之后 就跳下石头 在鼓中走着 一边走还一边 勾勾勾地叫 爸爸 这只大鸟和老母鸡 他们是一伙的 弥谷飞过来 小声地说道 擦 祸事来了 公良听得直瞪眼 那这东西应该是在呼叫 刚才那只狼母鸡和小鸡仔 才对 可惜现在 已经全被他们抓进了空间里 没法放出来了 怎么办 没办法 也只能静观其变了 想了一下 他对弥谷巧声说道 等会儿 他如果过来 你就吐口水 怎么把他也抓了 嗯 弥谷兴奋地直点头 他最喜欢做这些事了 他连忙飞到了爸爸的后边 悄悄躲了起来 鬼鬼祟祟 一看就不是个好孩子 大公鸡一边走一边叫 慢慢来到公良他们的身边 漠然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顿时扇着翅膀 怒叫着向公良他们扑去 弥谷早就躲在爸爸的后边等着了 看他过来 立马吐出了一口口水 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口水喷在五彩大公鸡的身上 竟然顺着羽毛往下滑去 弥谷看得都瞪大了眼睛 满是不可思议的表情 他一向吐无不胜的口水 竟然没用了 不可能 所以呢 又吐了出去 如同机关枪一般 退退退退退 一下一下吐出了好几口口水啊 可惜这口水 对五彩大公鸡是完全没卵用了 看得他 直接就傻了眼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79章 五彩大公鸡 五彩大公鸡的海拔约有一米多高 指甲尖利 惠嘴锐猫 但这点个子在大荒指属于一般的角色 所以圆滚滚他们根本无所畏惧 一看到这大公鸡扑过来 圆滚滚一熊猫当先是嗷嗷叫着 勇满地冲上前去 五彩大公鸡 看这个黑白脸的家伙竟然敢挑衅他 顿时一爪踢过去 没想到他看起来不大 力气却是非凡 一爪踢的圆滚滚往后翻 滚出去挺老远 小金看到好朋友被欺负 啾啾啾怒叫着 扇着翅膀冲了上去 这种小角色五彩大公鸡 还没看在眼里 翅膀一扇 直接把碍事的家伙给扇飞了 米谷悄悄在行动 看到口水对付五彩大公鸡无效 就拿出了短毛 仔细地盯着寻找机会 当看到圆滚滚和小金 被接连提飞扇飞 眼睛贼溜溜的一转 感觉不能从正面进宫 就袖着一下 飞到了五彩大公鸡的 屁股后边 也没看是哪 抓着短毛 猛地一戳 原本张牙五爪 气势匈猛 威风凛凛的 五彩大公鸡 忽然两只爪子 交叉在一起 优雅的站着 委婉的高声大叫起来 菊花被米谷这小家伙给捅了 不这么站着 根本没法消去 那一阵阵撕裂带来的抽痛 圆滚滚滚出去之后 迅速的爬起 再次勇猛的冲过来 正好这五彩大公鸡的菊花被捅 一时没反应 他就飞速扑了上去 五彩大公鸡保持着优雅的站姿 没想到圆滚滚会突然扑上来 刚想抬起爪子踢他 但是菊花传来的撕裂痛苦 让他的动作慢了下来 圆滚滚已经扑制 五彩大公鸡一下被他扑倒在地 这下五彩大公鸡怒了 也不管那菊花疼不疼了 勾勾勾的叫着 扑伸翅膀火力全开 沈尖锐的力爪往圆滚滚 和又要上来的小鸡抓去 会嘴一转 又着想了一直盘旋在他身边的米骨 米骨一看不妙啊 猎猫飞走 公粮看五彩大公鸡也不是什么厉害角色 几个小家伙对付起来是绰绰有余 就在旁边看着准备随时接应 五彩大公鸡已经暴怒 菊花间传来的痛苦 让他感觉受到了浓重的击辱 意识疯狂起来 不停地追着圆滚滚小鸡和米骨 对旁边公粮等人倒是顾不上了 两个小孩在旁边好奇地看着 感觉好玩 兴奋地 咿呀呀咿呀呀地跳着叫着 笨重的圆滚滚 终究不敌五彩大公鸡灵活 被他追上 一爪子抓在肥厚的屁股上 发出一声惊天的惨叫 小鸡联盟上前救好朋友 却被五彩大公鸡雄厚的翅膀给扇开了 米骨一直飞在他们上空 看他欺负圆滚滚 立马飞下去 再次抓着短毛 往他屁股后边刺去 咿呀咿呀 五彩大公鸡疼得都叫不出原来的声音了 看到这小东西 一而再再而三拿东西来抱他的菊花 顿时狂躁起来 眼中绿色一闪 蹦裂出无数的火花 立时扇动翅膀 扶空而起往米骨啄去 米骨没想到 这个大公鸡被整鸡眼了 抱了一下菊还飞起来了 连忙转身跑走 五彩大公鸡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 公粮一看不好了 脚下用力一踏 腾空而起 一把抓住飞过的五彩大公鸡的双爪 要将它给拉下去 五彩大公鸡 使劲地扇动着翅膀挣扎着 还不停地用嘴 啄着公粮抓着双爪的手 公粮一不小心 手上被啄出了一个小窟窿 谢谢之流 米骨一看爸爸受伤 PowerPoint 毫不客气地将短矛再次刺进了五彩大公鸡的菊花 无彩大公鸡疼得是大声惨叫 公鸡节奏放缓 公粮趁此机会呢 狠狠地将它拉下来 扔在地上 为了防止五彩大公鸡 又去追米谷他们 整个人都压了上去 死死地抓住它的嘴 和锋利的爪子 米谷看到五彩大公鸡 被抓就飞了下来 恼怒它咬了爸爸 拿起短毛 又要往五彩大公鸡的菊花刺去 五彩大公鸡 只觉得菊花意见 回身打了个哆嗦 公粮连忙阻止道 米谷不要再刺它了 再刺它就死了 爸爸 它是坏娘 我要吃了它 米谷怒道 呜呜呜 圆滚滚和小鸡也表示 对此很是赞同 不行 我们还要留着它生小鸡呢 要是吃了它 以后我们就没有鸡蛋和鸡肉吃了 公粮解释道 米谷听到爸爸的话 只好点头 好吧 那就让它生小鸡 要是不生 我们再把它吃 五彩大公鸡被公粮压在身下 并没有停止反抗 拼命地扇着翅膀 扭头 搓脚 挣扎着 想从她的手下睁开 可惜公粮抓得很紧 根本就挣脱不开 这下她发狠了 将脖子三百六十度地转过来 往公粮的手上啄去 一直紧紧盯着她的米谷 看到她嘴巴张开 口水顿时如子弹般 急速往她嘴里飞去 哼 我就不信 你不怕呕的口水 米谷恨恨地在心里想着 至今没有任何东西 能够对小家伙的口水免疫 即使五彩大公鸡也不能 刚才米谷口水之所以没法毒倒它 是因为被五彩大公鸡的羽毛给抖了了 这下五彩大公鸡被催了 被口水毒得是一动也不动了 公粮看这家伙消停下来 就把手给松开了 五彩大公鸡别看不大 但劲都真的不行 简直就是攻击中的战斗机呀 米谷看五彩大公鸡 终于被自己口水毒倒 高兴地飞下来 得意地拿短毛 戳着大公鸡的头说道 看你还敢摇哦 五彩大公鸡的身体不能动 不能叫 但他的眼睛还能动 只见他双眼狠立地看着公粮他们 好像要用一对鸡眼 把他们蹬死 米谷被看得很不开心呢 本来想用短毛刺破他的贼眼 但想到爸爸说不能再刺他 就把短毛收起来 攥紧小拳头 狠狠地往五彩大公鸡的两只鸡眼打去 小家伙打起三打拳法来 还颇有架势 但五彩大公鸡可就惨咯 一双鸡眼没几下 就被打得红中 就像一个公鸡头镶嵌着一对红石榴 看起来是那么滑稽 打过之后呢 小家伙还不解气 就跳到五彩大公鸡头上 踩呀踩 踩呀踩 两个小孩感觉好玩 也上去踩呀踩 圆滚滚和小金也跟着上去 踩着大公鸡 几个家伙一番的玩闹 把五彩大公鸡折腾得是 死去活来活来死去 都变成一只颓废的蔫鸡了 空间里还养着老母鸡 若没有这只大公鸡来交配 就无法受孕生小鸡子 公粮还怕这几个家伙 把五彩大公鸡给玩死 联盟将它们赶走 把五彩大公鸡收进了果子空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今天几个小家伙的表现不错 为了他们以后 能有更出色的表现 公粮决定拿灵蛇胎奖励他们 自从知道灵蛇胎的 猪斑好处之后 他一直将灵蛇胎 藏得紧紧 原本每天都会给他们吃 现在是难得给一枚 他就给了他们 每人一枚灵蛇胎 两颗天香果 孪生双支兄妹也没落下 给了他们 一人一枚灵蛇胎 和一个天香果 今天弥谷的表现 尤其出彩 要不是他拿棍子 捅了五彩大公鸡的菊花 并且用口水毒倒他 他都未必能安全把五彩大公鸡 抓进空间里 所以公粮特别的拿出一枚灵蛇胎 来奖励他 这些小家伙特别喜欢吃灵蛇胎 尤其是生的 只是他一般不给他们吃生的东西 小家伙看自己比大家 多了一枚软绵绵的生灵蛇胎 饿得屁点屁点的 爸爸对他最好了 这事情怎么能不显摆一下呢 所以小家伙就一手抓着一枚灵蛇胎 和天香果 如螃蟹般的在圆滚滚 小鸡面前炫耀横行 看得圆滚滚都想咬他了 可惜他怕被米谷的口水毒倒 只能闷声闷气的吃着自己的东西 最后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带着好朋友小金 离得远远的闭眼睛吃 眼不见为净嘛 罗一生双肢兄妹 不知道米谷在高兴什么 但看到他开心的样子 他们也觉得好开心 就跟在他的屁股后边 兴奋的举着灵蛇胎 和天香果跑着跳着 公粮看得直摇头 这两个东西太傻了 幸好是在大荒 这个淳朴的地方 要是放在人类聚集的所在呀 估计早就被骗去吃了 等公粮他们玩得差不多了 公粮就带他们 继续在谷中逛着 山谷啊 其实也没什么好逛的地方 都是一些青草和野花 相见的草地 美是美 但没什么用 逛了一圈回到原点 吃完午饭 公粮就收拾东西 打算离去 罗一生双肢兄妹 紧紧地拉着米谷的衣服 依依不舍 米谷纠结着小眉头 和为难呢 就对公粮问道 爸爸 可不可以带他们走啊 罗一生双肢兄妹一听 不由期待地看着他 公粮本来就想拐走他们 只是看到米谷喜欢他们 就没再去想 这会儿再听他这么说 哪有不愿意的 只是又故作为难地说道 米谷 他们是灵芝 生长在地上 要怎么走啊 米谷听了 转头跟孪生双肢兄妹 唧里呱啦地说起话来 过了一会儿 才又说道 爸爸 他们说可以住在空间 不过你要帮他们 把家搬到里面去 他们还有家 公粮满脑子问话 咦呀呀咦呀呀 孪生双肢兄妹猛地点头 然后就带公粮去看他们的家了 来到他们出现的地方 孪生兄妹指着脚下 咦呀呀地叫着 小翻译米谷说道 爸爸 他们说家就在下面 要挖出来 公粮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人家是在下边的 没奈何 在几个小家伙的阴切目光下 只好拿出了铁锹 往地下挖去 挖了三米左右 下面出现了一块玉石 这个玉石如水晶般晶莹剔透 没有任何的瑕疵 里边灵气音乐 只是站在旁边 就能感觉到一股澎湃的灵气扑面而来 咦呀呀 孪生双肢兄妹看到玉石 欢快地叫了起来 爸爸 他们说这就是他们的家 米谷翻译道 公粮直接翻了个白眼 还从来没听说过 一块玉石就是家的 估计是这两个东西 寄生在玉石上 每天吸取玉石内的灵气生长 所以才会这么以为 也不管他们 继续挖了起来 挖到最后 他发现玉石竟然有四米多长 三米宽左右 厚达两米 若非他还有点力气啊 根本就挪不动 可即使如此 他还是不得不燃烧身上的 牙字燕文的惊喜 才能把玉石收进了空间之中 并找个地方埋了起来 看两个小家伙愿意跟他走 公粮变得非常勤快 不仅在空间内 画出了一片十亩大的地面 给他们住 还依着山谷的模样 在他们住的地方 挖了一个小湖泊 把山谷中的湖泊的水 全部咬了进去 不止如此 他还从山谷中 挖了大片的地皮 将那些青草和野花 搬到了空间里边去了 给鸾生双只兄妹 营造出了一个 和山谷差不多的环境 鸾生双只兄妹 围在公粮 给他们挖出来的小湖边上 踩着和山谷一样的草地 欢快地叫着 跳着 高兴极了 公粮之所以大费周折 只是希望两个小家伙 记得他的好 以后能时不时地 给他一点 前两天那种 带着充沛灵气的水 虽然那东西的灵气 多得有点狂野 但只要 不一次性喝那么多 根本没事 将鸾生双只兄妹 住的地方布置完毕 公粮想 既然两个小家伙 生长的地下 有玉石这种好东西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宝贝呀 有时候啊 感觉应该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公粮就拿着铁锹 再挖出玉石的地下 挖了起来 最后连咬干水的小湖泊 下边也挖了 结果表明 真的 连颗卵都没有 靠 公粮按骂了一声 真是白费力气了 好吧 他承认 自己看到那么大块的玉石 是有点红眼了 这一折腾啊 又是一天过去 晚上干脆就住在山谷 第二天一早 就继续赶路 公粮看天色情好 万里无云 心想这种天气 应该能够看到远处的海面 就决定再上悬崖山一趟 于是他们就往悬崖山走去 鸾声双支兄妹也在队伍中 他们一边走 一边和米谷玩闹 公粮看得十分无语啊 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奶爸 带着一群小孩出来浇游 幸好两个小家伙也不是整天出来 他们无法现行太久 玩一段时间就得化成灵芝在玉石上面待着 踏上悬崖山 浩浩荡荡的苍茫大荒进入眼帘 急目远眶 远处是一片蔚蓝的海面 上面海鸟飞舞 碧波被风吹起阵阵的涟漪 在阳光的照耀下 泛着林林的微光 那就是大海 终于又看到大海了 看这距离呢 自己离大海已经不远了 待在丛林中这么久 公粮都待得有点厌烦 心中有种渴望 让他迫不及待的想去海边看看 当下就带着米谷 圆滚滚小金他们 飞速地往山下跑去 公粮等人刚刚跑到悬崖山下 就听到前面丛林中 传来一阵号角声 连忙停住了脚步 接着就见丛林里边 跑出了一对人马 这对人马非常奇怪 人长不过半米 马只有二三十高 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一百八十一章 乐必步 一队人马后面 还跟着一群手持长矛 身穿铠甲的人 骑马跑在最前面的 是一名满脸求须的中年男子 他骑马来到公粮面前停住 大声地喝道 小家伙 你是哪个部落的 不知道 玄阳山有巨蛇吃人吗 竟敢跑到这边来送死 公粮一截儿腿都比这人高 感觉站着同他说话 有点不礼貌 就坐下来说道 我是燕不仁 不知道你们是哪个部落的 我们是乐必步的勇士 特来诛杀巨蛇 你快点离开这里 免得等会儿 巨蛇出来吃人 中年男子说道 公粮在地图上 看过乐必步的记载 这个部落临海 在鬼方国的旁边 不远处就是大海 海边上有一个彩备摊 可以从上面 找到值钱的御备 操舌部的首领瑞 特地跟他说了 让他在彩备摊找点御备 可以去神庙那边的人族商店 换零食买东西 公粮听到他说巨蛇 不由他问道 你们说的巨蛇 是那条鹰嘴凤关蛇吗 你怎么知道 中年男子奇怪地说道 前天被我杀了 公粮淡淡地说道 绝不可能那巨蛇 其毒无比 所过之处草木枯萎 而且身运浮纹阵骨 可喷吐毒物 简利大无穷 一味骚去 崩山烈士 居目枯断 怎么可能被你杀了 中年男子根本不信他的鬼话 见他不信 公粮提议的 要不然我带你们去看看 首领不要去 那巨蛇凶猛 要是出来 我们岂不正好成了他 口中的梅石呢 旁边一名勇士提醒的 中年男子却不听他的话 向公粮说道 那就请你带我们去看看吧 公粮就带着他们 往山坡上走去 看他们害怕鹰嘴凤棺蛇 离自己远远的 就提醒道 不要离太远啊 山上毒蛇众多 小心被咬了 不是很多 这里根本就是蛇窟啊 中年男子心中暗道 但不敢马虎 连忙带着族中勇士 紧走几步 跟随在公粮的后面 米谷和圆滚滚他们 一直好奇地看着 中年男子他们 估计他们小脑袋 是怎么也想不通 怎么有这么小的人呢 很快来到山坡上 鹰嘴凤棺蛇的洞穴 中年男子带人进去 探查了一下 发现里边的鹰嘴凤棺蛇 真的不见了 只是他并没有太高兴 一出来就跪在洞外痛哭道 黄神保佑 终于有人杀了这个女蛇了 公粮被他这一哭 哭得是一头的雾水 向周围人探听一下才知道 原来这鹰嘴凤棺蛇 感觉勒碧步人 味美多汁 所以最喜欢吃他们了 一旦心情好了 就去勒碧步觅食 把他们当成了自己圈养的食物 勒碧步人受害已久 终于忍不住 决定起全族之力 与巨蛇决一死战 没想到刚刚来到这边 却发现这蛇 已经被人给弄死了 公粮听得无语啊 几百人就算是全族之力 你看他们那武短的身材 估计还不够那鹰嘴凤棺蛇 撕压缝吗 中年男子哭完之后 来到了公粮的身边 多谢勇士把我勒碧步 就此捏射 还请到我勒碧步去 我勒碧步虽无什么出产 他一定去全族之力招待勇士 公粮本来就会经过勒碧步 听到他的邀请 哪会不同意啊 只是嘴里还客气地推辞了几下 才答应跟他们一起回去 中年男子没有马上走 而是带着族人再次杀入洞中 从里边取出了一句句的骸骨 这些呀 都是前来杀鹰嘴凤棺蛇 不成 反落在洞里的勒碧步的勇士 至于被鹰嘴凤棺蛇吃掉的人 早已经化成了一堆肥料了 中年男子取完骸骨 就带着族人往回走去 穿过丛林 翻过几道山岭 就来到了勒碧步 勒碧步周围的树木 缠满了粗大的山藤 就好像一堵堵山藤围墙一般 上面还有勒碧步的人在指手 一看到首领回来 连忙吹响号角 打开这门 对时就有一个个勒碧步人 出来迎接 那些山藤缠绕的围墙 是勒碧步人 用来抵挡猛兽所用 毕竟他们人小 也没法弃太高的债墙 只好取巧 用这种方式来保护部落 只要不是遇到强大的荒兽 这山藤缠旧的债墙 还是挺有用的 勒碧步因为身材短小 所以也没有盖房 而是在巨树底部 凿雪而居 也有的在树上 大木屋居住 它们喜欢晒太阳 不喜欢阴暗的丛林 所以每一棵巨树之间 都隔着一段距离 以流出地方 让阳光落下来 勒碧步人小 注定无法猎杀 大型的妖兽 只能捕杀一些小兽 或者在林中挖去 幼虫 虫卵 采集野果 野菜为食 因为靠近海边 平日里 它们还会到海边 捡取贝类和一些 比较小的海鱼 所以它们部落 并不缺少食物 也因为如此 晚上招待公粮 宴席的菜品十分的丰富 有青绿的苔藓 以及各色野菜 做成的菜肴 还有炸的金黄的 各色虫子 又有一些贝类鱼鲜 和几只烤的金黄的小兽 乐壁部人虽小 做菜的手艺却是不错 青菜类的咱不说啊 虫子却是炸的十分的酥脆 贝类鱼鲜 也烹饪的恰到好处 不仅没有腥味 而且非常的心嫩 那几只烤得金黄的小兽 更是美味 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儿他们 吃的是不亦乐乎 公粮却吃的有点尴尬 乐壁部的人小 准备的东西当然也小 米谷他们几个小小的家伙 吃起来倒是没什么 公粮人这么粗壮 吃的有多 桌上的那些东西 估计全部倒进他的嘴里 都不够吃的 事已 他也只能意思意思 等晚上 自己再找东西 添饱肚子了 但乐壁部的水酒不错 之所以说是水酒 是因为根本就不是酒 他们说是甘露江 据说是去天地阴阳交割的一个时辰内 落下的昭露之城 乐壁部的首领中年男子说 这种东西在神庙很受欢迎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让公粮意外的是 乐壁部人这么小 竟然也有屋 世间有这么小的屋吗 不过 听乐壁部的首领说 屋是他们部落的人 也就了然了 中年男子从屋的嘴里知道了 公粮所说的燕部的来历 不由得羡慕地说道 你们打眼可是堂堂上部 在中部叱咤风雷 无人敢启示 你若是回到打眼部落 肯定会被列为精英培养 当时可真的是一飞冲天了 将来如何 有未可知 就此沉沦也说不定 公粮淡然地说道 绝对不会 能从足底出来的人 就没一个是简单的了 中年男子白手说道 原本公粮以为 桌上的食物不够自己吃 没想到吃完一道菜之后 又有人马上送来 一道道美食如流水般呈送上来 再加上一坛坛甘露浆灌下去 公粮竟然饱了 都不用再吃宵夜 这一夜吃得畅快 最后幸尽而散 因为乐壁部的人小 树屋自己未必住得下 所以公粮挽拒了乐壁部首领 去树屋居住的邀请 自己在他们部落外 找了一片空地 搭起帐篷睡觉 一日醒来 却发现乐壁部 专门派人在他帐篷外边站岗 这都是大咖级别才有的待遇啊 没想到 他今天也享受了一把 一看到他起来 就有人去通报首领 很快 乐壁部的首领中年男子 就从部落中赶了过来 不知雍士 只想在我勒比部停留几日 还是要继续上路 听说这边彩被摊有预备 我想在这里捡些预备再走 公粮说的 中年男子听得笑了起来 很多经过海边的人 都会到彩被摊捡预备 好到神庙同仁祖换取零食 你来的真是时候 明晚就是月圆之夜 海潮会将参与深海中的 鱼被推送上来 不过这鱼被并不好捡 随着潮汐上来 他们就会蹲入 彩被摊上的一堆彩被之中 让人难以分清 若是没有及时捡起来 到圆明海潮上涨 他们就会随着潮水离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2章 彩被摊 公良没有想到 捡个玉被还有这么多说法 连忙问道 那捡玉被 有什么秘诀没有 勒碧部的首领摇摇头说道 没有 但玉被 虽潮水伤来之时 在月光照射下 会浮现一层 盈盈的鱼光 倒是只要注意 应该不能找出 堆入财被之中的鱼被 原来是这样 他算是长见识了 公良他们有吃早餐的习惯 但大荒部落的人 大都没有 勒碧部更不用说了 所以 他就说要去海边看看 打算就此离开勒碧部 勒碧部的人小 东西小 领地小 像他这么高的人 待在这里实在是太憋屈了 勒碧部的首领听他要走 连忙叫人送来一堆干露浆 几匹小马 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东西 说是送给米谷 这小家伙昨天 一直好奇地盯着人家的马看 被发现了 公良谢过他送的礼物 回赠了一点荒售的烟肉 就往采被摊走去 首领怕他们走错路 特地叫族人送他们过去 一路上 米谷骑在新德的小马上高兴地叫着 时不时骑着跑到圆滚滚和小金的面前炫耀一下 看得他们恼怒不已 本来他还想叫公良把孪生双肢兄妹放出来 分享他的喜悦 但公良却告诫他有外人的时候不能让他们出来 要不然会被人给吃掉 而且以后有外人的时候也不能提到他们 米谷听了这才作罢 勒碧部说是离彩被摊很近 但其实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毕竟勒碧部人小 要是离海太近 遇到刮大风 指不定就要被吹没了 走过一片丛林 再绕过两道山脉 他们就来到了传说中盛产预备的彩备摊 一到这里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绵延无际 各种各样奇形怪状 各种颜色贝壳铺就的沙滩 上面没有任何的沙子 只有彩色的贝壳 公粮记得自己从祖地过来 来到大荒的时候 也经过一处彩石滩 上面全是金黄的沙子 现在他才想起来 其实自己在鬼方国的时候 应该找怀仁鉴定一下 那些到底是不是金子来着 可惜一时忘了 今天的天气很好 万里无云 一片湛蓝 强烈的阳光直接从天际照下 大海就像一面镜子 反射出天空的蓝 就像天色一样蔚蓝明镜 海风烈烈吹得波涛起伏 水面泛出淋淋的波光 一道道银白的海浪 在海风的吹拂下 不停地向岸边涌来 有的撞击在海边的礁石上 蹦出岁域般的浪花 有的趴在前面海浪上 随波而来 有的却卷起海下的一个个彩背 推送到岸上 加入到彩背摊的彩背家族当中 海面上一群海鸟随风飞舞 让公粮忽然有一种 落霞与孤雾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感觉 虽然此时没有落霞 也没有孤雾 更没有什么秋水 但感觉就是如此 毫无由来 小米谷从来没有见过大海 也没有见过遍地彩背的沙滩 兴奋地在上面飞来飞去 还不时飞到海里 抓着海水嬉戏 若不是公粮叫住他 估计他能飞到更远的地方 圆滚滚和小金 也开心地在彩背摊上玩着 忽然脚下一个贝壳被他踩动 发出清脆的声响 圆滚滚顿时停了下来 好奇地在彩背摊上 翻找能发出清脆响声的彩背 小金在旁边看了一下 感觉很无趣 就自己跑到一边玩了 过了一会儿 他忽然发现 有一只像蟹类的小东西 背着一个壳 在彩背上爬来爬去 眼睛不由地瞪了起来 看了一下 立马跑过去 踩住他的壳 啄下去 飘出里边的小蟹吃了起来 似乎感觉很美味 就在沙滩上寻找起来 迷古也发现了 贝壳在彩背摊上 跑来跑去的小蟹 飞下来好奇地看着 一只贝壳小蟹 飞速地往他这边跑来 发现前路被挡 就转了个方向 往旁边爬去 嘎唧 迷古一脚踩了下去 那个贝壳小蟹 顿时变成了一堆碎肉 踩了贝壳小蟹之后 小家伙开心极了 就四处地搜寻着贝壳小蟹 旁边又有一只 他急忙跑上去 一脚踩下嘎唧 又是一团碎肉 小金看到那边的情况 连忙过去 跟在他的后边捡便宜 就这样 他们一个踩 一个吃 分工合作 一个收获喜悦 一个收获渡宝 两不相误 圆滚滚在彩壁摊上 翻找了一会儿 找到了一些 能发出清脆响声的彩壁 而且他还发现了 一个惊奇的事情 就是每个彩壁 发出的声音都不一样 也有的没法发出声音 也有的发出的声音 很难听 他就把那些能发出 悦耳的清脆声音的彩壁 收起来 抱着来到公良身边 嗷嗷叫着显背道 公良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发现什么了 公良看着他抱回来的一堆彩壁 好奇地说道 圆滚滚坐了起来 也不管底下彩壁会不会割屁股 就拿着他带回来的彩壁 敲了起来 彩壁发出一阵 叮叮咚咚当当的清脆声响 怎么样 嗯嗯好听吧 圆滚滚炫耀道 嗯 公良点了点头 自己拿起彩壁 轻轻地敲了起来 有的声音确实不错 敲了几下 他感觉完全可以用这些彩背 做个阴间敲琴或者风铃 给弥鼓他们这些小家伙玩 于是他就让圆滚滚 继续去找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彩背 圆滚滚也喜欢这些 发出清脆声音的彩背 就愉快地答应了 给公良他们带路的乐壁布人 来到彩背摊之后 就一直紧张地盯着海面上空盘旋的鸟群 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 公良见人家好心送到了这里 就拿了一点天香果出来 打算让他回去 忽然听到了一声尖叫 转头就见乐壁布人 狼狈地往彩背摊边上的树林跑去 不觉一愣 抬头就见天上有飞鸟 急速地往下扑来 正是乐壁布人离去的方向 公良看得眉头一皱啊 这飞鸟怎么会吃人呢 当下连忙从空间中取出长矛 瞅准时机往扑下来的飞鸟刺去 一下透胸而过 这种小杂碎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手中的长矛一甩将飞鸟抛下海去 潮水涌来 立即将它带走了 谁知事情还没完呢 天上的飞鸟见它刺死了铜类 纷纷扑下来报仇 有的身在半空 就直接倒头坠下 如同一只利剑般往它刺来 公良哪见过这么凶猛的鸟类啊 连忙跑离飞鸟刺下的地方 远处的迷骨 看到这些臭鸟 竟然敢咬爸爸 连忙扇着小翅膀飞过去 一飞进 口水就如同子弹般的飞速地射出 一只只扑向公良的飞鸟 谁也没拉下 顿时一只只飞鸟 如陨石般往下坠 全身乌黑 看起来是死得透透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3章 下次的飞鸟 迷骨毒死飞鸟 并没有吓住天空鸟群 反而引来更多的仇恨 一只只的飞鸟立叫着 飞到公良等人的头上 猛然用翅膀裹着身子 掉头就往下栽去 顿时嘴尖朝下的飞鸟 如同利剑一般往下直刺 飞鸟波及的范围很大 几乎将它们全部包围 公良联盟让旁边 寻找彩背的圆滚滚 和小金儿它们 一起退入后面的林中 迷骨眼睛直勾勾盯着 如利剑般刺下的飞鸟 等它们快要飞到的时候 嘴一张 一阵毒雨漫天的飞洒 被喷中的飞鸟 无不死去 但这样依然不能阻止 它们的脚步 天上的飞鸟前夫后继 一支支的往下刺来 迷骨喷了两阵毒雨 彩背摊上已经堆了 一堆飞鸟的尸体 但天上依旧有飞鸟 往下刺来 迷骨嘴一张 正想再喷却发现 没口水了 不由地撅起了小嘴 感觉很不满意 飞鸟见迷骨 无法再对它们造成伤害 立马地放肆起来 一支支扇着翅膀往下扑来 有的依然将头低下 往下支刺 一时间场面热烈至极呀 本来想退到林中 暂避锋芒的公粮 看到这种情况 心中大脑 抽出腰间的大狗腿 往前劈去 刀光一闪 一弯半月在空中急速地划过 一支支的飞鸟被劈为两半 瞬间鲜血染红的彩备摊 对这种小角色圆滚滚也不怕 嗷嗷叫着 瞅准一只直刺而下的傻鸟 猛然扑上去咬住脖子 左右甩了甩就死了 小鸟也不甘示弱 扇着翅膀 往一只飞鸟扑去 厮杀在一起 只见尘土飞扬 毛雨纷飞战况激烈 没了口水的米骨 就从纳乌宝袋中 取出短毛 盯着飞鸟 尤其是那些 没头没脑往下刺的 那些往下刺的飞鸟 惠嘴尖利 一次在彩背摊上 顿时将坚硬的彩背刺破 但嘴巴也被彩背给卡住了 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拼命地 用爪子抓开 卡在嘴上的彩背 这时米骨的机会就来了 扇着翅膀飞过去 这一戳那一戳 一下刺死了好几只飞鸟 不过这些往下刺的飞鸟 也是厉害 从天而降 自身的力量夹杂着 往下坠的冲击力 所刺之物无不穿透 所以沙滩上 树林中沙地上 到处都能看见刺落的飞鸟的影子 那些不幸刺在树木上的飞鸟 伸着爪子 拼命挣扎着 要把自己的嘴 从树上给揪出来 却始终无法如愿 最后就落在了米骨的手里 一只飞鸟 夹着无匹的冲击力 往下直刺 迅速接近公粮 公粮忽悠所觉 将身一闪 那只飞鸟 堪堪从身边掠过 尖利的晦嘴 将它的裤子划开 大腿上更是被离出了一道血痕 这东西到达地面 挣扎起来 竟然又不知死活的 扑伸着翅膀向公粮啄去 公粮大怒 一一脚将它踩成了肉饼 这些东西还没完没了了 公粮大恼 顿时收起了大狗腿 取出了锯骨 大喝一声 旋风吹 锯骨立时如旋风般旋转起来 那些刺来 突来的飞鸟 纷纷被飞旋的巨骨搅得粉碎 血水随着飞鸟的碎肉飞溅 喷得到处都是 以至于连刮来的海风 都带着一股血腥味 天上飞鸟死了一批又一批之后 终于清醒过来 不再攻击公粮等人 在天上徘徊 盘旋 久久挨命 妈妈的 公粮看着天上的鸟群 抹去脸上的血水 咒骂一声 爸爸爸爸 我吃死了好多好多臭鸟 米谷飞上来 臭屁的妖公道 嗯 真棒 公粮擦去手上的血迹 摸了摸小家伙的头夸奖道 嗯嗯嗯 圆滚滚也在旁边叫着 公粮我也咬死了好多的鸟 啾啾啾 小劲也扑上着乱马气躁的羽毛说 它也啄死了好多的飞鸟 双头龙葵树头很是不屑的 看了一眼彩背一摊上的飞鸟一眼 继续缠在公粮的手腕上 似乎在说 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值得他出手 公粮无语了 好吧 你们个个都好厉害呀 只有我最差了 只不过呢 为了鼓励这些家伙的积极性 他还是取出了灵蛇胎和天香果奖励他们 其中米谷的功劳最大 公粮特地多奖励了他两枚生的灵蛇胎 乐得小家伙屁颠屁颠的 对此圆滚滚和小金自然没有意见 没见他一口水就喷死一群鸟吗 沙滩上这飞鸟的尸体 公粮也没浪费 全部收集了空间 投进了小黑水池里边 空间一下扩大了五亩地 天上飞鸟盘旋哀鸣一阵之后 就往远处飞去 忽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 公粮收拾了一下 换上了一身衣服 就往躲在林中的乐壁布人走去 来到乐壁布人的面前 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那飞鸟怎么会攻击你呢 乐壁布人叹气道 哦 谁知调呢 反正海边的这些恶牛 和山中的毒蛇 最喜欢吃我们乐壁布人了 所以我们都是晚上 才过来捡东西的 白天一般不敢过来 怕被那恶牛给吃了 这时 圆滚滚忽然叫道 公粮 它身上有香味 爸爸爸爸 它身上香香 米谷也抢着说道 听到他们的话 公粮仔细地闻了闻 发现乐壁布人身上 果然缭绕着一股 若有若无的香气 但这人却是男的 不觉奇怪不已 忽然他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这乐壁布人的皮肤 不同于大荒猪布的粗糙 反而非常的幼嫩 如雪枝白 脸嫩的都快滴出水来了 若这些现象 在小孩身上倒也没什么 但看着乐壁布人的年纪 分明已是中年 那就有问题了 想了想 公粮问道 你们平时吃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昨天你们演习吃的那些 也没什么其他的东西啊 乐壁布人回道 宴席上的东西 公粮也吃过 很普通 既然不是吃的问题 那应该是喝的 他又问道 那你们平时喝的是什么水啊 乐壁布人摇摇头说道 我们平时乐壁布人也不喝水啊 只喝那个盖露浆啊 公粮若有所误 前世明代的一家李时珍曾经说过 露是因气积聚而成的水液 是润泽的液气 用以酿酒 明曰秋露白 醉是清香一人 后来研究也证明 露水是用来洗眼 能够明目 用来擦脸 能让人肌肤红润有光泽 用来喝 能使人精力充沛 普通的露水 就有这么多的功能 更不用说 乐壁布那甘露浆 是采自阴阳昏小 一个时辰内的露水制成 应该有更多的功用才是 要不然 也不会在神庙那边大受欢迎 估计啊 乐壁布人也是因为 常年饮用甘露浆 才会遍体生香 皮肤又嫩 像这种东西 在大荒丛林中最受荒售欢迎 也怪不得人家喜欢吃了 公粮看乐壁布人 吓得胆都快要破了 就拿出一些天香果送给他 让他回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4章 探考生蚝 飞鸟飞走 天上再无威胁 公粮就让圆滚滚 继续去找会发出清水声音的彩背 并且将一个纳物宝带挂在他的脖子上 省得他找到彩背之后来回跑 而他无事可做 打算去钓鱼 既然来到海边 怎么能不搞点海味吃呢 于是乎他就从空间取出了钓杆 往海边走去 米谷从来没有见过钓杆 非常好奇 就跟着飞了过去 在海边走了走 找了一处深水区 公粮就往一块礁石上走去 打算坐在上面钓鱼 忽然 他发现礁石上附着着一些贝类 看起来很像是前世吃的生蚝 不由地拿出了大狗腿 挖一个起来 撬开贝壳吃了一下 鲜甜的口感 比前世更加清甜的生蚝味道 立马是铺满了整个味蕾 真的是生蚝 不过呢 要比他前世的生蚝更加的好吃 当下他连忙在旁边 礁石上寻找起来 又在其他的礁石上 发现生蚝 他都忘记要钓鱼了 当下决定中午吃生蚝 就拿着大狗腿 在礁石上挖了起来 并从空间中取出了钢盆来撞 或许是从来没有人挖过 这里的生蚝是一层叠着一层啊 一个比一个大 公粮目前挖到最大的生蚝有半米长 八正大的是数不胜数 小的他都懒得理会 不一会儿他就将拿出来的几个钢盆装满 米谷看他挖个不停 好奇地问道 爸爸你在挖什么呀 爸爸在挖生蚝 中午给你们做好吃的 公粮还挖出了一小块生蚝的肉给他吃 甜甜的 爸爸对他最好了 弥谷开心地眯起了眼睛 生蚝虽然挖出来 但还要撬去外壳 还要烤 所以公粮就在彩被摊边上的树林 清出了一块地 将钢盆里的生蚝倒在上边 转头再去挖了一次生蚝 把钢盆装满 这才停下 然后他就准备烤生蚝了 他把圆滚滚和小金叫回来 让他们去捡柴火 弥谷也不例外 看现在没人 他还把鸾生双支兄妹 从空间里边带了出来 弥谷高兴的执教啊 开始匕首花脚的 几里呱啦的跟他们说 刚才发生了事 都把公粮交给他 捡食柴火的任务给忘了 过了一会儿 公粮见他还在那几里呱啦的叫 就从空间取出了一堆山蒜头 让他们掰 反正他们在这边说话 闲着也是闲着 弥谷撅着小嘴 忧愿地看了爸爸一眼 他就是不让人家好好说话 虽然如此 但他还是和 鸾生双支兄妹一起 帮爸爸掰着山蒜头 等圆滚滚 他们从林中 脱回了一截枯朽的木头 公粮就从空间取出了三角缸炉 放上水和一大块荒瘦烟肉 熬煮起来 另外又去包了几块大石头 随意地搭了一个石子 把铁锅放在了上边 煮起饭来 接着最重要的事就来了 他从空间中取出了烧烤架 放了一堆火炭上去 开始准备烧烤 米谷和鸾生双支兄妹掰了一些山蒜 但远远不够 公粮就去砍来一个树桩 把山蒜头放在上面一拍 一揉就把皮给去掉了 很快就有了一些掰好的山蒜头 掰好的山蒜头还要剁碎 炸熟 然后调味 这其中有个秘法 那就是一半剁碎的山蒜头 要炸成金黄 另外一半炸到半熟就行了 然后掺在一起 用水晶盐小西鱼粉调味 这个有个名目叫金银双蒜 做好金银双蒜 公粮就点燃炭火 开始敲开一个生蚝壳 然后摇起一勺金银双蒜 放在那生蚝肉的上面 放在烧烤架上烤了起来 不一会儿 一股金银双蒜和烤熟的 生蚝味道就飘了出来 让人馋得直流口水 在旁边等候的圆滚滚 口水又流成河了 小劲儿焦急的 啾啾啾的叫着 弥鼓使劲儿的咽着口水 只有孪生双之兄妹 狠傻狠天真地望着他们 不知道他们 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 但事情还没有结束 公粮飞快地从空间中 抓出了一把水葱 抽出大狗腿切成了葱花 拿出一点 分别撒在烧烤架的生蚝上面 瞬间一股葱花的香味 就飘散出来 呜呜呜呜 圆滚滚焦急地叫道 公粮你看好没有啊 爸爸 我肚子饿了 弥鼓也可怜兮兮地 眨不着眼睛说道 小劲儿啾啾啾地叫着 好了好了 公粮从烧烤架上边 拿下生蚝 放在从空间中 取出来的桌子上 让他们自己吃 他自己也拿了一个 凑在嘴边轻轻地一吸 瞬间 整个生蚝就滑入嘴里 一股夹杂着金银双蒜和生蚝的枝叶 溢满口腔 落入肚中 那味道竟是如此的销混 闭眼 回味 一瞬间 公粮感觉 回到了自己上学的时候 三五好友 喝着六七瓶的啤酒 吃了八九个生蚝 没有任何的烦恼 没有任何的忧愁 是那么的开心 那么的逍遥 未尽 人形 犹如黄粮一梦 眼角留下一滴 不知道是什么的泪水 或许那是因为 他想流泪 边上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 欢快地吃着碳烤生蚝 米谷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 眼睛开心地成了一枚弯月 圆滚滚最是心急 当碳烤生蚝一上桌 他就往最大的一个扑过去 一嘴咬下 烫得他嗷嗷地叫起来 有了好朋友前车之鉴 小金不敢一口吃掉 只是慢慢地啄着 罗恩生双肢兄妹也是妖孽 看他们吃的欢快 竟然也慢慢地咬着生蚝吃了起来 不像以前 都是吸取里边的精华 似乎感觉到 碳烤生蚝的美味 两个小家伙高兴地手舞足蹈 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 吃了几个生蚝之后 公粮就去盛饭和肉汤给他们吃 不能全部都吃海鲜 要不然拉肚子怎么办呢 公粮自己盛了一大碗 拿了两个烤好的超大生蚝过来 将那上面烤的金黄的蚝汁 全部倒在了饭里 然后混着饭 埋头吃了起来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鲜美口感 真是应了那一句 此味只应天上有 人间难得几回尝啊 这一顿饭 一堆人吃的都非常尽兴 公粮感觉自己肚子都快要胀破了 米谷的肚子也大了起来 不过他今天喜欢自己的肚子大大的 要不是爸爸烤的生蚝没了 他感觉自己还能再吃上一两个 圆滚滚和小金是彻底的不动了 一个个靠在椅子上 等着肚子自动消化 而孪生双肢兄妹 貌似没什么变化 依旧是原来的模样 只是用好奇的目光 看着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5章 彩背阴阶琴 叮叮 当当 咚咚 弥谷拿着爸爸刚刚做好的彩背阴阶琴 拿着一柄小木锤 欢快地敲着 来生双肢兄妹 也各自拿着一个彩背阴阶琴 随着她的节奏敲打起来 一边敲 一边还兴奋地 咿呀呀 咿呀呀地叫着 圆滚滚趴在公粮的身边 听到他们敲打出来的声音 也拿起一个彩背 在公粮脚边的彩背摊上敲打奏合 小金也好奇地 用尖利的嘴 啄在彩背上 发出一只清脆的声响 公粮超级乌语啊 这些家伙是在干什么 开现场演唱会 还是森林大合奏啊 当它不存在是不是 但对这些家伙又不能骂 骂弥谷会哭 骂圆滚滚会咬他 要不然就和他闹别扭 小金倒还乖巧一点 看这些家伙敲起来是没完没了 好像还越敲越嗨了 公粮不得不对 米谷说道 米谷 你不要在爸爸耳边敲琴好不好 很吵的 嗯 米谷歪着小脑袋想了一下 说道 No 轻轻地敲 他鬼鬼祟祟地 看了爸爸一眼 真的拿起小木唇 轻轻地敲着彩背音节琴 叮的一声清响 旁边孪生双支兄妹也跟着敲着 公粮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你以为这样敲就没声音了吗 不过 看到米谷小心翼翼的样子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转而对圆滚滚说道 圆滚滚 你怎么不去捡彩背了 我要在这里看你做琴 圆滚滚嗷嗷叫道 这懒货分明是不想动了 还找借口 看来不拿点东西出来鼓励 这家伙是没有动力 于是他就说道 只要你捡一百个彩背 我就给你一个灵蛇胎和一个天香果 有东西之后 果然就有动力 圆滚滚立马站起来 叫着说道 一百个是多少啊 一百个就是一百个 什么多少啊 公粮没好气地说道 却忽然想起 自己好像从来没教过 他任何数字方面的东西 看来是自己疏忽了 以后啊 不仅要教他们数字 连文字之类的东西 也要教一下 要不然呢 身边这一个全都是文盲啊 当下 他就从脚下一堆彩背当中 数出一百个 对圆滚滚说道 那这就是一百 然后他就教圆滚滚数了起来 一个 两个 三个 他还把米谷叫过来 一起教他们 一到一百怎么数 有多少 米谷不想听 不想学 就想玩 圆滚滚倒是很认真 而且学习能力超强 公粮数了两遍 他就会了 还自己拿彩背数了起来 米谷却是怎么数也数不清楚 公粮就教他十个十个的数 数了好几遍 小东西才勉勉强强的学会了 既然学会了 公粮就打发他去捡彩背 免得在耳边叮叮当当 咚咚的乱敲东西 烦都烦死了 听到捡来一百个会发出声音的彩背 就能换东西吃 这些家伙都很有动力 一下全都跑出去了 圆滚滚和小金一组 米谷和孪生双支兄妹他们一组 他们每一组 都有找发出声音彩背的绝招 只见圆滚滚 一到彩背摊上 就抓起一把彩背扔了出去 听到能发出清脆声音的 就跑过去收起来 小金比较老实 用嘴一下一下的 啄在彩背上 但速度飞快 很快就发现 会发出清脆声音的彩背 米谷也有绝招 拿着爸爸给他做的小木锤 往彩背上一锤 听到有好听声音的 立马捡起来 准确无误 罗恩生双支兄妹厉害一点 看到他们的动作之后 小脑袋响了一响 双手画成无数的灵支根镜 在彩背胎上敲打起来 只要听到发出声音的 立马用根镜抓了回来 没一会儿 两人的身边 就有了一堆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彩背 公粮在后边看得直瞪眼睛啊 这两个家伙 分明就是游戏bug 刚才忘记跟他们多说一点数目 这下自己的灵蛇胎恐怕要去掉一些了 别说呀 这家伙现在越来越有守财奴的倾向了 见他们玩得高兴 公粮也不再去管 继续埋头做他的彩背音阶琴 原本他是想将一个圆形彩背 搁成一条条的 做成阶梯形状的长形音阶琴 后来感觉不好看 就重新设计 直接在彩背边角上钻口 钉在圆形的木架上 中间一个大的 旁边六个小的环绕 变成一个圆形的七音音阶琴 而音阶发出的声音 是他凭自己的感觉 由轻到重 找了七个凑合 至于是不是合乎发音标准 那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起先做了几个给米谷和孪生双支兄妹玩了之后 他忽然灵感大发 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做一堆彩背音阶琴 和发出清脆声音的风铃去神庙卖 那边应该是处于内陆地带 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见过海的模样 更别说是这种彩色的贝壳了 到了那边将彩背一摆开 还不眩下他们的狗眼呢 他也不要求换钱 反正大荒诸布也没有通用到货币 干脆就以物换物 相信很多人喜欢才对 工粮进一步想 或许不只是阴阶琴 普通彩背也可以 到时候随便换点东西都好 而且路过其他部落的时候 还可以拿出来做礼物 这种惠而不贵的东西最合适了 这么一想顿时动力十足 飞快地做着彩背阴阶琴 还有能发出清脆声音的风铃 至于普通彩背的事情 先等等再说 到了太阳快下山的时候 几个小家伙带着他们捡到的 能发出清脆声音的彩背回来了 弥谷拿出自己的纳物宝袋一盗 一堆小山 圆滚滚拿着工粮给他的纳物宝袋一盗 又是一堆小山 但显然比弥谷少多了 小家伙看得开心地摇起了尾巴 还是他最厉害 这么多东西 工粮自己怎么数啊 所以就让弥谷和圆滚滚他们自己数 一百个一堆数完了 马上换灵蛇胎和天香果 弥谷小嘴不由地嘟了起来 他最不喜欢数这些东西了 圆滚滚一听 连忙拿起自己捡到的彩背 仔细地数了起来 这可关系自己能换多少的灵蛇胎和天香果 只要关系到吃的东西 他就动力十足 弥谷皱着小眉头 看着自己和鸾生双肢兄妹 捡来的一堆小山大的彩背苦恼着 这要数到什么时候啊 忽然他灵光一闪 就转头唧里呱啦地 跟鸾生双肢兄妹说了起来 接着就见两个小家伙 双手化成了无数灵芝的根镜 抓起彩背一堆一堆地放着 不一会儿就分成了十几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6章 预备 米谷扇着小翅膀飞到公粮的面前 臭屁地说道 巴巴巴巴 我数好了 是你数的吗 公粮瞄了他一眼 往一堆堆地踩背走去 随意拿起一堆数了一下 不多不少 正好一百个 没想到啊 这两个小家伙数学这么好 刚刚只在旁边看 就学会了一百的数数了 过了片刻 圆滚滚也说好了 数量显然比米谷少了很多 最后米谷和孪生双肢兄妹 画了十几枚零射胎和十几枚天香果 圆滚滚和小金只画了七枚 两个平分 圆滚滚分给自己四枚零射胎和四枚天香果 小金则有三枚零射胎和三枚天香果 圆滚滚体相较大 而且是好朋友 所以老师的小金也没说什么 天色逐渐暗淡下来 一个个乐壁不仁纷纷从林中钻出 今夜就是玉碑被海潮推上来的时候 他们显然都是来捡玉碑的 看他们人数不少 公粮连忙给朱小做了一下捡玉碑前的总动员 今天晚上我们要在彩被胎上捡玉碑 谁要是捡得多 我就想立他十枚零射胎 十枚天香果 捡得最少的只有一枚零射胎和一枚天香果 呃 圆滚滚叫道 公粮这不公平 他们有三个人 我们有两个 公粮早就想好了 拿出两个瘦皮袋 给孪生双支兄妹 又拿出一个挂在小金的脖子上说道 这次我们自己捡自己的 谁也不占谁的便宜 谁捡得最多 得到的零射胎也多 谁捡得少 得到的零射胎就少 小金 你记得不要捡玉碑 给圆滚滚 知道不 小金连连点头 还有你们两个小家伙 也不能把捡到的玉背给米谷 知不知道 公粮又对 孪生双支兄妹吩咐的 孪生双支两个小家伙 看了看米谷 咿呀呀咿呀叫了起来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米谷一听 鼓着小嘴 没有给爸爸解释 海平面上 升起了一轮 滚圆的玉月 玉月轻辉把周围 映成了一轮彩色的光圈 有深有浅 似有若无 它不像朝阳那般绚丽 是那么的纯洁 它不像五日阳光那般灼热 是那么的柔和 它不像晚霞那般浓艳 显得更加素养 它不像西照那般灿烂 带着一点淡淡的喜悦 一点淡淡的悠显 玉月轻辉照在海面上 波光中 再映出一轮滚圆的玉月 天上海面 两月一色 都分不清你是我 还是我是你 亦或者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风吹动 波光淋淋 海面的玉月 荡起连衣 折叠起伏 仿佛在奏一曲 动人心弦的美妙旋律 渐渐地 月上中天 皎洁的温柔 把夜晚烘托得一片宁静而祥和 漠然 远处传来一声轰隆巨吼 平静的海面 猛然剧烈地跌宕起伏 一波波汹涌浪潮 像一头咆哮的猛虎 掀起阵阵的狂澜 以雷霆之势 蜂涌而来 这些海潮不像平时那般 一浪推着一浪 一浪叠着一浪 而是一浪卷着一浪 似千军万马般奔腾而来 公粮分明看到 卷涌而来的潮水中 带着点点的荧光 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玉碑了 终于来了 公粮和乐壁布人高兴地叫了起来 公粮连忙再次跟旁边的猪小叮嘱一遍 让他们抓紧时间找玉碑 可惜的是 他们全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 完全没把他的话听在耳里 终于海潮咆哮而至 将卷起的巨浪狠狠狠地拍打在了彩背摊上 发出一阵阵天崩地裂的喉声 喷溅出了无数雪白的泡沫之后 才不甘地退去 重新积蓄能量 准备下一次的进攻 当海潮退去 乐壁布人纷纷往彩背摊上跑 弥谷等人都不用公粮吩咐 飞快地扑了上去 公粮紧随其后 他刚刚看见几个玉碑 钻进彩背堆里了 得赶紧挖出来 他们这些人中啊 要是米谷和小金的眼睛最犀利 圆滚滚胜在感觉灵敏 米谷早已经盯住了几个玉碑 迅速地飞过去 拿着长矛在彩背间挑了起来 片刻就被他找到一个 他喜滋滋地收起来 也顾不上去向其他人炫耀 立马往另外一个玉碑落下的方向抛去 小金眼睛贼好 扇着翅膀 飞速扑到自己盯着的玉碑上 双爪在彩背上一阵乱抓 迅速摇起一块 明显和其他彩背不同的玉碑 就往下一个玉碑抛去 鸾声双之兄妹有特别的技巧 一压压一压压地叫着 双手瞬间变成灵芝的根颈 往踩背中钻去 不一刻 几个玉碑就被抓了出来 落入他们身上的兽皮袋里 因为他们双手变成了灵芝根须 太过害人 公粮就让他们在后边 远离人群的地方捡玉碑 免得被人给发现了 公粮跑到自己盯着的玉碑前 拿起铁锹就是一阵猛挖 过了一会儿就发现一个玉化的贝壳 贝壳全体通透晶莹 入手温润 在月光下散发出淡淡的荧光 里面阴郁着一丝气体 如同活着一般 在里边游动 只抓了一会儿 公粮手上就带了一层淡泊的水汽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也来不及去管这些了 他连忙将玉碑 收进了橱袋 往下一个玉碑 跑了过去 潮水一浪接着一浪 他们捡玉碑 必须跟着潮水的节奏 潮水退 他们进 潮水进他们退 好像行军打仗一样 挖了一叶 带到阴阳昏晓之际 最后一波潮水退去 天地又恢复了平静 据说呀 最后一次潮水 会把所有卷上按来的玉碑带走 这种事公粮向来不信 即使带走也不可能是全部 至少也留下几个吧 但勒碧布人却是深信不疑 一到天亮就不再找玉碑 但奇怪的是 他们也不回去 就在彩被摊边上的树林站着 直勾勾地看着远处的海面 也不知道在看着什么 过了一会儿 瑰丽的朝阳 从海平面上冉冉升起 一道道金黄 辉耀出来 光彩夺目 无比地灿烂 就在此时 一头如山的巨龟 身负三层阁楼 从一道金光之中 徐徐地踏海而来 此情此景 公粮被震撼到了 旁边勒碧布人却纷纷 从树林钻出欢呼起来 青藤戒汉 卧珠荒 力望何如 画此堪 无地不同 方觉远 共天无别 使之宽 纹皮格物 昭寒碧 老邦灵波 夜吐丹 万壮千行 皆得意 龙京独自 转身难 默然 一阵声音随风飘来 公粮听了一下 似乎是一首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7章 纪御庸 巨龟徐徐地踏步而来 待到近前 才发现三层阁楼外 搏颈之后的龟壳上 坐着一名胖乎乎的少年 只见他手拿诗书 摇头晃脑地吟诵 若是身材好点 脸蛋也俊俏点 倒也是一个风流潇洒的人物 只可惜呀 那胖乎乎的身材出卖了他 怎么看 也无法和风流潇洒 扯上关系 巨龟听到他引勇的诗句 口吐人言地说道 巨小子 你能不能不要再唱那些乱骂七糟的歌 这一路走来 你家龟爷爷 已经快要听吐了 巨域庸是大渔国 青阳学宫的一名小儒修 可惜本身根骨不佳 天分不高 修行难有寸进 只得靠灵士和丹药提高修为 但他家又非豪富 只是普通的小地主 根本难以支撑庞大的修行费用 无奈呀 他只得拿出家中祖传的一根 秃毛白玉笔杆 抵给巨龟借贷 打算带点银钱 买东西 到大荒换点东西回来 换成临时修行 只不过巨龟怕他拿钱跑了 特地陪他来大荒一趟 巨龟虽瘦 却胸无点磨 平日里最恨人家在他面前 吟识作画了 若是一方大能 他也只能闭嘴 郁闷在心里 但遇到这么个小子 他又怎么会看在眼里呢 所以一路走来 没少对他冷嘲热讽 既欲庸人穷气短 不说他借了巨龟的钱 就是没这回事儿 对这前辈他也只能敬重 因为他打不过他 估计人家一脚就能把他给踩死 还是毫不费力的那种 所以即使听到巨龟的话 他也只能无奈地放下诗书道 龟老 我不是在唱歌 是在吟诗 果然赢得一首好诗啊 上次你们青阳学宫的酸钉 就有人赢了人家都门的寡妇 还有人赢了自己的书童 有个更厉害的 还跑到皇宫大内 赢了里边的女娘 结果被人满门抄斩了 巨龟非常不屑地说道 龟老 此言非彼言 纪玉庸额头青筋浮现 若不是能力不够 他都想把这老龟给披露 这老家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自己活的酒 竟然取了八十只不同品种的母龟 最近一次喝醉酒之后 更是吐露出了打算 再要一头冰山雪玉龟的心思 说这样才合乎天地的艺术 结果被家中的那个龙龟听到了 大吃飞醋 将他搅得昏头昏脑 才不得不避忘大慌 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 其实这事早就在国独传开了 都说他老龟还想吃嫩菜 也不怕遭雷劈 巨龟听到纪玉庸的话 鄙视的说道 你们这些酸定 整天就喜欢淫来淫去 不是今天你淫我 明天就是我淫他 有什么不一样的 哎呀我的天老爷呀 纪玉庸都快气疯了 恨不得将眼前这老龟踹死 但好在他还有理智 深吸了一口气 把脑中这种冲动给压下去 像这种念头 想想固然不错 若是付出行动 那就是纯粹找死了 巨龟是越走越近 公良看到三层阁楼 如同前世道观一样 金瓦红墙无比的绚丽 楼阁正中有一个牌匾 写着东土游商四个大字 米谷看了一下就不想看了 对着公良说道 爸爸我肚肚饿了 公良瞄了他一眼 肚饿是假 想要灵蛇胎吃才是真的 不过忙了一夜 大家肯定饿了 他就给他们美人 分了一些灵蛇胎和天香果 而孪生双之兄妹 早在天亮之前 就被他收进了果子空间 现在也不是煮东西的时间 所以公良自己也拿出了一枚灵蛇胎吃了起来 他倒要看看 这附着三层楼阁的巨龟 到底是干什么玩意儿的 巨龟看到他们手上吃的东西 脚下顿时快了起来 不到片刻就批拨斩浪来到了公良等人的面前 来到近前 巨龟忽然开口 用荒文说道 小家伙在吃什么好东西 能不能给我这老王八尝尝 公良没想到这老王八脸皮竟然这么厚 连这话都能说得出口 只是他能这么厚脸皮 自己却不能无视 于是就拿出了五颗灵蛇胎递了过去 巨龟张口一吸 直接将灵蛇胎吞入腹中 龟背上还有一个人 公良不能厚此薄笔 就又拿出了一颗灵蛇胎扔了过去 说道 朋友 你也来尝一个 谢谢 季御庸伸手接住 忙不迭地谢过 转身往自己口袋掏了头 打算找东西把灵蛇胎给装起来 忽然耳边传来老贵的声音 小家伙 这东西发着很快就会坏掉 废天项目和难以保存 别折腾了 赶紧吃吧 不要糟蹋了好东西 寄御庸无奈 只得捧在手心吃了起来 味道不错 他却心痛无比 这一颗灵蛇胎 拿到大鱼 可能能换好多的灵食 够他修行一阵 巨龟吃完了灵蛇胎 感慨地说道 好久没吃到 这么鲜美的灵蛇胎了 真是不许此行 小家伙 别怪我老乌龟 没照顾你 这小子楼里 可是有好多东土的东西 你要是有什么你们打红的特产 尽可以拿去换 绝不吃亏 巨龟不停卖力地对着公粮 推销寄御庸带来的货物 还不忘暗中跟他说道 小子 等会换了好东西 记得四六分账 季御庸对这头极品老龟 也是无可奈何 只得硬着 乐壁步人看到巨龟 停在这边 纷纷跑了过来 片刻就聚了一群的人 季御庸连忙将灵蛇胎 放进嘴里 钻入楼阁 片刻 一道铺着大红地毯的 狭长木梯 就从里边伸了出来 连在地面 乐壁步人对此似乎很熟悉 纷纷走了进去 公粮也好奇地随着人群 走进楼阁中 来到里边 只见旁边几根大红地柱 支撑着整栋楼阁 中间留空 上面凋梁画洞 精美之际 如同他前世见过的 宫殿型建筑一样 非常的好看 一进楼就是一个柜台 后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商品 乐壁步人似乎早就想好换什么东西了 一到里面就往柜台跑去 片刻就把这一匹匹的绸缎 一张张的弓箭 小刀 酒坛等寻常的东西出去 但公粮看到 他们分明是用预备交易 用预备换这些东西 也太亏了吧 公粮在心里想了 其实啊 这就是见仁见智了 拿自己感觉寻常之极的东西 换需要的东西 你说亏 但人家未必觉得是这个样子 乐壁步人来得快 去得也快 不一会儿就走得精光 只剩下了公粮 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 站在阁楼里边 纪御庸数着换来的玉背 眼睛都快笑眉了 早就听人说 大荒天才地宝无数 这里的荒人又极其的蠢笨 随便拿东西都能换到灵物 原来以为是传说 没想到是真的 过了一会儿 他才发现公粮还在这 刚才人家好意送了灵蛇胎 他怎么也要懂得 猴桃报李 连忙指着柜台边上 琳琅满目的商品说道 大哥 你看喜欢什么 我送你一件 公粮看着货架 上边不止有普通的日用商品 还有书籍 上面的文字 分明是用荒文写旧 其中有一本 特别厚的彩页书 上面赫然写着大荒图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88章 买卖 那本书拿来给我看看 公粮指着架上那本 厚得不像画的大荒图鉴 说道 纪御庸小心脏疼得厉害 这可是他带到大荒 为数不多的重气之一 没想到 这家伙眼睛这么贼 一下就看到了 但是心疼归心疼啊 说出去的话却不能收 要不然有何诚信可言呢 所以他就从架上拿下书 放在了柜台上 公粮翻开大荒图鉴 里边的文字全部是用荒文书写 上面用彩色的图画 画着大荒之中的各种荒兽 矿物 灵草之类 每一种东西都有价格 后边往往都会附上一句 可到神庙东土人族商店 或者东土油商处换取零食 亦或者是其他物品 但除了物品和价格之外 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介绍了 比如天香果 上面介绍说 操舌布的特产 每颗植下品零食一枚 可到神庙东土人族商店 或者东土油商处换取零食 亦或者是其他物品 比如说荒牛 上面介绍说呢 旧食于大荒群山草地之中 全域皆有 每投之三百下品零食 可到神庙东土人族商店 或者东土油商处换取零食 亦或是其他物品 至于性味归精有何用 通通没有记载 好像被阉割过一样 公粮又看了看柜台架上的其他书 都是一些精实子籍之类的 一点技能方面的书籍都没有 这样子看起来 有点文化输出的味道 似乎是想把大荒 当成他们的良酷 甚至是想把大荒 化成东土之一 毕竟大荒的物产在这儿 谁看了都眼红 这手法看起来很是熟悉 前世一些国家 就是打着开启民治 解放天性 构建大同民主社会的口号 撞开了中国旧社会的大门 在他穿越之时 甚至还有国家打着民主的口号 把其他一些国家搞得民不聊生 说起来 这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殖民方式而已 公粮看了一下问道 你这边有什么修炼功法吗 他现在就只会五行拳和三打拳法 还有操舍部穴道的玉蛇角 其他的他啥也不会 这点本事在大荒显然没什么用 所以看到纪御庸是东土来的游生 才想问一句 看有没有修炼的功法 没有 纪御庸说道 修炼功法需要败入宗门才能学到 而市面上流传的那些东西 说实在的 还不如你们大荒人自己的本事利害 和他想的一样 果然是文化输出的手段 要不然也不会没有功法 公粮又问道 那你这边有没有那种 能够变大变小的炉子 或者干脆大一点的炉子也可以 现在那三角钢炉煮的东西都不够吃 所以他想另外买一个 没有 纪御庸又摇了摇头 忽然感觉有点淡疼 怎么老是问他这没有的东西啊 又好奇地说道 你会练丹吗 不会 公粮摇了摇头 那你要炉子干什么呀 做饭呢 纪御庸听得都快要晕倒了 竟然有人买炉子煮饭 真是闻所未闻哪 看柜台没什么他喜欢的东西 公粮不想再待下去 不过眼中这本 大荒图鉴对他来说 还有点用处 起码他可以从上边学到一些知识 于是他就问道 这本书怎么卖 不用钱 说送就送你了 纪御庸难得好奇一把 那谢了 公粮就把书收了起来 但却又从空间中取出了三颗天香果 递给了他 纪御庸接过去闻了闻 咬了一口 眼前顿时一亮 问道 道哥 请问你手上还有没有天香果 干嘛呀 我能不能向你买一些呀 纪御庸殷切地问道 啊 公粮眉头一瞥 顿时来了兴趣 这种天香果只是普通天香树上 所结的果实 空间里是雷雷硕果呀 没想到有人想买 不就都问道 怎么算 济玉庸脑子飞转 看着面前的公粮 觉得他完全不像前头那些荒人 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一个好骗的角色 所以价格不能高也不能低 就说道 五颗天香果一颗下品零食 公粮摇了摇头 你要知道 天香果是操舌部的特产 一向不外卖 可是难得之物 一颗下品零食 就想拿走五颗天香果 未免也太便宜了 那您说多少 公粮举起一根手指说道 一颗天香果换一颗下品零食 不可能 纪玉庸大叫道 天香果拿回大鱼果 也不过才能换一颗下品零食 跟他换了 岂不是半点利润都没有 公粮转身就走 他也不是非得做这笔生意 留着自己吃也不错 大哥 别走 纪玉庸连忙上前拉着说道 做生意无非就是讨价还价 哪要像您这样转身就走 这样 今天我就吃亏一点 做个赔本买卖 四个天香果 或一颗下品零食 不能再少了 其实你完全可以去操舌部 他们那边天香果树 漫山遍野 说不定到那儿 你一颗零食 能卖一百颗天香果呢 公粮建议的 纪玉庸他倒是想 可是他不敢呢 大荒之中 到处都是凶猛的荒兽 谁知道路上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来的时候老龟就吩咐过了 他们这次过来 绝不能进丛林 在水里他还能跑 到了丛林 到处都是参天巨树 想跑都跑不了 再说那操舌部到处都是毒蛇 祖神更是一条龙魁 据说曾经就有一个东土的油商 打过去操舌部交易天香果的主意 结果还没到 半路就被荒兽给糟了 连点渣都没剩下 看公粮不上当 纪玉庸再次说道 三颗 三颗天香果换一枚下品零食 大哥 真的不能再少了 我已经是亲家荡产 在和您做这个买卖了 公粮想了想 说道 看在你这么心诚的份上 我也不欺负你 三颗天香果换两颗零食 你若是感觉可以 咱们就换 纪玉庸看他一点都没有退账的意思 只好说道 那好 就三颗天香果换两颗零食 只不过现在我手上没那么多零食 正好我刚收了一些预备 这预备若是拿到我们东土 一个最少可以换十枚零食 今天我就吃亏一点 换你八颗零食 也就是说 你给我十二颗天香果 我给你一块预备 你看怎么样 公粮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做生意还真溜 完全是稳正嘛 不由得摇摇头说道 昨天我挖了一些预备 后代都快要装不下了 根本不想再要 不过 你要用预备换也可以 但一个预备 只能换一颗零食 鸡羽雍立马跳脚大叫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公粮笑了笑 转身离去 鸡羽雍急忙又将他拉住 说道 大哥 你别着急走啊 咱们买卖不成人意在 走 咱们到楼上 尝尝我从我们大鱼国 带来的美味糕点和清茶 公粮自是无所谓 就随他往楼上走去 楼上风光不错 坐在阁楼窗前 尝着糕点 品着金黄色的绿茶 望着外面无银的大海 倒颇有几分 偷得麸生半日咸的味道 怎么样 我带来的糕点和清茶 味道不错吧 鸡羽雍问道 公粮点了点头 但其实说起来呀 这东西 对比他前世吃过的美味 只能用粗糙两个字来形容 那所谓的清茶 和他喝过的五一盐茶 以及安息铁观音比起来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只是当主人的面 这种话却是不能说的 米谷这小家伙倒是很喜欢吃糕点 一坐下来 也不管他们说话 就胡吃海塞起来 至于圆滚滚和小金 因为不是人形 在这里不能放肆 只能趴在公粮的身边 猛吞口水 鸡羽雍又给公粮倒了一杯茶 忽然拍了一下额头说道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都忘记自我介绍一下了 小弟叫鸡羽雍 是东土大渔国 清阳学宫的儒生 不知大哥怎么称呼啊 儒生 没想到这里也有儒生 看来那大渔国应该是和前世古代的国家一样 公粮一边响一边回道 我是燕不仁 你就叫我公粮就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一百八十九章 娇人 一盏清茶飘着淡淡的心香 公粮捧起茶盏 轻轻地掀起盏盖 撇去蚝末 闻了闻 浅浅地喝了一口 一股色色的茶的味道 顿时缭绕在口中 过了少许 又有点回甘 说起来这茶叶也算不错了 济鱼庸看到他品茶的样子 心头微动 眼前这人完全不像他所见过的大荒人 那般粗鲁 野蛮 反而多了几份东土人的儒雅味道 难道是传说中的百足精英 再看看旁边那个长着翅膀 一头黄金发的小女孩 显然是天真不忍 只是他又拿出了操舌部特有的天香果和灵蛇胎 难道他是操舌部的人 不说两部是死对头吗 怎么会在一起呢 济鱼庸心中有太多的问题 得不到解答 现在他开始后悔出来的时候 没到藏书阁中 多看看书 要不然也不至于什么都不知道 不过 看到他身边趴着的两个灵虫 就知道不是一般人 如果能和他多多亲近 套点交情 以后再来大荒行商的时候 不说多多照顾 只要是能帮忙说上几句好话 自己不就能挣得盆满钵满 以后修行的灵石可不就全有了吗 想了一下 济鱼庸就起了结交的心思 于是他就说道 既然公粮大哥说一个预备算一枚灵石 那就一枚灵石 全能交朋友 公粮点点头问道 那你想换多少 济鱼庸比了比两个手指说道 两百枚预备 虽说一个预备算一枚灵石让他心疼 但若能和公粮套上交情 他感觉还是不亏 最主要的是 这些天香果回去之后 若能找个炼丹师萃取精华 炼成天香丹 那价钱可是高去了 又岂是这点预备比得上的 要知道啊 天香果平常人吃了 就会口齿生香 吃多了更是会遍体生香 一向广受大鱼国中的女人喜欢 若是能炼成天香丹 寻常人只要吃上一粒 自身体香就会历久不散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是趋之若鹜 为之疯狂 女人的钱向来是最好赚的 到时候零食还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 公粮从空间取出了三百颗天香果给纪御庸 从她的手里换了两百枚的玉杯 虽说怎么算都有得赚 但想到一个玉杯竟然让自己化作一枚灵石换了东西 纪御庸就感觉心疼得厉害 交易完了东西 公粮又坐了一会儿 就告辞离去了 纪御庸却不想让他这么快走 他想要把这段交情的基础再夯实一点 要不然呢 两人充其量 只不过是萍水相逢 泛泛之交 以后想要人帮忙 那简直就是笑话了 所以想了想他就说道 公粮大哥 等会儿小弟要去娇人族做买卖 不知道大哥有没有兴趣 一起去看看 娇人族和自己前世听说过的娇人有关系吗 记得操舍部得到的地图并没有记载 公粮不由地问道 娇人族在哪儿啊 公粮大哥不清楚吗 纪御庸诧异地说道 不知道 公粮摇了摇头 纪御庸案子私存 难道这人是刚从部落出来游离 疑惑地想了一下 他就解释道 娇人族就在附近三十里外的海中 据说原来还是你们大荒猪部之一 只是其族喜欢居于水下 才慢慢从猪部中分离出去 到现在 也不知道是属于你们大荒部族 还是海族 这娇人善知 以海中猪物做成的娇消沙 入水不侵 其族中还有娇人类 又名猪类 龙眼 据说是娇人血类所化 可皆百毒 可软弱相同 非常难得 又有娇人鳞 可治百病 惹人年年益寿 另外还有娇人油 据说一滴可燃数月 以油至灯万年不灭 所以又叫万年灯 只是这娇人油 乃是娇人死后 或化剩下的油脂 燃烧起来的火焰 如鬼魅般忧虑 非常恐怖 事已一向旨在亡人 归所使用 小弟还是第一次出来行商 除了抱着油力的心思外 还想挣点小钱 这娇人族的东西 在我东土人族很受欢迎 所以小弟等会儿要去一趟 大哥若是有兴趣 不妨一起走走 据说那娇人布的水娘 有一种迥异于东土女子 与大荒女娘的风情 非常美妙 大哥不妨前去看看 公粮有点心动 可惜自己不会水 不由遗憾地说道 可惜我无法下海 无妨 出来的时候 我带了几颗碧水珠 刚好用上 而大哥这两只灵宠 只要留在楼中不出去 就不会有事 公粮也想去见识一下 娇人族的模样 就点头答应了 不过首先得添饱肚子 他早饭还没吃呢 肚子饿得要命 至于那几个糕点 连垫底的都不够呢 济于拥一听 他还没吃早饭 立刻殷勤地去厨房 拿出一些自己 从东土带来的 美味佳肴招待他 只是等他把东西端上来时 确实有点傻眼了 刚刚那只趴在地上 黑白相间的灵宠 竟然人模狗样地 坐到了椅子上 而那只大鸟 则是鸟事单单地 盯着他手中的菜药 感觉自己的菜 似乎拿得少了 济于拥连忙 又转身去厨房 切了一点东西 一连走了两趟 等出来一看呢 发现自己准备的东西 竟然全被吃光了 丁点不剩 一时间是欲哭无泪 他从大鱼国都出来的时候 感觉自己应该会在 大荒呆一段时间 所以特地买了一大堆 大鱼国都中 九副盛名容易携带的 美味佳肴出来 没想到啊 公粮他们一顿饭 直接干了他 整整一个月的口粮 这都些什么人呢 以后可不能再请 大荒人吃饭了 不过他在心中跟自己 说有付出才有收获 把这点不满 都给抛到脑后去了 公粮也没亏待他 吃完饭之后呢 直接拿出了一坛 乐必不仁送的 甘露浆出来 和他一起喝 鲸鱼拥喝的是心惊胆跳啊 这喝的可都是零食啊 吃完东西休息一下 鲸鱼拥就让巨龟 往焦人族走去 公粮站在楼阁边上 只见巨龟徐徐的踏步而行 不带起一丝的风浪 没有一丝海水加深 走出了十几里之后 就往海中前去 说也奇怪啊 这三层楼阁入水 竟然没有被淹 里边是依然如故 汗头往外看 一层淡白色的光韵 照在了楼阁之上 这楼中有碧水珠 所以不怕水 鲸鱼拥在旁边解释道 随着巨龟步入海中 公粮抬头望去 阳光从天上照下 却被清凉明澈的海水 折射成了无数颗的星星 在眼前不断地闪烁 耀动 一些五彩的鱼儿游过来 贴在光照外面 好奇地瞪着眼睛 往里边看 发现里边有人 也不害怕 就这么静静地 好奇地看着 弥鼓见了 拿出长矛 吓唬着往前刺去 那些鱼儿吓得掉头 飞速游走了 而他 则在那边高兴地叫着 跳着 这小家伙的恶趣味 公粮又见了一种 往下走 不停地有五颜六色 千姿百态的海底生物 从楼阁边游过 有的会停下来看看 有的则是继续前行 也有的在后面 跟了一阵才离去 这里应该是一处天然的避风港 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的海洋生物 各种鱼类 蟹类 海藻类 软体类 五彩缤纷是琳琅满目 一切一切透过清澈的海水 历历在目 海中珊瑚礁众多 有红色的 粉色的 绿色的 紫色的 黄色的 它们的形状千姿百态 有的是开瓶的孔雀 有的像雪中红梅 有的滚圆似蘑菇 有的纤细如鹿绒 有的白如飞霜 有的绿似翡翠 有的像灵芝 种种种种未可名状 如同一幅千姿百态 奇特壮观的天然画卷 成群结队的小鱼 在珊瑚礁外侧 捕食着浮游生物 不远处 一个体型巨大 长相古怪的 令人生味的巨隔 猛然张开厚重的双壳 将旁边一条傻鱼 吞了进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一只柔软无骨的 无颗蜗牛 在海藻边上 慢慢地爬着 偶尔探出触角 扯着海藻叶子 嚼上两口 似乎不大满意这味道 又继续往前爬去 一头背闪金光 硕大无比的金纹戴帽 向远处慢慢地游去 对巨龟这边完全不屑一顾 珊瑚礁边 一头巨长的青壳熬虾 竖着双眼 对一条扁平白鱼 虎视眈眈 当它经过身边时 顿时飞速地伸出 双翱夹住 然后拖进阴影中 慢慢就是 巨龟踏着海水 在珊瑚礁组成的 海中森林 漫步前行 再往前出现一片血红的珊瑚礁群 放眼望去 只见一座座血红珊瑚礁遍布海底 把这面海都变成了一处火红的海洋 在这些血红珊瑚礁的中间 有一座高大的血红珊瑚礁 微额耸礼 上面洞穴密布 显然是焦人居住的住所 公粮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看到一群巨蟹 不停地挥舞着巨傲 攻打血红珊瑚礁 一块块礁石 顶不住巨蟹熬钱的攻击 纷纷往下掉去 居住在上面的焦人 吓得连连尖叫 巨蟹一边挥舞巨傲 一边口吐泡泡 一个个的泡泡 往珊瑚山上飘去 有的罩在焦人身上 泡泡很柔韧 焦人一时挣脱不开 竟然窒息在里边 巨龟看到巨蟹 在攻打焦人居住的血红珊瑚山 连忙在一处血红珊瑚礁边上停下 然后转头对着楼阁里的寄语雍说道 巨小子 机会来了 只要你能帮那些焦人打退巨蟹 不用做买卖 就能得到焦人族送上的大笔蟹礼 季渝庸看着前边巨蟹的巨大双嗷 没好气的说道 得了吧 巨蟹那么大 我小胳膊小腿 可顶不住他们一夹 巨蟹是海族 非常能生 往往一头母蟹就能产卵万美 虽然最终成活的小蟹只有一半的一半 但数量也是极其惊人 巨蟹因为食谱广 锁国之处 几乎可以算是寸草不生 所以在海中一向被认为是海中巨害 公粮看那巨蟹大约有几个房间大 小的车轮大小 这么大的蟹类前世他都听都没听过 更不要说见了 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 他们以前见过小小的鬼蟹 现在看到这么大的巨蟹 纷纷好奇的看了起来 纪鱼庸也在旁边看着 忽然听到老龟巧声地传音道 小子 别怪老龟没照顾你 快要想好了 只要帮忙打退巨蟹 教人组长 肯定会送上丰厚礼物 根本不用自己这么辛苦做买卖 纪鱼庸也传音道 说是很好听 你也不看看 巨蟹的尖壳硬熬 那是随便能打得破的吗 你一个不好 连小命都赔了 我可不想为了占便宜 连自己的命都赔进去 你旁边不是还有那小子吗 大黄人皮糙肉厚 力气巨大 就像荒牛一样 对付大的只管交给他 你收拾小的就行了 纪鱼庸小眼睛贼溜溜地转 一有所动 但嘴里却说道 这不好吧 要是他没法对付巨蟹怎么办 不是还有老归我吗 那你怎么不直接动手 他们毕竟是海族 我要是直接动手被人看见 以后我归族还怎么在冤海行上 不过 你们被巨蟹包围 我上前去就倒是没关系 相信就算有人知道也不会说什么 纪鱼庸感觉这买卖似乎可以做 想了想就对公粮说道 公粮大哥 我们要不要上去帮忙一下 毕竟那娇人也曾经是你们大荒诸布之一 若贱难不救 等会儿过去难免让人心寒 公粮看了他一眼 这家伙是什么意思 你妈妈的 自己要去直接去 扯上我干什么 他对巨蟹攻打 娇人族的事情 一点也不伤心 反正死了就是死了 关他某事 只是现在这家伙这么一提 他就不能无动于衷了 这家伙四处跟人做生意 今天要是不上去帮忙 到时候事情要是被传出去 自己名声可就坏了 虽然现在他没什么名声 但以后可说不定啊 想了想 公粮就打算上去帮忙 不过又迟疑的 不知道那巨蟹的壳硬不硬啊 打一下不就知道了 要是实在不行 我们就走 总不能为了救他们 把我们自己也搭上吧 纪渝庸说的 听到他这么说 公粮就点头同意了 于是就从空间中取出巨骨 纪渝庸看到那布满暗纹的 巨大白骨 不觉压了一口气 暗暗传音对巨龟问道 龟老 你看那骨头 是不是浮纹针骨啊 不是浮纹针骨 还有什么 一股微压扑面而来 巨龟不用看都知道 这是浮纹针骨 而且来历不凡 一时 既渝庸看公粮的眼神 更加热切起来 心中更加肯定 公粮是大荒诸布的精英 要说不是大荒精英 就能够拿着一根这么大的巨骨 出来招摇过世 打死他都不信 历史嘴上叫着大哥的 也多了几分真诚 若是公粮知道他的想法 估计会爆笑出声 公粮扛起巨骨 就要往处走 鸡鱼雍连忙把他拉住 公粮转头不懈地看着他 先不要过去 等焦人支持不住 我们再上去 第一次 公粮感觉这小眼睛的胖子 是那么的蔫坏 不过这主意不错 在巨蟹不停地攻打下 血红珊瑚山上的焦人 不断地死去 焦人渐渐支持不住 有些巨蟹 已经冲破焦人搭起的围栏 往血红珊瑚山上爬去 用巨大的熬钱撞击 拍打的血红珊瑚山 珊瑚山上的珊瑚 经不住巨蟹的距离 不停地往下飞落 有些焦人躲闪不及 立刻被砸死了 有些失去亲人的焦人 痛哭起来 一滴滴的血 滴落在地面 顿时化成一滴滴血红的 水晶珠泪 可以了 仔细盯着外面 情况的济于庸 说完 拿出一颗避水珠 给了公粮 自己也拿了一颗 带在身上 然后就拿出一把宝剑 率先往外走去 公粮手持聚骨根上 弥谷小屁孩也飞了出去 公粮连忙把他拉住 你出去干嘛 外面到处是水 你根本就去不了 而且那些家伙那么大 小心把你给吃了 弥谷一听 唧里呱啦的说道 爸爸 我会吐口水 我不怕他们 你那口水到水里 就没有用了 在里边待着就好 不要出去 不要不要 我要出去 我要和爸爸在一起 我不要待在这里 弥谷嚷嚷的 这小东西是越来越不听话了 不得已 公粮只得祭出绝招 威胁的 你在说出去 信不信 我打你小屁屁 纪鱼庸看公粮没有过去 回头问道 公粮大哥 你怎么了 这小东西吵着要跟去 我正在教训他 小孩子不懂事 说这就好了 不要动手 纪鱼庸劝道 记住 不要出去 要不然小心 我打你屁屁 公粮再威胁了一下 米谷 就跟着 鲸鱼庸 走了出去 米谷 觉得小嘴 非常不高兴地 看着爸爸离去了 第191章 骄人 走出三层阁楼 来到外面 公粮惊奇地发现 海水竟然无法靠近几身 都被挡在了一层薄薄的光照外面 自己在水中竟如在陆地一般行动自入 适应了一下 两人就往攻打血红珊瑚山的巨蟹 跑去 待到近前 纪鱼庸忽然持剑跃起 面对巨蟹喝道 子曰 剑意不为 无永也 你是猴子派来的斗逼吗 公粮脸皮微微抽搐 却又见他大声地喝道 如等身为海中大族 却欺凌弱小 视为不仁 攻打同族 视为不义 以多欺少 视为无耻 像尔等这般 不仁不义 无耻之辈 武当助之 说完 纪遇永久持剑而上 往最近的一头巨蟹刺去 公粮起先还以为他在搞笑 后边却越看越惊啊 不由皱起眉头思索起来 因为当纪遇永说出这些话之后 脸上似乎被一层东西笼罩 红光满面 看起来意气风发 想了一下 这家伙说的话 好像有点儒家利言 正心的味道 换句话说呢 就是用言语 让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 激发心中与邪恶对抗的力量 这种力量很难描述 属于精神层次 但会让自己变得强大 宗教之中就有很多这种精神层面的力量 季兄一箭刺入巨蟹的嘴中 迅计抽出 往另外一头巨蟹扑去 虽然杀的都是一些车轮大小的巨蟹 但速度却是飞快 眨眼间 就有几头巨蟹被它刺死 公粮不甘落后 提起巨骨往蟹群冲去 到了一头巨蟹的后边 狠狠一棒砸下 那头巨蟹的壳虽然坚硬 却挡不住巨骨的重力 力时被砸成了一滩蟹泥 里边红黄蟹膏涌现 看起来非常恐怖 这些都是可以让空间成长的养分 公粮也没浪费 将砸死的巨蟹收起来 才继续提着巨骨 往旁边巨蟹砸去 季胸手腕微动 宝剑在水中滑出了一道圆圈 堪堪躲过一头巨蟹 熬钱的夹击 顺势将剑尖刺入巨蟹的口中 他知道自己力小 不敢硬碰硬 只是攻击巨蟹身上的弱点 不一会儿 就杀了一堆车轮大小的巨蟹了 一头房间大小的巨蟹 看到这边的情况 飞速地爬过来 不由分说 一摇砸下 另一摇如剪刀般不停地开合夹来 季兄是故技重施 躲开巨傲的夹击 身子猛然下蹲 钻到了巨蟹的腹部 手持宝剑 直往巨蟹的旗眼刺去 熟料这头巨蟹 不像前面车轮大小的巨蟹 那般愚蠢 竟然将身子挺起 宛如一面城墙般 竖在了海中 躲开宝剑的刺上 季兄看了 身子一跳 再次挺剑往巨蟹的腹部 中间的肚脐眼刺去 巨蟹也不是尼尼的货色 猛然伸出了熬钳 夹住宝剑 季兄连忙用力地往外抽 却见巨蟹猛地用力 宝剑顿时被夹成了两段 季兄眼看不妙 飞身往后退去 巨蟹却不想放过它 八爪飞动 两只熬钳如闪电般急速地伸出 往它夹去 公粮在远处看到那边情况 想去救已经来不及了 急忙从空间中取出短毛 往巨蟹飞制而去 但短毛刺破水波 到那边已经被卸去了一部分力道 到达巨蟹的身边 很容易就被坚硬的蟹壳给挡住了 躲在血红珊瑚礁边的老龟看了 就要出手相救 忽见一道 迎黄的光亮 冲天而起 他连忙顿住 看了一下远处的情况 片刻之后 喃喃自语道 没想到 这被懒的小子 竟然炼成了浩然正气剑 公粮远远的 看到纪玉雍 将手中断剑 往夹来的熬钱一扔 口中大喝道 我以我爱血见天地 浩然正气剑 出 然后就见他的手中 出现了一把银黄的长剑 空体被光芒笼罩 看不到半点剑身 银黄长剑出现之后 纪玉雍就好像喝了鸡血一般 非常的神勇 也不管迎面而来的熬钱了 飞跃而起 跳到巨蟹甲壳的上面 一剑刺下 坚硬的蟹壳 此时就如同烂泥一般 被他一剑刺入 往下滑了 巨蟹就这样 被他硬生生的 滑成了两半 巨蟹甚至都来不及叫一声 就死了 纪玉雍跳下蟹背 持剑继续往旁边巨蟹追上 这次比刚才还厉害 旁边的巨蟹 宛如是萝卜雕刻的 被他砍瓜切菜般杀了一大堆 公粮没想到 这小眼睛的胖子这么厉害 见他没事 他就继续挥舞着巨骨 往前边一投 不知死活跑上来的巨蟹砸去 那巨蟹一下就被砸懵了 第二下 直接咳咛而死 公粮顺手收起来 扔进小黑水池里边 果子空间得到这些巨蟹分解的能量之后 飞速地扩大起来 孪生双肢兄妹 在里边好奇地看着 不停扩展的空间 一压压一压压地叫着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砸死了一堆巨蟹之后 公粮感觉有点费力 就拿出了长矛 一手持矛 一手拿着巨骨 看到冲上来的 直接一棒砸飞 然后持矛而上 专找巨蟹七眼和两眼之间的嘴刺 一下就被他刺死了一批 这样做 显然比刚才傻傻的杂 轻松多了 公粮大哥 剩下的巨蟹就交给你了 公粮杀得兴起 没想到 季御庸忽然抽身离去 季御庸也没办法 那浩然正气剑 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用的 当时若非情况紧急 他根本就不会拿出来 要知道啊 一旦使用着精气与浩然正气 划成的浩然正气剑 就会耗费本身大量的体力和精神力 接下来 他得修行很长时间 才能恢复过来 到时候 若是遇到紧急情况 他小命就不保了 公粮看了看周围的巨蟹 还剩下一大堆呢 刚才季御庸杀的巨蟹 连其中十分之一都不到 妈妈的 说什么剩下 直接说全扔给我就是了 说那么好听干嘛 季御庸离去 巨蟹少了一个攻击对象 全部朝着公粮这边爬来 上面娇人得到两人援手 终于从巨蟹堆中挣脱出来 开始反击了 他们看到公粮那边那么多巨蟹 一边击杀巨蟹 一边往他那边赶过去 可惜呀 原水解不了净壳 周围巨蟹是越来越多 密密麻麻 都快要将他给淹没了 公粮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该是使出绝招的时候了 这时候他感觉应该来一首国语版的 无敌是多么寂寞 无敌是多么 多么寂寞 公粮瞄了一眼周围的卸裙 皮泥四方 很不要脸的说了一句 无敌是多么寂寞 然后就见他取出了一粒 补写完含在口中 双手抓住巨蟹 猛然往右旋转起来 这是他来到大荒之后 领悟的第二大招 龙卷风 巨蟹飞速的旋转的距离 瞬间将周围的巨蟹砸得粉碎 只是他不知道 旋转的身体带动海水 在周围形成了一道漏斗形的漩涡 周围巨蟹纷纷被这股旋转的力道拉扯进去 片刻间就被里面的巨骨砸得粉碎 一段段残壳断爪在漩涡里边旋转 有的被飞甩出去 直接漂浮在水中 不一会儿的功夫 漩涡旁边就飘起了一堆的巨蟹爪壳 俨然就是巨蟹的坟场 漩涡是越旋越大 越旋越大 如同一条巨龙般扶摇而上 直冲海面 原本静止的海面被漩涡带动 海浪翻涌 发出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吼声 而海底下暴涨的漩涡水柱 开始往旁边肆虐 最后不止巨蟹 连周围的珊瑚礁 海鱼海草石头等等等的东西 通通通都被巨大的漩涡吸了过去 回到三层阁楼里的巨蟹 看得都快凸了出来 嘴巴变成了欧形 圆滚滚和小金看得都傻了 弥谷眼里只剩下无数崇拜的小星星 欧巴叭真是太厉害了 处在漩涡中心的公粮 却感觉有点不妙 这被他和巨蟹旋转带起的漩涡 似乎越来越大 有点超出自己控制了 看事情不对头 他连忙收起了巨蟹 但巨大的漩涡 依然在不停地旋转 带起的一股股的吸力 都快把它吸到飞旋的漩涡里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一百九十二章 骄人 犀利不断传来 漩涡旋转的力量 竟然让他的身子 情不自禁地往上漂浮 一副烈烈 都快被这股诡异的旋转力 给撕开了 自从停止五洞巨谷之后 漩涡中的海水就慢慢地朝他挤压过来 似乎要把他身边的空间灌满 即使是碧水珠的光照 也是无能为力 情况是越来越不妙了 不能再拖 公粮猛然一声大喝 燃烧牙字燕纹上的惊血 手持巨骨 猛然往巨大的漩涡撞去 一股睽萎的旋转力量传来 让他身不由己地 顺着漩涡旋转的方向转动 眼见于此 他连忙趴在地上 双手双脚抓地 才堪堪挡住漩涡中 不断传来的旋转和吸引的力道 停了一会儿 等适应漩涡旋转的力量之后 公粮才慢慢地往外爬去 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来到漩涡的边缘 心中一喜 脚下猛然一蹬 身子猛然地往外窜去 漩涡的力道带偏了他的身子 让他很是狼狈地 摔倒在了一滩烂泥之中 但好在还是从漩涡中出来了 他没想到 只是爬出漩涡 竟然消耗了身上 牙字艳蚊中的全部惊血 身上的气力被一掏而空了 一股乏力的感觉涌上四肢 他连忙咬破 早已经放在口中的补血丸 合着口水吞入了腹中 休息了一会儿 体力恢复过来 这时公粮才发现 旋转的漩涡竟是如此巨大 只见一股巨大的水柱 不断旋转着冲天而起 让人有一种 泰山压顶的微迫感 海底一片狼藉 原本血红的珊瑚礁群 水草和岩石之类的东西 全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片混沌海泥 抬头那些个玩意儿正在 漩涡中飞旋呢 公粮也没想到龙卷风这招 在海底使用 威力这么大 想了一下 应该是自己挥动巨虎旋转 带动了海水的力量 再加上水流的影响 才变成了这样 它在其中 充其量不过是起到了一个支点的作用罢了 记得前世有一句话 太平洋上一只蝴蝶 山东翅膀 就能在海上形成台风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 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 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 能带动整个系统 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 看来 在自己没有绝对的把握之前 龙卷风这招不能在海底使用 后果实在是太可怕了 连自己都无法预料 旁边还有一些未被漩涡吸走的巨蟹 此时都趴在海中 望着不断旋转的漩涡 那漩涡中 还有些未死的巨蟹 一头头的竖起眼睛 慌乱的伸着蟹爪四处的抓着 样子惊恐至极 外面巨蟹看得都快要吓死了 公粮发现了那些巨蟹 本着除恶物尽的想法 往那些巨蟹走去 那些巨蟹看到它 宛如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 屁滚尿流的就趴走了 只是一瞬间 焦人族附近的巨蟹走得精光 公粮都有点摸不着头脑啊 自己有那么可怕吗 它是没那么可怕 但是它引起的巨大漩涡 却非常的吓人 即使是巨蟹这种未开化的海族 在这种自然伟丽的面前 也不得不心生畏惧 等巨蟹离开了 焦人就开始收拾残局了 焦人族的族长领着一些族人 来到了公粮的面前 迎迎下拜 焦人族族长 百尼斯 拜谢恩人 多谢恩人救我焦人 恩人恩情 我焦人族永世难忘 以后但有所浅 我焦人族上下 定举全族之力 拼死相报 族长言重了 快快请起 刚才那些只是举手之劳 不用如此客气 再说你焦人 也曾是我大荒诸步之一 出手帮忙 也是理所应当 公粮谦逊地说着 但焦人族族长 却不这么想 起身再次拜谢 公粮回了一礼 他发现呢 这焦人 果然与一般的荒人不同 人身鱼尾 蓝发闭眼 倒有点前世希腊人种 扮演美人鱼的味道 公粮大哥 你没事吧 巨龟从远处走来 季御庸坐在龟背上叫道 公粮转头 就见他脸色苍白 有其无力地坐在上边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看来刚才使出浩然争气剑 也不是全然没有后遗阵的 百尼斯看到巨龟 顿时扑了上去 龟爷爷 您来了 小尼斯 好久不见 龟爷爷 我们焦人族 差点就没了 说到伤心处 焦人族族长 百尼斯 竟然如小女孩般 哭了起来 季御庸坐在龟背上 不无龌龊地想 难道 这老龟和焦人部的人 有什么猫腻 要不然 怎么会这么热情地 鼓动我们 帮助焦人族击杀巨蟹 嗯 肯定是这样 依照这老龟 淫荡的性格 说不定 还和焦人部的水娘 搞上了 巨龟不知道他的想法 要是知道 这家伙肯定回不了大鱼国了 百尼斯的泪水落在地上 化成一粒粒猪泪 顿入地下柔弱的海泥之中 巨龟看得心疼不已 以前行商时候 路过焦人族 偶遇还是小女孩的百尼斯 那时候 她是那么的纯洁 那么的天真 那么的无邪 见她身负重楼 觉得她辛苦 就召集族人给她准备了一堆 丰盛的美食 两人因此结下了一段缘分 没想到 再见到之时 当年天真无邪的小女孩 已经成了一族支掌 想起往事啊 让人不胜唏嘘 巨龟叹了一声 离开的未必是逝去 或许是另外一种涅槃 拜尼斯 你教人族生活在海中 出在大荒部落与海族之间 既非海族 又非大荒部族 早晚会有大祸 如今 碧落海已经被大荒神庙 长老肃清 再无海族踪迹 你不妨上书神庙 与你族 以鱼之地 繁衍生息 到时 你再找个祖神 护有族人 若是可以 再请个愿意 待在水中修行的屋 说不定 你骄人族 能因此迎来新生 但我骄人族 离开大荒已久 神庙会接纳我们吗 骄人族这次 在巨蟹的攻打下 损失惨重 再也经不起任何的风波 能够找到一方 安静海域 休养生息 无疑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拜尼斯很担心 神庙不会接纳他们 毕竟骄人一族 离开大荒太久了 这时 他忽然听到巨龟传音 说道 不用担心 你看看旁边那小子 他是你们大荒 祖地燕族 出来的人 这次路过这里 肯定是要回到 大燕部落去 大燕 是大荒百步中的上部之一 在神庙中有很高的地位 若是请他说服部落的长老帮忙说话 神庙接纳你们 还不是简单的事儿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3章 娇人 娇人族族长百尼斯 听到巨龟的传音 看着公粮的眼神 顿时变得灼热起来 公粮被他看得怪怪的 暗自私存道 难道这族长要来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的套路 虽然这人看起来是艳丽绝美 但岁数也未免太大了吧 这哪是什么以身相许 分明是老牛吃嫩草的节奏啊 纪御庸坐在龟背上 感觉在众人面前 毫无存在感 就从上面下来 凑到公粮的身边 巧声地问道 公粮大哥 没想到你是如此不凡 想来应该是百步精英中的精英吧 公粮哈哈大笑道 我可不是什么百步精英 只不过是一个 刚刚从荒莽丛林出来的小子而已 纪御庸当然不信 脸上全部写着 你骗傻子吗的表情 公粮却不管他信不信 向焦人族组长 百尼斯介绍道 这位是纪御庸 从东土大渔国来的游商 刚才就是他和我一起 帮助焦人族击杀巨蟹的 多谢纪公子 百尼斯拜谢的 不用客气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是我被应有之意 纪御庸口中这么说 但看到他对自己 与公粮区别对待的表现 心里却想 这下完蛋了 刚才就不应该回去 这下礼物的大头 肯定要被公粮占去 不过他倒也心宽 对能够得到一点 免费的礼物 已经很满意了 弥谷在三层阁楼里边 看外边已经没事 就想出去玩 可是爸爸又不让他出去 怎么办呢 小脑袋想了想 决定偷偷出去 不让爸爸看到就没事 可是当他飞到楼阁外的时候 却发现 整栋楼都被一层光晕给照住 出不去 他歪着小脑袋想了想 刚才爸爸和那个胖胖的家伙 就是这样出去的 自己应该也能出去 所以他就试着 用手指往光照戳了一下 手指顿时穿过光照 到了外边 收回来时 手上还带着湿润的水迹 哦 好聪明的 小家伙兴奋地扇着翅膀 高兴得眼睛 都弯成了一枚残月了 于是他就扇着翅膀 往外飞去 输掉老龟早已经看到他的动作 起先没管他 现在看到他要飞出去 连忙挡住 然后就见那层虚幻的光晕 化成了尸体 挡在了米谷的面前 米谷一头撞上 哼的一声 顺着尸体的光照往下滑去 哎哟 米谷揉着撞得发疼的小脑袋 生气地指着光照 机里呱啦的大骂起来 你这个臭东西 烂东西 坏东西 爸爸能出去 那个胖胖的家伙能出去 为什么我不能出去 哼 你就不是个好东西 你是烂东西 你是坏东西 你是臭东西 呸 光骂还不解恨 小家伙还生气地 对着光照吐了好几口的口水 这下 口水倒是吐到了外边 嗯 怎么会这样 小家伙看得双眼直瞪 好奇地举起小手指 往光照戳过去 手指顿时到了外面 还能碰到外边的海水 难道 手离开的方法不对 米谷歪着小脑袋瓜想 爸爸是走出去的 那我是不是也要走出去才行 小家伙想 小家伙想了想 感觉应该是这个原因 哼 我好聪明的 于是乎 小家伙就神气地 昂首挺胸 大步地往外走 可惜却砰的一声 再次撞在了光照上 气得他大骂起来 老龟在外边看到小家伙的可爱模样 笑得都快要内伤了 米谷骂了一阵之后 也骂累了 知道自己是不能出去 就干脆坐下来 往外看 公良虽然在和娇人族 和继兄说着话 但眼睛却时时刻刻地 盯着旁边不断旋转的巨型漩涡 漩涡是因为他五冬巨骨而起 现在漩涡没有了他五冬巨骨这个支点 就像高楼没了支撑的动量 随时都有坍塌的危险 想想上边那些被漩涡吸进去的东西 若是真的垮下来 那后果无疑是非常可怕的 此时他发现 漩涡速度好像真的慢了下来 连忙对着继兄和娇人族的组长说道 不好 漩涡要停下来了 大家快走 季兄和百尼斯听到他的话 抬头一看 不远处的漩涡 真的好像有要停下来的迹象 再看上边被漩涡带起的东西 就感觉头皮发麻了 季御庸当先跑回三层楼壳里边躲起来 百尼斯也赶紧带着族人离开躲避 公良看了一下 也回到了三层楼壳之中 等他进去 巨龟就离开漩涡笼罩的水域 弥谷看到爸爸回来 顿时屁颠屁颠地飞过去 抱着他的脖子 亲密地蹭着 高兴地叫着爸爸 公良把他抱在怀里 怜爱地在他额头亲了一口 小家伙开心地眯起了眼睛 他最喜欢爸爸这样亲他了 海底中 旋转的巨大漩涡越转越慢 越转越慢 逐渐停了下来 原本被吸到漩涡中的东西 纷纷从上边掉落 巨蟹的尸体 珊瑚礁 石头 海鱼 水草 等等等等 一股脑 统统砸在了柔软的海泥中 清澈的海水 顿时被这些东西 砸落带起的海泥 嚼得一片模糊 都看不到任何东西 过了一会儿还是一样 这时候 就见巨龟两只前肢 在水中不停地滑泊 然后吐出了一口白气 刹那间 海拨撩动 好像有一双无形的手 推着这些污浊的海水 往旁边而去 只是片刻 原本污浊的海底 就恢复了一片清明 只是面前 却堆了一堆 乱码七遭东西 组成的伟岸高山 很显然 这都是一些漩涡 吸走的东西 这里边有大量的巨蟹尸体 那可是能够扩展 空间的能量 公粮一看 就把米谷放下 打算出去捡巨蟹 但米谷也要跟爸爸出去 所以袖着一下 就飞到了公粮的身边 紧紧抱着他的脖子道 爸爸 我也要去 我也要去 米谷 乖 爸爸有事情 你要乖乖地待在里面 公粮好言好语地哄的 不 我不要在里面 我要出去 我要出去 被小家伙馋得没办法 再加上外面 已经没有了危险 想了想 公粮又向鸡羽雍 要了一颗避水珠 才带着小家伙往外走去 小家伙高兴地 将自己的粉嫩小脸 在爸爸脸上用力地蹭着 爸爸对他最好了 至于圆滚滚和小筋 就没有那么强地出去欲望 因为外面到处都是水 他们两个都不会水 出去会被淹死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4章 捡巨蟹尸体 得蓝珍珠 公粮到了外边 就往巨蟹的尸体 珊瑚礁 海草等等东西堆成的高山走去 开始捡巨蟹尸体 扔进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果子空间得到小黑水池 分解的能量之后 开始扩展起来 住在里边的 孪生双肢兄妹 看到不断扩大的空间 咿呀呀咿呀呀的叫着 跳着 都不知道是在干什么 米谷被爸爸背在后边 嘟着小嘴 满脸的不高兴 他还以为出来 能扇着小翅膀到处飞 谁知道却不可以 地上又全是烂泥 自己不能走 只能让爸爸用筐背着 这里又没有好吃的东西 除了水都是水 他都不喜欢待在这了 公良知的小家伙肯定不高兴 他就喜欢扇着他的小翅膀 到处飞呀飞呀 这时候憋屈在背框之中 哪里高兴得起来呀 看到前面一截血红的珊瑚不错 他就随手捡起来 给米谷玩 米谷才不喜欢呢 不过是爸爸给的东西 他就收了起来 公良却忽然大悟 自己怎么竟想着收巨蟹了 这些血色珊瑚也不错 拿到外边磨成珠子 或者是做成盆景 即使在大荒没人要 到东土那些人族的地方 也肯定有人要的 这可都是好东西呀 所以接下来 他只要看到东西 不管是巨蟹还是血红珊瑚 都全部收了起来 纪玉庸也从巨龟背上的 三层楼阁中出来 看他在杂物堆成的高山 捡血红珊瑚倒不奇怪 因为荒人大多居于内陆地带 一辈子没见过这些东西 难免新奇 但对他收巨蟹尸体 就无法理解了 不由他问道 公良大哥 你说巨蟹做什么呀 公良难道能说是 放进果子空间里 让小黑水池分解 得到能量扩充空间吗 肯定不能这么说了 侍宜就随便找了个借口说道 主要是拿来研究一下 看看这些海族 和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甲壳这么坚硬 为什么体型这么庞大 为什么会来到这儿 为什么会攻打娇人 一连这几个为什么 问得纪玉庸傻眼了 但他还是不太相信他的话 将信将疑地问道 是吗 要不然我捡这么多巨蟹尸体 做什么 吃饱了撑的 没事干呢 公良现在完全是睁眼睛 说瞎话了 纪玉庸感觉也是 默然他看到 一只硕大的血红珊瑚 躺在乱马七遭的巨蟹尸体之中 也顾不得和公良说话 连忙走过去 即使是靠海的大雨果 这么大的珊瑚也是十分的稀健 相信带回去 一定能在国都那边换不少的钱财 将血红的珊瑚收起来 刚刚抬头 他又看到旁边还有一只小一点的珊瑚 连忙跑过去 于是乎他就和公良一样 埋头在乱马七遭东西堆成的高山中 翻找着东西 但他和公良捡的东西有所不同 公良几乎什么都捡 有时候连礁石都收起来 但他却只捡一些完整的血红珊瑚 因为只有这些 才能在国都卖出好价钱 礁人族组长百尼斯 从藏身处走出来 看到他们在杂乱堆中寻找东西 就走过去问道 恩人 季公子 你们在找什么 需要帮忙吗 季玉雍摆摆手说道 不用 他随手将一小只血红珊瑚收起来 就往旁边走去 公良看着乱马七遭东西堆成的高山 感觉若凭自己捡的话 估计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他就对着百尼斯说道 那就请族长让你的族人帮忙 把那些巨蟹的尸体搬在一起 等会儿我再过去收 百尼斯当下就让族人 去把散落在地上的巨蟹尸体 全部搬到旁边的空地上 没过多久 就堆了一大堆 公良走过去收走 就继续在杂物堆成的高山中 寻找东西 百尼斯看他们在忙也不打扰 转身回了族里 只留下族人帮着公良 持取这巨蟹的尸体 弥谷小家伙瞪着大眼睛 看着离去的百尼斯 奇怪他怎么和他们长得那么不一样 都没有脚 却有一个大大的长长的尾巴 如果不是他们上边还有身子 他都感觉他们是海里的鱼 忽然公良拍了一下脑袋 自己怎么这么糊涂啊 这巨蟹不是能吃吗 尤其是用来熬汤煮粥 简直是人间美味 自己先前怎么没想到呢 平白把那些巨蟹 扔进小黑水池里分解 浪费了那么多的东西 而且这蟹肉呢 可不只是熬汤 煮粥而已 还可以做成各种东西储存 可是难得的美味粮食啊 不能浪费了 当下他连忙改变策略 只把碎裂的巨蟹尸体 放到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完好的则先放到一边 等以后再说 他似乎从来没想过 巨蟹是海族这个问题 弥谷坐在公粮的背框中 一点也不安分 有时站起 有时坐下 坐下的时候 屁股也是不安分的扭来扭去 眼睛如同雷达一般 在海中四处的扫射 素人 他发现不远处 一块珊瑚礁的下边 好像有东西亮了一些 连忙对着爸爸叫道 爸爸 那边有东西 哪里啊 埋头收巨蟹尸体 血红珊瑚的公粮 抬头问道 那边那边 弥谷兴奋地指着 不远处的珊瑚礁 公粮顺着他指的方向走去 来到珊瑚礁的边上 直接将珊瑚礁收起来 扔进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等下面浑浊的海水散去 顿时露出了一颗 八正大的蓝色珠子 公粮捡起来 放在手中 只见珠子已经浴化 在投进海底的微弱阳光下 散发出蓝宝石般 魅惑的光泽 不错的东西 公粮看了一下 就拿给筐里的米谷玩 但这东西的个头太大 米谷根本不喜欢 他只好收了起来 看这边东西不错 公粮干脆就在这儿捡东西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 竟然让他在这堆乱马 七糟的东西中 找到了一个 两间房子大小的庞大巨被 巨被上厚厚的壳 已经被掉下来的 胶石砸烂 露出里边粉红的被肉 一些色泽幽蓝的珍珠 在被肉边上 清晰可见 看来应该是 胶石砸下来时 把里边的蓝珍珠 挤了出去 要不然 也不会落在外面 公粮现在也没心思 收拾巨被 就先收起来 等以后再慢慢处理吧 一堆由巨蟹身体 血红珊瑚 礁石 海草 海鱼等等 各种各样海底东西 组成的高山 里边的东西自然不少 认真收起来 都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不过那些散落在外面的巨蟹尸体 已经全被焦人找了出来 堆成了一堆 这些人做事很细致 连一些破壳断爪也减 公粮收起他们堆起的巨蟹尸体之后 果子空间猛然扩展开来 一下就多了几十亩 纪玉庸看起来也是收获不错 大胖脸上笑得都没了眼睛了 过了一会儿 一名美艳的焦人水娘 乒乒乒乒 呃呃挪挪的分开水波 朝他们游来 请他们到族里去 公粮看了 也就不忙着捡东西 和继兄一起 往焦人族所在的血红珊瑚山走去 焦人族所住的这个血红珊瑚山上的珊瑚 被暴力的巨蟹砸塌了不少 但整体还算完好 他们过来的时候 看到一些焦人 正拿着东西在血红珊瑚山上修补 有的则在山边 重新修住被巨蟹砸开的围栏 这次他们似乎想弄得结实一点 直接从不远处 那堆乱马七遭组成的高山中 搬来礁石 筑起了高墙 身材曼妙 婀娜动人的美艳焦人水娘 带着他们来到了焦人族中 最大的一处洞穴 公粮一走进去 就看到挖空的血红珊瑚洞上 挂着一盏 由众多夜明珠组成的吊灯 灯光明亮 将整个珊瑚洞照得一片通明 只是珊瑚洞是由血红珊瑚挖成的 被灯光这么一照 顿时变成了血红一片 让人宛如置身于火海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血红珊瑚挖成的珊瑚洞 其实不是一个洞 而是一处会客大厅 焦人族的族长百尼斯 见到他们到来 连忙上前相迎 请他们入座 焦人族的坐席和大荒一样 都是席地而坐 不同的是 焦人族坐下铺着柔弱的沙垫 身前是血红珊瑚 雕族的暗记 从此处可以看出 焦人族和普通荒人部落的区别 至少在审美方面就不一样 焦人多了几分诗意和柔美 焦人族的生活方式 也与大荒部落不同 大荒部落大多属于 父系社会性质 而焦人族却属于母系社会 在这里 所有一切都是由女人掌握 而男人则沦为女人的附属 等公粮和鸡玉雍落座 一鸣鸣美艳的焦人水娘 摇曳着婀娜身姿 从外边飘飘而来 献上一盘盘海中的真物 和水族的佳酿 美艳的焦人水娘献上东西之后 留下两人下来 在公粮和鸡玉雍身旁伺候 待焦人水娘给他们 蒸上佳酿 百尼斯就举起 玉化血红珊瑚雕旧的清亮玉杯 两位请 族长请 百尼斯感激两人相助 频频劝酒 旁边两位焦人水娘 更是殷勤的伺候 一时间 美人美食美酒 真是美不胜收啊 既玉雍何曾受过此种待遇 在美艳焦人水娘的 宛柔美眸魅惑下 陶醉忘我 都快忘了此身何处了 带两人吃过东西 百尼斯轻轻地 粘起果盘中的一粒红色真果道 这是海中山果 非上万年泄红珊瑚上寄生的海树 无法孕育 这山果中含有水中精华 对你们生活在地上之人的身体 颇有好处 两位不妨多吃一些 公粮和纪玉雍连忙谢过 岸脊上的东西 味道确实不错 都是陆地上没有的东西 但多是一些果物 没有半点肉食 米谷却不管有没有肉肉 捧着爸爸给他的果果 如同松鼠一般 鼓鼓囊囊地吃着 一边吃还一边四处看着 怎么瞧怎么可爱 百尼斯很喜欢米谷这小家伙 特地让人摆了一张小暗戟 在公粮的旁边 看他还小 就让人拿了一些 海中灵脉孕育的 玉叶穹姜给他喝 娇人的水族加酿不错 味道纯和 香甜中 带着一丝清凉 能让人精神震发 而那些血红颜色的果子 一咬下去 就有红色的枝叶流入口中 一股磅礴的精气 随之散发出来 充斥在四肢百脉之间 公粮本来以为还吃不饱 结果吃了一些 竟然感觉慢慢饱了 而且身上也变得暖和 要不然呢 身在海中 即使它是强壮的身子 也会感到一阵阵的阴冷 看来这果子也是不凡 百尼斯又劝了一回酒 想起巨蟹攻击的事情 不由地放下了雨杯 叹其气泪 自怨自爱地说道 唉 说起来 有今天一节 也是我身为交人组长 不注意引起 前些年 父亲不知从哪儿 搬来一群巨蟹 骑线只有一百多头 数量不是很多 所以我也没注意 谁知道 后面又陆陆续续搬来一些巨蟹 算起来竟然有一千之多 但那时我也不大在意 想着我交人与世无争 若和他们没有牵扯 应该相安无事才对 可谁知 几年下来 那巨蟹竟然生了一大群 这附近能吃的东西 几乎被扫掠一空 开始往我族这边而来 那时我就开始留意 警惕起来 并在山边竖起围栏 却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巨蟹如此野蛮 竟敢攻打我族 都是我害了族人 百尼斯说到伤心处 泪水如猪线般往下落 到了地面 花成一颗颗的珠子 在顶部夜明珠的照耀下 发出一缕缕的清光 公粮不知这族长好好的 怎么说着说着就哭了 连忙劝道 其实这也不能全怪族长 要怪就怪那么多 无知的巨蟹 再说那些攻打 你们娇人族的巨蟹 也差不多全被杀了 算是为你的族人报了仇 季御庸也在旁边说道 是啊族长 若是你还觉得不满意 大客趁此机会 带族人去巨蟹族所在 将他们全部击杀 白尼斯听了 一有所动 但想了想 又皱起了眉头 担心地说道 巨蟹一族势大 依我交人族现在的实力 恐怕是 力有未来 季御庸派的胸脯说道 放心 这不是还有我们吗 相信到时候 龟老也会帮忙才对 公粮在旁边瞪了他一眼 这家伙吃错药了吧 大包大懒的 我同意了吗 白尼斯又想了想 就下定了决心 若任由巨蟹一族 在我族旁边繁衍生息 迟早会再发生今天的事 不如 趁此机会了结 一劳永逸 到时 还要请两位鼎力相助 适合我交人 必有后报 这是我辈 应有之意 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季御庸谦虚地说道 公粮摸了摸下巴 最终也没说什么 因为这些巨蟹 实力不怎么样 只有房间大的巨蟹 比较厉害 实力和地面上 中等级别的荒兽差不多 但是他还没放在眼里 至于那些小的 他就更看不上眼了 那些东西 即使是圆滚滚 估计也是不屑一顾 决定一下 百尼斯就表现出了一族支掌的魄力 开始召集圣余的族人 准备攻打巨蟹族 很快他就召集好了族人 往巨蟹族居住的方向游去 公粮和寄予雍 则回到了巨蟹被室的三层楼阁中 由巨龟跟随前进 米谷从焦人族带回大堆的 百尼斯送的吃食 一回到楼中 就炫耀地拿出来 给圆滚滚和小金看 看得两个家伙眼睛都快突出来了 上好米谷不是个小气的人 很讲义气地分了一点给他们 这让圆滚滚对他的感觉变好了一点 打算以后叫好朋友小金和他一起玩 一路前行 越靠近巨蟹一族居住的地方 海中的植物越是稀疏 有的地方几乎没有 甚至连鱿鱼也没有一条 过了一会儿 众人来到了巨蟹的巢穴 远远就见一座宛如巨蟹的山丘 趴伏在海中 一些不大的巨蟹 不停地在蟹腹中进进出出 看到一群人过来 那些不大的巨蟹 连忙飞速地爬进宛如巨蟹的山丘之中 一群高大的巨蟹 随之出现在巨蟹山丘的腹部洞口 只是刚刚巨蟹遭受到了 公粮和寄予庸的联手击杀 一些大型的巨蟹已经死去 如今巨蟹族中也就只剩下一群 比车轮略大一点的巨蟹了 正所谓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看到巨蟹 百尼斯立刻带领族人杀上前去 公粮和寄予庸也连忙从三层楼阁中出来帮忙 虽然大型的巨蟹没有 但小型的巨蟹还是很多的 密密麻麻 杀不胜杀 公粮感觉自己手持巨骨根本杀不过来 就又拿出了长矛左右开弓 不一会儿 他的身边就堆了一大堆的巨蟹尸体 随即收起 后边有头车轮大的巨蟹 不怕死的举着熬钱夹来 他头也不回 一棒用力的砸下 那头巨蟹瞬间就被砸成了一堆肉泥了 纪御庸刚刚动用浩然正气剑 还没恢复过来 所以不敢面对太大的巨蟹 只是取巧地攻击一些小型巨蟹 归族在海域行商 经常和海族打交道 巨龟不想招惹纠纷 所以只是在旁边看着没有插手 但若有不开眼的巨蟹过来 他也不介意一脚踩下 米谷吃着山果 坐在三层楼阁中看爸爸打巨蟹 看到兴奋处 还抓着小拳头呼呼哈哈地叫着 圆滚滚和小金 也一样吃着山果在旁边看 因为米谷送了东西给他们吃 所以圆滚滚对他的态度好了很多 巨蟹虽多 但大型的巨蟹已经全部死在了骄人族 现在在巨蟹族中的巨蟹 实力并不怎么样 一些小蟹看到族中大蟹接连被杀 纷纷四散而逃 不敢再待在这里 骄人哪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随后就追了过去 而公粮和纪御庸 则跟着百尼斯他们 冲入了宛如巨蟹的山丘之中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6章 圆滚滚的审美观 巨蟹山丘之中 蟹路纵横交错 空空荡荡 连一头螃蟹也没有 似乎全都跑光了 公粮看里边没有巨蟹 就四处逛了起来 打算找一下巨蟹收藏东西的地方 看看里边有没有什么宝贝 结果被百尼斯告知 巨蟹族根本不会收藏东西 他们一向在外掠食 吃饱了 才回到洞中休息 产子 但是公粮却不信这个鞋 这么大一座山丘 怎么可能没半点有用的东西呢 所以和众人来到外面 将外面斩杀的巨蟹收起来之后 他就回三层楼阁 带袁滚滚出来 这家伙对好东西 向来有非同一般的感觉 相信应该能找到不少的宝贝 袁滚滚却不想出去 在里边是有吃有喝的 为什么要去外边泡水呢 他才没有那么傻 见他不听话 公粮直接把米骨身上避水珠 绑在他脖子上 将他抱了出去 这次米骨没再缠着要跟出去 外边都是水 又不能飞 又没有好吃的东西 他才不喜欢去呢 呜呜呜呜呜 圆滚滚拼命地挣扎叫着 但来到外面后 却发现身边的水 竟然被挡在一层光照的外边 一点也不能靠近自己 顿时好奇起来 往前面跑去 忽然脚下一软 双脚陷入泥中 但那些泥也无法靠近自己 好像被什么东西 分到旁边一样 察觉到这个现象 圆滚滚好像发现了什么 了不得的新玩具版 竟在那边踩脚踩脚 踩脚踩脚 玩得不亦乐乎 好像感觉还不过瘾 这家伙干脆抱着头 全这身子 在遍布海底泥的地方 滚了起来 地上柔柔的 软软的 滚起来好舒服 好玩极了 公粮在旁边 看得不耐烦了 一脚往他的屁股踢去 叫道 还要玩多久啊 快去找宝贝 本来玩得开心的圆滚滚 忽然被打断 瞬间炸毛了 恼怒的对公粮嗷嗷的吼道 公粮 你在踢我屁股 信不信我咬死你 公粮翻了个白眼啊 就这样的傻子 他一巴掌就能拍扁 但现在显然不是 跟这小屁熊猫计较的时候 连忙好言好语的安慰道 好了好了 都是我不好 快点去找宝贝 找到之后 我给你两枚灵蛇胎吃 一听到有吃的 圆滚滚顿时来精神了 却又讨价还价的说道 我要三枚 还有三枚天香果 上次米谷就比我多一枚灵蛇胎 嗯嗯 公粮都不懂他这是什么逻辑 上次的事情 能和这次扯上什么关系啊 而且这家伙什么时候 学会讨价还价了 他怎么不知道啊 只是当前还是找东西要紧 公粮就勉为其难的应了他 圆滚滚听到他答应 高兴的嗷嗷叫着往前面冲 公粮也赶忙追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被他找到了一个宝贝 不是在巨蟹山丘里边 而是在宛如巨蟹形状山丘的屁股后边 是一块黑油油坑坑洼洼的石头 公粮看着石头 很难相信这东西是宝贝 质疑道 你真的觉得这东西是宝贝 嗯 就是宝贝 这就是宝贝 圆滚滚肯定的嗷嗷叫道 公粮不大相信 不过最后还是相信了圆滚滚 毕竟在找东西这方面 他还从来没有让自己失望过 于是他就抱起坑坑洼洼 黑油油的石头 打算收入果子空间 没想到这石头却非常的重 他一不小心打了个亮枪 差点往前栽去 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公粮不相信自己搬不起这块丑陋的石头 当下马步一蹲燃烧牙字燕纹上的惊血 脚抓海底使出了全身的力气 哈的一声大叫 全身青筋如囚龙抱起 血气上涌 整个脸红得如火一般 费了无数的力气 才把石头收进了果子空间之中 但身上的力气 还有精神 却也全部消耗一空 一阵阵无力感 疲惫感 涌上身来 他连忙吃了一粒补血丸 盘腿而坐 片刻之后 才稍微恢复过来 他也没停下 继续带着圆滚滚 去找东西 可惜却什么也找不到 公粮就不相信了 这么大的地方 竟然只有一块 丑陋的石头算是宝贝 但圆滚滚说 他也没办法 可娇人族那边 不是还有一座 海中杂物堆成的高山吗 于是 众人回去的时候 他就带着圆滚滚 在高山上继续寻找宝贝 结果没有 公粮听得眉头一跳 这么大一座山 怎么可能没有宝贝呢 难道 弥谷找到的那颗 蓝珍珠不是宝贝 那些粗大的血红珊瑚 不是宝贝 那些房间大的巨蟹 不是宝贝 这时公粮突然想起呀 圆滚滚找到的宝贝 似乎都是那般的与众不同 比如刚才那坨坑坑洼洼 黑油油的石头 还有以前在采石滩 找到的那块破破烂烂的 形如石头的东西 还有在祖地时候找到的巨骨 还有嗜血蝙蝠洞 屎堆中发现的那一粒粒的东西 怎么感觉 他认为的宝贝都那么奇葩呢 这时候 公粮开始怀疑起圆滚滚的审美观了 胜利归来 娇人族组长 百尼斯在族中大开宴席 热情招待公粮和纪玉雍 还有得胜而归的族人们 一时间 娇人族陷入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纪玉雍也不知道 是不是喜欢上了娇人水娘 两只眼睛直勾勾的 盯着旁边殷勤侍奉的 娇人水娘 都快要转不出来了 公粮在旁边看了想笑 忽然 旁边水娘拉了拉她的衣袖说道 恩怨 我们族长有请 这时 她才发现娇人族长 已经不在厅中 就起身跟着娇人水娘走去 不过一边走 心里却一边嘀咕着 娇人族族长 找她到底有什么事 又不免胡思乱想起来 难道这族长真的要来 小女子无以为报 唯有以身相许的套罗 片刻之后 娇人水娘 就带她来到了一处 血红珊瑚 挖成了洞穴 然后转身离去 公粮怀着忐忽的心情走进去 就见百尼斯迎上来 当面败下 何请恩人 救救我族 啊 公粮眉头一挑 这情况和她想的有点不一样啊 她连忙上前 挽起了百尼斯 族长 不要如此 小子万万不敢当此大力 有事还请说 只要是我能帮忙的 一定尽力 百尼斯在公粮的劝说下起身 才说道 恩云也知道 我娇人族 原也是大荒部落之一 只是离开大荒土地日久 也不知神庙 还知不知道 我娇人族的存在 所以 想请恩人回到大雁之时 请大雁部落的长老 在神庙面前美颜一二 看能不能让我娇人一族 重归荒神的怀抱 沐浴神恩 这事儿我不能做主 虽然我会回大雁 但还不知道 是不是能在部落长老面前 说得上话 族长还是 另找别人帮忙为好 我娇人 离神庙遥远 又和猪部不熟 哪里找人 只希望 本人可怜我娇人一族 能够帮忙美颜 我娇人族上下 必然感激不尽 百尼斯说着说着 又哭了起来 这女人呢 也不知道 是不是水做的 公粮都被哭得 有点心塞 想了一下就说道 我确实还不知道 能不能帮忙 但若是回到部落 能够帮忙的 我一定帮忙 只是路途那么远 即使神庙同意 你们回归大荒 你们又怎么能知道呢 听到公粮的话 百尼斯擦了擦泪水说道 恩人请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法罗 只要有消息 就请恩人吹响法罗 我就会带领族人北上 前往神庙 祭拜荒神 既然你都想好了 我又怎么能拒绝 不过 你还要把你 教人族的事情 写封信给我 到时我才好 跟大雁部的长老说话 这是自然 百尼斯就把准备好 将神庙上书的备策 和传音法罗给他 还送了一些 焦人族的特产和宝物 公粮这次可谓是 收获满满 纪玉庸也不例外 得到了百尼斯的 无数馈赠 纪玉庸算了算 旨在焦人族的收获 不仅可以还清 老规的借贷 甚至还有些盈余了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7章 处理巨蟹 公粮大哥 我们就此别过 以后到大鱼国 记得去青阳学宫找我 到时小弟 与顶扫踏相迎 带你领略 我大鱼国都的风采 会的 祝你一路顺风 纪鱼庸回了一里 转头对巨龟 说道 龟老 我们走吧 巨龟徐徐地踏步而去 很快就没入海平面下 静静地去 如来时一般飘忽 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 远远的 公粮似乎听到了风中 飘来寄予雍的吟唱 青藤戒汉 卧珠荒 力望何如 化此堪 无地不同 方觉远 共天无别 始之宽 纹皮格物 朝寒碧 老邦灵波 夜吐丹 万壮千行 皆得意 龙京独自 转身难 直到他们消失 公粮才收回目光 只是他并没有离开采贝滩 继续赶路 而是打算留在这边一阵 离离最近的收获 但现在最紧要的无疑还是 先在采贝滩上找找看有没有预备 他一直感觉 采贝滩上没捡完的玉被 不会真的随潮水退去 全是乐壁部的人 在胡说八道 他根本不信 看到采贝滩没人 他就把孪生双支兄妹放出来 让他们一起帮忙 寻找玉被 一群人就在采贝滩上找了起来 但玉被就是那么古怪 怎么找也没找到 忽然不远处传来 圆滚滚嗷嗷的叫声 公粮想没有东西 公粮听得眼前一亮 连忙小跑过去 他就说嘛 不可能月圆过后 玉被就随潮汐离去 在哪儿 呃呃呃呃 圆滚滚指着自己 站在下面叫道 公粮连忙拿出铁桥 挖了起来 一米 两米 三米 四米 挖了一个深坑 还没挖到东西 公粮不由地怀疑起 圆滚滚的判断 问道 你是不是感觉错了 嗯 就是这里 圆滚滚肯定地叫道 见他这么笃定 公粮只好继续地往下挖 又挖了三米 下边已经湿润了 渐渐有水从旁边涌了出来 再挖一下 他忽然看到 下面有一块鸡蛋大的紫色玉石 这紫色的玉石好怪 竟然自己会动 不停地往下钻去 他连忙伸手抓住 看着手中的紫色玉石 公粮发现 这也是一块玉被 不过却是紫色的 通体晶莹 剔透如水晶 泛着紫色的光 紫玉被好像是活的一般 在他的手心里扭来扭去 想要逃走 这是公粮 不用任何人说 也知道这是宝贝了 怕宝贝跑了 他连忙进入空间 取出一个天香木盒 想要把紫玉被 收起来保管好 可就在打开天香玉盒 放进去的一刹那 紫玉被忽然挣脱他的手 往远处飞去 公粮拔腿就追呀 紫玉被飞出没多远 就钻到了 孪生双肢寄生的那块 灵气充沛的玉石边上 和他贴在了一起 奇怪的是 没过多久 竟然有一丝细小的青泉 从玉石前边的地下渗出 缓缓地往前边的小湖泊流去 公粮看到傻眼呢 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难道紫玉被还能化出泉水 真是难以想象啊 他这人有个好处 想不通的就不再去想 反正对自己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而且空间有了活水以后呢 水质起码要好很多 不像以前那样 死水一潭 都有点走味了 有了这好处啊 他寻找玉被的热情 更加的高涨起来 带着圆滚滚滚满地跑 可惜的是 即使搜遍了整个彩备摊 他们也没找到一块玉被 只得无奈收场 夕阳西下 远出一片红韵 看天快黑下来 公粮就在海边 早前清理出来的空地柱下 开始着手准备晚餐了 果子空间里 还有一大堆巨蟹的尸体 所以晚上 他也没想吃别的 直接从里边 取出了几只 车轮大小的巨蟹 这些东西 个头这么大 也没法用锅煮 公粮直接用长毛刺穿巨蟹 架在火上烤着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一滴滴飘着 鲜香味道的蟹汁 就不停地从蟹壳里边流了出来 让人闻得有点嘴馋 巨蟹身上 最好吃的东西 就是里面鲜美的蟹肉 但吃蟹肉 却必须有对的方法 要不然 绝对无法品尝到真正的鲜蟹美味 烤了一会儿 公粮看巨蟹快要烤熟了 就从果子空间 取出了几个大碗 然后放了一些果醋 盐 野山椒 山蒜蓉 姜蓉下去 将这些搅匀浸泡了一会儿 等姜蒜 野山椒的味道出来之后 这个左蟹蘸料就好了 其实啊 这道蘸料还少了一味酱油 可惜酱油它根本不会弄 只能用盐来代替 要是有了酱油 那蘸料的味道又是不一样 得香死 晚餐当然不是只有巨蟹 还有米饭 野菜 如果单纯吃巨蟹的话 吃多了难免得拉肚子 但米谷 圆滚滚 小筋儿 他们却不管 等巨蟹熟了之后 个个埋头啃着巨蟹 咔嚓咔嚓的声音不断传来 有如一阵高低起伏的琴声 他们吃惯了林中的野味 还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好吃的海鲜 一时竟然有点收不住嘴 公粮看他们都不蘸蘸料 就扒了一块蟹肉 向他们示范 米谷看了 也学着爸爸的样子 抓了一大块的蟹肉 放在碗碗里蘸一下 尝一口 眼睛顿时瞪大起来 圆滚滚和小筋儿 看到他那毫无掩饰的表情 顿时有样学样起来 一时间呢 都被蘸料吃到的蟹肉 别样的美味给惊呆了 公粮有点傲娇 不懈地瞪了他们一眼 一群土包子 这只是蟹肉中的一种吃法 要知道 他真正的本事还没露出来呢 说起来呀 骄人族一行 公粮的收获最大 果子空间 因为得到巨蟹尸体分解的能量 从原来的85亩 突然增加到了247亩 空间一下宽阔起来 高兴地住在里边的 鸾声双支兄妹 是又娇又跳的 除了丢进小黑水池里分解的巨蟹 空间里还剩下很多 吃完饭 趁着闲暇的时间 公粮就开始处理起来 蟹肉是十分鲜美的东西 煮粥的时候 若是能放一点下去 即使不用放任何提鲜的东西 都非常的美味 但最好吃的 只是蟹肉本身而已 壳并没有用 所以公粮就把巨蟹的壳 砸开取肉 将这些蟹肉或晒干 或者做成蟹丸 蟹肉瓣 放进天香木 做成的木盒中保存 在前世 他可是吃过蟹肉瓣 那味道真的是鲜美无比 就算不吃 放在锅里调味 那也是顶级的 是已 这次公粮特地地 将一些晒干的蟹肉 磨成粉和小西鱼粉 交错代替前世的味精调味 免得只用一种东西调味 久了 会感觉厌烦的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8章 小金会飞了 阳光从天空洒下 飘荡在海面上 织成一片绵延无尽的金黄锦缎 海边上 一个个大骰子摆在那里 里面放满了晒得磅干的生蚝 处理完巨蟹 工粮也没闲着 开始在海边礁石上采生蚝 大的就用天香木做成的大木箱子储存起来 小的直接晒干 海边天气好 不过短短几天 他就收获了一堆的生蚝干 生蚝的味道好 蚝干的味道也不错 不仅可以用来做菜 还可以做成蚝油调味 不过制作蚝油的方法呀 工粮还在探索当中 走到这大筛的旁边 看到生蚝表面已经晒干了 他就抓起大筛 剥了几下 把下面未干的部分 翻上来继续晒 处理完之后 他就回到海边新搭的木屋 把门一关 进入果子空间之中了 最近空间得到巨蟹壳 和内脏之类砸碎的东西 分解的能量又扩大了一些 增加到了255亩 空间一扩大 哈顿时感觉 原来种植东西的地方太挤了 就开始着手 将以前种的一些东西 迁栽到新增长的土地上 出人意料的是啊 这竟然让他发现了 孪生双枝兄妹的一大本事 那天 他看天香树林和青桑林靠得太近 就想把青桑树挖到最边上去种 孪生双枝看他挖一棵棵的树 种到旁边之后 歪着脑袋想了想 忽然一压压一压压的叫了起来 然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 那些树竟然移到了自己 挖到边上去种的那青桑树的边上了 当时公良看的眼睛都快突出来了 他实在没想到 这两个小家伙 还有这么妖孽的本事 后来想想也就使然了 两个家伙是灵芝成精 属于草木之精 理论上有点预示草木的本事 也不奇怪 所以他干脆就把种树之类的事情 交给他们去做 并且把里边的花花草草 交给他们去打理 两个小家伙听了 高兴得不得了 咿呀呀咿呀呀 又跳又叫着 挖树的时候啊 公良意外的发现 天香树林竟然有一群香风 已经在里边造就了 一米多高的蜂窝 挂在树上 公良看的头皮发麻 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难道是在操舌部的时候 招惹到的 本来他想拿火把蜂窝给烧了 后来想想就没这么做 因为香风他能酿蜜啊 若不是怕被遮挡 他都想把这些野风 驯服成专门采蜜的家坊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要想吃蜂蜜的话 可以直接去采 现在果子空间扩大了 以前的小格局肯定不行了 所以他重新规划了一下 古松林和天香树林 因为树木太多 太大不好搬 所以只能留在原来的位置 以后可以直接的往两边扩 青桑树因为刚种下去不久 比较好挖 所以公粮就将它们挖起来 种在南边 靠近迷雾边缘的地方 另外那些乱马七糟 比如花椒 山藤之类的东西 就一起移了过去 空下中间一大片土地 用来种东西 空间扩大 公粮就把原来的湖泊 又挖大了一些 三色稻直接种在旁边 也就不用害怕没水浇灌了 林林总总乱马七糟的东西 是一大堆 清理了几天 公粮才全部处理完毕 又休息了几天 他才带着米谷 圆滚滚 小金他们一起继续赶路 这次啊 他们并没有在丛林中行走 而是依照地图的指引 从海边往上前行 吹着喜喜的海风 米谷坐在爸爸脖子上 欢快地唱着不知名的歌谣 一边唱 小家伙还一边开心地 摇着尾巴 扇着翅膀 耳朵中一阵阵凉风灌进来 公粮已经不记得 跟米谷说过多少次了 不要往自己耳朵里扇风 不要往自己耳朵里扇风 但这小东西就是没记忆 过后就忘了 又是这样 公粮无奈地说道 米谷 你能不能不要 老往爸爸的耳朵里灌风啊 米谷睁着大眼睛 好无辜地说道 爸爸 我才没有这么做的呢 是尾巴和翅膀好讨厌 他们老是自己动来动去 我都不想的 既然他们不听话 那我把你的翅膀和尾巴 砍下来好不好 不好不好 米谷连忙摇头说道 说完好像怕爸爸 真的要把翅膀和尾巴砍掉 他连忙把翅膀收起来 将尾巴盘在身上 不敢乱动 但这现象并没有持续多久 就固态萌发 公粮看得都无话可说了 这小东西就是这样 他也没办法 他们就这样继续沿着海岸线勤行 若是遇到退潮 只有直接走在柔弱的沙滩上 到了掌潮的时候 他们就进入岸边的树林里 海边荒兽少 海兽一般又待在水下 这一阵子赶路 他们倒也没遇到什么凶猛的兽利 平安无事 又走了一天 天气还是如往常一般的晴朗 万里无云 忽然米谷看到 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 从海面上飞过 不由新奇地对爸爸叫道 爸爸爸爸 你看那是什么 公粮往海上看去 一条条的海鱼 不停地游远极近 从南到北地跳去 有些像他以前 见过的刀鱼 有些则像飞鱼 扇着一堆肉翅 不停地在海面飞掠 小金在旁边看了 猛然大叫一声 扇着翅膀 往飞鱼飞来的方向滑翔而去 到了飞鱼群中 速然伸出利爪和尖嘴 抓住飞鱼 然后飞掠回来 就在公粮的面前 啾啾地叫着妖公 米谷在爸爸的脖子上 看得非常不服气 顿时扇着翅膀飞了出去 然后抓了一条大鱼 飞回来炫耀着 小金也不知道 哪根弦给搭错了 又扇着翅膀飞了出去 抓了几条鱼回来 接连地抓了好几次 他似乎是飞出了惊艳 速然又往海面飞去 但这次他并没有抓鱼 而是扇着翅膀 开始在海面转圈 一边转一边往上飞 看起来就如同 急转的陀螺一般 小金慢慢地往上飞 越飞越高 越飞越高 到了上面 他惊奇地发现 自己根本就不用扇翅膀 只要轻轻地动一下 借着上面的气流 就能在空中翱翔 有了这个大发现 小金高兴地叫了起来 这次不是鸡叫 而是犹如鹤鲤般地赫赫而名 公粮在沙滩上看着小金在天上翱翔的模样 心中无比的欣慰 这小家伙终于会飞了 圆滚滚仰着头看着小金 萌蠢萌蠢的 也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弥谷倒没记住小金也能飞了 只是好奇地看着 小金会飞了之后 有点乐不思数 除了晚上回来住 基本上天天在天上飞 这一幕看得圆滚滚是郁闷无比 看来 自己和小金的友谊小船 要翻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199章 贪图 悬崖山对面山谷中 一名身穿火红衣裳的女子 踏着火鸟缓缓落下 她记得前些日子经过的时候 发现这边灵气充沛 但因为看到 百步精英的联络信号 急着前去会合 没有查看 想着等那边的事了了再过来 怎么只过了一段时间 这里就变得全无灵气了 女子踏在鲜花和青草 铺地的山谷上 四处的看了一下 发现了被公粮挖出 充沛灵气玉石的横坑 和咬干水的湖泊 眉头不由的皱了起来 这地方显然已经被人 节足先登了 只是这人也太缺德了 竟然把谷中所有的东西 都挖得一干二净 连一点灵物的线索 都没有给她留下 再转了一圈 看到确实是无法找到 任何东西之后 她才兴兴地离去了 若是她知道曾经有一对 人形宝药摆在面前 而她却白白错过 不知道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想法 刀猛带着内藏六尺毒阵的宝珠 去找天真部最后的一名族人 路上经过一些老朋友的部落 就去喝了几杯 等在踏上寻找天真人的路程时 她才发现 自己好像不知道 那名天真部的小女娃的下落 不得已 她只得回转神庙 请司徒再算一下 天真部那小女娃的下落 但回到神庙 她又不想去了 就把宝珠丢给了司徒 好了 司徒看着手中的宝珠 摇头苦笑 但也没有办法 这家伙性情如此 让人涂瘫奈何呀 她只得取出一根符文针骨 玉石体内真火炙烤 补算起天真部女娃的下落 过了片刻 就算出来了 只是路途太远 她也不大想动 又算了一下 发现他们 竟然是往神庙而来 想了一下 就决定 留在神庙当中 等着他们的来到 而另外一边 公粮躺在柔弱的沙滩上 晒着太阳 忽然有一种被人窥探的感觉 弥鼓往天上看去 那边有点怪怪的 圆滚滚学着公粮的模样 在沙滩上躺着 抬头看着小金 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 他的好朋友 是真的离开他了 这让他有点怀念 以前小金跟在自己 屁股后面的日子 心里有点淡淡地忧伤 众人上空 小金随风飞舞 毫不畅快 这时 远处忽然飞来几只海鸟 小金却是不管 依然自由自在地飞着 但这里是海鸟的地盘 看到他竟然敢在这里放肆 顿时飞过去 想要教训他一顿 小金不甘示弱 扑了过去 一时间羽毛纷飞 热血飞溅 最后 刚会飞不久的小金 终究敌不过 常年私混在这边的海鸟 惨败而逃 几只海鸟随后追去 躺在沙滩上的公粮 看到竟然有海鸟 追在小金的后边 连忙拿出短毛 飞制出去 毛素飞快 急若惊雷 刹那间刺中海鸟 一一支支中毛落下 小金总算是逃过了一劲 小金身上的羽毛一片凌乱 好委屈地走到公粮的身旁叫着 寻求安慰 公粮见他受伤 连忙拿出药给他敷上 一边敷一边还不忘教训道 你也是傻 看到人家鸟多就要躲开 竟然傻傻地在那边飞 以后要记住 看到鸟多就要跑 若只有一两只小的 咱们再上去站 你这样不是白白送肉给人家吗 小金揪揪地叫着 也不知道是同意了他的话 还是被他敷药敷疼了 过了一会儿 伤口敷上药粉 公粮又对小金儿叮嘱道 这几天就不要上去飞了 等伤好之后再去吧 小金儿啾啾叫着表示知道了 圆滚滚对好朋友的归来 表示欢迎 这下子自己终于又有伴了 休息了一下 公粮就继续上路 这一路他们走的都是海边 有时在海边发现 众多的海鲜贝类 还会停下来 采挖一些晒干储存 留着以后再用 现在在海边有这些东西 以后到了丛林 可不一定有这么多的海味吃了 所以一路走来 别的没有 公粮倒是储存了一些晒干的海鲜 再往前走 差不多四天左右的路程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滩土 滩土上尽是烂泥 上面长着一棵棵红色的小树 密密麻麻 宛如一片火海 无数蟹泪在红树下边爬来爬去 一些小跳鱼在红树下跳来跳去 一条条如同小蛇般 身子却是透明粉红的虎头鱼 在林下滩土爬来爬去 公粮看了一下 就去不远处的树林中 砍来一只树干 插进滩土烂泥中 树干齐根而入 看来呀 滩土的泥很厚 不能从上面走 只能绕路 可是滩土广大 他们走了几天 竟然都还没有走到尽头 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公粮就想另外找条路 就在这时 忽然看到前面挺立着一座山丘 看来 滩土快要到尽头了 他连忙加快脚步往前走去 往前走了一阵 滩土已经不再是滩土 上面青草 灌木变多 上游流下的水 继续在这儿 形成了一片沼泽地 小鸡的伤口还没好 公粮就让米谷飞到上面 去看一下 这沼泽地有多大 但下面都被绿树覆盖 小家伙也看不清 继续地往前走 走了大约两天的时间 公粮发现 那山竟然还在那儿 竟然没有一点变筋的样子 这真的是应了古人的那一句 望山逃死马了 一行人都走累了 就停下来休息 公粮走到沼泽边的水潭取水 准备煮饭 忽然水潭边上的烂泥中 喷出一道水雾 公粮下意识地想躲 米谷本来就跟在他的身边 这时候看到水雾喷来 猛然张嘴 将那些水雾吸了进去 然后又往喷出水雾的地方 吐了一口口水 公粮往喷出水雾的地方看去 却发现那边什么都没有 心中奇怪 就取出一根长毛 往前刺去 一声入肉声传来 仔细看去 他才发现 原来烂泥中趴着一只 和烂泥差不多颜色的虫子 这虫子和他前世见过的 吸血跳走样子差不多 但最少也有一米长 半米大 肥胖无比 趴在烂泥中 肉眼根本看不清 若不是他自己主动袭击人 估计没人知道 这里还趴着一只这样的虫子 爸爸爸爸 这是好好吃的东西 我喜欢吃 米谷扇着翅膀 兴奋地说道 既然是小家伙 喜欢吃的东西 那应该是有毒了 公粮一毛将刺中的东西挑出来 发现这东西竟然没死 只是晕了过去 看来这东西应该非常毒 要不然 也不会连米谷的口水 都无法毒死它 第二百章 骑舌步 公粮一毛将从烂泥中 挑出来的东西刺死 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就拿大荒土捡出来对着 翻了一下 在水收卷上 发现了这东西的来历 原来 这东西叫玉 小一点的玉 就值一百零十 大的一千 一万的都有 从价格上来看 这玉还很珍贵 可惜上面只记载了名字和价格 什么也没说 要不然 倒是能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 双头龙葵从公粮手腕上竖起头来 眼中一片冷地 刚才他竟然没有发现玉的存在 生气了 从公粮的手腕上下来 往沼泽爬去 只见他深入沼泽之后 化成一条巨蟒在水中游动 经过一些地方 猛然地张口咬下 然后就见一支支 如烂泥般颜色的玉 被他吞入口中 过一会儿回来 肚子已经鼓起 继继续变成一条小蛇 缠在公粮的手腕上 公粮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还有这种变大变小的本事 一时惊奇不已 米谷 圆滚滚小金 更是好奇地看着 但即使双头龙葵已经消灭了附近的玉 他也不敢再待在这里 连忙收起刺色的玉 往前走去 打算找个远离沼泽的地方落脚 免得再碰上这种 让人无法察觉的东西 刚才要不是米谷这小东西啊 他已经死了 走了一阵 前面忽然传来了一阵呼喝声 默然 一名手持弓箭 身穿如玉般衣物的瘦弱汉子 从远处跑来 一看到公粮他们 就大声地叫了起来 快跑 骑射部的人来了 公粮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咱们可能会跑 就继续地往前走 那瘦弱汉子看到他们不跑 就连忙回头提醒道 你还不快跑 那些骑射部的人 可不管你是哪个部落的 一看到人就杀 那就看他们有没有这本事了 公粮淡淡地回了一句 拿出巨骨 指示前方 不一会儿 就从前面跑来一群手持长矛的人 这群人长得十分怪异 蛇兽 人双眼血红 嘴中竟然有一条 如同蛇信子般开叉的舌头 小心 他们会喷毒液的 瘦弱汉子在旁边提醒道 骑舌部的人一到近前 就喷出了一口毒液 弥鼓张嘴一吸 瞬间就把毒液全部吸了进去 只是片刻 他身上的翅膀就变成了深绿 没心中的悬傲印记 更加的明显起来 骑舌部的人一看 毒液对他们无效 立马地手持长矛 嘶嘶叫着冲了上去 那名瘦弱的汉子持弓射去 顿时有一名 骑舌部的人被射死 骑舌部的人狂躁起来 一个个不要命地往公粮扑去 迷鼓看了 张嘴一吐 一口口的口水 顿时如炮弹一般飞出 可惜对骑舌部的人根本无效 看着他傻眼不已 这是公粮动了 手中的巨骨如轮飞转 不要命的骑舌部人迎面扑来 一个个被飞速旋转的巨骨 砸飞出去 有倒霉一点的直接被砸中脑袋 顿时白的红的一片 全部流了出来 异常的恐怖 即使如此 那些骑舌部的人 还是不要命地往前扑来 有一名骑舌部的人狡猾 竟然蹲下身子 迟矛往公粮刺来 公粮左手抽出大狗腿扔了出去 那人的蛇脑袋顿时从身上飞离出去 脖子上血如泉涌 瘦弱汉子也在旁边帮忙射杀骑舌部人 不一会儿 十来名骑舌部人就被他们连手杀得一干二净 弥谷很不开心地飞过去 踩着骑舌部的人 自己的口水竟然没堵倒他们 让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不由踩着骑舌部人的头 狠狠地吐了几口口水 圆滚滚和小金刚刚看到有人过来 早就躲得远远的 这时才走出来 你是哪个部落的 居然这么大胆 敢杀骑舌部的人不怕他们报复吗 瘦弱汉子问的 我只是路过此地 怕什么 倒是你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被他们追杀了 说来话长 我们还是先离开此地再说吧 要不然等会儿 后边骑舌部的人追上来 麻烦可是不小 虽然你不怕 但骑舌部人很多 他们要是知道族人被杀 肯定会全族出动为他们报仇 倒是你一个人 可对付不了 公粮没想到还有这种事 就听了瘦弱汉子的话 离开此地 不过离开之前 他顺手把骑舌部的人 收进果子空间的小黑水池里边分解了 算是灰尸灭迹 瘦弱汉子带着他们往林中走去 竟往偏僻无人阴暗的地方钻 他们离开没多久 后面传来一阵声响 想来是骑舌部的人追来了 两人一边走一边说话 公粮才知道 他是附近 涉狱部的人 据瘦弱汉子说 他们部落原本是靠涉狱为生 可惜运气不好 百年前沼泽地中 一直开了灵质的狱组 带着一群狱 向他们涉狱部的人报仇 那一站呢 涉狱部的人几乎全部摘死 只剩下一群老弱病残 骑舌部人得知消息 就过来占据沼泽地 不许涉狱部的人再去猎狱 因为狱全身是宝 皮可制衣物 肉可食用 增加气血 增长体力 毒囊可以用来猎兽 在以前沼泽地 还是狱组天下的时候 他们还不敢动 但现在狱组死了 剩下的小狱 他们还不放在眼里 而损失惨重的射狱部 就不用说了 射狱部靠射狱为生 沼泽地被骑舌部占据 无法再猎杀狱 等于就没了食物 两部就成了死敌 时常发生矛盾 可惜射狱部死了一堆族人 根本不是骑舌部的对手 两部只要发现矛盾 差不多都是以射狱部 人死为终结 这次射狱部的瘦弱汉子 偷偷过来射狱 取毒囊猎杀荒兽 因为他们射狱部的人 都很瘦弱 若无狱的毒囊相助 根本无法对荒兽造成伤害 只是没想到 要射狱的时候 被骑舌部的人发现了 今天要不是有公粮在 射狱部的瘦弱汉子 还不知道能不能逃得过 骑舌部人的追杀 射狱部的瘦弱汉子 带着公粮等人 在丛林飞速地穿行 逐渐离开了沼泽地 公粮都不知道 这家伙要带他们去哪里 不过一高人胆大 他不认为 被这骑舌部追杀的家伙 有打量对他们怎么样 走过一道狭窄的山沟 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深奥 里面零零散散地 坐落了几件破落的木屋 一些瘦骨如柴的部落女 坐在屋前晒着太阳 缝补兽皮 看到瘦弱汉子回来 瘦骨如柴的部落女 纷纷跟他打招呼 瘦弱汉子一一点头回应 瘦弱汉子从几栋木屋前走过 带着公粮他们 进入中间一间 比较好的木屋里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一掌 换兵器 坐吧 这里是我们生育部 骑舌部的人 不会找到这里来 公粮接过瘦弱汉子 递来的水问道 还不知道 您怎么称呼 喀龙 生育部的首领 瘦弱汉子说的 公粮听到他的话 再次打量了一下木屋 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 他走过的地方 没见过这么穷的部落首领 今天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叫公粮 验不人 要去神庙 刚好路过这里 哈龙点了点头说道 在以前 每年都会有一些 前去神庙朝拜的人 经过沼泽地 但自从沼泽地 被骑舍不人占据之后 那些去神庙朝拜的人 就冒险从滩图上过去 很少到这边来了 前些年 更有中等部落的人 在滩图上架起一座木桥 去朝拜的人 就会从那边过去 基本上 没人到这里了 你是我这些年来 见到的第一个 什么 那边有木桥 没看到啊 在哪儿 公粮不由得傻眼 要是知道那边有木桥 他至于到这边来吗 就在那片红树林中间 看来是被潮水冲毁了 要不然 你不会看不到 只不过现在 就算木桥没有被冲毁 你也没法过去 这次杀了骑舌捕人 他们暴怒之下 势必会把木桥烧毁 可能还会迁怒去 神庙朝拜的人 那现在怎么办 你先在这边住一晚 等我族人打电回来 我跟他们交代一下 明天再带你 从那边山绕过去 就不会碰到骑舌布人了 那就多谢了 不用客气 说起来 我还要谢谢你 帮我杀了骑舌布人 要不然 我都不知道 能不能回来了 说到这儿 公粮不觉奇怪地 对喀龙问道 为什么那骑舌布的人 是蛇头呢 我一路走来 都没有见过 这么奇怪的人 喀龙瞄了迷鼓一眼 好像在说 难道长着翅膀 就不奇怪吗 不过 他还是回答道 这骑舌布人 其实并非我大荒人种 而是蛇系一类 后来从我荒人布 截掠了一些女娘 繁衍下来 就变成了如今模样 虽然有点人样 但性情残暴 愚昧无知 即使种群庞大 也入不了我 大荒万步之列 我社狱部 原来也是 大荒万步之一 可惜 与狱祖厮杀之后 只剩下这点族人 现在估计 也只能沦落到 和那些荒野部落 一般的地位了 现在骑舌布 又禁止我步 到沼泽地杀狱 我们部落的日子 是越来越艰难了 你们怎么不搬离这里 比如去海边 那边食物丰富 也可以避免族人 忍饥挨饿 受成这个模样 况且还能躲避 骑舌布的追赏 喀龙一听 正色地说道 我舌狱部 既然以舌狱为名 当然以舌狱为业 怎么能离开这儿呢 公粮撇了撇嘴 人都快要饿死了 还去坚持那些 不必要的东西 做什么呢 真是傻子 不知道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吗 看喀龙这么坚持 他也没再劝 晚上就留在了 摄狱部中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 摄狱部出去打猎了族人 带着三三两两的小兽 至极归来 看得公粮皱眉不已 路过这么多的地方 还从来没有见过 猎物这么少的部落 当然 勒弼部人除外 他们若能像 勒弼部人那么小也好 起码这些食物还够用 可惜不是 这么少的东西 要养活一大帮人 怪不得 摄狱部人 个个瘦瘦巴巴的 如同非洲部落的 黑鬼一般 晚上 喀龙拿出部落 最好的食物来招待客人 公粮和米谷就一起 分享了一顿 摄狱部的美食 那是一堆 黑白绿黄 各种颜色 掺杂在一起的糊糊 闻起来根本没有 半点食物的味道 比猪食的嗖味还浓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做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是用手抓着吃 公粮上厕所 也是用这手 但人家盛情美意 他难道还能拒绝吗 人家把部落里 最好的食物奉献出来 你要是拒绝 那简直就是 对人家部落的侮辱 不得已 公粮只得洗了洗手 用手抓起 摄狱部的美食 艰难的咽下去 弥谷只是瞄了一眼 就没了食欲 自己从那屋宝袋里 拿出一颗 不知道是从哪儿 搞来的野果 在旁边啃着 而圆滚滚和小金 根本没有获得 食物的机会 摄狱部的人 自己都快饿死了 怎么可能 再拿食物喂他们呢 不得已啊 晚上公粮自己 只好从果子空间中 取出了一些 储存的粮食给他们吃 一日一早 喀龙和族人交代了一下 就要带着公粮他们上路 等一下 公粮连忙叫住 然后从那屋宝袋中 取出了一些腌肉 和晒干的生蚝说道 昨晚多谢你们 摄狱部的盛情款待 这些东西 算是我的谢礼 旁边摄狱部的人 看到他拿出来的 腌肉和蚝干 闻着腌肉的咸香味道 和蚝干的海鲜味 眼睛顿时睁大起来 不停地咽着口水 好香啊 喀龙想拒绝 但实在是 说不出拒绝的理由 最主要的是 他们部落 确实是需要这些东西 公粮不是想谢 他昨天的招待 说真的 昨天他吃了那些 乱马气糟的东西之后 现在还感觉很不舒服 其实是他昨天看到 喀龙手中所持的弓箭不错 打算以感谢的名义 跟他换几张弓和一些箭 不仅自己用 弥谷也该学一下 怎么射箭了 要不然 只知道吐口水 算怎么回事 看到他们的样子 公粮微微一笑说道 喀龙大哥 收起来吧 我还有些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喀龙一听就把东西收起来了 公粮又问道 喀龙大哥 不知道你们部落的弓箭 能否换我两把 我愿意拿一些 腌制的荒售肉出来换 说完 他就从果子空间中 取出了半只小山大的 腌制荒售 若说先前喀龙他们 只是对那些腌肉和豪肝一动 那现在眼睛全绿了 乌冒绿光啊 熟了 摄狱部的人 焦急地叫着喀龙 生怕他不答应 他们都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 吃过这么大的荒售肉了 喀龙看了公粮一眼 叹道 哎 你们跟我来吧 公粮就跟他走了过去 喀龙带他们走过几间木屋 来到最后边一处山壁上 喀龙在上边一块石头上一推 顿时露出里边的一个洞口 然后拿下旁边一根火把点燃 走了进去 往前走了一会儿 他们来到了一处地方 喀龙点燃山壁上的一根火把 将自己手中的火把也插了上去 洞中大亮 公粮仔细看去 才发现这是一个存放兵器的库房 里边摆满了弓箭 长矛 体甲 你们想换什么弓箭 自己上去看吧 喀龙说道 公粮点了点头 就带着弥谷 往方弓箭的地方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二章 圆滚滚的箭 米谷 你去那边看看 自己能拉开哪张弓 能拉开 爸爸就给你 米谷听到爸爸要给自己东西 兴奋得不得了 不停地摇着尾巴 扇着翅膀 这下圆滚滚不满了 嗷嗷叫道 公粮 我也要 我也要 公粮没好气地说道 你要做什么呀 你会射箭吗 嗯 米谷也不会 圆滚滚嗷嗷叫道 我会 我会 米谷扇着小翅膀 认真指着喀龙说道 昨天我看到他射箭 我就会了 圆滚滚也嗷嗷叫道 嗯 那我也会 我昨天也看到他射箭了 公粮听得牙疼 只看一下就会 那你自己当初在部落 岂不是白用大把时间 去学射箭了 他懒得理这两个家伙 反正喜欢就去拿 回头自己再教就是 只是 圆滚滚射箭的画面 未免太美 以后自己是不是 要改口叫他一声 熊猫大侠了 经过勒臂部的时候 勒臂部的首领 送的礼物中 也有弓箭 只是太短太轻了 米谷力气又大 只拉两下就折了 公粮也是昨天看到 喀龙的弓箭不错 才想要跟他换的 最近他总结了一下经验 发现自己需要一把 远距离的兵器 要不然根本无法对付天上的飞鸟 或者远处的东西 若是等他们近身才攻击 未免也太麻烦了 可惜这里没有狙击枪 要是有大狙就好了 可惜这里没有 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一把好弓了 米谷飞到放着兵器的架上 取下一把长弓 拉了一下 感觉好大 一点都不好玩 就扔了 四处看了看 他发现下边 有一个比较小的弓 就飞过去 拿起一张短弓拉了拉 长短倒是合适 就是太轻 左看右看 没有一把可以用的 小家伙不由地 渡起小嘴 将手中的弓一扔 去向爸爸告状了 圆滚滚走到兵器架边上 拿起一把长弓拉了拉 看起来还蛮有架势 只是感觉这长弓太轻 又放了回去 一连挑了几张 圆滚滚感觉其中一张很满意 就拿在手里 往公粮走去 公粮在他们前边 拉了几张弓 都不是很满意 这些弓都太轻了 以他现在的比例 这些长弓都不合适 默然他发现 最后边一张长桌上边 摆着一把长弓 弓身与弓弦全部由黑 弓身自然弯曲 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 他走过去拿起来 竟然有些重 这儿当初狱祖带领沼泽地 中狱 报复我族被杀之后 剃骨抽筋佐成的摄御弓 自从弓成之后 从来无人能拉开过 他龙不知道什么时候 来到了公粮的身边 公粮却不信他的话 自己力气这么大 不可能拉不开一张弓 于是他就用力使劲拉弓 可是却并没有拉开 拉了一会儿 即使是用尽全力 也只是堪堪拉起而已 顿时他恼了 不惜燃烧背上 牙字燕纹上的荒瘦精血 瞬息间 一股股充沛的受血精华注入全身 身体内力量加倍增长起来 借此时机 公粮大喝一声 喝 原本以为公粮无法拉开摄御弓的喀龙 惊骇地发现 摄御弓竟然一点一点地被他拉开 但最终公粮只能拉出一个满弓 再想拉一次都不能了 看着摄御弓 公粮爱不释手 对喀龙说道 这张弓不错 我要了 半头荒瘦可换不了这个 喀龙善意地提醒道 若是再加上两头荒牛呢 公粮淡定地问道 两头和外面一样大的 哈龙听得吓了一跳 不 比那头还大 哈龙艰难地咽了咽口水 死死地盯着摄御弓 这是摄御弓先人 杀死御祖做成的成功 上面倾注了太多族人的心血 只可惜做成之后 部落里的人根本无法拉开 依照摄御弓族人现在体弱的体质 估计永远也不可能有人拉开了 想了想 哈龙就点头同意了 公粮交换摄御弓的请求 这时弥谷飞过来 委屈地说这里 没有他喜欢的弓 公粮爱怜地揉着小家伙的脑袋 那些弓刚才他都看过 确实不适合小家伙 就对喀龙问道 你能不能帮他做一把短弓 他力气比较大 这边的弓对他来说太轻了 做好之后 我再给你半头荒兽 你看怎么样 可以 哈龙连忙说道 部落里刚好有一些 玉谷和没有用完的玉金 你只要等一下 很快就能做好了 不急 用心做好一点 我可以在摄御部留一段时间 公粮又向喀龙要了一批 用玉谷为箭头做成的箭支 就走了出去 喀龙将公粮带回家 试了一下弥谷的臂力 就急急忙忙地去做工了 由不得他不积极 从公粮换来的荒兽肉 抵得上他们部落一年的口粮 若是省着点用 两年都没问题 最主要的是 这些荒兽肉中的精华 可以用来补养 他们摄御部人瘦弱的身子 要不然呢 继续这么下去 他们部落的人迟早会死光的 到时候摄御部都没了 还要这摄御工干什么呀 摄御部没什么好待 破败无比 穷得要命 东西比猪食还难吃 公粮懒得待在这 就带着弥谷 他们钻入丛林 打猎去了 茫茫大荒 到处是茂密的丛林 从天上往下看 绿油油一片 就没有其他的景色 翻过围绕着 摄御部深奥的山梁 前面是无尽的临海 一只只的飞鸟 在临海上空翱翔 名利 一声声荒兽的嘶吼 不停地从远处传来 走入丛林 圆滚滚就迫不及待地 让公粮拿出他选中的长弓 打算找猎物 练练手 弥谷看了 扁着小嘴 很不高兴 他没有弓 不能射箭 不能打猎 都不好玩 公粮看到嘴巴 扁得像鸭子的小家伙 安慰道 好了好了 不要生气了 等喀龙把弓做好 你就能射箭了 到时候 咱们再和圆滚滚比比 看看谁射的箭最准 最厉害 米谷听到他的话 连忙说道 爸爸 肯定是我射的箭最准 最厉害 圆滚滚在旁边 不屑地凹了一声 人立起来 拉弓引箭 准备打猎 他认真的样子 让人感觉有一股 狭者的风范 从他厚厚的长毛中 散发出来 现在的他 绝不是一只 猛蠢猛蠢的熊猫 而是正气凛然的 熊猫大侠 圆滚滚左右瞄了半天 竟然没有发现半只猎物 不觉有些丧气 就想把弓给放下 忽然他看到前边一棵树上 爬着一只大黑虫子 目标有了 准备射箭 一二三 哎呀 这箭怎么从手上掉下去了呢 公粮在旁边看到 搭着长弓的箭矢 从他毛乎乎的左手指 滑下去的样子 就想笑 圆滚滚却不理他 再次拉开弓箭 然后手一松 嗅着一声 箭飞了出去 只是没正中前边那只 趴在树上的大黑虫子 而是从大黑虫子 趴着的树边上飞过 往远处的草丛钻了进去 一声凄厉的惨叫 随之从草丛传了出来 圆滚滚傻乎乎的 也不知道自己射中了什么 就想过去看看 一头双眼血红的 红棕长崖猪 从草丛慢慢走出来 这头红棕长崖猪 比公粮在燕部时候 见过的更大 更猛 皮上截着一层 厚如铠甲的树枝 嘴上一对修长的尖锐獠牙 在光线下 闪出一道道的寒芒 鼻中喷出两道热情 不停地喘息着 显然已经是怒急 远远的 公粮就见红棕长崖猪 屁股上插着一只长剑 显然是刚刚圆滚滚 射出的那只 圆滚滚一看到 从草丛中走出来的 如小山般大的 红棕长崖猪 那股舍我其谁的 熊猫大侠的风范 顿时见鬼地跑了个精光 立马扔下弓箭 屁滚尿流地嗷嗷叫着 跑到公粮后边躲起来 然后才偷偷地探出 他那猛蠢猛蠢的脑袋 来看这头 红棕长崖猪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三章 又活了 又死了 肥臀上传来一阵阵的刺痛 不停地刺激着 红棕长崖猪的神经 再看到鬼鬼祟祟 躲在两脚人后的黑白脸 红棕长崖猪心中 顿时是暴怒发狂 猛然嚎叫一声 挺着锐利的獠牙 横冲直转过去 临间地面 被小山大的 红棕长崖猪 踩出了一道道深坑 一阵阵隆隆巨响 随之传入耳中 在公粮的眼中 红棕长崖猪 就像一头 猪形坦克一般 将地面的杂草和灌木 无情地捏压 威猛之势不可打 眼见红棕长崖猪就要冲过来 他连忙转头 对米谷说道 米谷 吐疼 不要毒死 等会儿我们还要吃肉 嗯嗯 爸爸 我知道 我知道 米谷兴奋地点着头 睁大眼睛看着红棕长崖猪 忽然一口口水 如剑般地飞出正中 红棕长崖猪的猪脸 毒液随之渗入 红棕长崖猪脸面的毛孔之中 进入体内 只是瞬间 红棕长崖猪就中毒了 但身体的惯性 让他在跑出一段距离之后 才往地上倒去 米谷高兴极了 他口水还是很厉害的 一时间乐得 哈哈地唱起了歌 公粮摸了摸 小家伙的头鼓励了一下 就走了过去 打算杀了红棕长崖猪做饭 现在他早饭没吃不说 昨晚吃下去的那团 诡异的糊糊 还像噩梦一般 缭绕在他的脑中 若是不吃点好东西 他都不知道 这噩梦还要持续多久 他决定了 回去之后 不再碰摄域部的任何东西 他奶奶的 那玩意儿还是人吃的嘛 他这嘴也是被自己给养雕了 就没想过 什么都没得吃的日子 该怎么过 红棕长崖猪离公粮 还有一段距离 他走出去大约两米左右 突然红棕长崖猪身上白光一闪 竟然站了起来 只是眼中的血光已经散去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惊惧之色 他不敢再朝公粮他们冲去 转身就跑 公粮和米谷惊呆了 从来还没有东西中了米谷口水的毒 还自己能起来的 他真是难以自信呐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 难道 这红棕长崖猪身上 孕育了 疗毒的浮温针骨 公粮清醒过来 联盟对米谷说道 米谷 追上去 吐它 嗯 米谷严肃的点头 迅速的飞了出去 那头猪竟然中毒之后又站起来 这是对他的蔑视 对他的侮辱 让他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公粮随后收起圆滚滚和小筋 手持长矛追了上去 红棕长崖猪的体型庞大 跑过的地方相当于离出了一条小道 十分好找 但公粮不是随着踪迹而行 而是凭着与米谷心灵上的一点感应 往前寻找 红棕长崖猪速度非常快 只是片刻就跑出了几公里 但公粮速度也不慢 如电掣雷行 迅迹无比 米谷扇着小翅膀 循着红棕长崖猪的踪迹 在林间急速飞行 小家伙似乎感觉速度还是不够快 一条九彩尾巴顿时如螺旋般飞转起来 速度瞬间飙高 往前飞顿而去 很快米谷就追上红棕长崖猪了 红棕长崖猪好像也感觉到了它 肃然钻入旁边茂密的草丛中 往另外一片树林跑去 这一切都逃不过米谷的眼睛 迅速追了上前 不一会儿就看到跑在前边的红棕长崖猪 不由吐了一口口水 那红棕长崖猪好像感应到了 身子猛然往旁边一闪 躲过米谷的口水攻击 米谷也不气馁 又吐了一口 红棕长崖猪又躲过 再吐一口再被躲过 米谷见自己吐出的口水 接二连三的被红棕长崖猪躲过 非常生气 当下立马加快速度 飞到红棕长崖猪的上空 嘴一张 吐出了一股毒雨 这下红棕长崖猪再也躲不过去了 刹那间被毒倒在地 动也不动 只有两个拳头大的眼睛在那转来转去 怕他忽然又起来 米谷飞上前 再次狠狠地吐了几口口水 他很生气 这猪猪浪费了他很多很多的口水 都不知道要吃多少东西才能补回来 只见他拿出爸爸给的短毛 恼怒地往红棕长崖猪身上刺去 可是这红棕长崖猪啊 因为常年在树上蹭痒 皮肤沾满了树枝 常年累月下来 那些树枝硬解 就在身上形成了一层厚厚的树枝铠甲 再加上本身的皮也厚 他这万段钢筋打造的短毛 根本就刺不进去 看到这短毛刺不破红棕长崖猪皮 弥谷转刺他身上的薄弱部位 小家伙挺着短毛 狠狠地往红棕长崖猪的眼睛刺去 瞬间 红棕长崖猪的眼睛被刺破 血浆爆出 有如泉涌 红棕长崖猪只是被毒倒了 不能动 但还是活着 看到眼睛生生地被刺破 另一只眼睛是一片惊恐 恐惧在心中蔓延 一颗猪心 如同遇见狼的小兔子般 战战兢兢 唯恐弥谷再刺他这唯一的一只眼睛了 他猜中了 弥谷刺破了一只眼睛之后 气还没消 挺着短毛 又往红棕长崖猪另外一只眼睛刺去 这时 红棕长崖猪身上白光一闪 翻身站起 也顾不得眼中的剧痛 就想逃得远远呢 旁边弥谷发现这猪竟然又能动了 顿时吐出了一连串的口水 于是乎 刚刚能动的这红棕长崖猪 就又悲哀地倒了下去 一只猪眼无语地看着苍天 他想起了那天下午 夕阳下的奔跑 那是他逝去的猪村呢 一滴悔恨的泪水 从最后一只眼睛中流下 但也是最后一滴 眼睛随即 就被弥谷给刺破了 小家伙刺破红棕长崖猪眼睛之后 又狠狠地吐了几口口水 一边吐 一边嘀咕道 看你还起来 看你还浪费呕口水 莫了 还飞到红棕长崖猪的脸上 狠狠地踩了几下 公粮从远处跑来 就看到躺在地上的红棕长崖猪 怕他再起来 公粮不敢马虎 上前一毛 从眼中刺入 将红棕长崖猪的脑子 搅了个稀巴烂 这下红棕长崖猪从一只虾猪 彻底变成一个 死的不能再死的死猪了 爸爸爸爸 你看我厉害吧 这只坏猪猪 浪费了我好多口水 弥谷屁颠屁颠地 飞到爸爸的面前说的 公粮摸了摸他的脑袋 夸奖道 我们家弥谷最厉害了 嗯嗯 我是最厉害的 不像滚滚 一看到猪猪就跑 弥谷得意的时候 不忘告圆滚滚一撞 公粮却不管他的小心思 把圆滚滚和小鸡 给放了出来 让他们去捡柴火 自己则找了一处 干净的地面 清理出一块地方 取出了三角缸炉 准备做饭 他先将红棕长崖猪 扛进空间 取出了心头血 放血浇灌三色道 然后在小黑水池的边上 劈开了红棕长崖猪 将大部分的内脏扔了进去 只留下了猪心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杀好红棕长崖猪之后 公粮也不急着带出去 而是在红棕长崖猪的 骨头间寻找起来 刚刚看到 红棕长崖猪身上 发出白光 体内应该是孕育 出了浮纹真骨才对 红棕长崖猪身上 到处都是烟红的血迹 很实难找 但浮纹真骨 注定是与众不同的东西 因为蕴含了充沛的灵气 所以浮纹真骨 本身已经从原来的骨质浴化 通体晶莹剔透 如枝细腻润泽 即使是碰到血迹 也是点滴不沾的 很快公粮就在 红棕长崖猪身上 靠近心脏间的肋骨位置 找到了一枚 四十厘米左右 郁化的浮纹真骨 真骨上面 不知名的纹路缭绕 如龙 如蛇 如虫 又如缝 如云 如电 飘渺的不可琢磨 来到大荒之后 公粮也收集了 不少的浮纹真骨 半兜记着屋的话 不敢乱动 只是这枚浮纹真骨 有点奇怪 竟然可以撩毒 要知道 中了米骨的口水毒之后 能安然无事地跑掉的动物 可是从来都没有过 那天 骑蛇不忍 之所以不怕毒液 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剧毒 但红棕长崖猪显然不同 没想到 身上竟然孕育出了 这么一枚古怪的浮纹真骨 不知道 除了疗毒之外 还能干什么 若是能疗伤就好了 以后受伤只要催发 就万事无忧 可惜 依自己现在的力量 估计连催发都难 看了一下 公粮就将红棕长崖猪 身上的浮纹真骨 和以前得到的一起收起来 等以后 找一个明白人 问清楚之后再用 这东西啊 可不能乱来 是关乎生死的问题 带着杀好的红棕长崖猪 来到外面 圆滚滚和小金 已经捡了一堆的干枯柴火 米谷在外边无聊 也跑去捡了一些 发现爸爸出来 就飞过来炫耀道 爸爸爸爸 你看你看 我捡了好多好多柴 公粮瞄了一眼 他捡来的一小堆柴火 看到他夸张的手势 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只得鼓励一下 要不然会打击他的积极性的 红棕长崖猪很大 一顿根本吃不完 公粮先从空间里 砍了一条大腿出来 将里面贴肉的大骨 放进三角缸炉里边熬煮 然后就把剩下的肉 放在火上制烤 又取出了一口大锅 煮了一锅的三色稻米饭 上次在鬼方国的时候 怀疑临走时 送了一袋种子给他 也不知放了多久 里边种子几乎全部死光 只剩下一种菜籽发了芽 如今已经长得很大 公粮看那菜呢 如高丽菜 又叫椰菜 包菜 包心菜 甘蓝的 里边叶子层层叠叠地卷起 不过猪苗却比他前世 见过的高丽菜大 有半米高 都不知道最后会长出 什么妖怪来 他倒是希望能长出 高丽菜一样的东西 以后就可以做高丽菜饭了 这可是他前世 最喜欢吃的美食之一了 现在菜还没熟 不能吃 公粮就从空间 采了一些野菜洗干净 拿出来 放进熬煮的肉汤中煮 吃肉有时候会腻 吃点菜 荤素搭配有营养 可惜米谷 圆滚滚和小金 他们几个小东西 却不是这样 每天是无肉不欢 都不喜欢吃菜 空间里的野菜种了很久 菜身上的野性 去除了一大半 吃起来没有外面野菜 那种浓重的野味 比较鲜嫩 清甜 所以公粮一般都是 采空间里的野菜吃 不一会儿的功夫 红棕长鸭猪身上的肉 就烤熟了 公粮拿出了桌椅 给他们分了肉 就坐在林间 享用起了美食来 他忽然想起了 孪生双支兄妹 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吃东西 但也不能忘了他们 于是就把他们带了出来 两个小家伙一出来 看着一桌子吃的 还有米谷 高兴的 咿呀呀咿呀呀 又蹦又跳的叫着嚷着 米谷看到两个好朋友 就唧里呱啦的 兴奋地跟他们说起 今天的事情 还有昨天的事情 还有前天的事情 他有好多好多话 跟他的好朋友们说 盘香的瘦肉 宁浓鲜美的肉汤 色彩鲜利的米饭 吃进去 化成一股股精华 落入肚中 比昨晚在社育部吃的 那堆糊糊 不知好了多少倍 现在想想了 公粮感觉 昨天吃的东西 就像是一坨 心拉下来的玩意儿 都不知道 昨天晚上 自己是怎么吃进去的 一念几次 公粮连忙 驱走脑中的念头 吃饭时候 想这些东西 恶不恶心呢 吃完东西 抱着肚子 躺在椅子上靠着 公粮感觉 自己又活过来了一次 素人 双头龙魁竖起头来 朝东面 呱呱叫了一声 嗯 双头龙魁 无事不会乱叫 难道 有荒兽来了 通过心灵沟通 公粮才知道 原来他感觉到 东面有危险的东西过来 在大荒林中 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公粮连忙 把锅碗瓢盆 捉一等东西收起来 带着猪小 就打算跑路 君子不利于 危墙之下 自己还是 小心一点为好 就在这时 一条玄蛇 吐得出现在了林中 无声无息 好像他原本 就在那里一样 玄蛇不是很大 腰约小桶粗细 长约十米左右 全身漆黑如墨 只是额间 缭绕着一片 赤金纹路 那眼眸冰雪无情 望着鸾声双之兄妹 流露出了一股 赤裸裸的贪欲 公粮看得咯噔一下 鸾声双之兄妹 是灵芝成精 对人大不 对荒兽何尝不是呢 但鸾声双之兄妹 却是猛然无知 好奇地看着这个玄蛇 双头龙葵和米谷 如临大敌 圆滚滚和小金 已经不争气地 躲在了公粮的后边 米谷有食蛇阵的血脉 对蛇类 天生的血脉压制 但这东西是相对的 血脉上的压迫 是对弱小者而言 对强大者产生的效果 很微弱 说不定 它还是强大者 欲除之而后快的目标 毕竟 谁也不想 幼小的天敌成长起来 以后来对付自己 公粮一看不妙 连忙将鸾声双之兄妹 和圆滚滚小金 他们收了起来 玄蛇看到 鸾声双之肃然不见 眸中冷光一闪 尾巴一动 往公粮飞速地扫来 公粮只来得及 看见一道残影 就感觉自己 被一辆卡车撞上 往后飞去 重重地撞在 后边的大树上 还好它还顶得住 站起来 取出巨骨 准备应敌 玄蛇在它 取出巨骨的时候 眼中闪过了一道精芒 弥谷看到爸爸 被玄蛇撞飞 非常生气 张嘴就吐出了 一连串的口水 玄蛇尾巴一扫 一道疾风涌现 顿时将一连串的口水 吹落在地 地上的青草 瞬间枯萎 连油黑的土地 都变得枯黄 弥谷看到口水 被它挡住 顿时怒了 张嘴喷出一股毒雨 玄蛇嘴巴一张 将毒雨全部吸走 看着弥谷 眼中一片嘲笑之色 弥谷感觉心好累 怎么有这么多东西 不怕自己的口水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五章 可笑 公粮从来没有一刻 像现在这般无力 眼前这条拐蛇 力打无穷不说 还不怕毒 这让自己怎么打呀 但又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被吃 前人不是有一句话叫 头可断 血可流 威武不能缺吗 自己一个大好男儿 就这么轻易忍输 岂不是没有骨气 小虫子 把两颗人形宝要拿出来 那样 我会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要不然 我会让无子孙 从你身上的孔穴钻进去 嗯 谁在和我说话 公粮奇怪不已 忽然看到 玄蛇身后林中 稀稀苏苏的钻出了 一条条的小蛇 只是片刻 就堆了一堆 密密麻麻 如同一条条绳子 横尘林地 看得人头皮发麻 看来 跟他说话的 应该是眼前这个玄蛇了 没想到 玄蛇竟然能通过意念 跟他说话 真真是不可思议啊 但这样就能让他屈服吗 可笑 公粮不屑地看了玄蛇一眼 取出一颗补血丸 含在了口中 瞬间燃烧身上的 牙字燕闻惊血 举起锯骨旋转起来 猛然往玄蛇冲去 旋转的锯骨 带起一地的落叶 只是瞬间 就有无数落叶 缠绕在他的身边 让他如同一团 飞舞的落叶堆一般 都看不清人影 玄蛇看了 尾巴一动 划出一道残影 要把落叶扫去 没想到 却扫在了锯骨之上 两者重重地撞击在一起 公粮旋转的锯骨 微微一顿 玄蛇感觉尾巴传来一阵疼痛 颜色顿时变得凝重 原以为只是一只虫子 没想到却是一头猛兽 但就算是猛兽又如何呀 最后还是要被他的子孙吞噬 变成一具可笑的骸骨 赫 公粮挥舞着锯骨 来到玄蛇的近前 大赫一声 猛然一跃 使出全身的力气 往玄蛇杂去 巨大的力量夹带着赫赫的风声 凝空砸下 让人心底发冷 玄蛇有所倚症 却是不怕 蛇尾用力以泰山压顶之势 从锯骨上边拍下 若被拍中 锯骨上夹带着的所有力量 就会被卸去 公粮等于是白用功了一场 眼见于此 他连忙将身子一旋 锯骨一撩 躲过蛇尾的拍打 但玄蛇岂会罢休啊 蛇尾再次拍来 必无可避 公粮一念一动 取出长毛 瞬息间 左手持着长毛 往拍来的蛇尾刺去 而右手则顺势挥着锯骨 往玄蛇脖子上吹去 长毛刺在蛇尾 发出枪的一声金属声响 两箱撞击 虽硬 但脆的长毛顿时断为了两截 公粮干脆将短毛扔下 全身心的投入右手锯骨之中 刹那间 锯骨重重锤打在玄蛇的颈部 发出一声 犹如金铁般的枪的声响 玄蛇没想到他会来这一阵 身子顿时被砸得往后退去 公粮微微一笑 看来这家伙也不是那么强大 自己也不是那么无力 一只虫子竟然敢反抗 玄蛇在自家子孙面前出丑了 顿时大怒 张嘴喷出一股毒液 弥谷在旁边看了 立马飞到爸爸的面前 如玄蛇刚才那般将所有的毒液吸走 但脸上却出现了如醉酒般的红韵 缠绕在公粮手腕的双头龙葵 一直盯着玄蛇 不同物种的毒蛇与毒蛇之间 永远是不可解的天地 两者就是这样 何况双头龙葵是公粮的灵蛇 此时他见玄蛇张口 两个头四只眼睛紧紧地盯着 当他口中最后一丝毒液吐出之后 身子立马地往前一窜 进入玄蛇的口中 玄蛇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入了嘴里 但不怎么在意 正想再吐一口毒液 毒死眼前这只两脚虫子 肚子却忽然传来一阵剧痛 顿时倒地翻滚起来 一时间他身边那些蛇子蛇孙 被碾死无数 公粮哪会犯过这机会啊 立刻咬破补血丸 补充体力消耗的气血 持着巨骨飞速地向前 狠狠地砸在玄蛇脑袋上 呛的一声巨响 砸在玄蛇头上的巨骨反振 让他的手隐隐作痛 但玄蛇的脑袋却安然无视 玄蛇见这只虫子 竟然还敢砸自己 尾巴一动 顿时如电般地飞速扫去 公粮没想到 疼得在地上打滚的玄蛇 竟然还能反抗 一不注意被扫中 往后飞去 狠狠地撞在大树上 站起来 只感觉五脏六腑翻腾 呜的一声 吐出了一口鲜血 玄蛇看到爸爸被打 立马飞上去 朝玄蛇猛吐口水 连这只小跳蚤也敢来消遣自己 玄蛇怒急 张嘴向玄蛇咬去 玄蛇一看不对头 袖了一下飞走了 飞到旁边之后 小家伙心中恼怒不已 这坏东西 竟然敢打爸爸 一定要他好看 可是水水又对他没用 怎么办呢 小家伙歪着脑袋想了想 忽然有了主意 就拿出短毛 鬼鬼碎碎地躲到树后 慢慢朝着玄蛇靠近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突然从树后飞出 往他眼睛刺去 只是他没想到 玄蛇的眼睛也是坚硬无比 短毛一点也刺不进去 他很聪明 连忙飞走 免得被咬 小家伙飞到旁边想了想 感觉不能刺眼睛 太硬了 短毛都刺不进去 他在旁边偷偷地瞄了一下 突然发现 玄蛇腹下有个白点 感觉那儿应该可以刺入 于是他就持着短毛飞过去 往玄蛇腹下的白点刺入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来 玄蛇疼得大叫 那是一种 无法用言语诉说的感觉 就仿佛一脚踹到男人的袋上了 菊花间的疼痛 显然比体内的剧痛更加厉害 玄蛇狂躁起来 尾巴四处横扫 米谷一看不妙 莲芒扇着小翅膀离开 但他已经来不及了 蛇尾扫痣 顿时被抽飞出去 此时公粮已经恢复过来 看到米谷被玄蛇扫飞 莲芒扑过去接住 米谷 你没事吧 公粮关切地问道 爸爸 我没事 就是头晕晕的 想睡觉 公粮检查了一下米谷的身体 发现没受伤之后 才松了一口气 那你先去里面 找灵儿他们玩 等会儿爸爸再带你出来 嗯 米谷乖巧地点着头 公粮将他收进空间 心中却是大怒 没想到 玄蛇竟然连小孩都不放过 该杀 当下他举起巨顾 飞快地往玄蛇冲去 双头龙葵也不知道 在玄蛇肚子里做了什么 让玄蛇疼得什么都不顾 不停地在地上滚着 眼见于此 公粮上前举起巨顾 使出灰身的力气 往玄蛇头上狠狠地砸去 呛的一声巨响 玄蛇依然毫发无损 反而他的手被震得发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围在玄蛇旁边的小玄蛇 看到公粮砸他们祖宗 纷纷爬过来咬他 这些小蛇说是小 但每条最少也有手臂粗细 公粮一看 这还了得 连忙举起巨顾砸下 刹那间 十几条小玄蛇被砸成肉泥 公粮觉得奇怪 为什么刚刚他打玄蛇的时候 这些家伙不过来 这时候倒爬过来了 想了一下 应该是这些东西怕弥骨 等他把弥骨送进空间之后 这些东西没了威胁的对象 当然要咬他了 看到后面又有小蛇爬过来 连忙取出驱蛇药 佩戴在身上 这驱蛇药是离开部落石屋给的 但到了操蛇部 得了双头龙盔之后 在林中根本就不怕毒蛇虫毛 所以就没带 没想到 今天却是派上用场了 那些小蛇闻到了驱蛇药的味道 纷纷往后退去 总算不再过来了 公粮松了一口气 要不然被咬到 就算不被毒死 也是疼得要命 等他们全部退去 公粮就手持巨骨 继续往玄蛇头上砸去 玄蛇还想反抗 但尾巴刚刚卷起 就疼得挺直了身子 倒在地上 如被电击一般 不停地抽搐起来 公粮趁此机会 举起巨骨 狠狠地往他的脑袋砸去 一连砸了二三十下 玄蛇毫发无损 公粮自己手却疼得要命 见无法对玄蛇造成伤害 他就停下来 另想办法 记得果子空间 小黑水池中的水 对所有东西都能分解 那对玄蛇是不是有用呢 应该可以 想了想 公粮决定 从小黑水池中 取水出来对付玄蛇 既然打不死 那就分解你 不过 首先他得和双头龙葵联系一下 免得这家伙跑到舌头上面来 被误伤了 用心灵感应沟通一下 他就走进了果子空间 现在还没有东西 能够承受池中黑水的分解能力 所以他只能 用手从小黑水池里边 捧出黑水 然后来到了玄蛇头上 对着脑袋中间就交连下去 无声无息 无任何的迹象 玄蛇脑袋 就被黑水溶解出了一个窟窿 这还没完 黑水直接从玄蛇的脑袋穿过 从扼下出去 落入地面 地上的青草土地 都被黑水溶解得消失不见 只留下了一个幽深的窟窿 深不见地 看起来恐怖至极 这下 玄蛇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只剩下尾巴 还在微微地跳动 不一会儿 双头龙葵 从玄蛇肚子里边出来 看到旁边密密麻麻的小玄蛇 顿时飞窜过去 将一条条的小蛇 吞入肚中 有点斩草除根的意思 不过片刻 林中的小蛇 就被他吞得点滴不胜 肚子微微鼓了起来 吞完之后 他就回到公粮手腕 慢慢消化方才所得 为了避免 再有其他的荒兽过来 公粮连忙 收起死去的玄蛇尸体 往远处跑去 过了一会儿 就又有荒兽跑来 一头头身上 散发出里人的气息 让人望而生畏 心生恐惧 跑出一段距离 公粮就进入果子空间 一进去 就看到圆滚滚和小金 孪生双支兄妹围成一圈 也不知在干什么 公粮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围着看米谷 米谷脸上一片红韵 躺在地上 呼呼睡着 一边睡还一边 咋巴着嘴巴 好像在吃什么东西 小家伙没事就好 他就怕被玄蛇 打出什么好歹来 当下他就把米谷 抱进吊脚楼中 躺在柔弱的兽皮上 并给他盖上了一层 轻柔的火丸布 安顿好了小家伙 公粮来到小黑水池边 处理玄蛇 看着玄蛇 感觉扔进水池 好像有点可惜 不说他身上的剧毒 就是他一身的骨头 这么坚硬 也是极起来难得 来到大荒 他还没有见过骨头 这么坚硬的荒手 竟然被锯骨 锤打了几十下都没事 这次若不是有双头龙葵 进入他肚子里边 乱脚一通 估计他这次有点悬 或者已经变成了 一坨蛇粪了 想了一下 他决定把玄蛇尸体 留下来 以后说不定有用 于是就做了一个 天香木香 把玄蛇装起来 出了这档子事 公粮也在无心打电 就将圆滚滚和小金放出来 一起回到了社狱部 临近社狱部的时候 忽然想起一事 自己这么回去 晚上肯定会被 社狱部的人盛情款待 那自己 岂不是又要吃那些 乱马七糟 难吃死的诡异糊糊了 自己怎么也不能 再吃那玩意儿 讲真的 现在一想起那东西 他就想起热气扑鼻的屎来 但又不能不回去 想了一下 公粮就将猎来的那头 红棕长崖猪拿出来 又把米谷从空间中 抱出来坐在筐中背着 免得被社狱部的人发现 不对劲的地方 社狱部的人看到 他扛着一头小山大的 红棕长崖猪回来 顿时哗然 一下子 整个部落的人 都跑过来看热闹 公粮瞧着一个个 瘦骨如柴的社狱部人 不觉心酸 在大欢啊 他还真没有见过 这么穷的部落 能在绿树丛生 荒兽遍地 虫毛营野的大荒中 吃成这副模样 他也是佩服了 还事一下 社狱部的首领 喀龙不在其中 他就对围观的 社狱部人说道 去把你们首领 喀龙叫来 这头红棕长崖猪 送你们了 说完 他就将红棕长崖猪 扔在地上 砍下一条 红棕长崖猪的猪腿 就带着走回了 喀龙家里 要不是为了避免 晚上吃那种 诡异的糊糊 他怎么也不能 平白无故地 把红棕长崖猪 送给他们 又没亲 又没气 他没那么好心 再说 这玩意儿 存起来 自己都能吃好酒呢 社狱部人 听到公粮的话 顿时欢呼起来 有人连忙 去通知首领 有人去拿刀 给红棕长崖猪剥皮 有人从家里 拿来水桶 小心翼翼地 接着红棕长崖猪 几乎已经流进了血 这么难得的东西 即使是一根毛发 他们也不想浪费 不一会儿 喀龙急匆匆地回到家里 看到公粮 倒头就败 公粮摆了摆手 不以为意地说道 起来吧 不要做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只要你把米谷的工 做好一点就成了 多谢 一句话 其实不足以表达 心中的感激之情 但喀龙还是说了一声 然后就转头离开了屋子 当第一缕晨曦穿透薄雾 山傲迎来了一个温馨的早晨 出生的旭日 光彩万丈 变化多端 重重雾隘被他罩的 显出一层又一层的颜色 最接近朝阳处 最靓丽的地方是金黄 然后是枯黄淡黄 欲向西方 颜色就越淡 最后干脆和雾 连成一片了 米谷小家伙伸了一个小懒腰 揉着轻松的睡眼醒来 看到爸爸还在睡 就挪到爸爸的怀里 拉着爸爸的手抱住自己 美美地睡了起来 公粮嘴角微微一翘 这小东西终于醒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七章 红棕长崖珠 豪肝野菜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公粮再次醒来 一逗调皮的阳光 穿透木屋的缝隙 照在弥谷小家伙的穷鼻上 似乎是被照热了 小家伙翘了翘 小巧玲珑的鼻子 公粮看着他那粉嘟嘟的小脸 樱桃式的小嘴 细浓的小眉 和那可爱的睫毛 金黄的树发 越看越是爱上 忍不住低头在他的额前 吻了一下 小家伙眉毛动了动 睁开双眼 乌溜溜的眼睛中 溜溜出了一股喜悦 米谷看着爸爸 心中无来由的 如蜜般的甜腻 眼睛都笑得弯成一枚枣月了 他最喜欢爸爸了 小家伙翻了个身 伸手抱住爸爸的脖子 脸贴着脸 亲密地蹭着 忽然公粮感觉脖子后边怪怪的 转过头 就看到圆滚滚那毛茸茸 萌蠢萌蠢的大脑袋 你在这干嘛 公粮奇怪地问道 哼 圆滚滚很傲娇地说道 也不理他 昂首挺胸的 回到小劲的身边 继续趴着睡觉 刚才他看米谷蹭公粮的脸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蹭的 但看公粮很享受的样子 就忍不住在他脖子上蹭了一下 没想到他却不领情 真是不使好猫心呢 圆滚滚趴了一会儿 感觉好没意思 又爬了起来 蹭蹭蹭地跑到公粮的身边 嗷嗷地叫道 呃 公粮 我肚子饿了 公粮正在享受米谷的腻味 被他打扰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整天就知道吃吃吃 你瞧瞧米谷 昨天看到全蛇过来 还会过去吐口水 而你 一看到凶猛的荒兽 就吓得屁滚尿流 躲到后面去 什么都不会 米谷听到爸爸夸奖自己 好开心呢 小脸兴奋地粉红起来 他还傲气地看了圆滚滚一眼 好像在说 看吧 爸爸都说偶尸棒棒的 嗯嗯嗯 圆滚滚不满地叫道 谁说的 我可是帮你做了很多事 在鬼房果的时候 我帮你捞碗子 小鸡肉还给你添柴 在采贝摊 我帮你捡玉被采贝 在娇人组的时候 我会帮你找宝贝 我还会打猎 洗碗擦桌子都是我做的 我会的事情可多了呢 嗯嗯嗯嗯 公粮听得无言以对呀 貌似他做的事情还真不少 但重点是 他问的是这个吗 他说的可是他看到 凶猛荒兽就屁滚尿流 躲起来的事 这楼都歪到十万八千里去了 算了 这家伙没功劳 也有苦劳 就不追究他那些事情了 看看外面 天色已然不早 公粮就起来 从空间中取出了三角缸炉 就这木屋中烧水的火灶煮饭 现在有了充足的三色稻米 早餐他们一般都喝粥 做起来比较简单 不像午饭和晚饭那么繁琐 公粮在三角缸炉中放满水 取出昨天剩下的一点红棕长崖猪肉 剁碎了 拌上山薯粉 就扔进缸炉里边煮 然后洗了一些三色稻米下去 又加了一点蚝干和野菜 做成了一道红棕长崖猪蚝干野菜粥 因为里边有瘦肉和鲜美的蚝干 所以煮起来味道不错 弥鼓小家伙 结果爸爸给他盛了粥 拿着勺子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鼓鼓囊囊的小嘴 如同松鼠似的 看起来非常可爱 圆滚滚和小金也趴在地上 埋头吃着钢盆中的 红棕长崖猪蚝干野菜粥 公粮自己也尝了一碗 慢慢吃 慢慢品味 感觉若是再加上一点炸好的干葱 和一些芹菜粒 胡椒粉 味道应该更好一点 可惜这里没有芹菜和胡椒 不过芹菜倒是可以用葱花来代替 至于胡椒 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木屋的外面 是一抹冉冉升起的旭日朝阳 山间清风徐徐 微风吹来 深深一息 满满的都是清新的空气 看起来倒是一个不错的清晨 哈龙手抓一把短弓 背着一壶箭矢 兴奋地走了进来 看到公粮他们在吃饭 再闻到飘散在空气中的丝丝美味 顿时不争气地咽了一下口水 公粮见他过来就说道 首领来了 一起吃一点吧 不用 不用了 哈龙嘴里客气着 但眼睛却直直地盯着 不断冒出热气的三角缸露 公粮看得一笑 从那五宝袋中 取出一个木碗和筷子 给他装了一碗 谢了 哈龙恭敬谢过 捧着木碗拿起筷子 往嘴里拨弄一下 一瞬间他惊呆了 他何曾吃过这么香甜 这么美味的米粥 感动得都快要哭了 接下来公粮也差不多要哭了 他没想到 喀龙竟然这么能吃 吃了一碗又一碗 一碗接一碗呢 三角缸炉中的红棕长崖猪 好干野菜粥 竟有大瓣 落入了他的肚子里面 很难想想 一个如同非洲草原难民 瘦弱的人 竟然能吃这么多东西 公粮倒不怕他吃 就怕他把自己的肚子 给撑爆了 此时 米谷 圆滚滚 小金都不再吃饭 停了下来 眼神不善地盯着喀龙 自己才吃了一碗 这家伙却吃了五六七八碗了 还让不让他们 好好吃东西了 被这么多眼睛盯着 喀龙开始不自在起来 再吃完一碗 公粮问道 要不要再来一碗 米谷 圆滚滚 小金听到公粮的问话 睁大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喀龙 好像是在说 你要是再敢吃 我们就用眼睛瞪死你一样 喀龙虽然还能吃得下 但不太好吧 瞄了周围的几双眼睛 最终放下了碗块 兴兴地说道 不用了 说完又舔了舔嘴 似乎还在回味 红棕长崖猪 好干野菜粥的美味 公粮也只是客气一声 见他不吃 就捧起自己的碗 飞快地吃了起来 米谷 圆滚滚 小金也和他一样 一炉肉粥都快被吃光了 还不快点吃就真的没了 他们几个都不傻 聪明得要命呢 吃完东西 喀龙献上连夜赶制的短弓 公粮 你看个怎么样 公粮接过短弓 有点分量 材质和他那把舍玉弓差不多 但弓身却彩绘着一些纹路 好似一头翱翔于天的彩缝 又行死一只 展翅飞翔的彩蝶 色彩艳丽 俊美非凡 米谷试着拉了一下 力道刚刚好 顿时爱不释手 一刻也不想放下 喀龙又将背上的剑囊取下来 里边装着三十只短弓配剑 比公粮用的剑枝要稍微短一些 公粮感觉数量太少 就请喀龙帮忙再多做一些 喀龙二话不说 点头离去 一日就又奉上了两百多只短弓用剑 一连几天的赶弓制作弓剑 喀龙外表看起来有些颓废 眼中布满血丝 但却精神十足 公粮接过喀龙递过来的短弓配剑 看了一下 感觉不错 就对他说道 你先休息一下 等休息好之后 再请你带我们离开这里 喀龙摇摇头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 今天我就带你们出去 以前为了狩猎 我曾经守着猎物七天七夜 都没合过眼 几天没睡是小事 你们先等一下 我去交代一下 准备点东西再走 见他这么说 公粮也没再去 就在屋里等他 没过多久 喀龙就又回来 但身上已经穿了皮甲 背了弓箭 拿了一把长毛 腰间还别了一把短刀 公粮没想到 他还有这种装备 原以为他穷的 就只剩下一副弓箭了 准备好 喀龙就带着公粮他们 走出木屋 摄狱部人得知他们要离开的消息 纷纷出来相送 为了感谢他昨天送的红棕长崖猪肉 他们一个个的手拉着手分成两排 唱起了真挚而古老的歌谣 公粮虽然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 但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时候 他忽然有点惭愧 本来只是为了避免自己吃到那种 如新鲜妥妥而送的瘦肉 没想到却收获了满满的感激 早知如此 就应该多送一点 喀龙带着公粮他们离开部落 并没有直接翻过山坳边上的那个山梁 而是顺着山坳间的山沟 往前走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山沟中杂草灌木丛生 根本没有路 而喀龙也没有拿到开路的意思 只是分开杂草灌木 快速地前行 米谷不是在上面飞 就是坐在爸爸的背框里 倒是无所谓 公粮也一样 但圆滚滚就遭罪了 那些带刺的草子 和有着锯齿边缘的杂草灌木碎线 不停地以各种方式 往他的身上粘来 不一会儿 有一身蓬松飘逸长发的圆滚滚 就成了一只草熊猫了 草熊猫还不要紧 最主要的是 那些东西扎在身上 养得要命 挠了挠还是没用 圆滚滚不高兴地嗷嗷叫了起来 公粮听到他的叫声回头 就见到一只 被草子和草屑等东西包围的草熊猫 最主要的是 他头上还有一朵 不知从哪来的小野菊 看起来就像闽南雨中的三八阿花一样 非常搞笑 怎么了 公粮问道 嗯嗯嗯 好痒啊 我不钻草丛了 圆滚滚嗷嗷叫道 不钻草丛你钻哪啊 忍一忍就过去了 等到了地方 我给你清理一下就没事了 可圆滚滚却不愿意 直接赖在地上 身上痒得要命 想让他钻 没门 公粮看得无语 要不是喀隆在 他说不定会把他收进果子空间里边 但现在可不行 这家伙又不走 没奈何 他只能苦命地拿一个被筐出来 将他背在身上 而小金身上羽毛柔滑 虽然也有一些碎屑粘着 倒也没什么事情 弥谷看到他也被爸爸背 顿时从爸爸胸前的筐中飞出来 鸡里呱啦地指着圆滚滚批评道 滚滚 人家小金走路 你去让爸爸背着 偶尸比较小 所以爸爸背哦 你这么大 这么胖 还让爸爸背 你真懒 你不是只好熊猫 你是只坏熊猫 圆滚滚转了转脑袋 懒得理这小家伙 有人背着为什么要走啊 他可不笨 他聪明着呢 弥谷说了一阵 见圆滚滚不理他 就飞回到了筐里 气呼呼地瞪着他 公粮跟着喀龙急速地往前走 穿过山沟 跑过丛林 再越过一条小峡谷 两人来到了一座山丘的边上 从这里开始 记得不要大声说话 走路小心一点 不要发出太大的声音 喀龙郑重地嘱咐道 为什么 公粮怪异的 这里是骑蛇部的所在 他们感觉非常灵敏 一有声响就会跑过来 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了 那就打了 怕什么 不能打 骑蛇部的人很多 只要稍微有什么动静 他们部落的人 就全部会跑过来 你一个人能打多少 还是避开为妙 骑蛇部的人很多吗 多 非常多 我荒人胎生 一胎最多也就两三人 那还是万种无一的事 但骑蛇部是蛇种 卵生 疑死生十几枚卵 都是常事 虽然其中有些夭折 但今年累月下来 数量也是不凡 若非其人愚昧无知 蠢奔至极 都可以进入我大荒中等部落之恋 你说那么多人 要是全部跑过来 你一个人打得过吗 还是躲开为妙 公良没想到 骑蛇部竟然这么打 他还以为是一个小部落 看来还真的不能打 算了 饶他们一命 于是公良他们 就在喀龙的带领下 小心翼翼的 从山丘边上走过 又翻过了一处山梁 走过一片巨树丛林 来到了一片狭长的小平原 到了这里 喀龙更加的小心起来 藏身在小平原中 人高的草丛里 偷偷摸摸的前进 他一边走一边查看 发现没有骑蛇部人之后 就弯着腰 急速地往前穿行 不一会儿 就来到了平原中间 一块巨石的旁边 喀龙伸手拨开一层杂草 地下顿时露出了 一个幽黑的洞穴来 看了看四周 喀龙紧张地说道 快点进去 公良就带着小金走了进去 喀龙随后进来 推着洞边的石头 堵住了洞口 这下好了 不用再担心 骑蛇部人追来了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公良问道 从这里一直往前走 就是驼步的地界 我们先到驼步休息一下 再去悬孤步 从悬孤步出去 往前走一阵 就是通往神庙的路 到时你顺着一条路直走 就能到神庙了 那麻烦你了 不用客气 走吧 现在天没黑 头部人还没起来 我们过去刚刚好 喀龙就带路往前走去 在这里没有草丛 公良可不惯着圆滚滚 让他自己下来走 喀龙似乎已经适应洞中的黑暗 也不点火把 就埋头往前走 而圆滚滚 米谷和小金儿 他们眼睛在黑暗中也好使 只有公良看不清周围的东西 在里面就有如虾子摸象一般 不得已 他只能从空间取出一颗夜明珠 出来照明 喀龙看了 不好意思地说道 抱歉 忘了你看不清了 不要紧 我们继续赶路吧 喀龙就带路往前走去 夜明珠很亮 将洞穴周围照得是清清楚楚 公良发现洞穴两臂十分的光滑 似乎不是人工开凿而成 不觉好奇地对喀龙问道 这洞是驼步人开凿出来的吗 驼步人可没那本事 喀龙摇摇头说道 驼步人驼背弯腰 不适生产 性情懒惰至极 怎么可能开凿洞穴 这是地底一种名叫石虫的虫子 穿行而成 驼步人之所以学居于此 也是因为地下有虫 可以食用 省去它们在丛林中 猎杀荒兽的麻烦 这地下的虫子有无数种 其中有一种叫石虫 善于穿土破石 这边地下 到处都是石虫穿行而成的地穴 所以你要小心 千万不能乱跑 要是不小心走岔路 可不一定能走回来 公良不是傻子 在这种地方 怎么可能乱跑呢 喀龙又说道 等会儿到了驼步 你身上若还有收入等其他食物 不妨向它们换一些石虫 退下的躯壳 这石虫退壳可是好东西 刀毛难入 薄如青纱 没有丝毫的重量 即使是在神庙 也是极为难得之物 不仅是退壳 据说石虫拉下的阿妩也是好东西 东土人 趋之若鹜 也不知是真是假 只是驼步人不以为宝贝 还非常嫌弃 你若喜欢 都是不妨去收取一些 都是无用之物 也没人说什么 公良听得眉毛一扬 还有这种好事 到时候 倒是可以过去桥上一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零九章 驼步 洞穴之中 幽暗 深邃 悄无声息 静得连心跳声都能听到 圆滚滚被身上的草籽和草屑 扎得很不舒服 越走越痒 不时跑到旁边的洞壁上蹭一蹭 那魔性的动作堪比公良见过的钢管舞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洞穴在夜明珠的照亮下 一物一景 一一具现 看了一路 公良发现这洞穴有点像前世见过的蚯蚓洞 都是那样的光滑 而且有一定的褶皱 但区别的是 这个洞穴比较大 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虫子 竟然能钻出一条这么宽广的洞穴来 往前走去 洞穴的壁面变得不一样了 前面是土质 现在好像变成了沙质 洞壁上面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在夜明珠的照耀下 发出一点点的幽光 仿若暗夜中的星辰璀璨夺目 又如一只只的萤火虫 闪烁着一灯一灯 迷离而梦幻的光芒 公良看得奇怪 就走到洞壁边上 仔细看 哪是什么东西呀 分明是一块块的石头 而发出光的 是石头裸露出来的光滑一面 石头的材质不错 但只是看露出来的部分 并不是很清楚 他就拿起大狗腿 砍下了一块 捡起来一看 石头漆黑如墨 细腻圆润 有点像他见过的黑壁系 但却十分透亮晶莹 到了宝石的级别 这石头到处都有 不是这么好东西 哈龙在旁边说道 嗯 公良应的一声 没说什么 其实他并不是在意 这石头是不是宝贝 只是看这石头黑的 通车透亮 感觉不错 打算搭配上 自己捡来的红珊瑚 和彩石摊上 捡来的各种颜色的石头 到神庙去的时候 再请人磨成珠子 做个手串 给米谷和自己带 前世的时候 他就有一串 以各种颜色宝石 或者半宝石穿成的 108株 8毫米的珠子手串 夏天戴在手上 十分的清凉 而且非常的好看 那时他花了 大半年的时间 比照各个商店买来 花费很多的力气 足足用了他 两个月的稿费做成的 可惜了啊 穿越的时候 没一起穿过来 白白糟蹋了 那可都是钱呢 钱还是小事 主要是自己在上面 倾入的心血和时间 还有感情 那都不是用金钱 可以来衡量的 既然要做手串 那就得需要一些石头 公粮就把叶明珠给卡龙拿 伸手抓住 东壁上的黑色石头 用力的拉了起来 原本以为石头不大 很容易就拉出来 谁知道这石头 是越拉越长 越拉越长 最后拉出来 竟然是一条两米长 一米大小不一的长石 若用来做手串 一块这么长的石头 显然已经足够了 但公粮有点贪心不足 看着石质确实不错 就打算多存一点 所以他就拿出了铁锹 挖了起来 最后足足挖了一百块 在果子空间里边堆了一大堆 卡龙在旁边看的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那流露出来的眼神 有点那种小部落人 没见过世面的意味 等公粮挖好了 卡龙就继续带路往前走去 洞中幽暗 无有日光 不知时间 也不知走了多久 他们来到了一处 宽广的洞穴之中 洞穴方圆约有百米长 周围遍布一个个的洞穴 当他们过来的时候 公粮看到了一个个 驼背弯腰的人 从洞中走了出来 好奇地看着他们 一个个的形体邋遢 揪发百结 都不像个人样 或许是在幽黑的洞中待久了 这些人很未光 对着夜明珠发出的光亮 一个个拿着手挡住眼睛 卡龙对这里很熟 冲着走出洞来的人 点了点头 就带着公粮 往旁边一个洞窟走去 洞窟之中无辙无拦 卡龙走进去 就大声地叫道 啪啦啪啦 里边人听到声音走出来 看到他笑道 噢 卡龙啊 好久没来了 这次是不是带什么好东西了 快拿出给我解解馋 我可是很久没吃到地面上的东西了 真是怀念那些黄瘦的美味呀 卡龙上前和他抱了一下 说道 我可没带东西过来 这次是带朋友去悬孤部的 打算在你这儿住上一晚 不过你要是想吃瘦肉的话 也不是没有 这少年身上就带着胭脂的黄瘦肉 美味无比 你可以拿石虫退壳跟他换 真是小事 来 里边坐吧 帕拉热情地带着他们 往里边走去 洞窟外面看似不大 但里边却甚为宽广 差不多有两三百平米的样子 中间还有隔开 分成大厅 卧室 工粮四处地看了一下 感觉还不错 就是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卫生间 驼步人吃喝拉撒在哪里 大荒部落都很原始 驼步也一样 众人席地而坐 有两名部落女捧来石盘 放在两人面前 然后就畏缩在了帕拉的身边 两人一大一小 看起来好像是帕拉的妻女 那小部落女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没有晒过日光的原因 皮肤竟然是惊艳的白皙 似乎很少见过外人 小家伙好奇地看着工粮等人 尤其是黑白相间的圆滚滚 和长着翅膀的米骨 工粮看着面前的石盘 里边是一条大约两个巴掌大 如如而栋的肉宠 看起来有点像全身雪白 一点杂质都没有的透明蜂蜂 来尝尝我驼步的美味 这是昨天刚刚挖到 特别新鲜 栗布首领帕拉热情地劝道 喀龙也在旁边说道 公粮试一下 味道不错 这可是难得的美味 公粮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虫子它也敢吃 不管是蜂蛹还是蚕蛹 蚂蚱蟀 竹虫之类的 炸炒蒸煮闷 它都曾经试过 也自己煮过 但这么大 活跳跳的肉虫子 它可从来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更不敢吃 瞄了一眼 喀龙抓着肉虫 凶猛地咬着 似乎味道不错 很有嚼劲 一脸享受的样子 公粮却看得差点呕了起来 太恐怖了 它真的吃不下去 但主人家看着 不吃也不知道会不会 犯人家部落的忌讳 一时间它就愁愁起来 它不敢吃 但旁边米谷 圆滚滚和小鸡 却对盘子中 如如而动的肉虫 十分感兴趣 尤其是小鸡 盯着肉虫的眼睛 都冒光了 爸爸爸爸 我要吃虫虫 米谷终于忍不住 对爸爸说的 公粮感觉 他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他的天使 真是太感动了 就连忙将石盘移了过去 帕拉虽然不知道米谷在说什么 但从公粮的动作却能理解 连忙对身边的妻子说道 就要去再拿点肉出来 公粮急忙阻止道 不用不用 我还不饿呢 这要是拿出来 你说我到底吃还是不吃啊 要是吃了 那肉虫在嘴里摇摆的感觉 估计这辈子都得做噩梦 他赶紧从纳乌宝袋中 取出几颗天香果缝上 请帕拉和他的妻女品尝 帕拉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尝过天香果 感觉味道很好 吃得连连点头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一十章 驼步 天香果形如鸭梨 果肉如熟烂的黑梨 一咬下去 就飞喷出一股紫黑的枝叶 味道似弯弯莲舞般清甜 又带了菠萝世家的味道 吃完之后 还有一股香气 缭绕在口中 徘徊不去 让人回味无穷 帕拉女儿吃完之后 舔了舔小嘴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似乎连空气中 都带着一股清香的味道 帕拉还没吃过这种果子 就好奇地对公粮问道 这是什么果子 味道这么好 这是来自操舍部的天香果 既然首领喜欢 不妨多吃一点 公粮又从果子空间中 取出了十几枚贴香果出来 再拿出一块腌制过的瘦肉 说道 这是用我们部落 特有的水晶盐盐腌制的荒瘦肉 味道也不错 首领不妨尝尝 帕拉倒也没有客气 他已经不记得 自己有多久没吃过地面上的肉食了 当公粮把腌制的荒瘦肉 递过来之后 他直接拿在嘴边咬了起来 只是瞬间 他就被腌制荒瘦肉的咸香美味给征服 眼睛都亮了起来 你还有这种腌制的荒瘦肉吗 帕拉急忙问道 有 公粮又从果子空间拿出一根巨大的荒瘦腿出来 听说首领这里有刀锚难入的石虫腿壳 若是可以 小子希望能换一点 我这里不仅有荒瘦肉 还有蚝干 生蚝 万果酒 说完 公粮就从空间里把这些东西一一取出来 还特意撬开了一个生蚝 给帕拉首领品尝 帕拉首领哪吃过这种来自海边的鲜美海味呀 差点连舌头都吞进去了 其实生蚝最好放在火上烤一下 放上蒜蓉才好吃 公粮建议道 帕拉摆了摆手 他们部落已经习惯生食了 哪还愿意费那么大劲去烤东西吃啊 这荒瘦肉你还有吗 帕拉又问道 有 很多 首领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为了显示自己所言不虚 公粮又从果子空间中取出了半头荒瘦 帕拉看到站满半个大厅的荒瘦 一下就相信了公粮的话 本来我还想带着石虫退壳 去玄姑部换些荒瘦肉回来吃 既然你这儿有 我就跟你换了 省得还得来回跑一趟 帕拉说完就起身 往里边走去 片刻就见他拿了三大卷 色泽苍黄的石虫退壳出来 回到大厅 帕拉将其中两卷石虫退壳摊开 请公粮过去看 公粮上前拿在手中 只觉得石虫退壳如丝般柔滑 比羽毛还轻 比纸还薄 质地却又非常的柔韧 即使拿刀也割不破 等他看完 帕拉又说道 我这里还有一卷老虫衣 是上古石虫退下的壳 极为难得 有东土人 从其他地方买了我 驼步的老虫衣回去 请人制成宝衣 不仅刀猫难伤 还能挡住什么灵器 据说若是在石虫衣上 刻下法针 就算是普通人穿着 也能挡住强者的致命一击 不过那都是传言呢 我也不知道 东土人狡诈 我不喜欢卖东西给他们 你要是有瘦肉呢 就全部都换给你了 有 有 首领 您想要多少瘦肉 我这都有 公粮没想到还有这种好东西 怎么能轻易的错过呢 你可不要说大话 我这卷老虫衣 可不是你这点瘦肉能换走的 帕拉质疑道 公粮没说什么 直接从果子空间取出一头 腌制的荒兽 瞬间整个大厅都给堵死了 帕拉看到倒吸了一口冷气 说道 你是哪个部落的呀 怎么 那物宝带这么大 雁部 公粮回道 帕拉摇了摇头说道 没听过 我倒是知道 有个大雁上部 你们雁部和大雁上部有关系吗 怎么名字这么像啊 准确地说 现在的大雁部 是从祖地雁部分离出去的 公粮淡淡说道 你是从祖地出来的 帕拉瞪得眼睛都快突出来了 旁边喀龙也是傻眼 嗯 公粮点了点头 帕拉原不过是随口问问 没想到却问出这么一个惊人的事实 当下那头就败说道 不知大雁部上使来我驼步 脚步知民帕拉有罪 公粮没想到他会这样 联盟上前将他扶起 快快请起 我现在还不是大雁部人 当不得你们如此大力 当的当的 你回大雁还不是迟早的事吗 帕拉联盟将三卷重衣送了过来 恭敬地说道 既然是大雁上部神使 小部之民 怎敢和上使换东西 还请上使收回黄兽肉 这些重衣 就当是小部 送给上使的见面礼了 换了就换了 哪有收回的道理 公粮摆手说道 不知这些兽肉 是否够换这些重衣的 若是不够 我还可以再加一点 够了够了哪用这么多呀 帕拉联盟请公粮 收回自己这杯多的荒售肉 但公粮怎么可能收回去呢 一个不愿多拿 一个十亿要给 两人推来让去 最后在公粮的劝说下 帕拉不得不收起 放在大厅的荒售肉 不是他矫情 是不得不小心 大荒之中 一向是以实力说话 像大雁这种上部 一个部落的实力 就相当于十个中等部落 而一个中等部落的实力 则相当于十个小部落 像驼步这种 连小部落都挤不上的野部落 连像大雁这种上部 纳线提携的机会都没有 属于那种 人这一根手指头 就能捏死的存在 怎么能不担心 害怕讨好呢 公粮不说自己 来自燕部还好 一说完 洞窟内的气氛 变得怪异起来 大厅中 帕拉 喀龙和帕拉七女 对公粮都是毕恭毕敬 他说一句 他们才答一句 仿佛他才是 这儿的主人一般 感觉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公粮就向帕拉问道 帕拉首领 听说你们部落 有东土人喜欢的石虫阿物 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当然可以了 帕拉听到公粮的请求 连忙起身带路 东窟外 围观的人群早已散去 只有一些人在活动 帕拉出来 驼步人纷纷打招呼 帕拉随意地点着头 恭敬地在前边 给公粮带路 公粮发现 驼步人真的是 个个驼背弯腰 但小孩就没这种问题 只有大人才这样 帕拉在前边带路 公粮他们默默地跟在后边 从宽广的洞穴 走进一条弯长的洞中 米谷一直好奇地静静看着 圆滚滚时不时 跑去洞壁边上 撒尿做记号 要不然就去魔性的蹭痒 一刻也不得心 再往前走一段路 洞中忽然出现了一坨坨 黑鬼鬼的圆球 帕拉在这里停了下来 指着圆球说道 圣使东土人喜欢的 狮虫阿物就是这个 其实他们更喜欢 上古狮虫留下来的阿物 说那些东西是上品领土 可以用来种植一种灵珠 可惜这种东西对我们脱步而言 根本就是累赘 要不是太多 我们早就拿去清理了 公粮走上前 从圆球上捏起一脚土块 速然发现 这黑土中 竟然蕴含着灵气 怪不得叫灵土呢 也怪不得 东土人的喜欢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一十一章 黄金蚁 这石虫阿妩确实不测 公粮转过身来说道 帕拉首领 我想带走一点 看能不能到神庙 从那些东土人手里换点东西 你看 需要给你多少荒售肉呢 帕拉听到他的话 连忙摆手说道 不用不用不用 上师看得上这些 无用的阿妩 是小布的福分 怎么敢拿来 跟上师换东西呢 再说这些东西 对小布也是无用 放在这边 还堵住去路 上师能带走 可是帮了小布大忙了 公粮在这里 其实用了一点小聪明 有点拿他 那还未被承认的 大雁部名声压人了 不过 他却是真的喜欢上了 这十重阿妩 也就是这灵土 他也是刚刚才想起 果子空间里那些 一种灵珠 需要靠灵土 才能养活 以前种下去的时候 因为没有灵土 怕他们身上的灵性泯灭 所以就在根部 埋了灵石 让他们吸收 但这根本不是解决的方法 若是有了这些灵土 就不用再浪费灵石 一劳永逸了 这驼步啊 简直就是他的福地啊 既然驼步首领这么说了 他也没有客气 就分别拿出了橱袋 和纳物宝袋 假模假样的装了起来 帕拉和喀龙 看他两个袋子都没装满过 不觉惊诧的 这纳物宝袋的宽广 感叹不愧是 大雁上部的神使 体力彪悍不说 连储物袋 和纳物宝袋的空间 都那么大 但其实呢 公粮是一个袋子装好之后 就把灵土 倒在了果子空间里边 然后再回来继续装 这灵土果然和帕拉说的一样 在驼步是无用的阿物 几乎每个洞窟都有 大大小小 蕴含的灵气 也是有强有弱 对于公粮能够帮他们 收走这些石虫阿物 帕拉也是很高兴 因为石虫每天都在钻洞 每隔一阵呢 就会将钻洞时 吃进去的东西排泄出来 所以洞里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出现新的石虫阿物 有时没有清理 都能堵住通道 看公粮的纳物宝袋和橱袋 能装那么多东西 帕拉就殷勤地带着他 各个洞穴之中行走 收取石虫的阿物 这些石虫阿物灵土 有的是上古石虫所产 存放了久远的时间 里边灵气充沛 已经属于上等灵土的级别 这些东西呀 随便拿去卖给东土人 也能换来大把的灵石 可惜这驼步人呢 不知宝 要不然也不会任公粮收取 不过 依照驼步人懒散的性格 估计知道能够换灵石 也是懒得来回跑这么一趟了 再者 他们也不需要灵石 舍玉步好像也一样 似乎公粮路过的这个小型部落 都不需要灵石 洞穴之中 弯弯绕绕 纵横交错 若没有一个熟悉的人带路 真的会迷失在这乱马七遭 宛如迷宫一般的洞穴之中 公粮倒是不怕这些 因为有圆滚滚在 这家伙每到一出 就屁颠屁颠地跑去 在那洞壁边上撒尿 每个一段就尿 每个一段就尿 也不知道他那肥胖的身体里边 装的是不是都是水 竟然有这么多尿呢 走过很多条宽大长的洞穴 公粮收的领土 已经在果子空间中堆成了一座山丘 一条收完 帕拉又带他来到另外一条洞穴 此处洞穴洞壁上的泥土狠心 不像前边那些 看起来年代久远 似乎刚钻出来不久 公粮看了一下 也不管是新是旧 只要有领土就行了 就继续拿着那物宝袋装了起来 只是装了一会儿 他就感觉不对 这洞中灵土蕴含的灵气很少 不像前边那么多 突然前方跑来一人 看到帕拉顿时大叫道 孙粮快跑 黄精蚁来了 听到他的话 帕拉也慌了 连忙问道 黄精蚁怎么会来 没被前面的尸虫吃掉吗 当在前面的那个黄精蚁被吃掉了 但尸虫抓过去之后 又由叶朝黄精蚁 从尸虫抓过去的地方爬出来 尸虫根本就吃不到 树林快跑吧 再不跑就连不及了 那人说完 就往他们身后狂奔 不过片刻 前边又跑来一群人 看族人狼吐屎串的样子 帕拉顿时紧张起来 连忙说道 上师我们也赶紧走吧 要不然等黄精蚁追来 就跑不了了 黄精蚁很可怕吗 公粮奇怪地说道 不是很可怕 是非常可怕 那黄精蚁恶罪四刀 锋利无比 所获之处 一切生命都会被吃掉 无一幸免 即使是一头强壮的大荒牛 在成群的黄精蚁面前 也活不过一刻钟啊 公粮都被他说得紧张起来 所谓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 也不管这黄精蚁 是不是真的那么危险了 还是先跑微妙 于是他就带着圆滚滚 米谷和小金 跟着帕拉和喀龙 随身往驼步跑去 跑出一段距离 公粮就听到后边传来一阵 七喜苏苏 好像沙子撒香树叶的声音 转头一看 就见一头头土狗大小 色泽黑黄之间的黄精蚁 从后边追了过来 帕拉和喀龙吓得埋头直跑 此时此刻 他们只恨爹妈 少生两条腿啊 黄精蚁的速度很快 就要追上他们 公粮看得直皱眉 感觉不能这么回驼步 要是这黄精蚁 一路尾随而去 对瘦弱的驼步人 无疑是一场灾难 想了一下 他就转过身去 双手举起坐在前筐中的米谷 举在面前说道 人间大炮 一击准备 发射 米谷听到爸爸的话 好奇地转头问道 爸爸 什么是人间大炮啊 呃 忘记了 这小家伙他听不懂 公粮连忙说道 那是一种东西 快点吐口水 毒死前面的虫虫 嗯 米谷最乖了 听到爸爸的话 嘴一张 一口口口水 如子弹般急射飞出 追过来的黄精蚁 纷纷中毒倒地 但后面的黄精蚁 却不怕死的 踏着同伴的尸体 冲了过来 前赴后继 如潮水一般 一波接着一波 米谷一看呢 顿时插腰瞪眼 喷出一股毒雨 毒雨漫天的泼洒 冲上前来的黄精蚁 被喷得全身都是 瞬间倒地死去 将通道都快堵死 但后边还是有黄精蚁 不断地从同伴的尸体间钻出 往公粮他们扑来 米谷扑的一声 往一头钻过来 嚣张滑动恶刀的黄精蚁 吐去 没有任何的奇迹 黄精蚁立刻地倒地死去 公粮感觉这小家伙的口水 好像更毒了 米谷回头看着爸爸 小屁股上的韭菜尾巴 屁颠屁颠地摇着 翅膀一下一下地扇了起来 感觉好得意啊 公粮将他抱在怀里 亲了一口 摸着小家伙的头 鼓励了一下 小家伙小手抱着爸爸的脖子 高兴得小脸红扑扑的 爸爸对他最好了 他最喜欢爸爸了 对于黄精蚁这种小东西 圆滚滚倒是不怕 但也没上前 只是躲在公粮后边 好奇地看着 小鸡对虫子之类的东西 一直很有兴趣 跃跃欲试 可惜都没机会上去 到了这里 洞穴中的通道 全部被黄精蚁死去的尸体堵死 公粮想应该没事了 就想走人 谁知就在这时 内堵堵住通道的厚厚的黄精蚁的尸体墙被推开 一头头比刚才吐狗嗨大的黄精蚁从被推开的缺口中急速地钻出 如潮水一般向着公粮他们凶猛地扑来 弥谷不用爸爸启咒 口水就狂喷了出去 他吐得好开心呢 都吐出了节奏感 哭哭哭 哭哭哭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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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机关枪扫射一般 一一头头比土狗大的黄精蚁 鸣分分地重担死去 后面黄精蚁看到前边的黄精蚁不断死去 似乎学聪明了 竟然推着死去的黄精蚁的尸体前进 弥鼓往前喷口水 倒有一大半落在死去的黄精蚁的尸体上面 这黄精蚁似乎是无穷无尽 死了又来是死了又来 又有一群黄精蚁推着同伴的尸体飞速爬来 但这次弥鼓却毫无动静 弥鼓不由得奇怪道 弥鼓 怎么了 爸爸 没水水了 弥鼓掐着小手指 毫无奈地说道 没口水了 关键时候就掉链子 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弥鼓亦是乌语 可是突然没水水 我又不什么办法 弥鼓好无辜地说道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重生原始时代 播讲 海风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212章 毛花躲躲开 看看 到最后还是要我出手吧 公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心里却是暗爽 在电影里 最后出场的通常都是大人物 很显然 爱爱慕 他就是 但他估计不清楚啊 最后出场的 也可能是死得最惨的大boss 公良拿出了万段钢筋打质的长矛 又将锯骨放在旁边备用 然后对米谷说道 米谷 你和圆滚滚两个 一个在一边射箭 杀黄精蚁 兼练习剑法 知不知道 米谷听到爸爸的话 连忙点头应道 爸爸 我知道我知道 滚滚就不知道 他好笨的 旁边圆滚滚不满地叫道 谁不知道了 谁不知道了 米谷 你不要冤枉好熊猫啊 米谷才不理他呢 只见他从纳乌宝袋中 拿出了短弓 拉弓射箭 咻一声 瞬间射入前面一头 黄精蚁的脑袋 那黄精蚁也是脆弱 竟然一下就死了 把米谷乐得大笑 整个人如同螃蟹一般 张牙舞爪地跳着蹦着 然后又屁颠屁颠地 飞到公良的身边 臭屁地显摆道 巴巴巴巴巴 你看我厉害吧 公良也没想到 这小家伙能一下射中 记得上次好像不是这样 估计这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 但又不能太打击他的积极性 就要扯着脸皮赞道 嗯 不错 我们家米谷最棒了 嗯嗯 我是最棒的 米谷笑得眼就都弯成了一枚枣月了 耳朵兴奋地俏皮地动着 尾巴更是飞甩起来 呜呜 圆滚滚非常不满 傲气地看了他一眼 就拿着公良给他的弓箭 人立起来 搭弓引箭 瞄准松手 长剑顿时如急雷般狂飙出去 没入一头黄金蚁的大眼之中 直透脑迹 眼看是没法活了 哼 圆滚滚得意地敲着下巴 傲娇地瞄了米谷一眼 也不理他 继续拿弓箭射去 瞬间又有一头黄金蚁被射死 米谷看到圆滚滚这么厉害 连忙拉着弓箭 往黄金蚁射去 可惜这次没有奇迹 箭矢从一头黄金蚁头部擦过 往后边一头黄金蚁的腹部飞去 它在地面晃动不止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好厉害的 米谷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睛 公粮看了一眼 他就是说嘛 肯定是瞎猫碰射死耗子 这个才是他正常发挥的水平嘛 没理由一上来就能射中 那自己多年的剑法 岂不是白学了 不过 圆滚滚这家伙 却是一个例外的妖孽 竟然这么快就学会了射箭 看来还是小看了它 它原来不是一只只会发傻耍蠢卖萌的凶猫啊 一头头比土狗还大的黄金蚁 原本涉于米谷毒口水的威力 一直推着同伴的尸体前进 但米谷没了口水 在它和圆滚滚的箭矢刺激下 一头头的黄金蚁 顿时像发了风一般往前扑来 公粮踏步上前 腰一扭 闭一身 手中的长毛急速地射出 幽暗的洞中 乍现一道寒芒 明耀辉光 那是长毛撕裂黑暗带来的光明 此时的长毛 速度之快 如白居过细 瞬间刺在扑来的黄金蚁头上 又迅速地抽出 往另外一头黄金蚁刺去 它头上飞溅而出的青黑血迹 就如同暗夜下的琼花板 美丽而诡异 长毛再次刺出 如蛟龙出水 带着无数的霸气与狂野 往黄金蚁群急速地射去 一毛毛 一点点 宛若梨花朵朵 又如锐血飘飞 不可琢磨 得益于它在燕布的锻炼 再加上来到大荒之后 大量荒兽血 精华的补充 在此危机时刻将它所有的潜能逼迫出来 使它出锚的速度再次地突破 以前是一秒十次 一秒二十次 而现在它却做到了逆天的一秒三十次 这就是厚积勃发的效果 一头头黄金蚁不停地扑上来 但都倒在了公粮迅猛的长毛之下 黄金蚁的数量越杀越少 但个头却是越杀越大 从最初的土狗一般的大小 到比土狗大 到现在的小牛犊大小 黄金蚁壳也从最初的脆弱变得坚硬起来 又一头小牛犊大小的黄金蚁被刺死 公粮抽出长毛 甩去上面清黑的血迹 看着没有动静的通道想到 终于结束了吗 默然 通道后边传来一阵低声的嘶吼 接着就见死去的黄金蚁尸体被重力撞开 往前飞来 透过黄金蚁尸体的缝隙 公粮隐约看到后边 有一头千斤肥猪大的黄金蚁猛烈地 撞击着黄金蚁的尸体 公粮一毛抽飞一头迎面撞来的黄金蚁尸体 手持长毛 大步上前 往后边大肥猪般的黄金蚁刺去 汤 长毛刺在大肥猪般的黄金蚁壳上 竟然发出了金铁之音 连毛尖都断了 公粮没想到 这头黄金蚁壳竟然这么硬 连忙后退 大肥猪般的黄金蚁 开合着如刀般锋利的上下额 急速追去 迷古看到前边飞来的黄金蚁尸体 非常聪明 急忙地飞到了洞穴顶上 紧紧地贴着 那些黄金蚁的尸体从下面飞过 根本无法对它造成伤害 圆滚滚也有特别的方法 将身体靠在洞壁之上 看看躲过飞来的黄金蚁尸体 只有小金傻傻的 一下被黄金蚁尸体撞飞出去 这让他感觉很没面子 跑回来之后 顿时生气得狠狠地 往黄金蚁尸体上捉去 没几下 外壳坚硬的黄金蚁尸体 就被他捉得乱马气糟 躲开飞来的黄金蚁尸体之后 弥古和圆滚滚 看到有一头大大的黄金蚁 在追公粮 连忙拉起弓箭 往那黄金蚁射去 一只利箭从公粮的头顶飞过 一只利箭从公粮的腰间飞过 公粮险些吓死 就后边两个家伙那半桶水的射箭水平 竟然也敢拿箭往自己这边招呼 连忙大声地叫道 迷古 远滚滚 不要射箭了 他怕两个家伙 还没射中黄金蚁 先射到自己 那就悲催了 大肥猪般的黄金蚁紧追不舍 公粮退到放着锯骨的所在 就停了下来 随手抓起 右手再次持矛 往追来的黄金蚁刺去 却一下被大肥猪般的黄金蚁 那如刀的恶嘴夹住 只听咔嚓一声 用万端钢筋打制的长矛 就被黄金蚁刀饿 嚼成了一堆碎块 没想到这大肥猪般的黄金蚁 饿嘴竟然这么厉害 公粮干脆将剩下的长矛扔掉 双手持着锯骨 以打高尔夫球的姿势 从后往下而上 划出一个半圆 从大肥猪般的黄金蚁的下巴 狠狠地撩起 砰的一声巨响 大肥猪般的黄金蚁 被锯骨撩得重重地 撞在了洞穴的顶部 再又砸落下来 洞穴太小 无法尽情地施展猪斑手段 公粮只能趁此机会 再次以打高尔夫球的姿势 将大肥猪斑的黄金蚁的下巴撩起 一连几次 黄金蚁被锯骨撞击得是昏头昏脑 趁此机会 公粮飞奔上前 跳到黄金蚁的背部 从裹子空间 咬出一手小黑水池中的黑水 往大肥猪般的黄金蚁脑袋印去 无声无息 无迹可寻 几乎同时 大肥猪般的黄金蚁的脑袋 地下就出现了一个幽深的窟窿 公粮透过黄金蚁脑袋 往地下窟窿看了一眼 仿佛穿透幽冥 带着刺骨的寒意 让人心下凛然 等了片刻 也没见黄金蚁过来 看来这下是真的再没有黄金蚁了 公粮就收起大肥猪般的黄金蚁 把洞穴中剩下的其他黄金蚁 扔进小黑水池里边分解 并把小黑水池中的黑水腐蚀出的窟窿填上 以免被人发现不对 听到这边没了动静 一直唯唯缩唆躲在不远处 看这边情况的驼步首领帕拉和喀龙就跑了过来 帕拉来到公粮的面前 倒头变败 哽咽地说道 多谢上师就小布一命 以后上师但有所命 小布总是赴汤倒火也在所不惜 举手之劳而已 不用如此 公粮淡淡地说道 这话听起来很让人感动 其实很扯淡 他离开驼步之后 估计不会再来这里 可以说以后 他们就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 所以说什么报答之类的 虽然他心里确实是这么想 但对他而言 完全都是没有意义的废话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原始时代 不讲 海丰 田诺诺的小时二 第二百一十三章 虫卵灵胎 此事对上师而言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小布来说 却是恩通再造 若非上师 小布这次可就是要面临灭布之灾了 帕拉谢过上师 帕拉身体伏地 再拜道 起来吧 虽然对驼步首领的感激不以为意 但如此淳朴的人儿 确实也让人感动 公粮上前将他扶起 帕拉再拜了几拜才起来 作为一部首领 他心思也未必有多单纯 此时心里正想着 是不是趁此机会和上师拉拉关系 以后说出去 也能在附近的小部落里边威风一下 看看 他们驼步再怎么差 再怎么不好 也有大雁上部神使来过 还曾帮他们杀过黄精蚁呢 不知道那黄精蚁朝怎么样 帕拉首领 要不然我们过去看看 公粮建议道 这个 帕拉心下愁愁 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 要是再跑出一群黄精蚁来怎么办 好似看到他的犹豫 公粮说道 放心 有我在 不会有事的 想起方才上师的神勇 帕拉就精神振作起来 连忙在前带路 往黄精蚁学走去 一路上 还有些石虫阿妩 但公粮明显感觉 这些阿妩上面的灵气稀少得可怜 本来不想收 但帕拉在旁边 前边那些灵气充沛的阿妩都收了 没理由不收这些 所以就全部收了起来 扔进小黑水池中分解了 不一会儿 他们就来到了黄精蚁巢所在 在前带路的帕拉 猛然一看 吓得往后跑去 公粮往前看呢 就见一头头 头部瘦小 一身雪白 躯体却肥大的如同 家常小卡车般的蚁后 卡在了洞壁边上的 巢穴洞口 出 出不来 进 进不去 在那拼命地挣扎着 看到有人过来 以后发出了一阵阵 轻力的嘶叫 威胁他们不要靠近 可惜没有什么用 公粮举起巨骨 狠狠往他的脑袋砸下 原以为以后难缠 没想到却脆弱得很 一棒子就打死了 旁边有人在 公粮不好将以后 直接收到这果子空间 就取出了纳物宝袋 装模作样地往里边装去 这时帕拉又跑了回来 对公粮恭敬地说道 上尸 能不能将这头母虫 放在小布 好让小布族人 时时刻刻 瞻扬上尸的神威 其实啊 他是想把这头母虫 摆在驼步最显眼的位置 让每个到驼步的人 都知道自己和大雁 上部神石有关系 这会让他在周边小部落间 收获一大堆崇敬的眼光 公粮收不收以后都无所谓 见他要就给他了 帕拉欣喜一场 连忙跑回驼步 叫族人过来 将蚁后抬回族里 蚁后被抬走之后 洞口被清理出来 公粮进去一看 只见里边有一个巨大的蚁巢 高低大小骑马在白米左右 巢中的小黄精蚁 惊慌失措地爬来爬去 雪白的虫卵到处都是 小精一看到虫卵 顿时飞不上去 埋头猛吃起来 圆滚滚这憨货也不慌多让 扑上前去 抓起一枚虫卵就往嘴里塞 一边吃还一边嗷嗷叫着 仿佛是在享受着什么 绝顶的美味一般 偶尔有一两只小黄精蚁 扑过来咬他们 不是被小精踩死 就是被圆滚滚一巴掌给嫩死了 米谷看到虫卵也高兴地飞过去 抓起一枚色泽透明 晶莹的虫卵吃了起来 这虫卵呢 有成人巴掌大小 小家伙却很快就吃完了 发现爸爸都没吃东西 就抱起了一枚虫卵 飞到爸爸的面前说道 爸爸爸爸 给你吃蛋的 给你吃蛋的 蛋蛋好好吃 叫公粮生吃虫子 他或许会抗拒 但这虫卵却是不怕 看到小家伙的心意 他就接过小家伙手上的虫卵 正打算吃 忽然发现 双头龙葵竟然竖起脑袋 直直盯着他手中的虫卵 不觉恶然 要知道啊 这家伙平时只吃灵蛇丸 根本不吃其他东西 怎么今天转性了 见他喜欢 公粮就把虫卵给他 双头龙葵一点也没客气 舌头忽然变大 将硕大的虫卵吞了下去 米谷看到自己给爸爸吃的虫卵 竟然被双头龙葵给吃了 心里非常不开心 嗅的一下飞过去 抓起双头龙葵 往嘴里咬去 双头龙葵没想到 他会来抓自己 猝不及防 竟然被他抓住 一时间惊恐地呱呱大叫起来 公粮连忙叫道 米谷不要吃他 爸爸 我不吃他 我拿他磨牙呀 米谷抓住双头龙葵的头尾 将他的身子 放在牙齿上来回地拉着 这时候 没人知道双头龙葵的心理阴影有多大 但却能看到 当米谷来回拉了几下之后 从双头龙葵的尾部流出了一堆液体 貌似是被吓尿了 米谷嫌弃地把他扔飞出去 插腰嚣张地 瞪着地上的双头龙葵说道 下次你要是再敢吃我给爸爸的东西 我就吃了你 双头龙葵被他这么说 还不敢回嘴 对于宿命中的天敌 面对的时候 总会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畏惧 公粮在旁边看得无语啊 这都算什么事嘛 看到双头龙葵被他整得萎靡不振的样子 他连忙在旁边说道 好了好了米谷 不就是吃了一枚虫卵吗 这么小气 米谷理直气壮了说道 我给爸爸吃的东西 才不给这臭蛇吃呢 对他那爱护自己的赤子之心 公粮无话可说 双头龙葵看米谷不再折磨自己 如是重负 连忙爬回公粮的手腕 紧紧地缠着 再也不松开了 估计啊 以后是死也不敢松手了 以学巨大 分成一层一层 非常奇特 公粮正想四处看看 忽然从双头龙葵那边 传来一个信息 说那个虫卵 其实是和灵蛇胎一样的灵胎 里边孕育了充沛的生鸡 和带着先天母气的黄金蚁胎 吃了对身体大有补益 公粮听得眼睛一亮 就走进蚁巢之中 收取虫卵 可惜并不是所有虫卵都是灵胎 有些是死胎 臭胎 凡胎 在两头龙葵的指引下 公粮将那些灵胎一一收起来 放进了天香木盒中保存 剩下的虫卵没什么用 公粮就大方地送给了帕拉 驼布首领激动得感激涕零 回到部落 就从隐秘处取出了一卷 珍藏久远的石虫褪壳送给了公粮 说是对上使帮助他们驼布的报答 这弟弟石虫也不知活了多少岁月 自小布来之前便一直存在 这卷石虫褪壳是小布仙人 来到此处之后所发现的 上师请看上边纹路 这是天然孕育的先天灵纹 天生神异 水火不侵 道毛难入 最重要的还是 能卸取任何东西 击打在身上的力量 比那些后天之城的宝衣 不知好了多少 不信你们来打我试试 帕拉说完 就将石虫褪壳摊开 挡在身前 让公粮和喀龙去打 但两人又怎么会这么做呢 先不说这石虫褪壳 是不是如他所说的那般神奇 要是人试出个好歹 那还得了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上的观看